这是怎么了?怎么拦在路上了?爱着进去的路,没看到吗? 一道不悦的声音从冷华他们马车后面传来,只见城门外一辆豪华的马车正准备进城 不过因为冷华等人的马车挡去了大半的城门,另一边空着的则有一些百姓挑着担子进出 这样一来,那豪华马车想要进城,则是半拦住了 毕竟这一辆不比先前的几辆较低调的马车,这辆马车不仅豪华,而且比一般的马车还要大一倍,故而才进不来 马车的左右和后面,跟着一行三十来人的队伍,那些人身上风尘仆仆,看着似乎是刚从其他地方回来的 脸上都有着一丝疲惫之色,此时在城门处被挡住不得尽,一个个脸色也有些难看 陈卫长一看到那辆马车上的标志,脸色一变,当即赫尘 你们赶紧地下马车,把马车拉走,不要在这里挡着当 饶氏冷华性子再好,此时也不由有些动怒 就在他正准备发火时,杜凡大笑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还倒是什么事呢?原来是因为这个不让坐着的马车进城,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杜凡迈着脚步,手中的扇子轻轻在胸前扇着风,也许是听到了他随意而带笑的声音 那豪华马车上原本无精打采躺在软榻上的女子,顿时坐了起来 伸手挑开帘子,往前看了看,看看说话的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被前面的马车挡住了视线,看不见说话那人长什么样 却意外地看到旁边的马车上坐着的魏丰和罗宇两人 两人身上不同于一般贵公子的气质,不由吸引了那女子的目光 他双眼发亮地盯着两人看,一副花痴的模样 小姐,小姐 一旁的婢女小声地唤着,悄悄拉拉拉女子的衣角 又有些担心朝那黑着脸的老爷看 只感觉这马车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 让她都有些坐立不安 干什么啊,滚一边去 女子恼怒地一甩手,力道之大 直接将那婢女甩了出去,撞到马车的另一边 那婢女撞到了额头,痛得倒出了一口冷气 感觉到有温热的冬气从额头滑落 她颤着手一摸,却见原来是流血了 婢女不敢说话,只是缩到一旁 赶紧拿着帕子捂着伤口 给我坐回去 那坐在马车中的中年男子沉着声音怒喝 也许是他声音中带着怒火 这才让女子不得不收回目光 看了她父亲一眼,不情不愿地坐回去 爹,你凶我做什么,我只是看看又不抢人 女人目光仍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被她开出一条细缝的窗外 落在卫风锣于两人身上 早上的女子盯着她们看时,两人就察觉到了 对于这女人花痴一般的目光,她们也早就习惯了 只是没有想到这女人却是直勾勾地盯着她们来回看着 一副恨不得扑上来的模样,着实让两人有些无语 两人相视一眼,又被前面的话引了注意 说你一般的,赶紧下马车,要不然就掉头走 别叫啊 程卫的话还没说完,直接就被杜凡手中的扇子扇飞了 杜凡手中扇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缓步走到马车旁 看着那被她扇飞的程卫长 我这人就是这样,道理说不通就喜欢直接动手 你,应该不介意吧 那程卫长只感觉整个人飞出撞到一旁的城墙后 又弹了回来摔向地面 浑身的骨头都仿佛被打断了一般 痛得她整张脸都扭曲了,半晌也没说出话来 直到缓了一会儿,她吐出一口血水 怒视着杜凡,冲着周围的城卫喝着 黑老子干什么,上啊 有些城卫员们还有些迟疑 一听她的话,当即冲上前 手中尖刀也朝他们袭去 豪华的马车中,那女子兴奋地跳了起来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她便跃起冲出了马车 那速度快地连同坐在马车里的中年男子也没能抓得住 叶飞飞,你给我回来 把她给我抓回来 中年男子暴怒 却只看到那身影如只花蝴蝶一般飞了出去 朝那前方扑 杜凡手中的扇子一扬 灵力气流袭出 将那扑上前的城卫先飞出去 抬腿一踢 一名城卫被踢出 正好压在那名想站起来的城卫掌身上 让他痛呼一声,又倒了下去 感觉到身后有风扑来 杜凡转身,拉过前方一侧的城卫往后袭 打算借对方手中坚韧,其退身后之人 却不想一转身 映入眼底的却是一名 脸上有着一块红色胎记 穿着跟花蝴蝶似的女子 那女子在闪避身后的护卫 而失了平衡,往她这边倒来 倒不是她想的有人从背后攻击她 只是她拉着那人甩出的攻击已经起初 坚韧成的女子席去,来不及收回 未免伤到无辜的人 她当即步伐一移,侧身一掠 伸手搂住了女子的腰 身体一转,带着她避开了那坚韧的攻击 女子似乎被吓了一跳 一双清澈的眼睛眨了眨,看向杜凡 那眼中并没有像先前趴在车窗上看罗宇和卫风时花痴的眼神 不过只是一瞬间,她便伸手搂住了杜凡的脖子 如同花痴一般的将头贴在她的胸膛上 恭喜公子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意一身相许 娇滴滴的声音,嗲得可以滴出水来 听得杜凡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她原本还盯着女子的眼睛看,却不想下一刻 那女子便将脸埋进了她的胸前,做出了一副娇羞的模样 若是是将她吓得不轻 小姐,家主让你回去 几名护卫追上前,眼中带着几分厌恶地看着女子扑进了那男人的怀里 不要 女人任性地大声说着,双手依旧搂着杜凡的脖子 这让坐在马车上的冷华以及一旁的鲁云她们看得一脸惊奇 杜凡几乎也让这女子进了身 不不不,是她自己去搂人家姑娘的腰身的 只是这姑娘也长得太丑了一点 虽然身段是不错的 但脸上的红色胎记几乎占了大半边的脸 就算那五官还算精致 可以生生被那块胎记破坏了美感 再加上那一身艳俗的衣裙 实在是让人见了都不由地退避三舍 杜凡手中的闪柄往女子身上的穴位一点 就见她啊的低笑一声,手一麻 下一刻整个人被一股力道扶了出去 身影倒退着往后跌 几名护卫见此,却是不由往后退了一步 任由那女子跌坐在地上 杜凡面上带着笑,手中扇子打开 轻轻地在身上扫了扫 仿佛要扶去那被女子靠近而沾上的什么东西似的 一边不温不火地说 姑娘,你要知道,本公子生的音讯潇洒,风度翩翩 投怀送抱的女子多不胜数 若是谁都来个无以为报以身相许 估计本公子的后院都塞不下人了 小姐,家主让你回去 几名护卫这才上前 驾起那女子往那马车走 放肆,谁让你们驾着我走的 放开我,放开我 女子抬脚去踹他们 却在这时,看到马车中她父亲走了出来 怒声喝着 你还没闹够吗 罗宇卫丰两人,似笑非笑地看着豪华马车那边的事 见到女子辈驾上马车后,两人便收回目光朝前面看 除了那城卫长,那些城卫也一个个倒在地上 因此,他们也驱赶着马车往城中而去 由杜凡和鲁云带路前往新宅 随着他们离去 后面那豪华的马车也跟着进了城 只不过,那中年男子在进城后 看了地上的那些人一眼 皱了皱眉 又长得城中几辆马车消失的方向 看了一下 这才往城中而去 在他们都进城后 闻讯赶来的护卫队长带着一支队伍 看到那被打伤的人后 便沉声询问 怎么回事 那名城卫长被两名城卫扶了起来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将事情添油加醋地跟他禀报了 最后又到 护卫队长 这些人一定得救出来 要不然指不定会在城里闹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而且属下看他们也不是什么善差呀 那护卫队长当即对身后的队伍喝道 查 把这些人找出来 是 城卫们用着迅速往城中而去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轩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另一边 杜凡带着他们来到一处宅子前 掀开了马车 请凤酒他们下来 镜子 严主 这宅子的环境还算好的 这一带也不是中心区 比较清静 府里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 进了里面就可以休息了 薛羽莫泽和凤酒抱着孩子下来 两人打量了宅子一眼 便迈步进了里面 后面的众人陆续下了马车 也跟着进了里面 和尚走在后面 看了看宅子后 便也跟着走了进去 自日 当他们还在熟睡中 就被外面的一阵拍门声 给吵醒了 开门 快开门 一对成卫 在凤酒他们的宅子处 拍着大门叫喊 因为一大清早 便围了一大队的人马 周围的人家都探了探头 出来看着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听着外面的动静 早起的杜凡 便跟在府中 准备早上的冷华 说了一声 而后 从后面 翻墙离开 齐康被吵醒 正准备出门去看 就见冷华端着熬好的粥 要送去给他姐姐和白星成他们 见到他 齐康笑道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还连粥都熬好了 习惯了早起 也睡不着 冷华笑了笑 我把熬好的粥 端给我姐他们吃 对了 外面拍门不用管他 杜凡出去了 一会儿回来 齐康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只不过若是这样吵下去 估计会吵醒主子他们 我去前面 布一个隔音结界吧 他一边说 一边往前面走 早上都在厨房了 你要是饿的话 先去吃 好 我知道了 客房 和尚早早地便起来念经了 听着外面的声音 只是微顿了一下 便继续闭上眼睛 念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的声音便消失不见了 约莫沉时钟左右 和尚起身 往外而去 就见杜凡 齐康等人 都坐在桌边聊天说话 大师来了 坐 杜凡笑着请他坐下 给他倒了一杯清茶 大师 你说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可算是隐世宗门 我今早出去时 顺便打听了一下 就是在这城中的人 也很少有知道那个地方的人 杜凡看着和尚 不过 这段时间我也推测了一下 能从万佛门中 取出那两样宝贝 而又让你们万佛门中的人 无法直接正面去取回来 想来 这个隐世宗门的人 实力应该很强吧 他端着茶水 抿了一口 又将茶杯放下 一手轻轻地转动着茶杯 我听冷华说过 大师说 我家主子这趟出门 会有血光之灾 上回那一夜的交手 对手 虽是修罗王那等人 但我家主子 也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估计 应不上大师口中 所说的血光之灾吧 莫不是 这血光之灾 是印在这隐世宗门之上 和尚轻念一声佛语 没说什么 不过 他的态度 却让杜凡几人 隐隐猜测到了 这时 灰狼打着哈欠地走了过来 见他们都在这里 便道 你们都起得挺早的呀 在一旁坐下 自顾自倒了一杯茶 忽然 又朝外面看了一眼 似乎才反应过来 早上我听到外面 有拍门的叫声了 怎么现在没动静了 杜凡一笑 我去城主府走了一趟 拿了个令牌 他掌心一动 一面令牌 便出现在他掌心中 怎么弄到的 该不会是偷的吧 灰狼瞪着眼 怎么可能 这是那城主给我的 杜凡将那令牌收了起来 灰狼咧嘴一笑 得了 说什么是你城主给你们 估计又像上次那样 用武力弄到手的吧 这回还真没有 杜凡看着灰狼 我只是问了那城主一句话 那城主就将这玩意儿给我了 什么话 灰狼好奇 杜凡笑着 只是问他 知不知道修罗王和拍卖场的那位幕后神王强者 被杀的事情 灰狼一愣 竟然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哈哈哈哈 几人聊了一会儿 见范琳梅在这里 灰狼便问 怎么不见范琳啊 他还没起 一旁的齐康听了便道 起了 不过 他去秦星那边了 这两人也不知怎么的 就走到一起了 不过 他们倒是挺看好他们的 毕竟两人很般配 而且 有知根知底 啊 是去了秦星那里啊 灰狼了然地点点头 冷霜和青城他们的伤怎么样 有没有好些 旁边冷华温声说着 我姐他们都好多了 而且今早又服了丹药 到了这里也没有其他事情 便让他们先将那伤养好 应该的应该的 身体养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灰狼又问了一些其他的事 直到临近中午 才看到他们主子和小主子出来 薛云木泽和凤九 带着两个孩子出来走动 两个小家伙吃饱了又睡足了 显得很是精神 一看到这外面的新宅子 便咯咯笑着 经过花园 看到有蝴蝶在飞 便伸着小手 想去抓 因出到这里 再加上他们身上还有伤 凤九也没有说急着离开 而是先在这里陪了孩子几天 几天之后的清晨 他来到和尚居住的院子 老师 凤九看着那在院中盘歇而坐念着经的和尚 一边走了进来 在他旁边停下脚步 施主来了 和尚睁开眼睛 看了他一眼 起身请他到一旁的桌边坐下 大师 我准备明天便动身 今天过来跟你说一声 是想 你就在宅子这里等着吧 我事情办好了 就会回来 和尚看了他一眼 施主 贫僧跟你一起去吧 凤九挑了下眉头 大师是想直接上门去 相信大师也知道 就算是直接上门 估计也拿对方无可奈何 对方可不会因为你的上门 而交出那些东西 贫僧知道 贫僧只是想尽一份薄力 而且 贫僧说过 施主此行 有血光之灾 和尚平静安宁的目光 落在凤九身上 有没有血光之灾 都好 反正这一趟 我是势在必行 那时大师若是跟着我 估计也只会给我添麻烦 既然这样 何不就在这里等着我呢 更何况 我也不会贪图你们万佛门的那两件东西 这一点 大师可以放心 贫僧只是担心施主的安危 并非担心施主 会将本门舍利 和心经据为己有 和尚双手合十 神色凝重 显然是觉得他此行的危险 实在不低 大师无需担心 我自会小心 他站了起来 那我就不打扰大师清修了 等我将东西取回来 再见大师吧 和尚心下一探 站起身来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施主万事小心 四日清晨 凤九要离开时 将空间里的火缝换了出来 让他留下来保护两个孩子 对此 轩云莫泽有些不赞同 你此行去孤身一人 有火缝在你身边保护着 我也比较放心 至于这里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保护好孩子的 轩云莫泽沉挚声音 看着那停落在一旁的火缝 眉心微明 我空间里还有吞云他们 有他们在我就行了 至于火缝 我不在孩子身边 心里着实担心 有他留下 我也能放心一些 你这是不相信 我能保护好他们 凤九见他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联盟说 当然不是 你如今的实力修为 就是我也不是你的对手 我自然是相信你能保护好孩子们的 但毕竟事情总有万一 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的 所以我思来想去 还是让火缝留下 我比较安心 则 你也希望我可以放心家里的一切吧 再说 吞云和老白他们实力也不弱 有他们在就足够了 见他这一般 轩云莫泽便也没再多说什么 指使道 既然这样 咪成了月牙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听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一旁的火凤 听着他们的讨论 又看了看床上的一双小奶娃 木油飞了过去 在两个小家伙脖子处蹭了蹭 火凤 我走了 记得我交代你的事 凤九吻别了轩云莫泽 便朝床边看着孩子的火凤 交代了一声 嗯 主人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小主子 凤九鸣唇一笑 平时你也可以到 他们两人的玉佩里面去 一般人发现不了你 他交代完火凤 便又对轩云莫泽 说了一会儿孩子的事 又将杜凡等人 叫到院子中 跟他们交代了一下 主子 不如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杜凡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对于那和尚说的那个 血光之灾 他们都有些担心 所以也暗自商量了一下 最后决定让他们其中一人 跟着他 要是真有个什么事 也能有个照应 不用 你们帮我守护这里就行了 再说 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还有吞云和老白他们跟着 要是你们再跟来 我行事反而没那么方便 见他这般说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自己小心一点 便目送他离开 待他离开 灰狼不由看向冷华齐康他们 就这样让夫人一个人去吗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要不要求求跟着 既然主子说不用 那就不用吧 杜凡看着那已经消失在视线里的主子 转身对他们道 主子一人出门 以他的本事 不会轻易让人察觉到他 相对的会安全一些 倒是小主子们这里 肯定会有不少人盯着 我们就在这里守着 保护好小主子他们 免得主子出门在外还担心 众人相视一眼 这才点了下头 迈步往里面走 在他们离开后 一脚 和尚手中拿着佛珠走了出来 微顿了一下 便也转身往后院走 出了城的凤九 一直往北边而行 他没有步行 而是用飞行器 欲行带步 这才一离开 他已经在想着家里的孩子了 正因为想念 所以 他想早早地将这件事情 办好 和尚跟他说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影视宗门 据说离这城 约莫两三天的路程 就算是他一直遇见而行 也得两三天之后 才能抵达 再加上一个路线不明 所以路上耽搁是必然的 主要是 他得以另一种身份 混进了影视宗门 这一点才是比较难的 第一天遇见而行 路上很是平静 什么事也没发生 到了晚上 他也没有在山间露宿 而是直接进了空间里面 比起外面夜间的寒风呼啸 空间里一片暖意 灵力充沛 十分舒服 他来到那灵泉边 看着那水中 那朵盛开的金莲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忽悠露出了一抹笑意来 相信不用多久 墨尘就会羞得鲜身 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空间里的契约手都围了过来 一个个欣喜地在他身边蹭着 他拍了拍他们的头 我要先休息 你们在里面多修炼 别偷懒了 主人 我现在水里已经很强了 老白在这里 时而变成一匹马 时而又变成白龙的模样 如他所言 他现在实力虽比不上吞云 但也算是很强的了 空间里两头吞云兽 你都比不上 你还好意思说你强 一听这话 老白顿时粘了下来 他比不上吞云是事实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连那头母的吞云兽也比不上 他就有些抬不起头了 那头母兽 进了这里就一直在修炼 现在也还在修炼当中 那么拼命 他也比不上 也是正常 白虎在凤九空间里 已经从昔日小小的小宠 成了雄壮的成年虎兽 他听着凤九和老白在说话 自己则趴在凤九脚边 偶尔仰起头 看着他 好了好了 都各自散了吧 凤九让他们不要吵到他 便先去休息 几头戏约手 见他也有几分倦意 便到一边去 没有去吵他休息 四日清晨 凤九从空间出来后 便继续一人上路 因为走的是偏僻的山路 沿途也很少遇到人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中午时 他正坐在一棵树上休息 吃着灵果 便见几名穿着蓝色衣袍的修饰 欲进而行 往北而去 见此他目光微闪 当即将灵果两三下吃了 便悄然跟在几人身后 他没有跟得很近 也没有离得太远 一边跟一边注意那些人的言行举止 尤其是其中一个身影 较为轻瘦的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停下来喝一口水 缓一缓 这阵舞的烈阳太晒了 顶着烈日欲见而行 这汗都冒出来了 另一名年长的修饰 见此便道 也好 那就在前面 树下休息吧 其他几名修饰 相视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洗衣 当即加快速度 往前面而去 到前方烟凉的地方休息 坐在树下 几人各自拿出水囊来喝 见其中一人喝了没几口 便倒了倒水囊 见里面已经见底没水了 不由朝周围看了看 竟然开枪那几名年长的修饰 林师兄 这附近是不是有水源啊 这里没有 得再往前走 好长一点路 才会有水源 年长的那名修饰 偏了他空着的水能一眼 要不你我的 话虽问 却没有意思要递过去 那男子一看 露出笑容 不用不用 我哪能够用师兄的水啊 我记得阮师弟的水呢 好像昨天夜里才装的水 想来应该还有不少水 是吧 阮师弟 他看向一旁坐着 没说话的青瘦男子 一笑肉不笑地盯着他 哦不 正确地说 应该是盯着他手中的水能 那性软的男子脸下眼眸 抿着唇 顿了一下 便将手中的水能 避了过去 对于这一幕 其他几人都是一脸 见怪不怪的样子 显然 这种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那男子将对方水能接过 将里面的水 全倒进了自己的水能当中 而后将空着的水能 抛还给他 阮师弟啊 你这里边啊 也没有多少水了 所以说我就全倒了 你应该不介意吧 不会 我已经不渴了 男子的声音中 带着几分懦弱 嗯 那就好 他满意地露出笑容来 一行人坐了一会儿 休息了一下 便又继续遇见而行 暗处 凤九看着他们离开后 便从一棵树后 走了出来 身影一掠 便悄然 跟在他们的后面 他没有在遇行 而是选择借着 山道间的树木遮挡 跟着他们 这样一来 更不容易暴露自己 至于那些人 他猜测 应该就是那个 影视宗门的人 眼下 他在等 等一个时机 事业 那些人便在林中休息 连起一身气息的他 在暗处看着 看着那些人 使唤着那名姓软的男子 捡树枝 给他们轰着火 驱散夜间的蚊虫 这些人看着 虽是同门师兄弟 不过 彼此之间 却没有多少真诚 虽然还没有 接触到那个 影视宗门 不过 看着这些人 都是隐隐可以知道 为何那个 影视宗门的人 会利用人 去达到目的 想来 这应该是一个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宗门 宗门中的内斗 应该是很激烈的 看这些人的相处 就可以知道 捧高踩低 已成自然 这些人 并没有去找野味吃 而是服用了屁股丸 靠着火堆而眠 然而随着夜色渐深 当那些修士 都睡熟了时 那名静软的男子 却是站了起来 他这一动 年长的那名修士 便警惕地睁开眼睛 见识他后 便问 软师弟 这么晚了 要去做什么呀 那男子看了他一眼 微压着声音 怕吵醒其他人 对不起啊 灵师兄 我想去解手 没想到 吵醒你了 哦 去吧 年长的男子 这才闭上眼睛 继续休息 那男子应了一声 看了他一眼 这才往不远处 走了去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更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 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 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在暗处的凤九 听着对方去解手 本来是没有打算 跟着去看的 不过 那人转身时 视线却略过内鸣修士 眼底一抹阴狠滑过 倒是让他不由挑了挑眉 小然跟了上去 这一路跟下来 这人一直给人一种 胆小懦弱的感觉 而在那几名修士当中 也属他实力最弱 受欺负打压 倒也是正常 只不过 让他意外的是 看似胆小懦弱的人 居然也会有 那样阴狠的神色 当他悄悄地 跟在后面而去时 就见那人拿出一根短笛 放在嘴边吹 他的手指微动 嘴也在动 气也在动 但那笛子 却没有声音传出来 他觉得惊讶之时 却见草丛中有什么窜过 一条黑黄交替 只有筷子那般大小的蛇 从那杂草中窜出 盘缠在地上一根枯枝上 看着吹笛的男子 过了没一会儿 那男子伸手扶着那条小蛇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来 他收起笛子往回走 回到那年长男子的旁边 闭目休息 夜 一片寂静 偶尔只有树枝燃烧时 发出的琵琶声 以及夜风拂过时 树叶发出的沙沙声 自夜过后 显得越发宁静 几人也睡得很沉 凤九一直在暗处看着 知道那条筷子大小的蛇 悄然爬上前 来到那名一只使唤那性软男子的羞耻身边 突然间那小蛇一窜而起 张开蛇口狠狠咬上的那男子的脖子 那男子从睡梦中惊醒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他一手本能往脖子处抓 抓住了那条滑溜溜的毒蛇 只是那蛇张开的嘴极大 紧紧地咬住了他的脖子不放 任他怎么拉 也没能将他扯开 林师兄 救我 救我 他惊恐地求救 一手仍抓着那蛇不放 可是那条蛇咬破了他脖子处的血管 鲜血猛然喷出 那条小蛇竟是顺着那被咬开的口子 窜了进去 一下一下地挤进内人的脖子处 紧鸣修饰惊醒 嗖的一声跳开 惊恐而骇然地看着眼前一幕 他们看着那条血淋淋的小蛇 爬进了他的脖子 顺着他脖子钻进他的体内 而他脸色也从苍白 渐渐泛上了黑紫色 原本渗出的鲜血变了颜色 嘴唇的颜色也变成了黑紫色 双目惊恐地大张 一手仍紧紧地拧成拳头 递在脖子处 下一刻 他的身体猛然抽搐了一下 七孔渗出毒血 整个人僵硬地倒了下去 抽搐没几下 便断了气 这一幕就发生在他们跟前 而且极快 快得他们谁也没能反应过来 几名修士倒抽了一口冷气 谁也没有上前 只是防备地看着 直到那条小蛇再过了一会儿后 竟从那死去的修士心脏处钻了出来 他们脸色不由有些发白 年长的那名修士手起见落 一道剑气在那条竹蛇钻出时 砍成了两段 看着那段成两节的小蛇在地上跳动 他们只感觉心头一阵发寒 那只有筷子般大小的小蛇 窜进身体再钻出来 那身体就大了一圈 这为什么会在这一瞬间变得那么大 任谁也知道 肯定是吃了那死去那名弟子的内脏 才变大的 暗处 凤九看着这一幕 眉头微凝 脸色也划过一抹凝重 没想到一名看着不起眼的弟子 竟有这般能耐 真是让人震惊万分 他的目光不由落在那一名 一脸恐惧后退的男子身上 没想到这人倒是挺能装的 若不是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 这件事是出自他的手笔 林师教 那是什么蛇 怎么这般恐怖啊 上一刻还活生生在他们身边的人 居然就这一会儿就已经死去 而且还是这种可怕的死法 实在让他们心惊不已 那年长的修士脸色凝重 看着地上断成两节的毒蛇 我也没见过这种蛇 不过在这件事上来看 这蛇有着剧毒 而且非常的适血 这毒蛇在我们宗门的地域出现 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回去后 还是得赶紧把事情给禀报了 让守门出行的弟子们 要小心才好啊 几人点了点头 收拾了一下之后 又在周围撒上药饭 又防有毒蛇出现 而对于那死去的修士 几人也只是惋惜地看了一眼后 便将他的尸体给处理掉了 也许是因为 在晚上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们也没有再睡 只是坐在火堆边 想着各自的事 暗处 凤九的目光 落在那名静软的男子身上 他盯着他 不知在想什么 直到自日清晨 几人便继续往前而行 凤九则依旧在后面跟着 也许是进入那影视宗门的地狱 每走一段路 他便感觉到周围 布了不少现酒 而就在中午时分 那几名修士正坐在树下休息时 一名容颜娇艳的貌美女子 便遇见从远而来 几人抬头看 目光落在女子娇艳的容颜上 眼睛一亮 脸上都浮现了惊喜与爱慕 哎呀 是朱师妹啊 年长的那名修士 目光灼灼地盯着 遇见而来的女子 目光从他娇艳的容颜 慢慢往下移 落在玲珑的曲线上 暗处的凤九 朝那女子看 只见对方穿着一袭 白色抹胸衣裙 腰间腰带紧束 将疯腰勒出 让整个身段 越发的玲珑诱人 因为是抹胸裙 就算是外面照着一件薄纱 隐隐约约 依旧可见薄纱下的玉璧 以及胸前的一片雪白 她的目光往上移 落在对方脸上 那容颜称不上角色 却也别有一番妩媚风情 看着那眼睛泛亮的几名男子 便可知 这女子魅力是不小的 灵儿 见过诸位师兄 女子遇见落地 来到几人面前 微微屈腰朝他们行了一礼 娇软软地唤了一声师兄 听得几名男子心头一酥 眼睛便是直勾勾地 盯着他微轻生时 那映入他们眼前的春光 灵儿师妹 不必脱离 年长的那名修士大步上前 伸手扶起他 却又不舍收回手 那女子娇羞地收回手 师尊 只几位师兄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特命灵儿前来相迎 几人有些意外地相视一眼 那名女子 撞刺好奇 灵师兄 你们此行出去 故事可有收获 哦 自然是有的 那年长的男子硬着 我们正是因为有所收获 才想着赶回去 向师尊禀报 不想在这里 却遇到师妹了 听师兄这话 莫不是那凤九 当真在我们这片地狱当中 女子惊讶地扮演着红唇 哦 不错 她点了下头 并没有多说 女子健壮 轻拉着她的衣袖 娇软的声音 带着几分撒娇 哈哈哈哈 灵儿师妹 不是师兄不肯告诉你 而是 哎 这个是啊 我得先禀报一下师尊啊 年长的男子 虽贪恋对方的美色 却也没有昏了头 闻言 女子目光微闪 欠一道 是灵儿一时忘了规矩 师兄不要见怪才好 几人在那里聊了一会儿 便遇见而行 见此 凤九在后面跟了上去 约目傍晚时分 那原本遇见的几人 下了飞溅后 从空间中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继而走进了一片迷雾当中 凤九看了一眼 便跟着往前走 以她身体来说 就算是这片迷雾有毒 也伤不到她分毫 不过让她意外的是 不仅这片地狱有毒物 在这迷雾当中 还不有阵法 要从这里通过 势必得经过这阵法 眼前弥漫的迷雾 遮挡视线 看不见那几人身影 她便连起心思 打算先过了这片迷雾再说 在阵法中走了一会儿 听见一阵调笑的声音 她闪身闭向一旁 仔细便听 便知那调笑的声音 是那先前的那名姓朱的女子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轩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听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凤酒闪身避到镇法中一棵树后 看着那名姓朱的女子和一名男子在那里抱成了一团 听到男子声音 似乎是那几名修士中其中一人 师兄 等等 师兄 你们这回出去打听到了什么消息吗 女子将男子推开 双手拉着他半敞开的衣襟 温香软玉在怀 男子气息微喘 讲铺上来亲他 却又被推开 只好问 你想知道什么 鬼衣凤酒他们的消息 还有 那上古金莲和万佛宗门的消息 其实这消息对外面的人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 也就我们宗门这里不知道而已 男子搂着女子的腰 那鬼衣凤酒 以及青龙君主等人都在这边 还有 他们的一对龙凤胎孩子 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是 那阎罗王 与另外一名神王强者 与他们碰面交手了 可最后都惨死在他们手中 这件事情 已经在外界各地传开了 不过他们的行踪 引下去不知所处 至于上古金莲 听说已经落到他们手中 万佛宗门那边没什么动静 也不知道他们 到底是几个意思 女子目光微闪 没有他们的下落吗 是没有 这个我不骗你 他们杀了阎罗王等人之后 便不知去处 也没有人敢跟踪他们 而且我们这一次出去的时间 也不算太长 在打听到这些消息之后 便赶回来 向师尊禀报了 师妹 现在可以依了我了吧 男子说着 低头凑上钱 女子娇笑着 让男子占了一会儿便宜后 眼推开他 哎呀 急什么呀 师兄 我们这回也快回宗门了 等到了宗门 我再去找你啊 现在这里不好 一会儿林师兄 见我们不见了 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免得被他们发现了 男子本有些不愿 可一听他说回到宗门后 会来找他 眼睛顿时一亮 当真 回了宗门会来找我 当然 女子娇笑地 亲点了一下他的胸膛 点起脚 亲了他一下 这才拢了拢衣服 我先回去 你一会儿再过来 好 男子心满意足 看着他离开后 过了一会儿 才往回走 暗处的凤酒 挑着眉头走了出来 觉得这个影视宗门的人 还真是一个个都不是吃素的 他缓步走上前 在阵法中绕行 直到将要出阵法时 切切那些人 就在不远处歇息 见此他又退回阵法当中 因为在这山间歇息 天色又暗下来 那些修士便又换着 那名姓阮的男子 去捡些树枝回来 阵法中的凤酒 见到男子往周围走 他眸光微闪 当即从另一边离开 悄然跟上那男子 此时 那阮姓男子 在走出较远一段距离后 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坐着歇息的人 眼中滑过一抹阴狠之色 他在山间捡了一些树枝 便往回走 这倒让准备动手的凤酒 错过了机会 只好再等着 火堆点起 吉人为坐 其中一人又换着 软师弟 你去帮我们装些水回来吧 男子理所当然地使唤起来 将自己已经空了的水囊 抛给他 以便对身边的吉人说 你们应该也是差不多没水了吧 虽然说明天就能回宗门了 不过还是背上一些的好 晚上渴了呀 也能喝的 对对 我的也没了 地人将水囊递给那男子 就麻烦你了 阮师弟 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 你往那边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水囊了 岩长的修士 也将水囊递了出去 结果他们的水囊 男子站了起来 那我去去就回 这才抱着那些水囊 往水囊处走 离他们休息的地方 稍微远了一点 来到水囊处的边上 弯下腰 正准备装水 水中倒映着一抹身影 让他一惊 本能转身时 迎接他的却是一道重击 紧接着 便昏死了过去 凤九江倒下的人接住 并不是怕他摔在地上 会发出声音 而是他的手 紧紧地掐住了 对方的脖子 咔嚓一声 便扭断了他脖子 让他在这瞬息间 便没了生命气息 他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被清风吹开 淡淡地弥漫在空气间 虽说几名修士歇歇的地方 离此地还有些远 但那一丝血腥味 随风弥漫开始 坐在火堆边的那名年长的修士 以及那名庆珠的女子 还是第一时间闻到了 两人在瞬间便警惕起来 猛然站起身 淋漓的目光朝周围扫 怎么了 其他几人不明所以 有血腥味 年长的那名修士 一手已经握上了腰间的剑 盯着某一处 我去看看 正准备迈步往水源处去 就见一抹身影 从那边走了过来 手中似乎还提着什么一般 他越走近 血腥味也越重 是软师弟 一名男子见他手中 还提着一只 被一刀刺死的兔子 忽悠笑了起来 他还弄了一只兔子回来 风久走近 此时他换上了男子的衣服 也叶了容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 他先前的气息与神态 而是活脱脱的 就是那名被使唤的男子 林师兄 怎么了 凤九走近 看着那名年长的男子 你在那边没遇到什么事吧 那年长男子询问 目光也盯着凤九 凤九摇了一下头 啊 我去中水时 看到旁边有只兔子 就顺便抓回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没有 只是闻到空气中 有血腥的味道 怎么想着抓只兔子回来 啊 早上我听梁师兄说 想吃烤兔肉 又在草丛边 看到了这只灰兔 所以才把他抓回来了 那名信良的修士 笑着点了下头 倒是没想到你还记着 你倒是有心了 年长的那人听到这话 看了凤九一眼 那你先把兔子给处理一下吧 说着做了回去 哎 他将兔子拿到不远处去处理 弄干净后 这才架到火上烤 看着他熟练的动作 其中一人笑道 倒不知 阮师弟还有这手艺 凤九心下一咯噔 面上却是不显半分 多多少少会一点 不敬 烤得不好吃 几位师兄 别嫌弃就好 几人注意力 也没在凤九身上 而是时不时地 围着那名信诸的女子说话 凤九则按着他的观察 扮演着那名软性的男子 尽量让自己不路半点破绽 这一夜 他们休息 他也跟着休息 倒也相安无事 直到四日清晨 众人早早便起来 继续往前走 约莫尘时左右 才顺着山道的山梯 来到影视宗门的大门前 凤九只是飞快地看了一眼 便跟着他们一同进了宗门 到了里面后 那名姓朱的女子 便先跟几人告辞后 自行离去 年长的男子 则对几人说 你们跟我一起 去师尊那里复命 是 几人这才跟着他 一同离去 为了避免发现他是假冒的 他一路走 并没有朝周围多看 只是多听少说 这倒也符合 那人先前的言行举止 几人也见怪不怪地 说这自己的 没人搭理他 到了一处 山峰的半腰间 他们跟着那名 年长的修士 一同进了一处院落 攻进了朝内 紧闭的房门 行了一礼 弟子 拜见师尊 年长男子 行了一礼后 抬头看着紧闭房门 弟子 一道苍老的声音 紧接着 那紧闭的房门 如同被人在里面 拉开一般 嘎吱一声 打开了 年长男子 有些心血地上前 迈着步伐 跨进里面 紧接着 房门关上 谁也不知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直到 约某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房门再次打开了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耕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 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这一次 那年长的男子 脸上带着欣喜之色 走了出来 看了几人一眼后 这才将手中的丹药 发给他们 这是失踪给你们的 让你们都回去 好好修炼 争取实力 再次突破 年长男子 目光仍在他们手中的丹药上扫过 都回去好好休息吧 房门里 又传来了苍老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后 院中众人 这才应了一声 继而转身离开 凤酒拿着手中的丹药 看了看 目光微闪 忽然 眼角就瞥见一抹身影 走上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阮师弟 我们是住一个院子的 一起回去吧 他目光却是盯着凤酒手中的那枚丹药 凤酒露出一抹笑意来 似乎有些惊喜 师兄 要跟我一起回去啊 走吧走吧 那修士先一步 拉着他离开 姓林的那名男子 看着他俩离开 目光不由微动 盯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凉酒 又握紧了手中丹药 最后想了想 还是迈步跟上了前面两人 看着他们三人相继离开 还站在原地的几人 不由相视一眼 心下都知道 那性软的小子那颗丹药 是保不住了 只是不知 到底会落到谁的手中去 因为是他们师尊的院子 三人也没有在这里说话 而是跟出了院后 往他们居住的方向走去 四行出去一趟 回来得了一枚 可以让他们提升实力的丹药 眼下 他们只想回去后 赶紧将丹药服下修炼 争取实力再度提升 免得夜长梦多 又出现什么意外 凤酒原本还在想 也不知这性软的男子 到底是住在哪里 却不想这人惦记他手中的丹药 倒也省去了他不少事 他跟着男子走 并没有过多的话语 因为他知道身后还有人跟着 只是不知那姓林的男子 又是不是也盯上了他手中的那枚丹药而已 一路来到一处院落后 那走在凤酒身边的那名男子笑道 哎 阮师弟 你看你离进阶也还有些距离 就算是服下了这枚弹药 也是浪费了 不如我拿些其他的跟你换 这 凤酒脸上露出纠结的神色 似乎不舍 似乎又不敢不应 见他神色迟疑 他当下沉下脸 怎么 你难道还想拒绝不扯 你可别忘了 若是换成其他人 可是会直接抢了你的弹药 可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 不 不 不是 不是 我 我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见那一只跟在后面姓林的男子 走了出来 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阮师弟 不如跟我换吧 你手里那枚是上品弹药 我给你三枚中品的如何 另外我还可以许诺你 日后在这里啊 没有人敢欺凌你 那姓林的男子走了出来 看着凤酒 那一名男子不由神思一慌 连蒙低下头 行了一礼 见过林师兄 脸下眼眸 却划过一抹怨恨与不甘 眼看着到手的丹药 他却插一脚进来 实在是可恨 可偏偏 对方实力又比他强 在他的面前 他也只能忍了 阮师弟 您意想如何 凤酒看向他 想了想 林师兄 建议自然是极好的 说话间 他将那先前得到的丹药 拿了出来 双手递上前 其实心下还是很想笑的 就这么一枚丹药 这里的人 居然争成这样 不过显然 以实力为前提的竞争 是极大的 那灵性男子 满意地露出一抹笑容来 拿出一个瓶子递上钱 同时将那枚丹药 收了起来 这三枚丹药 正是和师弟 眼下修炼服用 日后若是有谁 为难师弟的 师弟 尽管到一号别院 找我便可 是是是 多谢林师兄 凤就一副感激的模样 朝他行了一礼 看着他离去后 这才看向旁边 阴沉着脸的那名男子 正准备说话 就听他阴阳怪气的 声音传来了 不得了啊 啊 这都攀上林师兄了 他的目光带着几分阴痕 林师兄 可是我们师尊 坐下实力最强的弟子了 有他照着你 想来你日子 也可以横着走路了 凤就心下一笑 面上却是带着几分不安 看着男子 赫师兄 你误会了 其实 我是想 将这几枚丹药 赠予你 啊 那男子 目光一缩 仿佛有些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赫师兄 林师兄 给我的这三枚丹药 我想 转赠给你 哎 我与师兄 同住这院子 一直也成劳 师兄关照 师兄也知 我没什么好东西 这三枚丹药 虽比不上 师尊所赃 但也是中品丹药 师兄若是不嫌弃 就请收下吧 也许是没有料到 凤九居然会将丹药 转赠给他 他脸上的阴狠之色 都来不及收回 就那样 恶然地盯着他 你当真的 是 还请师兄 以后 多多关照 听着这话 那男子眼中的 阴狠之色 才散去 看向凤九的目光 无似先前那般冷漠 将丹药收起后 才露出一抹笑容来 行了 都是一个愿 师兄弟 既然你这么会做人 师兄我也不是 不识好歹的 我的实力呢 虽然比不上林师兄 但也不算差呀 以后你要有个什么事 我自会关照你一二 多谢师兄 凤九笑着拱手一礼 暗想 几枚尚不得台面的丹药 便可摆平这同院的嫡沙 他倒也乐得清闲 那男子 这才喜滋滋地 往左边房间走 见此 凤九朝院中看了一眼 这才往右边的 那间厢房走 一处院子 就住了两人 除了这房间 是私人地方之外 院子是两人共用的 他见了里面后 打亮了一眼房间 简简单单的摆设 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倒是房间里够大 这一点倒是让他满意 他将房间清理了一下 将床上东西全部换掉 忙完之后 才关上了门 坐在床上 将床上放了下来 将空间里 那个软性男子的东西 都拿出来 查看了一番 看看有什么是有用的 当他目光落在 那短笛上时 我有想到 那一夜 这人用这短笛 控制毒蛇 咬死了那名羞尸 再次想起 只觉得 这里面的人 还真没一个是好人 哪怕是被击凌的弱者 在这里面也生出了 阴狠毒辣的报复心思 只是 那人已经死了 就连尸体都已经被化石水 化成一汪血水了 这笛子 也就没什么用了 他将笛子放到一旁 又翻着其他东西 就在这时 他听见外面院中 似有脚步声 朝这边来 挡起衣袖衣服 将床上东西都收了起来 紧接着 合一躺下 盖上被子睡觉 阮师弟 阮师弟 听说你回来了 我们来看看你 外面声音传来的同时 那关着的门 也随着被用力推开 床上的凤九 只听见咔嚓一声 似是卡在门上的锁 被弄断了 急抹身影 就那样闯了进来 床上的凤九 眉头一拧 眼中划过一抹冷意 看着那几人进了那时 他这才连忙从床上起来 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 呦 阮师弟在睡觉 为首的那名男子 看向凤九 目光在他身上 打亮了一眼 阮师弟 听说师尊 给了你们一人一枚丹药 作为奖励啊 是 不过 丹药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阮师弟 你骗谁呢 我们可是一听到消息就过来了 谁还会比我们更快啊 男子明显不信 目光往下一移 落到他的空间戒指上 不如 你将空间里的东西啊 拿出来我们瞧瞧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凤九眼底划过一抹寒芒 面上带着担忧 几位师兄 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林师兄和贺师兄都说了 谁找我麻烦 就是找他们的麻烦 若是让他们知道了 实怕 你在开玩笑吧 林师兄和贺师兄会为你出头 几人明显不信 见凤九不愿将丹药拿出来 也冷下脸 你是自己乖乖拿出来呢 还是想让我们几个动手呢 若是我们动手 估计你一会儿就不好看了 你们别乱来啊 可师兄现在应该在修炼 你们要是打扰到他 可就不好了 他一脸惊慌 一边往角落退 我们又不找他 我们找他只是你 他们露出一抹冷笑 其中一人 剑步上前 伸手便朝凤九抓 凤九就算没有自己动手 他努力扮演着 这个胆小又懦弱的角色 看到对方剑步上前伸来 他当即弯腰一闪往前掠 同时避开了那几人 迅速逃到门边 回头看了几人一眼 见他们呆站在原地 当下往外跑 朝那姓赫的男子相防跑 赫师兄 赫师兄救命啊 那几人缓过神来 当即怒吓 不要追 抓回来 几人迅速往外涌 想将凤九抓回 在左边院子的贺姓男子 正在房中泡澡 舒服地哼着小曲 他早就听到那边的动静了 只是懒得去理会 毕竟错失了那么一枚上品丹药 就算是有三枚中品丹药在手 他心下仍然有些不爽 本想就让那些人 教训一下那小子 可谁知 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 整个房门轰隆一声 倒塌下去 连带的 让原本就在门后泡澡的贺姓男子 整个人也暴露在众人跟前 场面一度变得诡异 让房间里面和外面的人 都僵在原地 瞪大眼睛 对视 之间 那房门被一鸣追着凤九而来的 修饰撞开 对方原本是想扑上钱 抱住凤九的 可谁知这往前一扑 竟将房门给撞开了 而且还好死不死的 房门后面的外间 那贺姓男子还在泡着澡 看着对方赤裸身体 坐在水中的一幕 饶着几个大男人 也不由有些傻眼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凤九强忍着嘴角的抽搐 贺师兄 我跟他们说不要打扰你 是没想到 几名男子连忙缓过神 其中一人道 贺师兄 不是的不是的 你别误会 我们是 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浴桶里的男子 怒开一下水面 见起无数水花 而那些水花在下一刻 全变成了凄厉的冰刃 咻的一声 朝那门外几人射去 你们是想找死 阴沉的声音带着怒意 谁也没有顾得上解释 只是迅速后退 避开那冰刃 但没有想到 他们避开冰刃之后 坐在浴桶里的人 飞了出来 一条浴巾围住了下半身 双手凌厉气息一涌 桶中的水 瞬间化成了一条 愤怒的暴笼 袭向那些人 灵力气流 在空气间划过 只见那气流 狠狠撞向那围首的 那名男子 重击之下 哼的一声巨响 很是清晰 紧接着 那名被撞击到的南修 惨叫一声 整个人飞了出去 重重砸落在院中 他攀出一口鲜血 脸色一下变得苍白 挣扎得想站起来 却有些有心无力 除了那围首的那人 被击飞之外 其他几人 则被冰刃划伤 一时间鲜血气息 悄然在这院中 泥漫而开 那房中的贺姓男子 披上外衣后 系上带子走了出来 他因沉着脸 看着地上那几人 目光落在那名 喷出鲜血的男子身上 梁庆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踏进我这院子半步 否则 建议一次我收拾你一次 那地上男子咳嗽了两声 抬手逝去嘴角鲜血 被旁边几人扶着站了起来 他看着那贺姓男子 咬着牙 今天是我预举了 我梁庆在这里 给贺师兄道个歉 谢贺师兄 手下留情 他阴侧的目光朝凤九看 如同毒蛇一般盯着他 凤九站在那门一旁 冰刃飞出时 他也避开了 因此 对方都伤得不清 反倒是他 身上依旧 没有沾染半点鲜血 那几人相扶着离开 林星石 还朝凤九看了一眼 那一眼仿佛在说 咱们总之瞧 看着几人离开 凤九感觉到空气间的气息 变得很是压抑 而且隐隐有着一股怒火 他当即便歉意地垂地下头 贺师兄 都怪我 说不是我 也不会连累到贺师兄 原本正准备发脾气的贺姓男子 见他自己倒先认起错来了 阴沉的脸色缓了缓 深吸了一口气 这次不关你的事 可不好好叫训他们一场 迟早他们还会再来 不过眼下看这样子 他们是不敢再来了 行了 我去休息吧 是 多谢贺师兄 这个门 用不用找人来修 我一会儿传讯 让人过来就行 你去忙你的吧 贺姓男子白了白手 想到沐浴都出了这么大的丑 顿时脸色都不好了 是 凤九也没多说什么 便转身离开 往自己房间走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他唇角微勾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来 哼 他来到桌边倒了杯水 心下暗寸 怎样才能知道 那舍利和心惊的消息呢 这等东西 估计就算是一般弟子 也不知道 想入手 就只能从那些尊者级别的人 入手了 但是眼下他这个身份 却有些尴尬 这个身份并不显眼 各方面也不出条 放在那么多弟子当中 只能被忽视 甚至接近那所谓的师尊 都没有机会 到底他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目的呢 想到家中一双儿女 他归心似箭 因此不希望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若可以速战速决 他也可以早点将事情傍晚离开 他心下打算着 找个机会 先打听一下 再做决定 四日清晨 凤九走出房门时 便朝那对面的厢房 看了一眼 见到房门已经修好 那姓赫的男子 房里还没有动静 收回目光后 他便往外走 沿途看到一些修士 都各归各的 遇见了也只是看了一眼 没有打招呼 在这宗门里转了一圈 倒是看到不少以实力相欺的事情发生 而且对于决斗击灵的事 这宗门似乎是默许的 若是没有上决斗场 则不能将人打死 若是上了决斗场 那就算是打死了 也不会有人追求 转了一天下来 倒是对这影视宗门的残酷 有了一定的了解 眼看着天色渐暗 他正打算回去 就见前面来了两名女子 两人边走边笑说 娇娇的声音 大老远都能听见 他微脸着眸 缓缓地走 想着静静过去就好 因为那其中一名女子 便是叫朱灵的女子 哪知 就在他错身时 那挽着身边女伴的朱灵 脚步一顿 哑然地回头看了一眼 竟然笑话了一声 转师兄 凤九不得不停下脚步 他飞快地回头看了朱灵一眼 拱手毅力 朱师妹 原来阮师兄还记得我的 刚还以为阮师兄没看到我呢 朱师妹玩笑了 朱师妹美若天心 我只是不敢直视 怕亵渎了师妹 这里面就没个好人 哪怕是娇滴滴的女子 也是如同蛇蜥般的存在 身为女人的她 可是很清楚 就算是招惹了男人 也不能招惹女人 要知道 女人认真起来 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听着那些夸赞 朱灵笑得娇躯轻颤 他魅眸带着几分勾人的魅意 看着凤九 走上前 我一直以为 阮师兄不善言语 没想到 一开口 就让人心欢怒放了 那也是因为 朱师妹确实是美若天仙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凤九见她上前 便往后退了一步 与她保持距离 见凤九如此 那朱灵美眸一瞧 阮师兄 这是做什么 男女有别 这个 凤九又往后退了一步 朱灵娇笑着 看着有趣 便往前一步步地走 来到凤九面前 阮师兄 你刚才还称赞 师妹我美若天仙呢 现在却避我如蛇仙 真叫师妹伤心啊 那站在一旁的一名女子 把玩着垂落在胸前的发丝 有趣地看着前面一幕 美眸也在一直后退的男子身上 打量了一圈 只是 见对方虽容颜还算俊郎 但身上实力并不出条 并也没了心思 见周围不远处的一些人的目光 朝这边看 窃窃私语 奉九苦笑 师妹啊 我应该 没得罪过你吧 啊 阮师兄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师妹啊 不仅容颜出色 就连天赋也是极为出条 要不然 也不会进门时间这么短 就被收为真传弟子 像师妹这样的人 在我心里 就是天仙般的存在 只能仰望不能亵渎 更何况 我师尊坐下大弟子 灵师兄 以一指爱慕师妹 若是得知今天这事 只怕我往后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呀 所以 还请师妹高抬贵手 放过我吧 嗯 朱灵愣了一下 继而娇笑出声 盯着凤九的眼中 也划过一抹趣味 她没有再迈步上前 只是站在那里 盯着凤九 笑看了一眼 阵师兄 真是个有趣的人 今天我还有事 就不与师兄多聊了 阵师兄若是碰见了林师兄 就说 师妹我 过两天定去找他一句 她轻笑着转身 朝那女子走 那女子挽着她的手 往前走 一边问 林儿 你怎么就跟她聊那么久 看着也就那副模样 还算能入眼 其他的都不能看 阵师兄也是个有趣的人哦 遇见了 怎么也要打声招呼的 朱灵笑应着 两人往前走 直到消失在凤九视线里 收回视线的凤九 没有去看周围议论的人 而是迈步往院子里走 然而一进院子 就见那贺信男子 坐在院中喝茶 一脸好戏般的神色 看着他 听说 朱师妹找你了 没有啊 只是在回来时碰见了 然后朱师妹问了一下 林师兄的事 她有些想吐槽 这才一会儿功夫 居然传承 那女的找她了 她把玩着茶杯 一笑 我可是听说 朱师妹对你很是亲热 虽然朱师妹是身段惹火 模样娇媚 但是 那可是林师兄看上的人 你最好别胜出 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来啊 否则 有你的苦都受的 我是万万不敢伸出那段心思的 且不说她是女的 就算是男的 就那样的 她也伸不出心思呀 不敢最好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风九连忙转山 恭敬地唤了一声 灵师兄 而那鹤姓男子也连忙站了起来 灵师兄来了 快请坐 那灵姓男子 复着手走了进来 目光在凤九身上 扫了一眼 而后 迈着步伐走上前 来到院中的桌边 坐下 灵师兄喝茶 鹤姓男子给他倒了一杯 而后 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凤九心下一探 面上则是露出一抹笑意 上前 灵师兄 我刚回来时遇到朱师妹了 他让我转告你 过两天 他会找你一句 真的只是在路上碰上的 灵姓男子盯着风九 还是故意去那里等着他的 灵师兄千万别误回 真的只是恰好碰到了 师妹才跟我说了几句话 而后就让我代为传话 真的只是如此而已 师妹那等人物 也只有灵师兄才配得上 我自知实力不济 又怎敢生出那样的心思 还望师兄别误会才好 最后 他好说歹说 才将对方的怀疑与敌视化解 送了他离开后 他轻呼出一口气 那一旁的贺姓男子见了 低笑一声 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 你一说起话来 还挺能言善变的 风九眸光微闪 这已经是今天第二个人 说出这样的话了 看来他还是在不知不觉中 将自己的性格带入了这个角色中 若是再这样下去 估计他们就该怀疑了 有了今天的景宿 他接下来的日子 得更小心才是 在接下来两天 他将这软性男子 在这里面的一些关系和人脉 整理完整 从旁得知了一个消息 就是今夜 宗门里的职掌者们 都会在偏电商议事情 得知这个消息时 他便打算先去探探底 这一夜 他在熄了灯 休息后不久 便换上夜行衣 悄然出了院子 往宗门的高层而去 这两天将这里面的路线摸熟了 倒也不担心会在这里迷了路 以他的实力 在夜色中略行 如同鬼魅一般 根本无人能察觉 更何况 他脸却了一身气息 悄然前行 再加上夜色中 也没有多少人在宗门里瞪着 而是都回了各自院中休息修炼 也许是宗门的人 太过自信 觉得没人会混进来 这里面的警戒 也并不是很严 这让凤九 轻易地便来到了 意识的偏电 他悄然地浮在偏电的屋顶上 透过屋顶的细缝 看到下面的一幕 只见 十几名男男女女 坐在店中左右两边 他们有的老 有的看起来还很年轻 当然 他们的真实年纪 绝对与他们展现出来的容貌 是不对等的 他注意到 那下面坐着的 还有三名美艳的妇人 衣着甚是暴露 美眸隐隐带着勾魂的魅惑之色 举止间 月显轻飘 在主位上 一名灰衣老者坐着 他手中握着一个龙头拐杖 看起来像是木头的 又有些像是什么雕刻而成 显然里面坐着的人 才是这个宗门的顶梁柱 在里面坐着的人 是并不常出现在宗门里的人 也可以说 是这个宗门的真正强者 在座的每一个实力 都比底下那些尊者 要强上许多 尤其是那主位的老者 那一身实力 明显已经达到神王级别 那一身内敛气息 透着不怒而微的气势 而这种气势 与那修罗王 甚至是那拍卖行幕后主人的 神王级别强者 又是不同的 老者身上气势之强大 就如同常年累月 累积下来的一般 绝非寻常人可比 就算是同为神王强者 这老者也应该算是 顶尖的那一类 看着这老者身上的气势 他的眉头不由微扭 这片地狱中 竟然有这样一个个 神王强者存在 怎么就没人成为 这片地狱的天地之主 且不说那已经死去的 修罗王等人 就是眼前的老者 当天地之主 也绝对绰绰有余 可若不是他来到这里 根本不知道这个影视宗门里 还藏着这样一位 强大的神王修士 见下面的人 已经开始聊了起来 他便连起心思 仔细地听着 一名中年男子 脸色带着几分凝重 出去打听消息的弟子 已经回来禀报 那鬼衣凤九和青龙君主等人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便失去了消息 这两天 我又在想 他们 会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 冲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又没招惹他们 不过 听说这青龙君主 是难得一见的俊美男子 那容颜 据说仿如天神下凡 很是与众不同 真是想见识一下呢 对面坐着一名高手的男子 一听 失笑一声 你就别瞎想了 那不是你瞎想得了人物 难道你没听说 那鬼衣凤九 可是各地与公认的角色美人 有那样一个 倾国倾城的美人在身边 你觉得那青龙君主 还能看得上你这半老徐娘 你不说话 美人当你是哑巴 美妇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面带不善盯着那人 怎么 我有说错吗 男子回了一回 好了 叫你们来是说正事 不是听你们斗嘴的 坐在主位的老者 皱着眉头 手中的拐杖 往地上一敲 那底下的人便是一镜 不敢再放肆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轩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锐利阴寒的目光 扫了店中的众人一眼 老者这才道 我收到万佛门那边传来的消息 那上古金莲 被那个老徒驴赠给了那凤九 而且还让凤九帮他们佛门 找回摄利子 以及心经 这话一出 听中气氛一顿 谁也没有说话 只是相视一眼 脸色比之前 多了几分的凝重 他会找到我们这里来 老者看了他们一眼 这才沉着声音说 十之八九 一定会找上门来 所以 今晚让你们来 是要告诉你们 提高警戒 宗门外 但凡是我们宗门地狱的地方 从明天开始 禁止进入 门中弟子也不许再出宗门 同时 还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见他神色严肃 众人也不由重视起来 其中一人问 他的实力真的就这么强吗 难道连我们都还得记得他 老者双手握着拐杖 沉着声音 他的实力强不强我不知道 但既然能杀得了修罗王这党神王强者的 你们觉得他会是好对付的吗 我们的实力也不弱 咱们就知道对付不了他了 区区一介女子而已 还没交过手 就在这里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也不太合适吧 显然 没有真正交过手 他并不觉得自己就不如一个女人 其中一人听着他们说着话 只是一直脸着眼眸 也不知在想什么 后半少 才看向主位的老者 宗主啊 那舍利如今放在哪里 安不安全呢 原本说着话的众人一顿 目光微动了一下 他们也看向那主位的老者 等着他的答案 那东西他们只知道 他们宗们是得到了 也就拿到手的那一天看了一眼 直到现在 谁也没有再见上过 也不知道那舍利和心惊 被藏到哪里去了 老者眯着眼 一手俯着胡子 在安全的地方 这一点你们无需担心 见他不愿多说 男子又开口 宗主 舍利放在我们的地方 我们也就放心了 但那心经 宗主打算什么时候再拿出来 让我们也休息休息 据说这万佛门的这一本心经 可以让实力提升 而且修炼了之后 学什么都快 这道宝贝 宗主怎么也应该让我们修炼修炼呢 毕竟我们的实力强了 宗门的实力才会越来越强啊 这个不急 等打发了凤九等人之后再说 严下这个时候 不是修炼那心经的最佳时间 老者缓声 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 只要为宗门做出贡献 我都不会亏待他 见他都这么说了 众人倒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按他命令行事 在屋顶趴着的凤九 将下面众人的话都听到耳中 心下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些人 居然都不知那舍利和心经所在之处 看来只有那老者知道 这两样东西放在哪里了 这等重要的东西 他可不认为他会放在身上 若是其他人也知道 那要入手 也许还能有突破口 可偏偏是这老者 就有些麻烦了 凤九连起心思 打算先回去想想办法 然而这一栋 脚下踩着的一块瓦片 松动了一下 发出细微的声音 可正是这细微的声音 引起了殿中人的注意 听到那细微动静后 反映过来的是 拿着拐杖的老者 他原本半眯的眼睛 瞬间变得锐利似箭 手中的拐杖 羞的一声 向那发出的声音地方吸 其他人也在那一刻反映过来 立声喝着 什么人啊 凤九在脚下发出动静的那一刻 便想迅速离开 然而那老者攻击来得太快 太猛烈 让他只能一手拍下 身体瞬间旋转 腾空而起 那拐杖如同利剑一般 从下往上袭来 羞的一声 突破了大殿的屋顶 夹带凌厉的速杀之气 直袭向凤九 凤九在旋转的同时 已经避开 再加上腾空而起 身体一下拉开一段距离 他没有打算与他们正面交手 因此在拐杖飞出的那一刻 他腾空而起 已经往远处掠去 那大殿中的人 迅速出来 跃上殿顶 只看见一抹黑色身影 消失在夜色中 速度之快 让他们有些恶然 追 一定要将此人抓住 老者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屋顶 看着那黑色身影 略形的一幕 便吩咐身边的人 迅速追上去 那些人反应过来 当即朝那方向追 同时命人 手紧踪门 不让人 有离开的可能 然而没过一会儿 那追上去的几人 便皱着眉头走了回来 到了那老者面前 省内人跑了 我们追上去 到一个拐弯处 已经不见踪影了 老者脸色一沉 一抹阴痕之色 在眼中一闪而过 他苍老却 中气十足的声音 当即喝着 将那边的区域 严守起来 让人马上去搜查 逃不了的 一定还在东门里 不过看那身影 应该是名女子 她体态轻盈 身发凌义 看样子不是男子 而是女子 旁边几人一众 女子 不可能吧 能在我们眼皮的底下 逃得无影无踪的 会是一名女子 你是看错了吧 不会错 那的确是名女子 男子就算是身发灵活 也绝对做不到 那般纵月之间的轻盈 绝对是女子 不会错 听她这么肯定地说 是女子 一时间 众人面色微宁 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 凤九 那个凤九 似乎如今不知去向 会不会 已经混进了 他们宗门里来了 不不不 应该不可能 他们宗门十分隐蔽 而且布下了不少 阵法和结界 外人根本不可能进得来 找 此人还在东门里 逃不掉的 马上带人去找 那片区域 重点搜查 是 众人用着 当即四散而开 迅速去召集弟子搜查 也不知是哪个地方的人 混了进来 而且看样子 这混进来的人 实力还不弱 站在大殿屋顶的老者 手中握着拐杖 他的手 缓缓地收紧 嘴唇微眠 锐利的目光 看着前方 也不知在想什么 直到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越了下去 回到殿中 另一边 放久在甩掉 那跟着的人之后 想着往他的院落而去 却不想 建宗门里 已经四处警惕 弟子们已经被换了起来 在搜查 他避开了那些人 迅速回到 他居住的院落厢房 将身上的夜行衣 以及靴子脱下 收入空间 这才躺到床上去休息 然而没过一会儿 就听见外面 传来杂乱的声音 以及拍门的声响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院中另一边的贺姓男子 听到拍门的声音后 踢着外衣 便走了出来 见一群人闯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火把 杀气腾腾的样子 不由一脸呆愣 中门里昏进了间隙 现在四处在搜查 你们院中的人呢 为首的一名中年男子 沉着声音问着 目光一转 落在凤九的那房间里 正准备走上前 就见那关着的房门打开 一名睡着一脸迷糊的男子 头发微乱 披着外衣 走了出来 贺师兄 出了什么事了 凤九一脸睡意 头发有些凌乱 说是宗门里 混进了奸细 王师叔 正带人搜查呢 那贺姓男子 原本睡得正好 被人吵醒 也是憋着一股气 只是对面带对之人 又是师叔级别的人物 他才不敢有一丝的 放肆与不满 凤九一听 混进奸细了 不由一脸惊讶 看着他们低声惊呼 什么 混进奸细了 宗门里怎么会混进奸细 抓到了吗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回首的中年男子 盯着凤九看了一眼 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 而后问 这院中就你们两个 是的 王师叔 就我们两个 把衣服穿好 跟着一起去搜查 他对两人吩咐 同时转身往外走 是 是 两人蒙用了一声 回房迅速将衣服穿戴齐整 拿着剑 便跟着出来 跟在他们身后 往其他地方而去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衣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衣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听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一出外面 贺信男子才看到 几乎整个宗门的人都在搜查 因是夜间黑暗 却四处人手一个活吧 照的宗门亮如白照 王师叔 是什么奸细混了进来 怎么弄得这么大阵仗 贺信男子询问 心下有些好奇 一个女人 那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说 女的 贺信男子惊讶了 什么女人这么厉害 居然敢潜到我们宗门来了 前面中年男子没有伟大他 只是沉着声音道 你们多注意一下一些女弟子 看看有没有那些是可疑的 上面已经发了话下来 一定要将这人揪出来 众人当即硬着 是 凤九根在后面 心下暗自庆幸 他眼下扮的是一个男人 因此成功地将目标转移了 再加上 他逃离时故意往另一个方向去 就是为了误导他们 只是没有想到 在那一身黑衣的遮掩之下 居然还有人能看出 他是女子 这一夜 他跟着他们四处去搜查 直到天亮 也没有半点发现 这个是自然 毕竟 他们要找的人 就跟在他们当中 试问除了他自己 谁又能发现呢 只是 这一夜 都是让他知道 这隐世宗门的实力和底蕴 让他日后行事 更加警惕 然而那舍利子和心惊 在那老者那里 这一点 着实就真不好下手了 他不知那老者 将东西藏在哪里 也无法从那老者口中问出 只能再想办法了 他们跟着的这支队伍 搜查了一夜 也没有什么发现 这时 遇到了前面一支队伍 带头的两人 见面后 说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 那带队的人 便对他们说 行了 都回去休息吧 有人忍不住问 师叔 已经装到间隙了吗 还没有 想来这间隙 是藏得很深啊 想揪住它 没那么简单 你们先回去吧 下面会有什么安排 自会吩咐你们 中年男子 是以他们先回去 见此 众人相识一眼 这才陆陆续续散去 大殿中 老者坐在主位 左右两旁的人静坐着 比起昨夜 今天的他们 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也是 这谁让奸细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谁脸面都不好看 更何况 他们这还不是一两个人 而是这么多人在这里 却依旧没能将人抓住 这么说是没找到了 老者询问 抬了下眼皮 看向他们 是 底下的人都找遍了 就是没有发现 那个人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不知具象了 其中一人 有些不敢直视老者的目光 不废物 老者憋着怒气 一下子爆发出来 他重重地用手中拐杖 往地下一敲 一股威压伴随气流袭出 顿时让坐在殿中的众人 脸色一白 宗主息怒 那人一定还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会揪住他来 一名中年男子连忙走出来 我也都没能找到 你们觉得 今天还能找得到吗 老者阴沉着声音 锐利的目光 从他们身上掠过 此人不揪出来 就仿佛肉中刺 会让我们宗门不得安宁 他潜伏在我们宗门 一与何为 他还有没有同党 他又会不会将我们宗门的消息 传递出去 这些都是潜在的危机 不是你们一句保证会揪出他 就一定会揪出他 我要的是 将这个潜在的危险给灭 是 众人只能重重地应了一声 见老者拂袖离去 空气间的威压 随着他的离开而散去 这才轻出了一口气 他们相视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 其中一人问 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把这个人揪出来 宗主说的没有错 若是不揪出来 这潜在的危险 还真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啊 就是不知他昨夜听了我们多少谈话 也许全听到了 又或者只听到了一半 一名中年男子心下也在私存 用什么办法可以将那人揪出来 一名美妇人顿了一下 你们说他会是谁 见他这般问 其中一人道 你莫不是觉得 这个人就是那个鬼奉酒 要不然呢 除了他 还会有谁前进我们宗门 要知道 我们宗门以往 可不曾出过这种事 而眼下我们都知道 因为那舍利和心惊 那奉酒一定会盯上我们宗门 又恰巧是在这个时机 怎么就不会是他呢 众人沉默 他们原先下也有怀疑 只是觉得不大可能 就这么快混进了他们宗门 可眼下 到现在也没能揪出这人 这就不得不让他们怀疑 也许这个人真的是凤酒 一名中年男子眼中泛着惊光 若真的是他 那我们把他引出来 你的意思是用舍利或者心惊引他出来 不过那两样东西在宗主手里 我们手上可没有 若是拿假的 别说是放久了 就是我们也不会上钩 假的肯定是糊弄不过去的 既然想要引他出来 自然得让宗主拿出真的来 就算不拿舍利 也得把心惊拿出来 要不然一直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 不是吗 众人相视一眼 最后商业了一下 决定去找宗主谈谈 另一边 凤酒回到院中相防 从空间中取出一块福禄 幻化了眼下这副模样的傀儡 留在房中 继而穿上黑色衣服蒙住脸 这才从后面的窗口 跃离 往那宗主所在的主风而去 与其他人不同 宗主所居住的是一座洞府 周围设了阵法 也布下了结界 可以说没有他的允许 闲杂人等 根本无法靠近 虽是大白天 但他擅长屏息之法 再加上身法诡异 惊觉 除非是遇到宗门的那些 中流砥柱一般的人物 要不然 谁也不会发现他的身腰 熟悉了宗门内部路线的他 轻而易举来到主风 宗主的那个洞府所在之处 看着那守在外面的两名修士 他捡了两颗石子 击向另一边 什么人 那两人喝着 朝那方向去查看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两人相识一眼 这才往回走 回到原来的地方守着 他们并不知道 就这么一伙的功夫 放酒已经闪身进了他们身后 往那面的洞府前阵法而去 两人回来见周围没什么动静 没多怀疑 毕竟这里是宗主的洞府 谁敢随便到这里来 此时洞府中的老者正盘息在修炼 他不让其他人修学那万佛门的心经 自己却已经在修习 只是这心经是梵文 他对梵文不经 只能一点点的翻译 目前也就溢出了第一层的心经 但这第一层 也已经足可让他先行修炼了 专注修炼 一抹身影 已经悄然来到他洞府外面 放酒往里看 对这隐世宗门的宗主 谨慎的心情也有一定的了解 在这宗门里面 他这洞府外面除了有人把守之外 还有阵法和结界 重重警戒让他知道 那舍利和心经一定就藏在这洞府中 对方实力极强 他也不能释放出神识去查探 然而就在他打算往里面 再进去一些查探时 就听到外面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你们进去通报一声 就说我们有事 找宗主商量 守在外面的两名修士不敢耽误 应了一声后 其中一人便往里面走 身影消失在阵法当中 那一人则依旧守在原地 他们是宗主的心腹 身后的阵法也只有他们可以进入 但就算是他们 却依旧连进洞府的资格也没有 就算是要通报 也只能在洞府外面通报 那前来的中年男子 看着那名修士进了里面 身影消失在视线中 目光微闪 这洞府就算是他们这些人 也没机会进去一探 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虽是心下好奇 也没人敢去一探 因为宗主曾下过死命令 擅闯者 死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就算好奇 也只能压下那份好奇心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凤九在听到外面进来的声音后 身影一闪 瞬间便消失在原地 避进空间 宗主 大长老来了 说是有要事 请宗主商议 内修士在洞府外说着 他的声音加大了一丝灵力气息 这样才能将声音 穿透洞府的石门传入里面 修炼心法的宗主 修炼了一会儿 因为潜在宗门中的人 还没有抓到 而无法静下心来 他射了几回 也无法进入状态 于是 只好轻轻呼出一口气 站了起来 这时就听到外面的声音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知道了 让他等一下 他并没有马上往外走 而是等外面的修士 应了一声离去后 这才往外走 手一动 能放在一旁的拐杖 便落入他的手中 他住着拐杖 迈着步伐 一步步走向外面 来到外间 按了下石门的机关 石门缓缓打开 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将外面后者的修士 已经离开 他这才伸手 在外面的墙上 按阁里 一按 石门再度关上 他一手附在身后 一手住着拐杖 走出结界 附入阵法 来到外面 就怎么了 不是才商议完吗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看着眼前的人 人没抓到 又来找他做什么 宗主 中年男子行了一礼 大伙先请宗主再过几趟 我们有个主意 想引用那潜伏在暗处的人出来 所以 老者脸色依旧阴沉 却也没再说什么 走吧 最好这个办法 真能解决事情 中年男子不敢多说 跟在他的身后离去 在他们离开后 空间中的凤酒 这才闪生出来 他往那石门中走 脑海中 则是想着 刚才那老者在墙上一按的 那个暗阁 他摸了一会儿也没有找着 又再仔细找了一遍 最后才将那扇石门缓缓打开 他脸着气息往里面走 然而 就在他脚步在地上一踩时 左右两边的墙上 竟是射出冷箭来 他当即迅速掠上前 身影往前掠 避开那左右射出的冷箭 几个瞬息间 那冷箭便停了下来 墙上恢复如常 就仿佛不曾出现过那机关一样 居然还射了机关 缝成这样 那东西一定在这里面了 他眼中没有遇到危险时的紧张 只有兴奋和期待 只要将东西拿到手 他就可以回去了 而眼下 显然 他要找的东西 应该就在这里面 亲眸中泛着欣喜的光芒 眸光滤过墙上 瞬间恢复的小箭孔 那射出的箭 在没有击到人的情况下 全部射到对面的箭孔中 墙上打开的小箭孔 也随着机关的恢复 而恢复原样 但他站在这里却没有乱动 而是警戒地盯着墙面 和地面 近来洞府 有机关 那这里面 一定还有机关在等着 他先看看 免得弄出什么痕迹来 让那老头 生出警戒 毕竟 他也不知今天 是否能找到 要找的东西 在周围仔细看了一下 不由敏唇一笑 他转过身 脚步往前走 有的大步 有的小步 有的稍微左一点 有的则侵略而过 当他走了一圈 熟悉了一下之后 这才从外间来到里间 到了里面才发现 这洞府里面 也有洞天 在里面的洞府左侧 还有一扇门 那扇门后 竟然是悬崖 看到那扇门外的悬崖时 他眼中划过一抹灰 这老头在这里 开一扇门 做什么 这地方居于高处 门一开 就是悬崖 也不可以出去散步 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 就是可以用来跑路 也许这老头 平时不走正门 而从后门离开 他微探着头 往悬崖下方看 盈盈可以听到 那悬崖下方有水声 收回目光 他将注意力 放回洞府里面 目光略了一圈后 便开始翻找 因为不能被发现 有人进来过 所以他翻找的动作 比较细小 尽量不弄乱 这里面的摆设 不留下翻找过的痕迹 只是找了两圈 也没有找到 他想找的东西 这老头 是将东西藏哪了 他双手抱着胸 盯着四面的墙 这里面的墙 他是又摸又敲地 搜查了一遍 却什么也没发现 就这么大点的地方 东西到底会藏在哪儿 总该不会被他带在身上吧 另一边 凤九住的那个院子 贺信男子回来后 躺了一会儿 翻来翻去 也没能睡着觉 当下便翻身越了起来 盘旗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想了想 到底会是什么人 潜进了他们宗门 因为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说话的 他便起身穿上衣服 到外面院中去 阮师弟 阮师弟 你睡了吗 凤九的房间 没有人硬话 就仿佛没人一般 那贺信男子叫了一会儿 也没听见硬话 木游往那厢房前走 伸手拍了拍门 阮师弟 阮师弟 我在 房间里传来 壮似虚弱的声音 趴在门边听的 贺信男子一正 用力推开门 往里面走 来到里面后 却见床障后面 躺着一个人 包在被子里面 只露出一个脑袋 阮师弟 你 你这是怎么了 贺信男子问着 目光盯着床上的人 回来有些不舒服 贺师兄 有事吗 贺信男子一听 便伸手掀开床障 朝床上看了一眼 这才收回手 放下床照 你实力比别人弱也就罢了 没想到这体质也不怎么样 行了 你不舒服啊 就睡着吧 他有些嫌弃地说 也没有过问 要不要让人来帮他看看之类的 只是转身往外走 床上的傀儡 躺着没动 只是看了他一眼 看着他离开后 这才合上眼睛 继续睡觉 在大殿中 老者听到他们所谓的主意后 那原本就黑着的脸色 越发阴沉了 他阴冷的目光 冷冷地扫过众人 这个主意不行 拿心精去引那人出来 就算这个人真的是奉酒 我也不可能能拿出真的心精来当耳 众人心下一叹 将是一眼 可是宗主 眼下那个人一点动静都没有 若我们不做点什么 难道就一直任由他潜伏下去吗 老者眼中滑过一抹 嗜血阴冷的杀意 只要他还在这宗门里面 就一定会有动作 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忍下去 更何况 若此人真是奉酒 那他就更不可能会一直潜伏着不动 众人看向他 不知宗主有何打算 老者顿了一下 那奉酒不是有一双儿女吗 找不到他 难道不会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众人一正 相视一眼 其实 倒不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 只是 以他们的修为来说 若是出去了 也会是一方的霸主 实在是有些不屑去对那种心生小儿下手 所以他们才一直没提着主意 却不想 最先说出这话的 会是他们宗主 怎么 我这主意不好 老者阴致的目光 走过众人 宗主 我们这就回去安排 众人联盟站了起来 等等 老者开口 看向他们 若奉酒还潜伏在这里 就得仔细着 不能让他逃了 派出去执行这次任务的人 一定得经过精挑细选 随便的弟子就不要派出去了 出去的人 实力得是宗门里尊者级别以上的 尊者以上级别的 要知道 他们宗主这里 尊者就是可以收徒的了 而在宗门里面 尊者级别一共有43人 可以说是经常在宗门中走动的人 而像他们这些坐在这里的 则是尊者级别以上的 平时在宗门里 他们根本不会出现 因为他们是宗门中的主要人物 可如今 派出去的人 要是尊者级别以上的 这不就是说 也许他们当中的人 也得出去执行这次任务 不错 弟子别派出去 要去就得尊者级别以上的 挑选十五名尊者 你们当中再去三五人 老者看着他们 那凤九身边的人实力都极强 有你们出面 也许能与他们一战 众人都没有说话 这让他们去 他们就有些迟疑了 他们谁都知道 那凤九的夫君 可是青龙郡主 除此之外 还有凤九身边的那些 实力很强的属下 他们若是去了 能不能回来 还真说不定 事关生死 谁也不敢随便应下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 天衣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鲜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衣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发给镜子助理 听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老者看了他们一眼 见谁也没有开口 便到 那就抽钱决定吧 这样最公平 你们当中抽出三人去带队 另外 理解的尊者 你们去挑吧 他握着拐杖站了起来 若没有要紧事 不要打搅我 迈步往外走 众人见词 也只能按他说的来做 最后 以抽纸签的方式 抽出三人 那拿到写着去字的三人 心下暗叹 有些无奈的相识一眼 只能先行离开 去安排 当凤九还在那洞府中 四处寻找时 听到外面的洞角 他心念一动 当即闪闪进入空间 既然找不到 那就只能藏在空间中 看看那老者 到底是将东西 藏在哪里了 否则 这一回去 也不知何时才有线索 老者打开石门 走了进来 一进里面 感觉到洞府中的风时 他脚步一顿 阴寒的目光 划过一抹暗光 朝周围扫了一眼 却什么也没发现 目光不动声色地 掠过洞府中的其他地方 连同一些细微的地方 也一并查看了 他的眉头 微皱了一下 史才可有人来过 守在外面的 两名修士 一正 他们联盟回头 朝那洞府方向 行了一礼 回宗主 并未曾有人到来 那老者 微皱的眉头 并没有松开 而是继续问 自我离开 这周围可有什么动静 没有 两人异口同声 在空间中 听着外面声音的凤酒 眸光微闪 自他离开 外面周围自然是没有动静 因为早在他还没离开时 他就已经潜伏在周围周边了 只是 他这么小心 这老者居然还能察觉到 有人进来过 这敏锐的感觉 还真叫人不敢掉以轻心 他在空间中 只能释放出一缕细微的神石 去探知外面的一切 而今 这老者又处于洞府里面 如此近的距离 不同于先前他在洞府外面的情况 因此 他只能悄然将那一缕神石收回 在空间中的他 对外面的一切 再无所知 他轻呼出一口气来 这才感觉到自己一直提着的心 在这一刻放松下来 越发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棘手 以那老者的修为 他若一直释放神石盯着 一定会被他发现的 可若不释放神石 他又无所知 更何况 他在这洞府里面找了那么久 也没能找到那两样东西 真不知道他到底是藏在哪里 洞府中 老者打开了那扇门 站在那悬崖边 副手看着外面的天空 也不知在想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他提气而行 往悬崖下而去 在空间中的凤酒 缓了一会儿 又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一缕神石 探着外面的洞酒 正好看到那老者 往那悬崖外而去的一幕 他心下微呀 那老者是去干什么了 然而过了没一会儿 就见他提气而起 从外而来 关上那扇石门 回到洞府里面坐下 空间中的凤酒 目光微动 他看着老者坐下后 从衣袖中取出了一本书籍来 紧接着又取出了 另一本厚厚的书籍 以及一张纸 在那翻着书籍 一纸经文 凤酒悄然收回神石 恍然 原来那老者 将东西藏在悬崖下面了 他拍了下头 有些懊恼 刚才怎么就没有 下去找一找呢 也许那两样东西 都在那下面 嗯 主人 我们要不要出去抢 老白凑了过来 在他身边转了转 凤酒瞥了他一眼 抢 那舍利还没有看到在哪儿 现在出去 只是打草惊蛇 半点好处也没有 更何况 这老者实力很强 嗯 主人的实力也很强 要不用拒他 更何况 还有我们啊 我的实力还没有恢复 而他的实力 比起先前的修罗王 还要强 从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气势 就可以知道 这人 不容易对付 主人 不是说这片区域 没有天地之主吗 不是说这一片地狱的强者 并不多吗 若是有神王级别的强者 为什么他们 却放着这么一个地狱不要呢 吞云趴在一旁问 凤酒脸上浮现了一抹 若有所思 是啊 这里面真的有些奇怪 原本我们出道时 所遇见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强者 更没有听说过 神王强者的存在 但到了这边的区域 却意外碰到那修罗王 还有拍卖会的幕后主子 这两人的实力 都是神王级别 只不过 并不是巅峰的罢了 万佛门中的人 不争不抢倒是一回事 可这隐世宗门的这个宗主 明明实力那么强 怎么也就甘心这样避世不出 既然避世 却又为何用尽心思 去夺万佛门的舍利和心惊 他究竟是想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再度释放出一缕神石 也许是因为 对方专注于一文 又或者他比较自信 觉得根本不可能 有人能在他眼皮子底下 不被发现 所以 凤九释放出的那一缕神石 对方也没能察觉 他在这里一流 就是深夜 直到此夜时 那专注一文的老者 这才将东西收起 又打开那扇门 往外而去 这让他更是确定 那心惊就是藏在那下面 无遗 只是 对方自回来后 就没有再出去 一连两天闭门不出 倒是让他心下有些焦急 他在院中的相防处的傀儡 只可以支撑七天时间 若是七天后 他未回 那就有些麻烦了 在空间中 他将那心惊的下落 是摸清了 却一直没有见到老者 拿出过舍利来 在另一边 院落那里 那贺信男子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目光不由 尝到对面的房间看 这房门已经紧闭了好几天了 那个姓阮的 到底是病死了 还是躺着 心下想着 他便走上前去拍门 男师弟 你怎么样了 病好了没有 房门打开 里面的人走了出来 与平时并无二样 但若仔细一看 脸色还是略显苍白 贺师兄 贺信男子被他吓了一跳 并进一看 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这才摆了摆手 没事就好 好歹也输了你三枚丹药 你要真有个什么事啊 我还是得关照你一样的 多谢贺师兄 我已经好多了 正打算闭关修炼 那贺信男子 瞥了他一眼 行了行了 知道了 去吧 自顾自的 转身离开 看他离开后 房门再度关上 那原本还有些 神采的目光 变得呆然 他将门锁上后 双手凝聚出一个结界 将这里护住 这才一步步 走回床上坐着 在空间中的凤酒 此时盘膝而坐 双手间的一个印记 消失 额头上渗出了 丝丝薄汗 他轻呼出一口气 缓了缓 这才睁开眼睛 只希望这样 能再撑些日子吧 这一天 老者听到外面的通报后 终于走出了洞府 凤酒不知他去做什么 只是在他离开后 迅速从空间中出来 去了那后面的悬崖处 往下边寻找 他没有直接下到 最底下的悬崖 而是在悬崖壁上寻找 终于 在下落到悬崖 三分之一的地方时 找到了一处小洞穴 那洞穴并不大 只是那样的一个小洞 就连小孩都进不去 就手臂长得深度 在这洞穴外面 还有些杂草掩盖 若不仔细寻找 根本很难注意到 让他意外的是 这小小的洞穴中 只放了一个木盒 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一本 有些泛黄的书籍 而这本书正是那万佛们的 那一本《心经》 果然在这里 他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本打算直接拿走收入空间 然而手一顿 想到了那个老者 三两天就会拿出 这本《心经》查一诊 一瞬间 他脑海中飞快地 划过几个念头 去某种一抹 狡黠的光芒划过 下一刻 将书籍收入空间 紧接着将洞口 遮挡好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 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另一边 老者来到大殿 看着那殿中脸色凝重的众人 又出什么事了 宗主 派出去的人 在昨天找到了凤酒 一双儿子的下落 他们有递送消息回来 只是到了今天 却一个个都没有消息了 那宗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他身上阴质的气息一惊释放 整个大殿的气息也冷了几分 谁也不敢说话 只是宁眉秉息 你们是想说 他们全都死了 声音透着嗜血狠力 锐利阴寒的目光盯着他们 说话 蕴寒着的强大威压 也随着弥漫而开 那立鹤声 更是震得他们心头一颤 额头间冷汗直冒 应该 应该是全死了 我收到其中一人 传过来的御讯 他当时正想向我们求救 但话说的一半就 一名中年男子 并不敢去看那主位的宗主 死了十几名尊者 还有三名带队的人 这时对他们来说 太过震惊 太过骇然了 且不说 十几名尊者的实力 就是那三名带队的实力 在他们当中 也是极强的存在 可就这样突然间就没了 如何不叫他们心惊和不安 都说诡异凤酒 实力极强 强将手下更无弱兵 他手底下的人 一个个都是可 独挡一面的强者 在前几天 他们甚至还痴笑 觉得不过就是一个女人 然而当事情发生后 他们第一个感觉 便是心惊与不安 抱着沉默 握着手中的拐杖 这几天 宗门里可还有动静 没有 其中一人摇了摇头 有些不解 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 按理来说 那个人应该还没有离开 只是最近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就好像不曾出现过一样 那一人犹豫了一下 会不会 这个人不是凤酒 而且在被我们发现后 已经离开了 不可能 他一定还在这里面 只是不知藏在了 哪个地方而已 不可放松宗门的防备 再仔细找 一定要将他找出来 他锐利的目光 划过一抹音质和算计 至于怎么又他出现 我已经有办法了 殿中的人相视一眼 而后视线都落在老者身上 有什么办法 你们只需放出消息 说我们抓到了凤酒的一双儿女 到时 还怕他不出现吗 老者阴侧侧的 眼中满是算计 可是 我们并没有抓到他的孩子 在宗门里 连小孩都难学 那一人觉得这个方法不怎么样 没有小孩就出去找 带两个小孩回来 没准就能尝试 老者站了起来 住着拐杖一步步往前走 一边交代 请快去办 大殿中的众人 看他离开 不由轻叹 这会儿太不好做了 一个弄不好 真的是连命都没了 他们已经没命了都 我们若不打起来 十二分精神 肯定会出事的 一人看着宗主离开的方向道 只希望眼下这个事情早点过去 宗主可以把心经拿出来 让我们修炼修炼 玩命的事情啊 就有我们的份 修炼心经这种事情 我看我们是很难有机会了 那一名男子 耻笑一声 扶着手 迈着步伐往外走 老者回到洞府后 他在洞府中四处走了一下 而后便做下修炼 他这一修炼便用了两天时间 两天后 他打开那扇门 向下掠 来到那小洞前 他将那里的盒子找开 当看到里面的心经 完好地放在那里时 这才露出一抹少见的笑意 他将心经拿起往上而去 在桌边坐下后 又取出东西 又开始翻译 而在空间中的凤九 看到这一幕 不由露出一抹笑意 眼下 他只需要等 相信 很快他就可以看到成果 只希望 那结果 不会让他失望 这时 一文的老者 看着心经 微移了一声 这里是这样吗 老者看着心经上的凡文 又看了看那一书的字 再三确定后 这才将一好的字 写了下来 空间中的凤九 微微一笑 也许对他们来说 需要特意去学和翻译 但对他这个来自于 二十一世纪 又博学的人而言 看懂并不难 因此 将那文字 意患错乱这种事 他自是可以做到 不留痕迹 他收回那一小缕神使 在空间中坐了下来 拿出了一旁的那一本经书 目光微动 倒不是他想去偷学 只是在伪造一份假的心经时 将那里面的文字都记下了 毕竟就算是要做出一份假的 也不能真的将内容全部撤换 只能将里面内容打混 至于那心经后面的内容 他相信 短时间里 那老者溢不出来 眼下 心经已经到手 只是那舍利 会是藏在哪里 在这待了这么久 只看着这老者拿过心经 却没有见他拿出过舍利 眼下一时半刻 也无法离开 于是 他便闭幕在空间里修炼起来 也许是因为看过那心经 不知不觉间 在修炼时 脑海中自然而然地跃入心经的内容 吐息也随着心经的内容 而发生变化 他微微皱眉 缓缓地睁开眼睛 他不过看了一遍而已 在修炼时 随着他的心法涌动 气息和功法都跟着转动起来 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只有他才知道 修炼时那万佛门的心经 好像会自然而然地 替换他所修炼的心法 连带着让他修炼的速度 也在飞快地提升 但 他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他目光落在一旁的那本心经上 眉心微明 其谋中划过一抹深思 正常来说 佛门心经应该是 宁神静气的存在 不会有那种霸道强自 转动覆盖凌驾 与其他心法之上的反应 但他在修炼时 哪怕他脑海里面 没有去想那心经 那心经也会 无声无息间 诱导着他去修炼 主人 怎么了 一旁的吞云见他如此 便过来问 没什么 只是觉得 这本佛门心法 有些不太对劲 老白一见他说话 便凑了过来 往那本心经上 看了看 嗯 怎么不太对劲 是不是假的呀 他又仿佛想起了 什么一般 好奇地问 主人 那本心经合了起来 若有所思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这佛门心经 带着魔性 只要看过这心经 就会受他影响 不由自主地修炼起他的心法来 他让他们退开 自己又再试了一下 依旧是稍不注意 就会发生变化 这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东西邪门呢 真的是佛门心经吗 他将心经放在一旁 觉得还是不能多看 不能去想 要不然 迟早得出问题 没错 他觉得这心经有问题 这问题不是说 这份心经是假的 而是这心经 本身就有问题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更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在这里又过了两天 处于空间中的凤酒 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 这两天 她好不容易摒弃了那 佛门心经的干扰 静下心来修炼 一边也只能等着那老者 离开洞府 这一天 清晨 城中的一处宅子里 薛玉莫泽正在院中看着书 一边看着那小床上 正舞动小手脚的一双儿女 她冷冽的眸光 每当落在两个孩子身上时 便不由自主 转换成柔和与宠溺 看着女儿拉着儿子 拧成拳头的小肉爪 往嘴里塞 她低笑一声 摇了摇头 将手中书籍放下 上前将女儿抱了出来 月儿是饿了 仿佛是怕吓着女儿一般 她放轻着声音 小小的人咧着嘴 她凑上前 便往薛玉莫泽的胸前趴去 想去找吃的 薛玉莫泽唇角微勾 看着女儿的眼神 竟是戏谑之色 月儿看清楚 我是爹爹 不是娘亲 小家伙哥哥的笑着 口中糊了 薛玉莫泽一衣巾 看着衣巾上的口水 薛玉莫泽心下 很是微妙 有着洁癖的她 对于女儿的口水 似乎并不是 那么的抗拒 啊不 应该说 并不嫌弃 星成 去准备些吃的过来 是 白星成应了一声 这才往外走 冷华和杜帆 从外面走进来 瞥了眼 厚在一旁的灰狼影衣 这才朝薛玉莫泽 行了一礼 严重 怎么样了 薛玉莫泽 一边握着女儿的小手 查清楚了 那些人 是那影视宗门的人 只是 出了这事之后 他们并没有再派人来 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杜帆看向他 薛玉莫泽抬眸看向他们 你们主子 有没有传消息给你们 没有 两人摇了摇头 顿了一下 冷华道 严主 我们要不要去支援主子 去我们这两天打听得知 这影视宗门当中的 那一位宗主 实力深不可测 只怕以主子如尽的实力 难以抵挡 若是真有什么事情 他一个人在外面 却无人相帮 薛玉莫泽的目光 落在怀中的女儿身上 谋色微闪 倒不是他不想去帮他 而是他知道 两个孩子的安危 他更看重 若是他去了 将孩子交给他们 别说是他了 他也不放心 沉默良久 他这才开口 这片地狱龙是混杂 不为世人所知的强者 还是有不少的 既然如此 我们便借一借力 将这影视作门一锅端了吧 院中几人眼睛一亮 不由相视一眼 他们看向薛玉莫泽 不知严主的办法是 薛玉莫泽抬眸看向前方 以诡异奉酒之名 发出英雄帖 请这片地狱的强者 出面相助 几人心头一动 想到了当年那一场大战时 他们主子以诡异奉酒之名 请各界强者相助的画面 只是今天这情况与那时 是不能比的 若是发出英雄帖 会不会太过了 想到这一点 冷华杜凡相视一眼 杜凡开口 院主 比起当年的一战 今天这影视宗门 只能说是小屋见大屋 不值一提 其实 有我们的实力 也可自行攻破 灭了这影视宗门 若是以诡异奉酒之名号 召集各地的影视强者 是不是有些 太看得起这影视宗门了 不 他将女儿放回小床 负着手而立 本君这么做 为的不仅仅是为了 灭掉影视宗门 而是顺势而上 为阿九铺路 这片地狱如今 并未纳入谁的主宰之中 既然如此 若是他收了 对他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眼下 就是这么一个契机 他迈步走着 他们这才了然 原来是这么个打算 可是 这若是发英雄帖出去 消息传开到那些 影视强者那边 估计也得用不少时日 根本帮不了主子那边 冷华看着轩云莫泽 还有一点就是 怕就怕这些前来的人 心怀不轨 浑水沐浴 轩云莫泽点了下头 如果这些 就得你们去安排盯着 我们需要用到他们的 只是那时将影视 宗门一锅端的时候 要知道 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随行的人并不多 而对方一个宗门的人 也许还会有 与之交好的门派相助 防的是这点 至于阿九那里 虽有吞云他们跟着 我仍有些不放心 早在那影视宗门 派人过来对付我们那天 我就派火峰过去 看看情况了 几人一正 难怪这两天 没有看见火峰 原来是 他已经去了影视宗门 也好 他本身可化成小鸟 不引人注意 实力又强 若是有他去了宗门那里 只要找到主子 并能护他个一二 那和尚最近一直在宅子里 没出去 一直在 没有出门 这事你们去安排 另外 去把他请过来吧 就说本君 想与他下起盘棋 薛云莫泽示意两人退下 是 两人这才退了下去 白金城端了知识过来 灰狼快步上前 主子 你跟你合上下棋 那我来帮帮位小主子就好了 看着两位小主子 白白嫩嫩的可爱模样 他可是欢喜得不得了 只是 这两个小家伙 却有些不太待见他 被他抱着时 不是哭闹 就是尿他一声 其实 他也是很无奈的 薛云莫泽瞥了他一眼 这才道 吃饱 吃饱了吼他们睡话 是是是 灰狼欢喜地硬着 上前将孩子抱了起来 没过多久 和尚缓步走了进来 双手合十 朝薛云莫泽行了一礼 彬森见过施主 大师请坐 薛云莫泽已经将棋盘摆好 冷霜将两杯热茶端上 而后 静力到一旁 和尚缓步走上前 坐下 听着两个孩子 咯咯的笑声 微微侧目 只见那两个 肉乎乎的孩子 被两人抱在怀中 喂着吃食 他们精致的脸上 带着不知忧愁的笑容 一双纯净的眼睛里 只有欢喜与无忧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见此 他心下一探 暗自摇了下头 收回目光 在心下 侵难了一声 阿弥陀佛 薛云莫泽的目光 一直落在他的身上 看着他坐下后 便朝两个孩子看 当他平和的目光中 极快闪过一丝 怜悯和可惜 薛云莫泽的眼中 划过一抹深邃的幽光 幽深的黑童 看了一双儿女一眼 又落在和尚身上 脸上带着一丝 若有所思 这和尚看两个孩子的 眼神不对劲 那种感觉让他有些不悦 也有些不安 他与阿九的孩子 从出生就是人中龙凤 从出生的那一刻 他们的起步 就已经远远高于 世间很多人 出生时 更得各界地狱 强者赐福 再加上两个孩子 也精灵可爱 各有特色 可为何 这和尚看他们的眼中 带着怜悯与可惜 他脸下目光 眼去眼中的神色 端起了一旁的茶水 亲密一口 而后 壮死无意般问 大师 你与我们 也同行同住一段时间了 我们的一双儿女 不知大师觉得如何 院中其他人 有些不明 所以 他们小主子如何 那自然是天之骄子 人中龙凤一般的存在 又何须问这和尚 和尚只是朝他看了一眼 竟然双手合十 轻脸着眼眸 阿弥陀佛 帝君与奉心的孩子 自是福泽身后 费常人不能比也 薛与莫泽把玩这茶杯 并没有看他 是吗 可本君怎么见大师 看他们的目光 总带着一丝怜悯和可惜 他抬眸看向对面的和尚 唇角微勾 眼中依旧冷冽 不知大师可否为本君解惑 和尚一顿 嘴唇微泯 半晌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院中冷霜和灰狼 他们听到这话 不由诧异地相视一眼 有些不太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 很难开口吗 薛与莫泽步步紧逼 和尚感觉到 空间里的气息冷了几分 感觉到他的气息十分涉人 那种威压弥漫而开 少是他 也不由感觉胸口 仿佛压了一块巨石 很难喘息 阿弥陀佛 施主 非是贫僧不愿说 而是天机不可泄露 说不得 他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也是一脸无奈 薛与莫泽眼中 奔捨出冷冽的寒光来 这么说 还真有什么事 是本军不知道的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和尚轻叹 施主 贫僧已经说了 天机不可泄露 别说是不可说 就是说了 也没有用 他该来的 还是会来 是福不是祸 是祸土不够 阿弥陀佛 他站了起来 施主心性不稳 改日再下棋吧 殷僧先回院了 醒了一礼后 不带他说话 也迈不离开 院中几人相视一眼 因他的话 心情也变得有些凝重 这和尚 说一半不说一半 真是让人七上八下不安心 灰狼见竹子脸色难看 竹子 这和尚说的话 也不必太过当真 两位小主子 由主子和夫人护着 一定会平平安长大的 放眼时间 能从主子和夫人眼皮底下 伤到他们的 根本就没有 薛月莫泽没有说话 只是端着手中茶杯 沉默着 他虽不想相信 但关乎两个孩子的事 他却不得不小心谨慎 只是 到底会是什么事 让那和尚总是摆出一副 天机不可泄露的模样 压下思绪 他决定将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便带着凤九和一双儿女回去 只要凤九成了这边的天地之主 将这片天界打开一条线路 就可以直通他们原本居住的那片天地了 这样一来 日后就算是要来回都会方便很多 此时 在宗门的空间中 凤九并不知道这外面的事 他正处于修炼当中 这天 他将一身灵力气息连起后 几乎一口气 睁开眼睛 自那一年受了伤 实力倒退 再一步步提升 因为没有动用丹药提升实力 每一步的修炼进阶 都比以往要艰难 因为他这次的对手 是那影视宗门的宗主 那老者的实力 有些深不可测 他希望自己的实力 可以再度提升一些 以免到时交手时 实力相差太多 而处于下风 然而最近的修炼 也只是让他的实力 达到先帝巅峰的级别 还无法步入天神级别 若是对付其他人 也许他不会太过担心 但对手是那老者 他就有些没底了 隐隐地 他觉得那和尚说的他 此行有血光之灾 大概也是在这宗门里了 只是就算是如此 就算是冒着血光之灾 他也一定要将那舍利拿到手 将东西交还给那万佛门 了却这一桩事 将思绪压下后 他释放出一缕神石 往外查看 见那老者依旧在那洞府中 盘膝修炼 他心下一谈 这老者不出去 他也不好出去 也不知道 这待到什么时候了 还有那舍利 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了 这几天 在这里面 他一直盯着 可以说这洞府中 是没有什么藏东西的暗格之类的了 而那扇石门后的悬崖处 舍利也不可能放在那外面 那么会是在哪里呢 他静下心来 想着 若是换成他的话 他会将舍利藏在哪里 藏在身上是不可能的 毕竟没有像他这样有一个 逆天的空间 贵重东西藏在身上 就是给人随时杀人越货的机会 可是 若不能放在身上 又不藏在洞府中 那就只能说在自己眼皮底下 一个足以让自己安心的地方 念头在脑海中划过 他心头一动 眼皮底下 一个足以让自己安心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可就不多了 寻找起来范围也缩小很多 他目光随着一缕神石往外看 视线落在那正在修炼的老者身上 在他身上扫了一圈后 又朝他身边一米之处的地方看 越过周身之处 见周围都是普通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地方能藏东西 那么时 忽然间老者睁开了眼睛 仿佛察觉到什么一般 朝周围看了一眼 那一刻 他当即神石停止 不动半分 只静静地看着 老者皱眉 在他周围看了一眼 拧着唇站了起来 扶了扶身上的衣袍 迈步往外走 手一动 将他放在墙边的拐杖 以掌心灵力吸到手掌中 这才助着拐权一步步往外而去 凤九目光一缩 一直被他所忽略的东西 在这一刻清晰地跃入他的眼底 是了 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老者手上那根拐杖 那可是他从不离手的东西 而且那根拐杖本身就是一件仙器 那舍利会不会就藏在那根拐杖里头 越想越觉得可能 除了那根他不离手的拐杖之外 似乎也没什么地方 会让他更加安心将舍利收起来了 察觉到那老者已经出了外面 他等了一会儿 这才将神石释放开 探知外面后 才从空间中闪闪走了出来 目光在这洞府中扫了一圈 唯一顿了一下 这才悄然往外走 然而 就在他走出洞府时 突然间一道灵力的锋刃 形成一道气流 猛然从一侧朝他袭来 那蕴含着滔天的杀气极为害人 几乎在那一瞬间 他身上寒毛全竖了起来 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 迅速后退 同时手掌凝聚一股气流 激了上去 灵力的气流声 发出呼啸的声音 空气间强大的气流微压 在那一刻释放而开 两股力道相撞 如同两道惊雷一般相激着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入眼可见的灵力气流 如同水文一般 在空间中荡开 往外散去 那洞口前的迷雾 被这股气流浮开 隐隐可见 外面内守着的两人 被荡开的强大气流击飞 发出一声惨叫 摔在地上 半嗓没有动静 好一个诡异凤酒 难怪我一直总感觉 有人在暗处盯着我 原来 你竟早已潜伏在我洞府之中 唐真是胆大包天 阴狠的声音透着狠辣的杀气 他身上的强者威压在那 交手的一刻便已经释放而开 如今弥漫在这空气间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 让实力低下的人 根本无法靠近半分 两股气流涌动着 渐渐往外散去 后退了好几步的凤酒 眼眸一眯 盯着他手中握着的拐杖 眉头一挑 你的警惕性倒是不错 我潜伏这么久 你居然还能发现我 一言断定我的身份 也确实不简单 凤酒眼泛幽光 落在老者身上 想到适才那突如其来的一击石 眼底寒光滑过 适才若不是他闭得快 这会儿估计就躺在地上 任人宰割了 这老者 放眼整个饮食宗门中 他唯一忌惮的人 没想到两人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碰面 对方的脸气功 也是练得炉火纯青 连他都无法察觉 他就隐藏在这外面 真是不简单 老者谋色悠悠 目光阴寒地盯着黑布蒙面的凤酒 那洞府就那么大的地方 根本不可能藏得到人 所以 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凤酒唇角微钩 手一动 一把清风剑 咻的一声出现在他的手中 泛着青色光芒的利剑 随着灵力气息涌动 呼啸而开 清冷的声音带着几分冷意 从他口中传出 这个 你是不用知道的 声音一落 如同鬼魅一般的身法 瞬间掠出 极快的身法掠形 让人看不清楚招数 只见一道青色光芒掠出 眨眼间又幻化出 数道青芒 朝那老者袭去 气势凌厉 锐不可挡 老者当即以手中拐杖抵挡 掌心的凌厉气息涌动 数道气刃 如同利刃一般嘲讽就袭去 他的每一道攻击 都蕴含着神王强者的威压 几乎可以说 强大的气息一经涌动 便将这整个山头 都笼罩住了 两人在这里交手 而宗门中的其他人 察觉到这里的动静后 几乎是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 然而未等他们靠近 就被那主风所处笼罩的 强大威压所惊呆了 这 这股威压 我们根本靠不进啊 一名中年男子 脸上尽是震惊 那样强大的威压 他们就算是想去看个究竟 也无法靠近半分 这是神王强者威压 以及上古威压呀 一名老者凝着眉 他看着远处主风上的那一幕 轻叹一声 哎呀 那凤九当真是来了 另一个人神色微动 可是宗主让我们去做的事情 还没有实施 他就出现了 那两个已经送到宗门的孩子 不就派不上用场了吗 一名美妇把玩着一缕发丝 眉厌的面容上露出一抹冷笑 声音带着几分阴冷 那就说不定了 旁边的人听到他的话 不由朝他看 子玛 你有什么好主意 那美妇看着主风处的战斗 因为距离较远 他们只能看到两股气流在斗着 看不到对方人影 且等等吧 以宗主的实力 应该不会败给凤九 更何况 不是说 他的实力跌得很厉害吗 只听轰轰一声巨响 在那主风传来 紧接着 无数道健刚之气与气流 相互碰撞着 将那主风周围 撞击得碎石乱飞 树木纷纷倒下 看着这一幕 谁也不敢上前 只是屏着气息 看着两目身影 凌空而起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 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一灰一黑 两抹身影 在那股气流中 凌空而起 他们出手攻击的速度极快 看不清楚招式 只见两人 交手十几招后 在一股重击之下 两人都散了开去 底下的威压和灵力气息 也随之 在慢慢散开 整个宗门的人 目光都在这一刻 落在那抹黑色身影上 他们眼中有着好奇与震惊 没想到 潜伏在他们宗门中的 是那诡异凤酒 更没有想到 他一介女子之身 居然有这个实力 与他们宗主交手 只是 他依旧脸上蒙着黑金 没人看见他的容颜 然而他身上 释放出来的气势与威压 却是极为赦然 原来 他就是诡异凤酒啊 据说 他是其他天界地狱的天地之主 实力早就已经达到了神王级别 只是因当年一战之后受了伤 实力才暴跌而下 不过 看他能够与我们宗主交手 或许实力 早已经是恢复了 我们宗门 唯影视宗门 他又怎么会潜伏到我们宗门里来 一名底下的弟子 不明所以地询问身边的人 一名棉长的修士 便压低声音道 你们不知道吗 宗门里私底下都在传着 我们宗门宗主 手里有着一枚舍利和一份心经 这两样东西 都是在万佛门那里得来的 据说修炼了那佛门心经的实力 提升会极其地快 而且无论修炼 什么提升速度 都会比平时快上好几倍呢 可这又关了鬼凤酒什么事啊 那一人不解地问 所以说你们消息不灵通啊 那人瞥了一眼 听说那鬼凤酒啊 已经去过万佛门了 而且还在那里得到了上古金莲 正因如此 那万佛门的人 请凤酒帮忙找回那舍利和心经 所以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那说话的人压低了声音 这可是我上面有人才听到的消息 宗门里的弟子们只知道前些天 有人潜入了宗门 却不知道这进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只有上面的人才知道 这潜进来的大概就是鬼凤酒啊 凤酒 还我拐杖 突然间 一声暴力的怒喝声 从那半空中袭来 听着那暴怒的喝声 众人心头一领 当即抬头看 这才发现 他们宗主手中的龙头拐杖 此时却被黑衣人握在手中 而他们宗主整个人脸色巨变 猛地扑飞上前 想要去夺回那拐杖 那个凤酒 都宗主的拐杖做什么 一直观战的一名弟子道 不知道 不过好像是有意而为之 刚才我看到那凤酒招招致命 杀招 逼得宗主不得不用拐杖 来当攻击武器 可谁知那凤酒不逼让 硬生生地接下一击之后 将宗主的拐杖 强行扣我在手中 也不知道到底想要做什么 另一人深思 那刚才 要不是硬生生接了那一击 那拐杖就会飞回宗主手中 可他拼着被击伤的后果 也要夺拿拐杖 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了 这时 旁边的一名年轻男子 听了他们说半赏的话 也没有弄明白 于是问 师兄 这鬼异凤酒 是什么人呢 他从哪冒出来的呀 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这鬼异凤酒 我之前的也没听说过 不过 最近这段时间 外面都在传他的事情 而且宗门里 上面的人都知道他的来历 据说是其他天界地狱的天地之主 很是厉害 还记得那时的天线异象吗 据说是凤酒的孩子出生 各界君主 隔空相赫 你也是在那时起 一些强者 才知道鬼异凤酒到了我们这边 关于他的消息 也才在底下悄悄闯开 还说这个做什么 你们快看 那边又打起来了 他用手肘撞了身边的人一下 示意他们 看向远处主峰半空中的战斗 两人看去 只见那远处半空中 梁木身影 激烈地交战 那个凤酒拿了他们宗主的龙头拐杖后 居然收进了空间里 急得他们宗主脸色都变了 整个人攻击也变得有些疯狂与暴躁 因为他的攻击转变 几乎是拼尽了一身实力 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而那一身黑色衣形衣的凤酒 在迅速避闪 却因为对方实力的差距 最终仍是抵挡不住 他疯狂的一击 一招重击 一记拳头隔空重重地击落在凤酒身上 让他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 身体朝后面倒退了数米 将拐杖交出来 那老者的声音充斥力气与嗜血杀气 一身肉眼可见的强大威压和淋漓气息 在这一刻渐渐黑化 变得有些不受控制 看到对方气息转变 凤酒抬手逝去嘴角的鲜血 眼下震惊 若不是一直跟着老者交手 根本不敢相信 一个人前后的差距变化 会这般大 先前对方的攻击虽阴横而凶猛 但并不疯狂也不拼命 而眼下 这老者是拼了命的 想要置他于死地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 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更何况 眼下他的实力 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他 长久地对战下去 若是在短暂之后 无法取胜 那就只能先退 然而 在他拼着被重伤的危险 而夺下的拐杖将之收入空间中 这老者也跟拼了命似的 步步紧逼 不让他有一丝逃离的机会 实在是骑虎难下 什么鬼杖还给我 还给我 空间中的气流和威压 随着他身上的气息奔舍而出 覆盖在这片天空中 他身上的气息 也渐渐变成黑色 一双眼睛如同入了魔一般 双眼泛红 看得凤九有些心惊胆战 看来 这老者是入了魔 眼下的他 脑海中只剩下执着 只执着于被他夺去的拐杖 他身上的那股气息在疯狂地涌动 仿佛在强行驱使主宰他的意志一般 看得他心头一沉 而且 更让他心惊的是 对方身上的实力气息猛地暴涨起来 他身上涌动气息 莫名地让他脑海中 出现了那已经被他压下的心惊口诀 就连身体里的气息 也因那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心惊 而迅速旋转起来 该死 他低咒一声 面色如寒霜一般冷冽 顾不得多想 他只能拼尽全力去迎战 然而老者的攻击 如同暴风雨一般 极为猛烈 实力的悬殊 让他步步后退处于下风 身上也因为对方猛烈的攻击 而伤痕累累 鲜血渗透了黑色夜行衣 那一道道的攻击气阵 如同寒刀一般 划过他的身体 看到情情越发不利于他 他眸光一闪 眼中划过一抹寒芒 手心一转 一枚丹药出现在掌心 被他迅速吞服 瞬息之间 他身上一面转动着体内清廉之气 修复自身的伤 一面运用灵力气息 催发体内吞服的丹药 下一刻 只见他身上的灵力气息 暴涨而起 强大的气流冲击之下 他身上的黑色夜行衣 连同蒙面的黑布 瞬间碎裂 从半空中散落 露出了他风华绝带的容颜 以及一身耀眼的红衣 那一刻仿佛 仿佛整个天空都变得明亮耀眼起来 宗门的人远处看着 雾由自主双眼微睁 眼中有着惊艳与震惊 这就是 哪一个被传的极为神奇的 诡异凤酒的 庐山真面目吗 真 真当是耀眼的 让人移不开目光啊 那半空之中 淋漓而立的红色身影 散发着强大的威压与气势 那是一种灵鹤于天地的 王者霸气 一种自他身体里 自然而然释放出来的 摄人气势 与他身上的气势相比 他那清晨绝美的容颜 倒反而显得并不那么出色了 可看着那抹身影 凌空而立 看着那一身红衣 在气流中飞扬 看着那绝美的容颜 如赴冷霜的一幕 仍是让他们心头颤抖 目光灼灼 宗门中长老级别的人物 看着那抹耀眼身影 心下有着说不出的复杂 与难以置信 传言诡异凤酒 风华绝代 举世无双 各界地狱强者 对他俯首称臣 他们原本并不相信 毕竟在他们看来 那不过就是一个 容颜绝美的女子而已 又哪里比得上那些 影视不出的真正强者和男人 然而今日一见 方之百闻终不如一见 这诡异凤酒 当真称得上是天地传奇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轩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强大的泄流形成了漩涡 一股火焰自凤酒身上释放而出 顺着那旋转的泄流涌动着 化成一道骇人的攻击 朝他们宗主而去 而他们宗主身上也不知怎么的 涌动起来的细细 莫名地让他觉得有些魔性 两股强大的泄流摩擦着相互碰撞 狠狠地在半空中撞击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一声轰隆巨响 火花顺着气流渐开 而飞进而下 如同天空中成片耀眼烟火一般 落入宗门底下 一时间 火焰顺势在宗门下方的树木草丛里 甚至院落洞府中燃烧起来 那些一直在观战的人 看到宗门被火焰燃烧起来时 一个个猛地反应过来 高呼 快救火 快救火 一时间 宗门的人乱成一团 那老者并没有去理会下面的人 只盯着凤九一遍遍地重复 快拐杖还给我 还给我 凤九身影一转 后退 哼 你是想要你那根拐杖呢 还是想要藏在拐杖里面的舍利 不过 这舍利似乎也不是你的吧 他的话一落 那老者目光越发泛红 仿佛冲了血一般星红 如线半魔 我杀了你 他身影如同闪电一般的掠出 铺天盖地的死亡气息 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朝凤九砸去 你杀不了我 凤九唇角为钩 避开他的攻击桶时 正准备撤离 就听见一声 蕴含着淋漓气息 穿透那宗门中的杂乱 传入他的耳中 凤九 你是想你的孩子死吗 女子的声音透着狠利与阴寒 婴儿的啼哭声 传入他的耳中 让他心头猛的一震 一时间 心神失守 让他发了狂的老者 有机可臭 只是那一瞬间的闪神 他整个人 从半空中击飞 砸向地面 体内血气暴涌而起 一口鲜血 随之喷了出来 他身体也重重地 砸落在宗门的一处院子处 力道之大 几乎将那整个院子 移为平地 轰轰一声巨响 眼尘弥漫而开 院子倒塌后 砸落在他的身上 将他砸得遍体鳞上 他躺在那堆乱石中 只感觉一身骨头 都仿佛碎了一般 稍一扯动 便浑身巨疼 最是严重 是体内的伤 让他知道 这伤 伤即五脏六腑 无法动弹 拿命来 半空中的老者 手掌凝聚一股 强大的溪流 猛地朝下方 乱石中 轰去 抑郁至凤九 已死定 然而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一声凤鸣 那尖锐斯明的凤鸣声 蕴含着强大的上股威压 刺入众人的耳中 让宗门中的人 纷纷捂着耳朵 哀嚎起来 他们朝天空中看 只看到一声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巨大火凤凰 从空中而来 他拍着翅膀 仰头鸣叫 速度极快地 从半空中 俯冲而下 以翅膀挡去了他们宗主 鸡翔乱石堆的那一击 主人 走 火凤焦急地喊 因为那老者的攻击太过猛烈而近距离 他根本来不及在那一击之前将主人救出 只能以翅膀相挡 同时凤爪往乱石堆中抓 将躺在那乱石堆下的凤鸣抓了起来救出 火凤 孩子怎么样 主人放心 两个孩子都好好在家里 你严主护着 不会有事的 火凤强忍翅膀上的伤 而带着凤九迅速飞离 哪里逃 老者喝着 从后面直追而上 只是就在他迅速追上的那一刻 火凤突然回头 凤嘴一张 一股熊熊火焰 瞬间朝那老者席去 老者被拍后退 可当他再度追去时 却看到一人一鸟 已经消失在天空远处 距离之远 仿佛下一刻 就要在他视线消失一样 逃不掉的 老者身上气息暴涨 整个人瞬间如剑般袭出 朝那远方追 宗主 几名长老看到这一幕 不由大喊一声 然而那抹身影 却眨眼间 已经消失远方 见此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 明眉说着 那封九说 舍利就是宗主的那根拐杖的 他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不知道 宗主的舍利藏在哪里 但看样子 舍利是在拐杖里 不会错了 要不然宗主 也不会急成那样 而且 老者有些欲言又止 而且什么 你们没发现吗 宗主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我们修的不是邪魔之法 但宗主刚才的灵力气息 却仿佛有些偏魔化 还有他的眼睛也泛着红色 不太正常啊 听着老者的话 几人沉思 没有说话 他们又岂会没看出来 宗主的不对劲 或仅仅只是刚才那会儿 近段时间 他心性暴躁 总是阴沉着气息 这一点 他们看在眼里 却不敢明说 沉默良久 其中一人道 你们说 宗主能不能够 从凤九手中 将东西夺回来啊 难说 终年男子说着 这凤九的实力 确实不似传闻般 达到神王级别 看来 当年一战 实力跌落是事实 刚才若不是他的 本命契约寿救了他 估计这会儿 已经死在宗主的长相了 唉 一人轻叹了一声 凝着眉摇了摇头 怎么了 你太什么气啊 几人目光看着那叹气的人 那人看向他们 你们也许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 这凤九是天定凤星 福则身后 他就算久死 也会有一生的 而且 但凡与他作为敌人 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 今天的没有死在这儿 我不禁在为我们的宗门 的未来而担忧啊 几人不由沉默下来 他们看着底下宗门里 燃烧着火焰 见到火焰就算是 以沙土焦着 也没有被扑灭 不由脸色凝重了起来 这火一直扑不灭 若是这样下去 只怕整个宗门到最后 只会烧成一片废墟 终年男子看了一眼 这火是本命天火 除了凤九本人 能让它灭之外 一般人很少能扑灭它的 我们眼下能做的 只是阻止火势扩大燃烧 将那着火的地带 全部隔绝 东西烧完了 火自然就灭了 那还等什么呀 快得动手帮忙吧 要不这火势 只会越来越大 老者第一个纵身而下 朝一处燃烧的地方掠 手一动 气流形成气刃 生生地将地面切割开来 其他人见此 也当即动手帮忙 加入灭火的队伍中 另一边 火风带着凤九逃离 他一个俯冲 便掠出了极远的距离 只是 他的一边翅膀受了伤 短时间飞行 还可以坚持 若是长时间的飞行速度 自然而然 也就慢了下来 凤无下来 凤九缓了一口气 体内清廉之气 修复他体内的伤 只是清廉之气略显微弱 修复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竹子 他还在后面追着 现在停下 一定会被他们追到 火风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飞行 凤九喘着气 他感觉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 被火风抓在半空中 晃荡着飞行 手脚都无力垂落 任由那略形的风 刮过脸颊 吹散了头发 你的翅膀受伤了 再飞下去也会被追上 等那下方密林中 有树木遮掩 目标会小一点 他有些费力 想着试着能不能避进空间 然而神念一动 灵力气息一动 额头的冷汗 也随之渗了出来 主人进不了空间吗 被袭了那一击 能保住命 就已经不错了 现在别说是进空间里 灵力都无法催动运行 火风一听 急了 那怎么办 若不能避入空间 就算到了下面 也迟早会被他们找到的 别急 我缓缓就好了 只要让我缓一缓 皮内清廉之急 自动修复我身体里的伤 只要能缓和一些 我就可以带着你 避入空间了 凤九熙熙微喘 扯动身体里的伤 脸色也随之变得越发苍白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听着这一话 火锋这才带着他往下方密铃而去 到了下面 火锋便道 主人 你在这里休息 我去引开他 等等 你先别去 让吞吟他们去 凤九拉住他的脚 他伤在翅膀 若是由他去的话 不一定能逃得掉 火锋顿了一下 偏了一眼自己受伤的翅膀 没事的主人 我去就行了 让吞云和老白他们出来守着你 只有我去引开那人 那人才会追着我来 这样才会帮主人 争取更多时间 你的伤不行 你要追过来 没时间了 火锋将凤九抓着他的手 推开 这才在密铃中略行了一会儿 往离凤九较远的地方掠取之后 在凌空飞起 引起那宗主的注意 火锋 凤九一着急 一口鲜血从口中吐了出来 他靠着树喘着气 在心下换着吞云和老白他们 主人 出来的是三只祁约手 除了吞云之外 那一只在修炼进阶中的母兽 也一并出来了 老白凑到凤九面前 急得团团转 主人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主人 两头吞云兽换着 见凤九的脸色苍白成那样 心下也很是焦急 凤九缓了一会儿 声音虚弱 你们两个 去帮火锋 他受了伤 不一定能逃过那人的追击 你们去帮他 赶紧去 吞云兽相视一眼 担心地看着他 可是 主人 你 老白在这里守着我就行了 你们去吧 不要跟那人正面交手 助火凤逃走后 就马上离开 不要恋战 凤九交代着 让他们快点去帮火凤解位 见此 吞云兽这才点了下头 我们知道了 主人 说着 吞云看向老白 交代 保护好主人 我知道 你们快去吧 老白在凤九身边守着 他们走后 凤九缓了口气 老白 你蹲下来 扶我离开这里 若是那老者 发现是调虎离山之气后 一定会马上回来找他 毕竟那东西在他这里 他不可能放他不追 而去追火凤他们 眼下 只能赶紧离开这里 再说 主人 你上得来吗 老白 扶低下身子 慢转过头 看向他 凤九一咬牙 双手一使劲 便趴了下去 整个人趴在老白背上 因为这一动 只感觉一口鲜血 从喉咙处涌入口中 生生被他咽了下去 走 往那边走 他抬起手 朝另一个方向指 是 见他指着另一个方向 老白也没有质疑 而是按着他说的走 那边 火凤引着那老者 追了过去 远远地看到 那前面的火凤 后面的老者 怒声喝着 凤九 你逃不掉的 怒合间 手中一道气流 咻的一声喜剧 朝前方而去 火凤连头也没回 因为加速飞行 翅膀上的伤 越发严重 速度也随之 慢了下来 感觉到身后 一股杀气袭来 火凤当即身形一偏 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这时 一声售吼声 从下面命令中传来 听到那售吼 火凤当即 浮冲而下 朝下方命令而去 后面的老者见了 紧追着野往下 手中攻击再度翻掌而出 这边 吞云兽喊着 在魅灵间奔跑 火凤光芒一闪 化成一只小鸟 停落在吞云的背上 由着它奔跑逃离 老者从半空中下来 看到那瞬间化小的火凤 落在那只吞云兽的背上 而凤九却不知去处时 一双泛着血色的眼睛 刹那间 阴沉的可怕 敢骗我 它怒声一鹤 衣袖一扶 一股强大的气流 飞起而出 朝吞云奔离的方向袭去 强大的气流 涌动如骇浪翻腾 将那密林中的树木 一一摧毁 它身上的力气在翻腾 目光阴沉地盯着 吞云和火凤逃离的方向 却没有再追去 而是转身回过头来 打算折回去寻找 哪只 就在它脚步一停转过身时 一头凶猛地吞云兽 便从密林中扑了过来 嗜血狠烈地立齿 朝老者的肩膀摇 滚 老者身上力气息出 手中一道掌风 踢向那头母兽 那头母兽 反应也是极快 纵身一跃 跃入几米外 也不练战 迅速逃离密林中 老者衣袖下的双手 紧紧地拧成拳头 整个人凌空而起 他站在半空中 往密林中扫尸 强大神识释放而开 搜寻着凤九的身友 然而 助力于半空中的他 只看到在那密林上 分两个方向略行奔跑的 两头吞云兽 不见凤九身友 你是逃不掉的 一定还在这里面 老者本想跟着那七约兽 去寻凤九的身友 然而那两头七约兽 一纵一跃之间 竟也在他眼皮底下 失去了踪影 就连那超神兽的气息 也在那一刻 消失无影无踪 另一边 凤九由老白带着离开 因为在老白背上 老白不敢奔得太快 免得从背上摔下来 却又担心后面有人追 而不敢放慢速度 可以说 他是想快不能快 不想放慢 却不得不放慢速度 可就算这样 凤九仍在老白奔跑间 身体一歪 从他背上滚了下去 主人 主人 老白一惊 却也看到他整个人 翻滚下来 竟顺着那杂草丛 一路往斜坡处滚 吓得他身影一闪 瞬间化成一条白龙 窜到下方接住他 免得他撞到斜坡下的树桩 主人 主人 老白焦急地患着 看着他的脸被杂草划破了皮 渗出了一丝丝血珠 而他整个人也昏迷了过去 根本不是他先前所说的 缓一会儿就会恢复过来的情况 主人 主人 你醒醒 醒醒 老白不敢用力推他 也不敢唤得太大声 他看着昏迷的主人 又看了看着周围 除了半人高的杂草之外 就是树木 他躺在这杂草堆中 身影几乎淹没在里面 嗯 在这里 这里怎么还流血了 老白这才注意到 他的复古处 有着一处伤口在渗着鲜血 身上的红衣原本就是红的 染了鲜血 只是颜色稍深了一些 若不仔细看 也看不出来 但此时他腰腹处 那红色衣裙上的颜色 却深了一大片 他微微凑上前 闻了一下 那股血腥味窜入鼻息间 让他顿时慌了神 嗯 嗯 真的是血 还伤成这样 怎么办 怎么办 老白焦急地说 在原地急地团团转 主人还没有醒过来 而他也没有试过处理这样的伤口 一时间有些乱了神 嗯 对了 要 要 要给他上药止血 老白回过神来后 将他腰间的乾坤袋打开 从中取出治疗外伤的止血药 那 那伤口怎么办 老白担心地说着 见他昏迷着眉醒 伤口又一直流血 一急 这才凑上前 用牙将他的腰带解开 一边神神叨叨的 主人 不是老白要捡你的衣服 而是你受了伤 得止血 这事 我们可不能救后三账呀 昏迷过去的凤九 自然是无法去应他的 也因此 他并不知道 老白在看到他腰腹间的伤口时 倒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身影后退了几步 有些骇然地看着那一幕 不敢看 不敢看 老白倒出了一口冷气 看着凤九腰腹处的伤口 只感觉双手抱着药瓶子 也在颤抖 他咽了咽口水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上前 只见他白色礼衣 已经被染红 最让他心惊的是 隐隐可见一截尖锐的食刃 插在他腰腹间 鲜血正是从那里伸出来的 这 这是什么时候伤的 怎么伤成了这样也不说 主人 主人 老白趁着声音 又不敢叫得太大声 生怕引来了内人 只得颤抖着 将止血的瓶盖咬开 将里面的药 往他伤口处洒去 不行啊 这样下去会死人的 那块石块 能弄出来才行 可是我弄不出来啊 怎么办 怎么办 他焦急地走着 这地方又没有人 可他主人又昏迷着 这样可怎么办才好 要是再拖下去 就算没有被杀死 也一定会流血流死的 可他现在也不好带着他走 生怕这一扯动 他让他的伤口更严重 他烦躁地从鼻息处 喷出两道气息 最后想了想 凑近凤九的身边喊 小虎 小虎 出来 快出来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空间中 那匹白虎 化成一道光芒 闪了出来 很少出来外面的他 一看到凤九昏迷 而且身上还近是鲜血时 眼中顿时奔捨出凶狠的光芒 主人怎么伤成这样 先别说了 我跟你说 主人伤得极重 他那腰腹间 还有一块尖锐的食刃 刺在里面 你看这里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找找看附近有没有人 先将主人伤口处的那东西 弄出来要紧 老白说着 下一刻 光芒一闪 闪到不远处 卷动了一下 带回了一堆杂草 将凤九遮盖起来 一边对白虎交代 让他守好主人 免迅速窜离 当年的那只小白虎 如今也已经长得威风凛凛 他缩小身体 守在凤九身边 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一切 等着他的伙伴们回来 这地方是在密林的山坡下方 又有杂草遮掩 倒也是个长身的好地方 一时间这里倒也算安全 在离此地有些距离的地方 穿着小丝衣服的一抹身影 正蹲在溪流边洗手 洗净手后 他从空间中取出水囊 装了些水 心情似乎很好 哼着曲子 在溪边的一处石头上坐下 他将空间里采摘到的草药 取了出来 洗净 一样样的经典 一边喃喃 这回应该够用了吧 将东西收起 他一手拖着下巴盯着溪水 暗响 他走了这么多天 不知是不是用满城的翻招 啊 到底要不要回去呢 想到这里 他眉头皱了起来 眼中有着挣扎 正想着站起身 突然间身后一阵风起来 紧接着似有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他的后脑一样 他只感觉脑袋一疼 眼前一黑 便昏了过去 老白有些嫌弃地偏了他一眼 一看就知道是个女人 却穿着小丝的衣服 一副男装打扮 脸上灰黑灰黑的看不清楚容貌 也不知道这人是什么人 但眼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将人带走 便迅速往回而去 回到凤九那里时 便见趴在杂草中的白虎窜了出来 警惕地盯着那个昏迷的人类 老白将人丢到地上 主人身上有伤 但伤口上有东西得弄出来 我抓这人类回来 让他给主人处理伤口 闻言 白虎依旧警惕地盯着那昏迷的人类 这人类要是趁机对主人不利怎么办 老白瞥了瞥那昏迷的人一眼 有我们两个在这里盯着 给他十个胆 也不敢对主人不利 说话间 他从白龙化成马形 用蹄子推了推那昏迷的人 醒来 赶紧醒过来 感觉到有人推着他 地上的女子渐渐恢复了意识 睁开了眼睛 只是没有想到 一睁开眼的那一刻 就看到一张模样奇怪的马脸 紧贴着他的脸 吓得他本能想要尖叫出声 你若敢叫出声 我咬死你 白虎威胁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吓得女子本能地双手捂住嘴 生生僵地尖叫 一咽了回去 一转头 看着一头威风凛凛的白虎 趴在他身后 凶残地盯着他 他只感觉额头上冷汗直升而出 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 老虎 救生 不 这是神兽 行了 别把他吓死了 吓死了 我还得再去找一个回来 老白在旁边用蹄子推了推他 喂 现在要你做个事情 做好了你的小命就能保住了 做不好 小心他死了你 一只奇怪的马 一只会说话的奇怪的马 这个女子也就是叶飞飞 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的两头瘦 有些没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过就像往常一样偷跑出来采药 可谁知突然就被打晕 带来这里 就在他正愣地发呆时 白虎看向老白 为什么是我撕了他 因为我吃素啊 老白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 白虎无奈地翻了下白眼 也没有跟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而是看向那人类 你听到没有 他吃素 我可不吃素 老白将一旁的杂草掀开 露出了里面盖着的凤酒来 只是 因为伤口没处理好 而他又处于昏迷中 他的脸色苍白如纸 看得两兽心头一紧 姑娘 这是我家主人 他受了伤 伤口有东西 没弄出来 一直流血 我们又没有办法 帮他清理伤口 所以麻烦你了 叶飞飞在看到那里 躺着的凤酒时 便不由自主 倒出了一口冷气 天哪 他怎么伤成了这样 也顾不得其他 看到对方是女子 而且伤成这样 他也断没有见死不救之理 当下迅速上前 血流了这么多 再流下去 他必死无疑 他查看了一下凤酒的伤口 脸上竟是凝重之色 这伤口上的东西插得很深 若是拔出来 只怕鲜血会溅出 也止不住 到那时 老白和白虎相视一眼 而后老白问 拔出后 伤口上撒上止血药不行吗 只怕是止不住 这种伤不是一般的小伤 现在这伤口里的东西堵着 也还渗着鲜血 东西一拔出来 那血就止不住了 叶飞飞看着昏迷的人 感觉这人长得真美 就算是现在昏迷 脸色苍白如纸 也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他想救她 只是怕自己有心无力 我有药 只要将伤口的东西取出来 再扫上这药血 就不会流了 嗯 老白嘴一张 吐出一个药瓶来 叶飞飞一正 捡起来一看 眼中有着迟疑 这药真的可以吗 要是止不住血的话 那怎么办 那不将东西弄出来 一直任伤口流血 又会怎么样 听着这话 叶飞飞一咬牙 好 那我帮他清雷伤口 再拖下去 不死也会被拖死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他从空间中 取出一把剪刀来 把凤九伤口处的衣服剪开 现在东西卡在皮肉里 用手根本无法直接拔出 于是 又拿出一把钳子来 老白和白虎在旁边紧张地看着 他们虽让这人处理伤口 可心下的紧张与担心 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了的 尤其是那伤口处的衣服剪开后 那伤口处的皮肉 被刺成了那个样子 更是一颗心紧紧地揪了起来 恨不得能代替主子受那份苦 那个混蛋 迟早这笔账要跟他算一算 老白咬牙切齿 这时 叶飞飞用钳子夹住那次 在凤九腰服间的东西后 咽了咽口水 对一旁的两首刀 我 我拔了 拔吧 老白目光紧紧地 盯着凤九的伤口处 身体也因为紧张 紧紧地崩了起来 叶飞飞深吸了一口气 一咬牙 手中一用力 力道一收 往后一拔 松了一声 那东西顺着他后拔的手势 而被拔了出来 随之而来 也是一道血柱 喷了出来 见了他一身 药 药 快 快撒药 白虎连蛮喊着 恨不得上前去帮忙 叶飞飞不敢耽搁 连蛮将那药瓶里的药 尽数往伤口处撒下 拿过一旁背着的布 捂住了他的伤口 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好一会儿 凤九轻哼 两兽连蛮凑上前 主人 主人 你快醒醒 快醒醒 别睡了 凤九感觉整个人脑袋都是沉的 眼前一片黑暗 他努力想要睁开眼 但眼皮也沉 浑身没有力气 只听老白和白虎的声音 在耳边焦急地喊 腹间的疼痛 让他一时渐渐地缓了过来 哪怕是没有睁开眼睛 见恢复的一时 也知道他此时情况有些不妙 先前被那老者击伤是一回事 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半空中被击落石 那碎石砸落压在他身上的那一刻 还有一块尖锐的凌乱石块 刺入他的身体 只是 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根本来不及去处理 叶飞飞捂着凤九的伤口 感觉到那鲜血似乎是止住了 不由有些惊奇地看着 自己捂着的手掌 看着那不染红的一角 以及还没有被鲜血渗透的另一角 看来 这鲜是止住了 那药真好啊 他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进群了 那五万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虽然他不经医药 但已有涉足一些 却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止血药 那样严重大出血的伤口 也能止得住 当真是厉害 那干净将伤口周围 清理干净 包扎好 这地方不能走流 我们还得离开 老白看着昏迷的主人 又看了看这女子 觉得这一人还不能放她走 得到了安全地方 才可以让她离开 叶飞飞轻轻地松开 按压着布指着血的手 将布拿开一看 伤口的血没有再渗出 而伤口周围 还有一些小碎石没有清理 于是 她再次将小碎石清理干净 再撒上药后 将伤口包扎好 等她抬头时 却见昏迷的人 已经睁开眼睛醒来 这一眼 正好望进了对方眼中 她只感觉 对方的眼睛 真的好美啊 主人 主人 你醒了 主人 白虎凑上前 伸出舌头 舔了舔她的脸 多谢 不用客气 好歹也是条人命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更何况 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将你伤口的东西 弄出来而已 要不是那匹怪马 给的止血药厉害 你现在估计也醒不来 叶飞飞顺便帮凤九 将身上的其他外伤 都处理了一下 凤九嘴角 微微扯动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这女子的声音 听着熟悉 似乎是那天进城时 她们在城门口 遇到的那名女子 扶我起来 从小路离开 凤九示意 现在就走 可是你伤得这么重 这一动 怕伤口会再扯到 又流血 叶飞飞说着 有些担心地看着她 没事 我的恢复能力比较好 凤九喘了一口气 看向叶飞飞 麻烦姑娘了 叶飞飞上前 将她扶了起来 现在你要怎么弄 你这样也不能骑马呀 算了 我要是用飞行器 带着你吧 不行 在空中飞行 就会被发现 到时就活不了了 凤九拒绝 示意老白趴下 老白趴下后 燕回过头 对叶飞飞道 姑娘 你带着我主人 一起坐到我背上吧 你扶着她一心 别让她摔倒了 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你拖着我们两个 行不行啊 可以 没问题 老白示意 他们赶紧上来 叶飞飞只好扶着凤九 坐到马背上去 又半扶着她 让她可以靠在她的身上 以免扯到伤口 坐好了 我们走了 老白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而白虎则朝周围看了一眼后 才迅速跟上 回到城中的火凤和吞云他们 到了居住的院落后 便四处看着 一边焦急地询问 主人回来了吗 里面的冷华听到这话 看到火凤的伤后 脸色一下变得凝重 主子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怎么只有你们回来了 他人呢 在哪里 现在怎么样 有没有危险啊 火凤只起了身子 两头吞云兽 当即说道 我们回去找主人 冷华凝着眉 看了他们一眼 既然回来了 就先别出去了 到底事情怎么样 去跟严主说一下 再看严主怎么安排 三只契约兽相视一眼 这才往主院而去 冷华见此 不由轻叹一声 他看向院中的天空处 心下担忧呢喃 主子 你现在在哪里 你怎么样 几时回来 当三只契约兽来到主院 轩云莫泽 说明情况后 见他一直没有开口 并一直尽力 不敢乱动 半久 才听他的声音传过来 这么说 在隐看那人之后 你们就没回去再找他了 所以你们连他 在哪里也不知道 不知他是生是死 不知道他几时回来 薛悦莫泽的声音 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 无怒而微的气势 只是这种平静 就让他们的心下意识 紧紧地崩了起来 他们知道 炎主是怒了 在听到主人受伤后 他怒了 只是 他们没有想到 引开那人后 回到这里 这当中 也用了几天时间 可连他们都到了 而主人和老白 却还没有到 几天的时间 也不知道 现在他怎么样了 云到齐了没有 薛悦莫泽顿了一会儿 这话问的 明显不是吞云三寿 而是一旁后者的灰狼 灰狼一听 当即上前一步 主子 一直由杜凡在招待着 随时听令 招待下去 让齐康等人 带人前往隐氏宗门 本军要的宗门 消失在天地之间 就地诛杀 一个火口 也不允许留下 冰冷的声音一出 灰狼当即应了一声 而后迅速离去 隐医 让你安排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薛悦莫泽一手把玩着茶杯 却没有再喝半口水 已经安排头到 影医从暗处出来 把火凤他们带过来 他一挥手站起来 一手附在身后 慢慢拧成了拳头 只听关节收紧时 发出咔嚓的声音 与此同时 在离此地还上远的偏僻小路上 凤九和老白以及白虎和那个叫叶飞飞的女子 一同在树下歇息 自那天到现在 他们已经在小路上走了好几天了 为了避开那些人的击杀 凤九选择了绕小路走 小路除了不平坦之外 路程还比较远 得绕多一半的路程 才能回到那城中 这也是为何 他们现在会到这里休息的原因 我来帮你换药吧 叶飞飞从空间中取出布条来 一边看着凤九 凤九应了一声后 便由着他处理伤口 比起前两天的时候 他现在的脸色已经缓和了许多 身上淋漓气息 已经在渐渐恢复 内伤已经好了许多 只是要跟平时一样 却还是不可能 不过虽然这一次伤得这么重 但他此行要的东西 都已经拿到了 这一点倒是让他觉得 受了这些伤都还算值得 毕竟不算白忙活一场 他看着叶飞飞帮他处理这伤口 看着他认真的神色 唇角微钩 露出一抹笑意来 叶飞飞帮他将伤口换了药后 抬起头来见他正笑 你笑什么 两人虽然走了一路 相处几天了 却谁也没有过问谁什么事 他也没有问他怎么会伤成这样 又是谁在追杀他 他也没问他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 这两天 他看着他伤成这样 也忍了下来 风餐露宿 也没半句话 不免心下佩服 这两天 你有机会离开 怎么不走呢 凤九靠着大树 看着他 这荒郊野外的 我能走哪儿啊 更何况 你们又不会对我怎么样 叶飞飞走到一旁坐下 一双秋眸 看着他 不过 你的身体恢复能力真好 伤成这样 也没怎么调养 居然也好得这么快 那是自然 他体内的清廉之气 虽细小 但也源源不断 为他修复身体 不只是腰腹间的伤口 就连体内的伤 也在渐渐恢复 自然是因为 我的丹药 非同一般 那 练点肚子吧 凤九从空间中 取出几枚灵果 递给他 见他又拿出这种灵果 叶飞飞 不由目光微动 这种灵果 很是珍贵的 你怎么就这样 总拿出来给我吃 不过是一些灵果罢了 有什么珍不珍贵的 这种果子 除了口感好一些之外 也能补充灵力气息 恢复体力 我们现在是在逃亡 不能生火 免得引来追杀者 拿这些果子 垫垫肚子 也就是了 叶飞飞没有再多言 只是接惯了灵果后 倒了一声谢 便小口小口地吃 她的出身也不差 但像她这样 拿着这种灵果 没事吃着玩 却是不可能 一则灵果价值不菲 二则就算想买 城里也不一定有的卖 靠着休息 因为精神也不错 凤酒便笑问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就跑到 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那里离最近的城镇 也要几天的路程 你还独自一人 就不怕家里担心啊 你不也一样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还弄得一身伤 我虽然是一个人 但我至少 不会引来追杀 我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叶飞飞看向 一旁的两头七约兽 撇了撇嘴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更 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鲜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 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你就比我多了两头契约兽 不过 你有这两头契约兽 也没什么用 在紧要关头 还不是得找我帮你处理伤口 你们呢 可是被嫌弃了 孟家朝老白和白虎 瞥了一眼 老白喷出两道鼻息 看了叶飞飞一眼后 咧开嘴 露出一排白牙 主人 这小丫头骗子 也没什么用了 不如让小虎把他给吃了 叶飞飞一听 身体不由紧绷起来 他瞪大眼间盯着老白 你这匹马 不仅长得奇怪 还狠毒 我救了你家主人 你居然还想 让那白虎吃了我 老白没去理会他 一旁趴着的白虎 则张了张嘴 伸了个懒腰 站了起来 主人 我们继续赶路吧 回到家里才安全 就算主人 现在身体恢复了一些 但也还没有 真正脱离危险 要是让那人追了上来 找到他们 那可就麻烦了 可若回到家中 就不一样了 有严主在 就算有什么事 严主也会保护主人 更何况 严主实力比主人强 那老者就算是 追到家里去了 也一定不会是 严主的对手 走吧 等不到我们回去 估计家里也着急了 凤姐的话一落 坐在一旁的叶飞飞 见她要站起来 便连忙上前扶住她 谢谢啊 她扶着她的力道 站了起来 坐在老白背上 而叶飞飞 则自己遇着飞行器 跟着他们走 凤姐坐在老白背上 摸了摸衣袖中的 传讯玉牌 这两天 她恢复过来后 只传了消息回去 告诉轩月莫泽 她很好 其他的 因为不想让她担心 也没有多说 至于身处的地方 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里说了 他们也找不到 只是跟他们说 缓一些时候 她会安全到家 小虎 你先回空间里去 我们加快速度回去 凤姐衣袖一扶 将一旁的白虎 收入空间 虽然当时 轩月莫泽也没说什么 只是让她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 但以她对她的了解 隐隐地觉得 她一定会做一些什么事 所以 还是快些回到家 看着才安心 老德 主人抓着我坐好了 老白说着 光芒一闪 从一匹马 变成了一条白龙 腾空离地而起 一旁预着飞行器的 叶飞飞见了 不由一正 有些诧异地看着那匹马 变成了一条龙 她提起速度跟上前 怎么她还会变啊 她不是马吗 老白一听 一副得意傲娇的模样 尾巴也微微摆动了一下 老白是变异兽龙马 可在龙与马之间变换 看不出 她居然这么厉害啊 叶飞飞眼睛一亮 兴起地看着龙行的老白 眼中有着羡慕 她就没有七约兽 因为一般人来说 七约兽只能有一只 所以都想找一只强大一点的 但强大的七约兽 哪里是那么好找的 急着回去的凤九并不知道 在轩曰莫泽的安排下 那影视宗门 正发生着什么事 更不知道 那必是多年的影视宗门 在她离开后的几天里 陷入灭门的危机 在两天后 凤九和叶飞飞老白 在一处斜坡下休息 原本趴着的老白迅速站起来 对凤九道 主人 有人来了 我去看看是什么人 不等凤九开口 她便往下顺着那声音的方向去 从坡下探着头 往上面的小道上看 这一看 不由一正 竟然眼中绽放出了惊喜之色 嗯 杜凡 杜凡 我们在这里 老白扬着声音喊 整个身子一下也窜了出来 杜凡冷霜两人听到声音时 就见老白窜了出来 看到他 两人相视一眼 皆露出一抹笑意来 看到老白就代表主子在这里 幸好 他们还是找到了 老白 主子呢 他怎么样 还好吧 杜凡和冷霜一同快步来到他身边 主人说了声 在那边 你们来了就好了 我真想可放心了 老白带着他们往凤九所在的地方走 坐着休息的凤九 隐隐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也没有动 只是坐着歇息 等他们过来 而旁边的叶飞飞见子 则道 你的人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正想离开 手就被凤九拉住了 其什么 也不是说 你也要回城吗 我们也是回城 凤九微微一笑 陪眸看去 就见杜凡冷霜 跟在老白身边 快步往这边来 我给你 介绍两个人 看到杜凡 凤九脸上的笑意 加深许多 进城那天 虽然他没有去掀帘子 不过对那时发生的事情 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此时见来人是杜凡和冷霜 他不由好奇 接下来会怎么样 叶飞飞从看到杜凡冷霜走近时 就一直半闪遮着脸 他没有料到会碰到这两人 更没有料到帮忙照顾了几天的女子 居然是他们的主子 想到那天进城时 他扑到这男的身上去 还说出那些话 脸上不由有些火辣辣的 这些天 因为走的是山道 一直没遇到人 他脸上的那红色胎记 让他用药水洗掉了 可他可不认为这样 对方就会认不出来 完了完了 要怎么办呀 他一边埋头避着 焦急不已 什么玩的呀 主子 杜凡冷霜走上前 见旁边有名女子 缩在凤九身边 半埋着头 而自家主子又扣着对方的手 健庄 杜凡眉头一拧 当即上前将那女子提了起来 哪里来的 他手中一用力将人提起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凤九打断了 杜凡 别伤着他 疼疼疼 叶飞飞倒出了一口气 也顾不得遮着自己的脸痛哭 杜凡一看 眉心依旧拧着 目光盯着叶飞飞的那张脸 我怎么觉得这人有些眼熟 我受了伤 是他帮我处理的伤口 这一路也是他在照顾我的 冷霜上前 来到凤九身边 见他精神好像还不错 就是脸色有些苍白 不由担心 竹子 你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 伤口在哪里 好些了吗 腰腹这里 有处伤口挺严重的 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体内的伤 也渐渐恢复过来 没什么事的 你不用担心 哎 家里一切都好吧 主子放心 家里一切都好 只是严主担心主子 所以让我们过来这里 接主子回家 他们奉命按严主的安排来 没想到 真的在这里遇到主子了 杜凡放开叶飞飞 见手一松 他就想逃 当即伸手一拉 就将他抓回来 你逃什么 谁逃了 我是要走了 这里又没有什么事了 你们主子也在那里 我可没对他做什么坏事情 叶飞飞背着身 一边将脸别开 不让他们看到 他越是这样 杜凡就越觉得不对劲 他觉得应该是见过他的 只是 记不得在哪里见过 于是问 我们是在哪里见过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 叶飞飞如同被踩到尾巴一般 整个身子顿时紧绷起来 连连否认 冷霜瞥了一眼 他是我们进城时 遇到的那个女的 他看了杜凡一眼 眼中划过一抹笑意 他当时还扑到你身上 说要以身相许 一听这话 杜凡狐疑地盯着他的脸 这一看 在今冷霜提起 脑海中想起那半边 有显眼的红色胎记 以及半边缝外精致的容颜 顿时手一松 连忙将他放开 脚步更是不自主地 后退了一步 是你 不是我 杜凡声音一落 叶飞飞否认的声音 也急快地响起 不过 他的声音落下后 空气间就是一静 紧接着 杜凡手中扇子 刷的一声打开 脸上露出笑意地 看着他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更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酒的 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原来真的是你啊 挺难怪我这么出来 今天你脸上的红色胎记没了 整个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要不是冷霜提起 我还真没有想起来 杜凡脸上的笑意 渐渐连起 眼神微冷 盯着他 不过 你怎么会恰巧地救了我家主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个城中世家的千金 一个让人提起万分嫌恶的女子 怎么又会跟他家主子遇上了 若不是有心算解 那又是什么 原本还想走的叶飞飞 一听这话 顿时瞪起眼睛来 你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有什么企图 你自己问问你家主子 还有这批老白 看看到底是谁硬将我抓来的 说的好像是我故意 粘着不走似的 真当自己是什么 风度平平 英俊潇洒的美男子啊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似乎还不解气 他一脸嫌弃地 瞟了杜凡一眼 没好气 整天拿个破扇子 在那里扇风 这火不是六月天 你不冷 我都替你觉得冷 凤九一个忍不住笑了出来 绝美的脸上 溢开了忍俊不禁的笑意 他亲眸含笑 细血地看着一脸愕然的杜凡 唇边笑意是怎么也止不住 这还是杜凡第一次碰的一个 敢这般说他的人 有趣 还真是有趣 冷霜听着这话 也不由露出一抹浅笑 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 只是看着 并没有开口 杜凡一脸愕然地瞪着他 手中原本轻轻扇着风的扇子 此时也僵着不动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收起来好呢 还是继续扇着好 你 你 杜凡深吸了一口气 用扇子指着他 风度 我这叫风度懂不懂 好男不和女动 我不与你计较 叶飞飞轻哼一声 也不理他 而是双手抱着胸 半侧过身子 主子 严主这些天做了个决定 他 杜凡上前来到凤九身边蹲下 将轩跃莫泽最近的安排和动静都告诉他 文言 凤九目光微闪 这么说 他是以我的名义 召集了人 去灭那隐士宗门了 不错 算算时间 这会儿应该已经处理干净了 除了白京城和秦星 以及冷华和隐一在家里之外 其他人都随齐康一起去了那隐士宗门 只要不是碰到那个宗主 对付那宗门中的人 应该是绰绰有余 那宗门的宗主 肯定不在宗门中 这会儿 我估计着 会不会去了家里 他要找的东西 在我这里 断不会留在宗门中 让其他人去追寻 极有可能在寻不到我的情况下 从另一边去了家里 所以 我有些担心家里面的安全 尤其是两个孩子还在那里 杜凡知道他担心家里面的两个孩子 便道 主子放心 有严主在那里 两个孩子不会有事的 但愿吧 既然你们来了 那就一起赶路吧 无论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亲眼看着才放心 好 那我带主子预见而行吧 杜凡 看向一旁的冷霜 我带着他 冷霜 看向一旁的叶飞飞 你们回去就回去 还带着我做什么 叶飞飞不太想跟他们一起走 凤九一笑 看着他 你救了我 我还欠你一条命呢 你现在又一个人在外 既然这样 不如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都可以帮忙 叶飞飞 偏了凤九一眼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能帮我什么 那就得看你 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了 他朝一旁的老白 看了一眼 神念一动 衣袖一扶 便将老白收入空间 杜凡没有遇见 而是将手中的扇子 往空中一抛 扇子瞬间变大 如同飞船一般 停落在他们面前 主子 且坐着休息吧 杜凡带着他 跃上了扇子上面 扶他坐下 叶飞飞有些压抑地看着扇子 没想到那把扇子 居然还是法器 而且看样子 还不是一般的法器 叶姑娘 走吧 冷霜 换出飞溅后 将他戴上 跟着凤九和杜凡 一同往回而去 他们的身影 在空中略行 极快的速度 如同从风中穿过一般 没一会儿 便没入云端中 消失不见 正如凤九所料 那已是宗门的宗主 在追寻不到凤九的同时 便转换了目标 将主意打到在城中居住的轩云莫泽和他们的孩子那里 他深信只要将那孩子弄到手 不怕凤九不将东西交出来 也许是出自于对实力的自信 他不觉得轩云莫泽是他的对手 进了城中 一袭灰衣的他 看起来就跟普通老者没什么区别 花白的头发 朴素的灰衣 不起眼的容貌 内敛的威压和气息 让他看起来 是那样的频繁不起眼 他的目光在收尾扫尸一圈后 便迈着步伐往前走 根据宗门中的人得到的消息 凤九的男人和孩子 就在这城中落脚 只要找到他孩子的所在地 他就不信 他不将东西交出来 想到那被夺去的东西 他心中立即翻腾而起 又生生被他压了下去 在城中的一处宅子里 薛云莫泽在院中与和尚喝茶下棋 对面的和尚下了一枚棋子后 他两只夹起一枚黑子 把玩了一会儿 继而将黑子缓缓放落 和尚看了一眼 又拿起一枚白子放落 就在他白子落下时 黑子紧随而落 将白子团团围困住 让他陷入了死局 施主今天的棋风步步紧逼 很是凌厉啊 大师是认输了 薛云莫泽看着他 手里依旧夹着一枚黑子在把玩 贫僧的棋义 不是施主的对手 下了一早上也没赢过施主一盘 实在惭愧 他双手合十 薛云莫泽唇脚一勾 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大师赢不了本军 也是正常的 他的目光看向院外 似乎在等着什么 贫僧看施主 似乎在等什么人 和尚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薛云莫泽深邃的黑铜 划过一抹暗光 低沉的声音从口中缓缓传出 等宋上门寻死之恩 他看向和尚 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大师可以留下来看看 也许是大师认识的人 和尚没有说话 只是微脸下眼眸 不知从何处走上来的影衣上前 为两人换了一杯热茶 而后又悄然退到暗处 静静地守护 突然间 把玩着棋子的轩云莫泽 眸光一闪 眼底划过一抹冷冽的光芒 整个人瞬间站了起来 眨眼间便如一阵风 消失在院子中 和尚见此 抬眸看去 迟疑了一下 也跟着站了起来往外而去 与此同时 在后门处 那影视宗门的宗主 正悄然进了后门 只不过 刚才一脚踏近 便感觉到一股能量气流的波动 让他当即踩下的脚 收了回来 只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灵力的气流声 划过空气 朝老者西去 速度之快 气息之灵力 让人忍不住提起了心 而那老者在察觉到有气流袭来时 本能地抬起衣袖一扶 一股强大的力道 自衣袖间浮出 将那面前的气刃 浮向一旁化解 似乎有一道声音 咻的一声 撞进了墙面 老者看觉 只见那是一枚黑色棋子 这枚棋子 在击中墙壁后 留下了细小的洞 卡在了墙壁里面 老者眯了眯眼 回头朝前看 只见不远处站着一名 穿着黑袍的俊美男子 对方一手附在身后 一手置于身前 身形笔直如松 一身内敛气息 透着强大的气势 光是站在那里 便给人一种 无法言语的震慑感 你便是那眼主 轩辕莫泽 苍老的声音 透着几番力气 并不是询问 而是肯定 第一眼看到 这传言中的男人 老者的眼中 多了几分忌惮 此人实力很强 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 划过了关于眼主 轩辕莫泽的 各种消息 本君在这里 等你很久了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 一直追更 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 会员卡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 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轩云莫泽手一动 轩云剑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手心一转 剑尖斜指地面 手掌尖的灵力气息涌动 让轩云剑上涌起了灵力气息 奔设出强大的剑刚之气 他黑色的身影如同闪电般略出 手中轩云剑一挥 以至掩耳不及的速度 朝那老者袭去 老者一惊 当即腾空而起 一跃窜离地面十几米 凌空而立 避开了他的攻击 灵力的剑刚之气 砍落在地面上 深深地在地面削出一道痕迹来 碰得一声沉烟飞起 灵力气息暴涌而开 在那一瞬间 惊动了这城中各方势力 怎么回事 哪里又打起来了 一处家族处 听到动静的中年男子 急忙忙地凌空而起 跃上自己家屋顶 朝那发出声音的地方看 这到了屋顶一看呢 原来不只是他 周围听到那声音的人 都跃至屋顶查看消息 远远的 只看到两抹身影 在半空中交战 两人交手 强大威压 形成肉眼可见的气流 将他们包围起来 就像声声将两人 困在里面一般 是那里 是那个叫严主的人 好像是 我的人打听 他就住在那一带 前些天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没想到 他还在那里没有离开 屋顶处 几个相邻的家主 走到一起说着话 一边盯着那交战的方向 我刚得到的消息 说是那影视宗门 被整锅端了 不是说那个凤九 来了我们这里吗 据说那个女人 可是个传奇人物 以女子之身 担任天地之主 而且精通一督 又其次回生的本事 再者说了 医生的实力 也都很出色 只不过传闻是如此 却并没有真正见过 也不知道是否夸大其词 几人在这边聊 一边远远地看着 只见那两人交手 看起来似乎不相上下 但那实力都远远在他们之上 正让他们不由捏了一把冷汗 他们这地方的人 真正的强者高手 全部是隐藏的 突然间冒出一个来 就足以让他们震惊了 可据这段日子观察 就是他们这一代 隐藏的高手 也明显不止一刻 就在他们说话间 那边传来一声暴怒的贺声 将他们的注意力 全部吸引过去 只见 在他们看缺的那一刻 一道痛呼声 从老者口中传开 鲜血也随着伤口进出 从半空中洒落 薛云莫则冷冽的目光 淡默地盯着老者 他手中薛云剑 一箭砍落在对方的肩膀上 被他双手何时夹住 但那剑刃 还是卡在了他的肩膀处 因为无法再披落 于是握着剑的手一抽 将那薛云剑 抽回的那一刻 老者痛呼一声 夹着薛云剑的手 连同被剑刃砍伤的肩膀 鲜血当即飞进而出 他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在将薛云剑 抽回的那一刻 手中剑刃再度吸出 快而狠地朝他致命之处吸去 老者见状一咬牙 身体猛地从半空中 落于下方的院子里 他双手一推 一股强大的力道 呼的一声急出 将院中的东西 四处撞得散落 发出轰隆喷响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院子里面 他侧耳听着 像从中听到孩子的哭声 可是 哪怕他弄出多大的洞进来 也没有在这宅子里面 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因此也无法得知那两个孩子 到底被藏在哪个院落的房间里面 想找本君的孩子 薛云莫泽手中的薛云剑一扬 渐渐指着他 你也许还不知道吧 你的宗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至于本君的孩子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可以见到他们 薛云莫泽身影一闪 见任瞬间一化成三 朝下方的老者戏去 在宅子的一处 和尚看着那交手的两人 目光在薛云莫泽身上掠过后 落在那老者身上 这人是隐士宗门的宗主啊 影医站在后面不远处 听到和尚的话并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那老者的神色 似乎渐渐变得不太一样 他身上的气息渐变 一双眼睛渐渐泛起了血红 身上气息变化 整个人的气势也瞬间变得不一样 原本避开与他家主子正面交锋的老者 在这一刻居然直接回身迎了上去 充斥着戾气的声音 从他口中喝出 我要杀了你们 杀了你们 他身上的暴力气息暴涌而出 强大气流 猛攻向轩云莫泽 仿佛是拼了命不想活了一般 竟有一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法 凤九和杜凡他们一进城 便感觉到城中不对劲 两名神王强者的交手 实力威压 若是弥漫而开 无论在这城中的哪一个角落 都是可以感觉到的 因此他们一进城 便感觉到那股强大的威压 笼罩在这城中 果然是来了 他心魔中划过一抹冷意 对杜凡道 走 杜凡带着他往宅子的方向去了 并没有带着他直接回到宅子 他将它送到一处临近宅子的地方 竹子 如今你身上有伤 实力也还没恢复 还是不要靠得太近为好 且先在这里看着吧 家里有盐主 是不会有事的 冷霜带着叶飞飞 也落到一旁 只是在这里的他们 看不见那院中的战况 凤九也知道 现在自己去了 也帮不上忙 于是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在这里看着 心下有些担心 两个孩子会受到波及 然而 就在凤九担心两个孩子的时候 轩曰莫泽的攻击一变 浑身气流涌了出来 比起先前的攻击 眼下的攻击更是凌厉致命 只见他将手中的轩炎剑一抛 在半空中布下一个剑阵 防止老者逃离 身影在一瞬间掠上前 以着雷霆之势 激向的老者 速度之快 堪称光速 凤九威亚 他这一掌规力极强大 着实他在这里也能感觉得到 那速度以及威压的融合 快得根本让人无法闪避 忽然 只听砰的一声重墙 那老者整个人飞了出去 重重砸向店中墙面 整面墙轰然倒塌 那老者从乱石中站了起来 还没有看清眼前事物 就见薛月莫泽掠上前来 极快的速度伴随着诡异的伸手 一出手 便将他的双手往后拧 骨头断裂的咔嚓声响起 一声淒烈的惨叫声 从老者口中传出 他的后膝盖被薛月莫泽踢了一下 一脚蕴含着暗紧 咔嚓一声将他的膝骨踢断 让他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身子却因为双手被拧在身后 而不得不挺直 他挣扎着 然而下一刻 只感觉一手掌在他头顶上一拍 刹那间 他眼中露出惊骇之色 尖锐的声音带着惊呼 不要 他的声音传出的那一刻 他一声淋漓气息 尽数在这一刻涌向头顶 从头顶散发而出 一声修为被废 双手被拧断 一代宗门门主 在这一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灵力气息往外泻 随着修为散去 他的身体也迅速枯萎下来 眨眼间功夫 整个人便如皮包骨一般 瘫趴在地上 只剩下微弱的气息在喘息 凤九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眼中划过一抹神采 脸上也露出一抹骄傲的笑意来 他的男人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 薛云莫泽看着趴在地上的老者 他副手而立 周围的剑阵还布着 没有解开 他盯着地上喘气的老者 低沉的声音透着冷冽 伤了本军的女人 还敢到这里来 你的胆子确实很大 声音一落 头顶上的一道剑阵的剑气 修得一声席下 刺入老者枯瘦的大腿 老者惨叫一声 口中溢出鲜血来 他因为双手被拧断 整个人只能这样无力地趴在地上 脸贴着地面 鲜血顺着嘴角低落地面 既然送上门来寻死 本军自会成全你 薛云莫泽的话落下 第二道剑气 也修得一声从上面席下 席向老者的肩膀 只见那老者闷哼一声 原本就已经渐弱的气息 在第二道剑气刺下后 便仿佛断了一般 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薛云莫泽冷眼看着 衣袖一服 冷哼一声 十几道剑气不约而同的席落 击落那老者的心脏处 也在那一刻 原本上有一膝的老者 身体一僵 双眼不甘地大张 最终 还是咽不下那最后一口气 便直挺挺地 死了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天一凤酒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萱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一凤酒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镜子的新书 看着地上死去的人 他亲探一声 一代神王巅峰级别的强者 居然就这么被杀了 生生死死 不过一瞬之间 薰淫 莫则看着他 低沉的声音 带着几分冷冽 那是要把这尸体带回交差吗 当凤九传讯回来时 他就知道 他定是伤得极重 若不是极重 不会脱了归起 以他的修为 要么不会受伤 要么就是伤得很严重 这一点 就算是他不说 他也可以猜得到 因此 当知道他受了重伤时 他的心里 并涌上了杀意 不仅是想要杀了 这隐士宗门的宗主 更是想要将那隐士宗门 一并给灭了 感动他的人 无论是谁 他都必将其诛止 则 我回来了 薛玉莫泽 当即朝的声音方向望 当内幕身影 映入他的眼底时 他一身的煞气与冷冽 在这一刻 消失无踪 黑色的身影 提起一略 眨眼间的功夫 来到凤九身边 你怎么样 身上上好些了吗 薛玉莫泽 双手握着他的肩膀 认真地将他整个人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凤九闭唇一笑 伸手环抱他的腰 整个人埋进了他的怀里 我没事 只不过身上的伤 还有些疼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疲惫 听得薛玉莫泽一颗心 紧紧地揪了起来 哪里疼 上药了吗 上了药了 我带你回去 他当下手一转 将他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 脚尽一点往宅子而去 看着凤九被薛玉莫泽带走 一旁的叶飞飞用手肘 撞了撞身边的杜凡 啊 这男的是他夫君啊 杜凡看了他一眼 手一动 揪着他的衣领 便带着他往宅子掠 哎呀 喂喂喂 你干什么啊 干什么救我姨 放开我放开我 叶飞飞双手紧紧拉着 有些勒脖子的衣领 整个人被提着走 感觉十分不好 他踢着脚想去踢他 却又被他避开了 冷霜在后面看着 见两人如此微微一笑 便跟了上去 到了院中 杜凡一松开 提着叶飞飞衣领的手 对他道 你就先在这儿 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两腿间便挨了一记重创 痛得他双腿一夹 手想往下去捂 却又伸不下去 只是弯了膝盖 弯了腰 胀红了脸 在那里扭动 仿佛一口气上不来似的 脸色胀红 我让你揪我衣领 你是想勒死我吗 真当本姑娘好欺负不成 叶飞飞双手插腰的 怒瞪着眼 看到杜凡夹紧了双腿 在那里一扭一扭的样子 当下轻哼一声 眉头轻条 别扭了 顶多疼一会儿 该用的功能还是能用的 废不了 正走过来的影衣 看到这一幕 不由同情地看了杜凡一眼 被顶了一下 确实是废不了 不过疼啊 男人就这里最脆弱了 这一顶要是不疼 杜凡也不会半晌 说不出一句话来 脸色还胀得通红 她绝对相信 她现在红着脸 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实在是疼得 血气往头顶上冲 她居然也会有中招的一天 也是绝了 影衣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 又瞅了那女子一眼 心下疑惑 这女的是谁呀 怎么带到这里来 凤九已经被薛云莫泽 抱着回院了 和尚也转身离开了 这里就剩下杜凡影衣 冷霜叶飞飞四人 冷霜看了周围一眼 走上前看着杜凡 你还好吧 我 我 杜凡喘着粗气 瞪着那正挑衅般 看着她的叶飞飞 因为做不出 当着两名女子的面 双手去捂着胯下的举动 所以她只紧紧夹着腿 双手按着自己的腿 倒抽着气 那我先带她去休息 一会过来找你吗 冷霜朝影衣点了下头 这才对叶飞飞道 跟我来吧 叶飞飞看着杜凡 轻哼一声 哼 这才脚步轻快地 跟着冷霜离开 他们一走 杜凡双手 当即往胯下一舞 这女人真够狠 够狠 她这是想 废了我的子孙根啊 这什么愁 什么愿在这里啊 这么狠 这女的谁啊 怎么带回来了 影衣看着她 跟着主子回来的 半路救了主子 帮主子处理过伤口 好像看着有些眼熟 杜凡喘着气 缓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直起了腰 影衣若有所思 隐隐感觉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静晨那会儿 那个花痴女人 杜凡没好气 影衣微压 不是吧 是 就是她 不知搞什么鬼 脸上的红色胎记 也是假的 这女人在半路上救了主子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友谊 现在回来了 我得抽时间查查她的底细 对了 怎么没听到小主子的哭声 他们 难道不在这里吗 影衣点了下头 家里人手掉开了 主子担心有人袭击这里 会波及到两位小主子 所以说让我暗中安排 将两位小主子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有火缝 还有冷华他们照顾着 十方安全 那就好 杜凡听到原来是这般安排 这才放心下来 那齐康他们几时回来 已经在上尾了 处理好后面的事情 就会回来 不用担心他们 这边两人在聊着 那边 轩月莫泽带着凤九 回到主院后 将他小心翼翼地 放在床上 是内伤吗 内伤已经见好 只是腰腹间 一处伤口比较严重 不过这些天 都有患药 而且清廉之气 虽然弱 但好歹多多少少 能治疗一些 伤口已经结巴了 凤九声音一落 就见他双手 解开他的腰带 扯开他的衣服 他连忙抓住他的手 是大白天哪 你想做什么 薛月莫泽 抬眸看向他 我不做什么 就看下你的伤口 凤九愣了一下 不由露出一抹轻叫 我还得看下才放心 他说着 解开了他的衣服 凤九有些无奈 不过见他眉宇间 竟是担心之色 便也随他去了 当衣服掀开 露出那腰腹间的 那处伤口时 薛月莫泽身上的细细 顿时冷了下来 如同寒霜降临一样 整个房间的细细 都如同冬日一般 冰寒刺骨 伤口很深 伤你的东西不是剑 是什么 他雪白的肌肤上 那处伤口触目惊心 虽然已经结巴 但周围还有些泛红微肿 伤口很大 看起来也不是利剑所伤 究竟是什么伤了他 凤九将衣服拉好 遮掩住伤口 我当时跟到老者交手 一经交手才察觉 他的实力真的很强 就算是同为神王级别的修罗王 也没有他的强 与他交手 一直处于下风 在受了他一记重击时 整个人飞了出去 砸塌了一面墙壁 被那倒下来散落的石刃砸中 才受了伤 他神色平静 仿佛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一般 他将这一路发生的事 都跟他说了一下 最后道 就是这样了 也幸好路上遇到了叶飞飞 若不是他帮我将伤口的石刃 拔了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我会谢他的 这叶飞飞 就知道孩子没有在这宅子中 要不然 他不会那样 无后顾之忧地放手一战 我让尹姨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让冷华他们 将孩子带去避避风头 他拍了拍他的手 你不用担心 霍峰他们在那里守着 不会有事的 而且眼下这影视宗门 也已经被连根拔起 再也翻不出什么浪了 所以不用担心 凤九这才露出一抹笑容来 有你安排着 我自然是放心 不过 我走了这么久 也想孩子们了 你先睡一觉吧 你这一路回来 也没怎么好好休息 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 先好好睡一觉 等你睡醒了 孩子就会在你身边陪着你了 薛云莫泽 还是希望他可以先睡一会儿 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在这里陪我 好 凤九拉着他的手 薛云莫泽坐在床边 陪着他 睡吧 我就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更 天一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 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宣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 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 天一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发给镜子助理 听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 进群了 那五百人 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而在外面院中 杜凡影衣冷霜三人 已经开始着手收拾宅子 城中的一些人 虽远远望着 却也没有靠近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宅子里住的是什么人 不 也许是说 原本他们知道 城中的这么些人 毕竟前些天 以诡异凤九之名 号召的那些人 都在城中待过 他们只是不知 那诡异凤九住在哪里 不过 经此动静一闹开 想不知道也难了 对于他们而言 关于凤九的事情 更多的只是听闻 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 不知对方是否 真的那么厉害 不过 最近种种消息 陆续传出 确实让他们知道 哪怕是没有亲身经历过 哪怕是没有亲眼见识过 这诡异凤九 也确实是真正的厉害 要不知 那些影视的强者 不会因为那消息的传开 而露面 更不会帮着他们 灭了那个影视家族 看着那宅子 陆陆续续归于平静 几名中年男子 也结伴而归 低声议论 听说那出面相助的那些人 都可以得到一枚 有诡异凤九炼制的丹药 什么丹药这么厉害 能让那些 已经避世的人 都出面相帮 这你们就不懂了 这忙的 不仅仅是为了那一枚丹药 更多的是因为 诡异凤九之名 你们不知道吗 已经不少人在传 我们这片地狱的天地之主 将是那诡异凤九 想成为这片地狱的天地之主 那精神力得有多大呀 而且不是听说那诡异凤九 早就是其他地方的天地之主了吗 太想收了这里 说是这么说 不过 听说这诡异凤九啊 还有另一个身份 凤兴 而他的夫君 则是命定帝君 这夫妻俩强强联手 只要他们有这个意思 在其他地方的人 自是不会与他们 争我们这片地狱 毕竟这里若争论起来 也比不上其他的地狱 几人一边走 一边低声一轮 直至远去 另一边 听到指令的冷华 跟秦欣他们说了一声后 便让他们收拾了一下 带着两个孩子 和几只契约手 回到原本的宅子里去 不用多久 一行人便回到宅子中了 你们回来了 小主子们怎么样 杜凡问着 目光看向他们怀中的两个孩子 小主子们很好 正睡着呢 这边的情况呢 冷华让秦欣他们 先将孩子抱回去 那影视宗门找上门来了 不过被严主杀了 我们正心理现场呢 杜凡回头看了一眼 这地方被他们打了一架 墙都塌了好几面 估计啊 得让人来收拾收拾了 主子呢 他怎么样 听起他问起主子 杜凡便道 主子目前没什么大碍 不过 还得休息 调养身体 伤得不轻 不过好在已经好了很多了 冷华提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他点了点头 那就好 这里你们先弄着 我先去看一看 一会儿过来 拍了拍杜凡的肩膀 这才转身离开 秦欣白心诚 将两个孩子抱到主院去 交给轩云墨泽后 静静地退下 在外面遇到正要进来的冷华时 轻轻轻声道 冷华 主子已经睡下了 两位小主子交给了盐主带进去 我们也没有见到主子 冷华原本要迈不进去 小一顿 那我就 我进去打扰了 我先去厨房那边看一看 说着便先转身离开 秦欣白心诚两人 也跟着离开 因为宅子这里 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到处都是有些凌乱 他们还得去帮忙收拾一下 房中 薛云墨泽将两个孩子 抱到凤九身边 两个睡熟的小家伙 躺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睡 他坐在床边 守着 只感觉一颗心 满满的近视柔和 若是岁月平静 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样 将两个孩子养大成人 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教他们修炼 让他们学习他们的本事 看着他们娶妻生子 只是 无论是他 还是他自己 都不是寻常人 他们的人生 从来都不会平静 最是缺少的 就是像普通人一样 平静的岁月 看着他回来了 陪在他身边 他提起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只是 一想到那和尚 说一半藏一半的话 他的眉心 依旧微宁 到底 那和尚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是这一路 都没有好好休息 凤九一回来 睡得很沉 就连轩月莫泽将两个孩子 放在他身边 陪着他一起睡 他也不知道 天色暗下来 两个孩子睡醒时 哭声一响 他才醒了过来 其中一个孩子一哭 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哭 两道响亮的哭声一响起 几乎整个院子 里里外外都能听见 他翻身坐了起来 就见轩月莫泽 将一个孩子抱起 我就是饿了 轩月莫泽见他坐起来 要抱孩子 他忙伸手制止 你身上还有伤 要付出的伤口那样 还是不要抱孩子的好 免得牵动伤口 没事 伤口已经结巴了 凤九将孩子抱了起来 软软的小家伙 一到他的怀中 便吸着鼻子 像只小狗一样 嗅了嗅 也许是闻到了 熟悉的气息 小家伙一拱一拱地 往他怀里钻 也不哭了 放酒唇边 展开了一抹笑容 你们看看女儿 我一回来 她是认得我的 你是她娘亲 她自然不会认不得你 轩月莫泽在床边坐下 他们还这么小 我就将他们丢下 让你带着 其实原本 有过担心的 担心我离开太久 他们都不认得我了 他一边用手 轻轻摸着孩子的头发 不会的 轩月莫泽看了眼 怀中的儿子 他们要是不认得你了 我也会告诉他们 让他们端息吃得来 先为两个孩子 吃点东西吧 轩月莫泽应了一声 见怀里的儿子 伸着小短手 要朝凤九那里去 见此 他将儿子放到床头 一放下 小家伙便翻身滚了起来 朝凤九怀里爬 凤九见了 脸上溢出了柔和的笑容 他伸手将儿子也抱了过来 两个孩子都抱在怀中 这才感觉到他们 似乎有胖了不少 两个小家伙也不哭了 就拉着凤九的手往嘴里塞 一边一压一压地叫着 也不知在说什么 另一边 在客房里睡了一觉的叶飞飞 也醒了过来 她是听见孩子的哭声才醒的 套上外衣后便往外面走 在宅子里面转悠了一会儿 没有去到主院 反倒是先遇到了冷华冷霜 你就是叶姑娘吧 冷华温和地笑着 目光落在叶飞飞脸上 差不多可以吃晚膳了 一会儿啊 我姐会叫上姑娘的 叶飞飞看了冷华一眼 又撇了一旁的冷霜 他们都跟你说久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谁了 知道 你们是姐弟 叶飞飞看着两人打量 发现眉眼还有几分像 叶姑娘 我带你先去用膳吧 冷霜走上前 叶飞飞后退一步 等等等等 我现在还不饿 我刚才听到有孩子的哭声了 你们这里还有孩子啊 有 我们的小主子 呃 就是 就是你们那个主子上呢 他 已经有孩子了 看不出来啊 啊 你们主子现在在做什么 我有事找他 姑娘知道我家主子是谁了吗 他不是说他叫凤九吗 难道不是叫凤九啊 单就一个名字 姑娘了解多少 我以前又没见过他 哪里知道多少 我听我姐他们说 姑娘救了我家主子 而我家主子也应允姑娘 可以帮姑娘做件事 既然如此 不如就让我姐跟姑娘说一说 我们能办的事 若是姑娘想到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冷华朝身边的冷霜看了一眼 微微点了下头 你先去忙吧 这里交给我 好 冷华这才转身离开 大家好 我是镜子 为了感谢一直追耕天衣凤九的你 镜子呢 准备了喜马拉雅会员卡 送给你 后面还有很多超级好吃的东西 比如 轩妈蛋黄酥 这些福利都想送给你们 添加镜子助理的微信 就是镜子助理的全篇 添加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天衣凤九的购买截图 发给镜子助理 凭你的喜马后台的截图进群了 那五百人群满为止 等你哦 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镜子的新书 神医狂飞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 叶飞飞心下越发诧异 她看向冷霜 你家主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怎么感觉你们一个个都神神秘秘的 什么叫需要做什么就说 难道你们还无所不能了不成 一般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 叶飞飞 您没沉思 那你跟我讲讲 这边请 冷霜转身往另一边而去 叶飞飞被冷霜带走 而在主院那里 放酒和轩云莫泽喂了两个孩子吃饱后 轩云莫泽便将两个孩子抱到小床上去 让他们自己玩 你先喝碗汤吧 这是冷霜熬的 加了药材在里面 可以帮你恢复身体 她给他舀了一碗热汤 小心 放酒接过后 吹温了再喝 将汤喝了之后 她拉着它坐到床边 我还有件事 要跟你说一下 这件事 我想着有些奇怪 你说 就是万佛宗门 让我找回的两样东西之一 那心经被老者藏了起来 所以当时在还没有找到舍利的时候 手抄了一些心经 问制成假的 但因为那心经我也看了一些 所以在后来我修炼的时候 脑海中不知怎么回事 自然而然就会浮现那些心经的内容 从而进行强制修炼 那心经有些不太对劲 与其说是佛门心经 倒不如说是魔经 我很奇怪 这万佛宗门的人 怎么会有那两样东西 宣言莫泽微沉思 强制修炼 若真是这样 那这心经 应该就是有魔性的 也许 这东西最初并不是佛门的东西 又或者是因为那万佛门的人知道 这心经有问题 所以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将它找回 我也想过这一点 不过 我觉得这心经 要是他们拿回去之后 却不毁掉的话 迟早还会出事 他想到了那万佛门 让他答应庇护他们百年的事 隐隐觉得 也许这两者之间会有牵连 宣言莫泽看着他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东西是他们的 如今拿到了 是否要毁掉 也应该交给他们亲自去毁 嗯 我知道 他点了下头 竟然从空间中取了那根拐杖出来 这东西是那老者的东西 这些天 在外面我也没机会研究 不过可以知道 这舍利就藏在这拐杖里面 这是一件仙器 如今用一只仙器的人已经死了 这上面的印记 只要将这抹去 就可以查看了 宣言莫泽接过手 看了一眼 他的手凝聚一股灵力气息 往那拐杖上一扶而过 那原本的印记抹去之后 神石一探 将藏在里面的舍利取了出来 盒子一打开 里面放着的东西 也随着映入两人的眼中 佛门中的舍利 说白了 也就是灵骨 而眼前这一枚灵骨舍利 如同珠子一般透着暗红之色 隐隐有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是这东西 不错 薛门莫泽将舍利合了起来 这东西多为佛门之宝 据说 若是一直盯着舍利看的话 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凤九威亚 既然这样 你怎么就把它给合上了 好歹看上一眼 也不会怎么样啊 薛门莫泽唇角微勾 伸手揉了下他的发 他不适合我们 放酒也没再说 只是道 那行吧 将东西收好 回头交给那和尚就行了 两人在房中吃了饭 聊了一会儿 薛门莫泽将以他名号召集的那些前来相助的强者 所求都跟他说了一下 将事情说清楚后 他们便让冷华将杜凡等人叫到院中 交代了一些事 因为齐康他们还没回来 因此打算先在这里住下 等着他们办完事情后再过来会合 在房中 夫妻两人闲聊着 薛门莫泽想的那和尚的怪异 于是他将心中的疑惑跟凤九说了一下 我觉得他一有所指 只不过问他 他就不肯说 去到天际不可泄露 竟有这事 我们的孩子由我们护着 按理来说 都不应该会有什么危险才对 这和尚说这样的话 又是什么意思 既然这样 我明日探一探他的口风 看看究竟是什么事 薛门莫泽应了一声 心下依旧记挂着这事 次日清晨 他们在院中用过饭 凤九便对冷华交代了一声 让他去请和尚过来 和尚一大早便起来念经了 他料到今天凤九定会让他过去 因此早早便在院中等 这会儿听到冷华的话 便跟着他一同来到主院 施主 进了院中的和尚 双手合十 朝他们两人行了一礼 大师请坐 凤九轻叫着站起来 请他坐下 和尚微点了下头 走上前在桌边坐下 大师 这是你们佛门中的舍利 还有心经 凤九将两样东西拿了出来 放在桌上 不过 我还有一事不解 还望大师解惑 他的手按着两样东西 并没有直接推以他面前 和尚抬眸看他 施主所问何事 大师可知 这心经有问题 凤九单刀直入 和尚一正 施主何出此言 我因想要从那一世宗门宗主手中 调包这心经 所以将心经抄下来 混杂了内容 只不过 意外的是 看了那心经之后 却不由自主强制性地 修炼那心经上的心法 而且 这心经之霸道 根本不像是佛门心经 大师可知 这其中原因 凤九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和尚神色微动 阿弥陀佛 贫僧不知 这心经 乃是佛门圣物 非圣佛应允 谁也不能修炼 贫僧 也不曾修炼过 更不曾翻看过 故而 不知这其中因有 见他神色不似说假 凤九这才道 既然这样 这心经大师拿回去后 最好将事情 跟你们慎佛禀报一下 免得日后出了什么事 说话间 他将按压在手掌下的 两个盒子 往前推 大师查看一下吧 和尚接了过来 打开 看了一下 便合了起来 是这两样东西不错 他站起身 朝凤九 郑重地行了一礼 多谢施主了 凤九微微一笑 他看着他 大师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和尚微顿了一下 不知施主想问什么 冷霜 就见冷霜冷华两人 抬了一张 围起来的婴儿床出来 穿着粉色小衣服 和白色小衣服的 两个孩子 在小床里面玩耍 不时发出咯咯的笑意 看到两个孩子 和尚神色微动 他看向凤九 施主何意 大师是佛门中 得道高僧 身上自带佛光 可见修为不浅 所以 我想让大师 帮我这一双儿女看看 他们在成长岁月中 是否有什么大灾难 如若有 又如何破解 施主又何必为难贫僧呢 怎么叫为难 莫不是有什么事不能说的 凤九调了调眉 和尚看着他 见他一双青毛紧盯着他 似乎他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定不会就此罢休 无奈 沉思了一会儿 只好开口 施主可知 地心本命孤煞之心 什么 凤九似乎不明地看着他 夜旁的轩云莫泽见词 眸光微深 他手里端着的茶水 缓缓地放了下来 深邃的目光 看了一眼两个孩子后 又落在那和尚身上 大师既然说了 那就不妨说明白一点 他低沉的声音 带着特有的雌性 和尚看着他 地心之命本为孤行 只是因凤星的出现 命里才有了变化 而凤星 本不属于这天地之间所有 因此 你们两人所生的孩子 虽在出生时 得各方强者赐福 但 能否存活 仍是未知之数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和尚平静的目光 落在两人的脸上 看着他们的脸色 因为他的话 变得凝重起来 他轻叹一声 这本是天机 不可泄露 而且 就算是贫僧说了 这结束也是无法避免 你们知道了 也只是徒僧担忧而已 倒不如顺应天命 顺其自然 风九在和尚的话说出时 一颗心 咯噔一下 往下沉 他若说的是其他 也许他会笑笑 并不放在心上 但他说的是 他本不属于这片天地 本不属于这里的人 却在这里生了根 如今生下一双孩子 他们的命数 依然难定 听着这一话 他心里有了一瞬间的心慌与惶恐 害怕他说的事情会变成真 而 这也许 会成真 啊不 就算是真的 他也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轩云莫泽的脸色 因为凝重 变得黑沉 他握着杯的手 紧紧地收了起来 因为力道的失控 杯子咔嚓一声 碎开 茶水溅出 碎落的杯子 划破他的手掌 鲜血也随之渗了出来 滴落在桌面上 凤九一剑当即回过神 他抓着他的手 快松开 轩云莫泽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这才缓缓松开 见他眉心微宁 紧张而担忧地 帮他将掌心的碎片 清理干净时 那一瞬间 他心中不由地浮现了 内疚与歉意 是他电力不好 听到和尚那样的话后 没控制好 竟让自己伤了手 让他担心了 凤九从空间中 取出了药和布条 一边帮他伤了药 止了血 一边责怪 你也真是的 难道不知那样会伤到手吗 弄伤了自己 我还要担心 对不起 薛云莫泽歉意地说着 已经缓过了心神 他看着凤九将他的手包扎好 桌边的东西 有冷霜清理干净后 他这才看向和尚 你说的若是真的 可有什么破解之法 逢结皆有破解之法 断不会没有 和尚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贫僧我是无能为力 也不知如何破解这结 毕竟 贫僧知道的 也是有限的 凤九将薛云莫泽的手包扎好 桌边的东西 有冷霜清理干净后 这才看向和尚 和尚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凤九将薛云莫泽的手 握着放下 看了他一眼 这才看向和尚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那也应该知道 我本非这片天地的人 而我都能来到这里 成为这里的天地君主 试问 还有什么 是我们不能做到的 他的目光 往一旁移 落在两个孩子身上 他们既然已经出生了 那就已经是这天地间 存在的生命 就算是要他们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 我也相信 他们终有一天 也会像我们一样 从劫难中成长 变得强大 听他的话 薛云莫泽的心 渐渐地冷静下来 是啊 他与他 何尝不是这样 一步步走过来的 他们虽为帝君 与奉心之命 但这么多年 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也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也是一次次破开劫难 从劫难中成长 成就了今天的强大 他们的孩子 继承了他们的强大血脉 也理应如此 和尚将东西收起后 向他们两人告辞 两位后会有期 凤九站了起来 我送大师吧 请 他做出请的手势 和尚转身 这才与凤九一同往外走 来到大门外 和尚停下脚步 就送到这里吧 大师路上小心 和尚双手合十 定定地看着凤九 施主乃有福之人 命中也常有贵人相助 施主的两个孩子也是一样 出生之际 便得各方强者赐福 只要他们能遇到命中贵人 必定会逢凶化吉 多谢大师吉言 和尚微点了下头 这才迈步转身离开 看着和尚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凤九才收回视线 命中贵人啊 会是什么人呢 他心下轻叹 转身往里面走 到了主院 见莫泽 正抱着女儿在怀中 一边拿着波浪鼓 哄着小床里的儿子 他走上前 你别太担心了 有时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谁也不知道 到底会怎样 他抱起小床里的儿子 你看 我们的孩子 这般精灵可爱 就算他们真的有劫难 也一定会逢凶化吉的 我知道 薛云莫泽心下在盘算 从今天开始 要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尽量避免危险的发生 另一边 在客房中的叶飞飞 正一手拖着下巴 在床上坐着 从昨天冷霜跟她说了 关于凤九的事情后 她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借她的事 来帮她处理那些事情 若是由她自己的话 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但若由凤九他们出手帮忙 她家里的那些事 对他们而言 都只是举手之劳 当然 前提是凤九 真如冷霜所说的 那般厉害 只是 若是她将家里的 那些事情说了 凤九他们会信吗 他们会帮她吗 正当她在这里纠结时 主院那边 杜凡走了进去 看到在院中坐着的 两人时 意外于薛云莫泽的手 居然受了伤包扎 她眼中划过一抹亚异 却仍不动声色地 收起目光来 将视线 落于凤九身上 主子 她行了一礼 唤了一声 何事 我调查了下 那个叶飞飞的事情 因为是接近主子的人 又救了主子 如今还住在这里 她自然得调查 对方的来历和底细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一查 竟让她查出 有些猫腻来 哦 她的底细 有问题吗 凤九挑了下眉 正确来说 是她的家族有问题 属下因不放心 所以将她的事情 连同她的家族 都暗中查了一下 这叶飞飞的娘亲 三年前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她也是自三年前 开始伪装自己 不过呢 她脸上的胎印 倒是打小就有的 她的家族 似乎依附着 一个强大的势力 只是调查不出 而她的这个父亲 也从三年前开始 行为举止 就与以前 有些不太一样 只是这当中的缘由 短时间 也没能查明白 不过 可以知道的是 这叶飞飞 内部 很是复杂 自从叶飞飞离家后 叶飞飞飞 都在暗中寻找 而且 这已经不是 叶飞飞第一次离家了 往常离开没多久 就会被抓回去 这一次 叶家的人也在寻找着 嗯 这叶飞飞的家族 就算是再复杂 她自己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我允了她一件事 她若真想找我帮忙 想清楚之后 会过来找我的 在这期间 她在府里 你们多照顾一下 毕竟 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是 杜凡行了一礼后 这才退下 对她来说 将对方的底细 打听清楚 排除掉危险之后 知道她 并非别有用心地 接近他们的主子 那就可以放心 让她在这里住下了 出了院子 见冷华后在外面 杜凡走过去 压低声音 我看严主的手怎么受伤了 是怎么回事 冷华朝里面看了一眼 那大师走了 说了一些关于两位小主子的事情 严主听了 将茶杯都捏碎了 手被碎片划破 是主子给包扎好的 杜凡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回头看了一眼 关于两位小主子的事情 什么事情 能让严主如此 说两位小主子 是否能够存活 仍旧是未知数 杜凡脸上不由浮现出 凝重之色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主子们相信 冷华想的先前和尚说的话 以及主子和严主两人的神色 心情也异常沉重 看主子和严主的样子是信了 只不过 他们信是信了 却不信命 他将先前院中的话 原原本本跟他说了一下 不过按照严主的安排 在这边的事情 也差不多都处理好了 只待主子 将这片天地布下精神力 收览其中便可回去 所以我们 要着手安排回城的事情了 将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好 等着齐康他们回来 杜凡点了下头 我知道了 这院中 你多照看着点 我还有事要去处理 便先行离开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杜凡来到叶飞飞住的院子那里 一进院 就见她坐在院中的阶梯处 一手拖着下巴 皱着脸 想着事情 她倾壳一声 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叶飞飞朝她看去 没好气地问 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 外面你们夜下的人正在四处找你 杜凡手中的扇子正想打开 又想起这叶飞飞那时的话 不由一收 负着手将扇子握在身后 叶飞飞神色微动 然后呢 杜凡挑了下眉 看着她 然后 那些人在我们府外转着 估计是知道你在这里了 我听主子说过 与你一件事 冷霜也应该跟你说起过我们的本事了 若是有需要可以开口 我们可以帮你将麻烦解决了 说得可真轻巧 你这是不信我们的实力 还是不信我们 杜凡走到院中的桌边坐下 实话跟你说吧 你的来历底细 以及家族什么的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有什么麻烦 我也知道 你查我 叶飞飞如同一只被踩到尾巴的 小猫一样 跳了起来 怒视着杜凡 杜凡看了她一眼 似笑非笑 查你又怎么了 你不不是以为 进我家主子的身 如今又住在这里的人 我们不用调查 你当我家主子是什么人 你以为谁都可以进她的身 靠近她身边十米之内吧 叶飞飞动了动唇 想说些什么 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只是依旧瞪着一双眼睛盯着她 只是没想到这一查 都是查出不少事情来 杜凡目光朝她瞥了一眼 一副看好戏一般的神色 叶飞飞不由紧张地问 你查到什么了 说着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算你真查到了什么 这么短的时间 知道的也只是一些都知道的事 说到这里 她似乎又镇定了下来 又蹲回时间那里坐着 听到她话中有话 杜凡心头一动 看着她笑道 那可就未必了 别人查不到的事情 我杜凡未必就查不到 一夜的时间调查你 调查你们家族 绰绰有余 我不信 杜凡看着她 手中扇子终是因为习惯性而刷的一声打开 轻轻在胸前扇着风 她脸上带着笑容 嘴角擒着几分笑意 你的母亲三年前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而你 也是从三年前开始 将自己弄得人赠鬼焰 你脸上的胎记也不是天生的 而是自打你出生 你母亲便为你伪装的 至于原因嘛 她的声音一顿 勾成一笑 你的身上有秘密 又或者说 是你母亲有秘密 而你母亲的失踪 就跟这个秘密有关 你家族里背靠的那股势力 也试图着揪出你的秘密 所以 这三年来你无数次试图逃走 却又一次次地被抓回来 而在你的家族中 理应护着你的父亲 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有的守护 所以 你的父亲 也有问题 她一边观察她脸上的神色 看着她由最初的淡定 到她话语落下后 眼中滑过的一抹惊慌 她几乎可以断定 她的猜测 并没有错 从她调查得知 在回想的那一天 城门口的相遇 那个说是她父亲的中年男子 在看着她的目光中 并没有对子女的疼爱 哪怕是她这个当女儿的 做得有多过分 多乱来 名声在外有多不好 也不应该是那种 事不关己 如同旁观者般的目光 去看待 只不过 她并不知道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问题 只是想 乍一乍她的话而已 她以上所说 虽说是说成那样 但若乱起来 也跟没说一样 不过 她心中藏着事情 被她这么一说 她明显地露出痕迹来 所以 你连我父亲是假的 也知道了 她眼中有着恶然 毕竟只是十六七岁的少女 涉事经验也不深 被杜凡这一诈 她自己倒是先说了出来 杜凡也跟狐狸一样 她在听到这话时 心下微压 面上却不显半分 只是点了点头 顺势硬道 不错 我都知道 叶飞飞沉默着 她脸下眼眸沉思 脸色有一丝苍白 她在双手不时地 揪拧着自己的衣角 将那衣角拧皱了 也不自知 其实 你不用担心其他的 我家主子 贵为天地之主 什么样的事情没见过 什么样的事情 她都可以解决 既然你救了她 她也想还你这个恩 你倒不如趁此机会 好好想想 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 你要知道 我们不会在这片天地久留 等我们的同伴回来 我们也准备离开了 当那时 错过了机会 我想 你会后悔莫及 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这下 就算报不了恩 与你们又没什么损失 叶飞飞抬头看着她 豆凡手中的扇子一收 拿在手中轻轻地摇了摇 那不一样 我先前已经说了 我家主子贵为天地君主 力所能及的事情 而且又是恩情 自然是了结了 对她来说才是最好的 你不会不知道 对于修仙的人来说 这种因果最是麻烦 叶飞飞沉默着 不错 对于修仙的人而言 因果这种东西最是麻烦 尤其是对于像凤九他们那种 已经那样厉害的强者来说 欠了一份恩 在修炼进阶 惊天雷时 就会越发的困难 她在院中 双手抱着膝盖 没有说话 静坐了许久 杜凡也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直到她站了起来 你家主子呢 我想见她 杜凡一笑站了起来 我带你去 微微侧过身 做出请的手势 叶飞飞看了她一眼 并与她一同往外走 在主院中 凤九和轩云莫泽两人正交谈着 商量着接下来的安排 这时就听见外面传来杜凡的声音 主子 叶姑娘来了 说有话与你说 凤九看了轩云莫泽一眼 轩云莫泽便站了起来 你们聊吧 我回方静静 不得不说 和尚先前所说的话 对她还是有影响的 毕竟那关乎她的一双孩子的命运 让她完全不去担心 那是不可能的 两个孩子在小床中玩耍 不时发出 一一压压的声音 凤九看着两个孩子一眼 见轩云莫泽回了房 顿了一下 便说了一声 进来吧 叶姑娘 请 杜凡侧身请她进去 叶飞飞一进院中 就看到那小床中一双可爱的孩子 看到那两个孩子精致可爱的样子 她不由朝旁边的凤九看了一眼 这是你的孩子啊 不错 双胞胎 这是哥哥 这是妹妹 长得可真可爱 叶飞飞露出笑意 在桌边坐了下来 似乎有些紧张 又似乎有些忐忑 她的双手放在自己腿上 微微用力抓了一下自己的衣裙 那个 我 我有事想跟你说 放酒端起茶水 抿了一口 你说 叶飞飞看了一眼院中几人 一时间有些欲言又止 她们都是我的心腹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她们在这里也可以给点意见 不必避着 放酒并没有让院中冷华 冷霜 杜凡 退下 虽是如此 但杜凡几人也是实相的 她们相识一眼后 勿约而同往一旁走 并没有离她们太近 却也没有出院子 想必 你也应该知道我的事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直说了 嗯 你不是说 救了我一命 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吗 那我 想你帮我 揪住我们叶家幕后 所依附的势力 将控制着叶家的那股势力 清除干净 她有些忐忑地看着凤酒 这就是 我希望你能帮我的事情 凤酒挑了挑了 朝一旁的杜凡 瞥了一眼 这才将目光 收回落在她的身上 可以 不过 具体的事情是怎样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说一下 我才能着手安排处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叶妻飞 叶妻沉默了一下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开始说 三年前 与我娘亲素来恩爱的父亲 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对我和娘亲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为什么 我娘亲就失踪了 至今下落不明 而我 在我娘亲失踪后的第三天 意外地发现 我现在的那个父亲 并不是我的父亲 院中一角的三人 听了这一话 慕尤相视一眼 杜凡眼上更有一丝亚异划过 还原先乍他说 他父亲有问题 却不知竟是这样的问题 假的 据他所知 他那个父亲眼下 可是叶家的家主 一个假的 怎么又会稳坐家主之位 难道他家族中的人 都没有发现 还是他家族中的人都知道 因为这个假的叶家家主 就是叶家背后 所依附的那个势力的人 一时间 心中划过无数个猜测的念头 而叶飞飞说到这里时 她的手紧紧地拧成了拳 脸色也冷了下来 只是声音依旧平静 仿佛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 试图从我口中 得知一个秘密 只是 我怀疑我父亲和娘亲 都被他杀了 所以我一直装疯卖傻 做出荒唐的事情 让他们放松对我的警惕 一边暗中调查这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凤九一边轻轻地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听着她的话 她想到的却是当初被夺了身份的那一幕 心下不由觉得好笑 唇边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看着她 你又是如何得知 她是假的 叶飞飞伸手轻抚了下自己的脸 我脸上的红色胎气 是一种特殊的药物弄成的 这事 只有我娘亲和父亲知道 但是那个人 她不知道 凤九维亚 看着她问 我听杜凡说 你脸上的那红色胎气 打小就有了 你的父母 怎么会那么小 就给你弄个那么爱眼的红色胎气 在脸上 我娘亲告诉我 我出生时很可爱 样子像我的娘亲 我父亲就说 女儿长得好 以后一定能找一个 真心爱我的男人 我娘亲就笑着说 男人多谈美颜 长得美的女子 遇到真爱的机会更少 因为更多的时候 男人爱上的 只是她的容颜 叶飞飞似乎想到了 她娘亲以前 跟她说这话的神情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就给你弄了个胎记 希望以后 你能遇到一个 不看重你容貌的男人 凤九接话说着 声音一落 看着她精致出色的容颜 又点了点头 倒是用心良苦 我娘亲长得很美 而我父亲爱她 并不是因为她的容貌 我娘亲希望 我也能遇到 像我父亲那样的男人 只是 没想到 三年前出了那些事 她脸上的笑意散去 神色有些黯然 凤九的手指 在桌上轻轻地敲了敲 轻毛落在她的脸上 我还有一点好奇 与不解 在这地方 你叶家 也并非一流世家贵族 又有什么东西 可以引得某些势力 如此费心 我不能说 凤九点了点头 也行 这事我让杜凡帮你处理就可以 你是想先待在我这里呢 还是要与她一同去你们叶家 嗯 我先留在这里 要是将事情捅破 事情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们一定会将我抓走的 我想 你这里 比我待在叶家要安全 这倒是事实 我这里嘛 一般人不敢随便找上门来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留下吧 她看向一旁的杜凡 这事你来处理 若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再告诉我 杜凡走上前应了一声 是 她看向叶飞飞 叶姑娘 有一些事情 我还想问一问 不如 我们到前面去 叶飞飞看了凤九一眼 这才站起身 那我走了 说着便先往外面走 杜凡见状向凤九行了一礼 跟着离开 带他们走后 凤九动动着一双儿女 一边对一旁的冷华冷双说 她在这里 你们多照顾一些 看看有什么缺的 给她送去 是 两人应声 另一边 齐康等人 将那尹氏宗门后面的事情处理完后 便朝那些相助的修士 拱手道谢 诸位 我们就此别过了 这一次的事情 多谢诸位了 齐公子客气了 众人联盟 拱手 回忆一礼 这一趟出来 虽是因为 诡异奉九之名 前来相助 说是相助 其实若真说起来 他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毕竟那尹氏宗门中的宗主 并不在 而那些封主长老等级别的强者 都是齐康他们自己解决的 他们也就是帮忙 防止那宗门的人逃走 以及将那些弟子都灭杀了而已 但就算是这样 在那宗门中所得的财务宝贝 他们也分得不少 而且每一个人 都还有一枚 由诡异奉九所炼制的丹药 对此 他们哪怕有些遗憾 未能见到奉九本人 但已经很是满足 齐公子 若无其他事情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说着 众人再次朝他们几人 拱手行了一礼 后会有期 齐康抱拳回忆一礼 看他们遇见离开 才转身对身边几人的 我们也回去吧 走 几人也遇见往回走 为了帮叶飞飞处理叶家的事 杜凡让白星成帮忙 让他一融成叶飞飞的样子 跟着他来到叶家 刚到叶家大门前 还没有敲门 那门便从里面打开 一行护卫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 而后面跟着的 则是叶飞飞的那个 所谓的父亲 你还知道回来了 叶家主沉着声音喝道 阴沉的目光 盯着一融成叶飞飞的白星成看着 白星成看了他一眼 这里是我家 我当然得回来 朝那围上前的护卫 喝了一声 退下 叶家主脸色一沉 你倒是长本事了 白星成看了他一眼 迈步往里面走 那些护卫要上前时 被杜凡手中的扇子 轻轻一伸 飞了出去 他们往里面走 并没有去前院 而是往后面供奉着 叶家祖先的地方而去 至于为何会这么熟悉 这里面的路 自然是叶飞飞提前 跟他们说过的 看到两人就这样往里头闯 叶家主脸色黑得 跟锅底一样 你是想反了 来人 给我将他们拿下 就在他的声音一落 府中护卫都涌出来 朝他两人扑去 叶家的其他人 听到动静 也不由出来看 见是叶飞飞回来了 而且还带着一名男子 不由撇了撇嘴 瞧瞧瞧瞧 这不见了这么些天 也不知道上哪野去了 回来还带了个 小白脸回来 这要是我的女儿 直接往水里淹死得了 你少说两句 旁边一名中年男子 皱着眉头 低喝着 回院里去 别跟这添乱 夫人还想说一些什么 可见男子脸色黑沉 盯着他 这才不情不愿地 转身离开 中年男子 见周围旁戏子弟的人 都在议论 当即便喝着 都很闲吗 都各回院子里去 他的话落下没一会儿 那些人还没散去 就听见 咚的一声巨响 听到那声音时 一个个都是一正 叶飞飞那个女人 也太胡闹了 她居然跑去 敲响那个鼓中 那可是叶家 请老祖 才会敲响的鼓中 她到底想干什么呀 居然惊动了老祖 她这是不要病了吗 听着耳边那些 倒抽气的议论声 中年男子在威政过后 当即快步往前去 来到那供奉着 祖中排位的院子时 只见里里外外 尽是护卫把守 而她的那个大哥 此时正脸色铁青地 看着叶飞飞 一身阴沉的气息 让她看了都觉得可怕 大哥 大哥您别息怒 飞飞就是小孩子 她不懂事啊 她连忙上前说着 一边对着叶飞飞怒吓 飞飞 你怎么能这样 你可知道这样会惊动老祖 还不快过来 给你父亲认错 她一边喝着 一边打着眼色 示意她上前认错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妞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看着这一人 杜凡和白清晨两人 相视一眼 这中年男子 应该就是 叶飞飞口中的 那个二叔了 据说 他在这家族中 就是这二叔 一直护着他 而且 这二叔的实力 在叶家中 也算是顶尖的 很有说话权 那些人没有直接 将他带走逼问 他这二叔 可以算是 功不可没 二叔 我有事要说 所以得敲响这古钟 请老祖出面 白清晨 别说他此时的容貌 神色 与叶飞飞一样 就是声音举止 也是与他一幕一样 再加上 他们主子的 易容之术 这叶家的人 根本不可能 有人会认出 他不是叶飞飞 没听见我的话吗 把他连同 那个小白脸 一起抓起来 叶家主 沉着声音 阴沉的目光 落在两人身上 杜凡一笑 手中扇子 轻轻扇了风 小白脸 我还没有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杜凡 杜凡 那叶家二爷 听到这名字时 不知为何 心头一震 他仔细看着 眼前这男子 见他一身 白色绣着暗纹的 上层衣袍着身 手中执一柄扇子 容颜出色 气度风流 莫名地让他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 瞪大了开来 你 你是杜凡 你是魁凤酒 坐下的杜凡 叶家二爷的声音 猛地提了起来 将震惊与错愕 都表现了出来 正是在下 杜凡手中的扇子 轻轻地扇着风 看着那叶家主 可不是什么地方 冒出来的小白脸 那叶家主的脸色 依旧阴沉 依旧下的手 已经紧紧握成了拳 闯入我叶家 又在这里胡言乱语 是以为我叶家人 是那么好骗的吗 叶家主 目光依旧紧盯他们 抓起来 叶家人 你是吗 杜凡不紧不慢地问 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 听在众人耳朵里 便如一记惊雷 让人惊疑不定 那叶家二爷 在听到杜凡的话后 目光微闪了一下 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突然传来 那声音在叶家中 久久回答 是老祖 叶家二爷惊呼一声 回头看去 老祖出关了 老祖居然真的出关了 叶家众人都在低语惊呼 那苍老的声音 再度传出 都到前院大堂来 杜凡一笑 对身边的白青城道 走吧 说着 迈步与他一同往外走 叶家主本想动手 可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挥手示意周围人散开 看着他们往前走后 并也跟着往前院而去 一行人来到前院中 里里外外的护卫都警惕地守着 前院大堂里 已经坐满了叶家的族长 长老和各位主事 而中间的主位 此时坐着的 则是一名穿着灰衣的老者 也就是叶家的老祖 众人看着那从外面走进来的几人时 目光略过熟悉的几人 视线落在杜凡身上 这位公子怎么称呼 主位的叶家老祖开口问 杜凡 他手执扇子 拱手一力 对于闭关不出的人而言 杜凡这名字 陌生而未曾听闻 因此 他朝左下方的叶家族长看去 那叶家族长在看了杜凡一眼后 道 公子可是诡异奉酒坐下杜凡 正是 杜凡自顾自地走到前面 原本为叶家主留着的位置上坐下 他端着的是一派悠哉的样子 举止随意自然 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 没有半分的拘束 这时 一人上前低声在老祖耳边说了一下 而后悄然退后 那老祖听到他的话后 看着杜凡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的惊讶 他看着他 不知杜公子来我们府中所为何事 我是陪他来的 杜凡朝站在中间的义戎城 叶飞飞的白青城看 那叶家老祖便看向他 上下打量了一眼 你是叶飞飞 是 飞飞见过老祖 叶家老祖点了点头 是你敲响了谷中 所为何事 白青城正准备说话 就被后面的声音打断 老祖 叶家主走上前来 行了一礼 这丫头让我宠坏了 以至于如此胡作非为 前段时间 她避开会中护卫离家 也不知出门去做了什么 如今一回来就惊动老祖 实在大逆不道 她看了旁人一眼 眼中有着阴冷 孽女 还不给我跪下 白青城看了她一眼 便一开视线 转而看向主位的老祖 老祖 这人并不是我的父亲 他并不是我叶家中人 这话一出 满堂哗然一声 顿时有些乱了起来 有人心中惊疑 震惊不已 有的人心头一沉 隐隐觉得有不妙之意 有的人沉默不言 只是冷眼看着 也有人幸灾乐祸 如同看戏 叶家主脸色阴沉 在她的话一落时 当即扬起一巴掌 就朝白青城挥去 孽女 然而 站在这里的白青城 并不是真的叶飞飞 因此 她往后退开一步 拉开距离 只感觉一股风忍呼的一声滑过 并没有碰她分毫 杜凡厚整以下地看着 暗想 这叶家的破事也够乱的 也难怪那叶飞飞不肯回来 要留在主子那里 说那里才是最安全的 也是 若是今天站在这里的是叶飞飞 这一巴掌 估计能将她的脸打肿 也许没有料到这一巴掌会打空 那叶家主的脸色越发阴沉了 她还想上前 这时后面的叶家二爷上前一步 拦在两人中间 大哥 有话好好说 不要打孩子呀 叶家二爷明显将白青城护在身后 叶家主深吸了一口气 紧紧握住了拳头 这时就听前面的人开口 哎呀飞飞呀 你这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因为你父亲要打骂你 就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呢 一名中年男子一边摇了摇头 对他很是失望的样子 就是 你父亲带你如何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 整天在外面 一看到男人就追上去扑上去的 弄得自己的名声那么差 若换成其他的家族啊 早已经被关押 或者送到乡下了 哪里还会留你在家族中啊 为了出气 说你父亲不是父亲 这话又得过了啊 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儿 若是假的 我们会不知道吗 那一人看着他的目光 带着不喜 主位的老者听了 眉心微宁 他看着白清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当真是为了出气 而说出这种话的 白清城看着主位的老者 他确实不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可能已经被他杀了 我失踪的娘亲 也可能已经遇害 老祖 如今的叶家 已经不能说是叶家了 这些人依附着一个神秘势力 一直在控制我们叶家 听到这话 族长双目大张 猛地站了起来 胡说八道 来人 将他拿下 拿下 看着圣怒的族长 其他人心思各异 若有所思 那些守在外面的护卫 一听里面的贺声 当即快步走了进来 将白清城围了起来 而看到这一幕的叶家老祖 脸色黑沉 一手重重地在桌面上 拍了一下 推一下 他的贺声一出 那些护卫不由相识一眼 这才退了下去 你继续说 叶家老祖沉着声音 目光落在白清城身上 白清城看了一眼的族长 便继续说道 如今的叶家 大半的人 已经是那个势力的人了 真正有说话权的 根本没几个 老祖若再闭关几年 只怕到蛇叶家 已经不再是叶家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叶家老祖听着这一话 一声气息 变得阴沉可怕 他抿着唇 锐利的目光 扫过厅中的其他人 最后落在那叶家主的身上 你来说说 他说的可是真的 老祖 他这是胡言乱语 叶家主上前一步 我们叶家 虽说是百年世家 但若论起来 也比不上其他地方的 真正大家士族 而且我们叶家 向来不出风头 又有什么 可以让人觊觎的 更何况 他所说的实在是太荒唐了 什么神秘势力 掌控我们叶家 什么我是假的 真是荒唐 他看向厅中其他人 他说的话 你们信吗 信吗 这么荒唐的话 能信吗 厅中众人沉默 一个个眉头微凝 一脸沉思 这时 杜凡笑了笑 手中的扇子 轻轻在胸前扇着风 他看着叶家主 和这里有一瓶药水 只要粘一滴在脸上 无论脸上用的是 什么样的益溶术 都可以让其献出原形 他手一转 一个药瓶出现在 他的手中 放在桌面上 叶家主 你可敢一试 叶家主脸色阴沉 他还没有说话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便站了起来 怒吼 荒唐 我堂堂叶家家主 又岂能让你这样 随便用药一事啊 这是我们叶家的事情 还请你马上离开 对 离开 看着开口的几人 叶家老祖脸色变化莫测 他抿着唇 没有说话 半少 手一抬 示意众人净声 而后开口 既然如此 那你便试一试吧 也好堵住悠悠众口 叶家主目光微闪 他看了老祖一眼 沉默着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怎么 叶家主不敢啊 杜凡挑了挑眉 看着他 叶家主目光略过众人 见作者的众人 有的沉思 有的目光闪躲 看向别处 也有的盯着他 见此 他心头微动 看了叶家老祖一眼 老祖开口 我自当没有推辞的道理 他坐视迈步走上前 就在走出一步 接近白青城身边时 突然一手扣住他 将他整个人 反扣着喉咙掐着 就往外面掠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惊呆了厅中众人 飞飞 众人震惊 倒出了一口冷气 而离着最近的叶家二爷 也本能地低呼出声 伸手想去将叶飞飞拉住 却被一记掌风击飞 整个人猛地往后跌去 摔倒在地面 叶家族长脸色苍白如指 手微微颤抖 他似乎忘了反应 就那样呆呆地看着 而叶家老祖在看到这一幕后 脸色一下大变 在看到他将人扣住抓走时 当即提气 便往外掠去 苍老而浑厚的声音 夹带着强大的威压 哪里逃 一下子 听众乱成了一团 众人迅速起身追了出去 因此 没有人注意到 杜凡依旧坐着没有动 而是一派的悠哉闲事 一手轻轻地扇着风 看着发生的一幕 从那叶飞飞说 有危险不愿意回来时 他就做了安排 让白金城易容成他的样子 代替他出现在叶家 做到他未能做到的事 就算真的有危险 以白金城的实力 也随时都会有机会 自保脱身 旁人是没有注意到 但他却注意到了 在那人扣住 白金城喉咙带走的那一刻 他是在克制自己本能的反击 顺势被他抓走 他站了起来 看着那被扶起来的二爷 见他急匆匆地要追出去 当下便换住了他 叶二爷 叶家二爷听到杜凡的声音 本能停下步伐 回头看他 叶二爷 比起去追纳人 我觉得眼下 你还是先处理一下 叶家里面的事情比较好 杜凡笑说着 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听到这话 叶家二爷心头微动 杜公子带飞飞回来 如今他被抓走了 杜公子怎么就不着急呢 难道不担心他被那人杀害 叶二爷放心 他不会有事的 你们这府里乱成一团 你家老祖估计也是追不上那人的 既然这样 还是先将这府里那些安插着的人 先清楚干净吧 叶家二爷顿了一下 我知道了 他朝杜凡抱拳一礼 多谢提醒 说着 这才迅速往外而去 离鹤一声 让府中众人全部聚集 另一边 白金城微仰着头 他被扣着用传送轴 逃离叶家地带 因此 一出叶家前院 那些护卫还没有围上来时 只见他眼前光芒一闪 下一刻 人已经出现在一处 小树林中略行 因为经历过各种训练 在被扣住的那一刻 身体本能反应 就可以反击 只是被他生生地克制住了 他倒是想知道 这人会将他抓去哪里 只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似乎有些忍不住 在确定后 无追兵的情况下 停下了略行的脚步 一手紧紧掐着他的喉咙 音着声音说着 叶飞飞 你倒是长能耐了 我真没想到 这三年你都一直在装 白金城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说 东西到底在哪 他收紧了手中的力道 什么东西 我不知呢 他一字一顿地说着 脸色因为被掐着而胀红 你还跟我装 没用的 我知道那东西就在你那里 你若是不想受苦头 最好是将那东西交出来 否则 有你好受的 你只披着这张脸皮有用吗 到了现在 不敢一针面目视 他阴瑟瑟地笑着 你不知道吧 这张脸皮可是从你父亲脸上剥下来的 要不然 你以为为何谁都认不出这张脸是假的 白金城心头一震 双手紧紧地拧成了拳 这张脸 竟是从叶飞飞父亲脸上包下来的 这般残忍的事 哪怕是他听着心头都不好受 若是那叶飞飞轻耳听见 那得多受打击 怎么 不敢相信吗 他冷笑着 也是 像你这种孤陋寡闻的人自然是不知道 人皮面具若要做得最精细 自然是从人脸上剥下来之作最好不过了 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父亲还活着 因为我们是生生将他的脸剥下来 却让他还吊着一口气活着 你说 我们的手法是不是很厉害 变他 白金城怒骂着 他自己本就是经历家族巨变的人 如今听到这样的消息 听到叶飞飞的父亲被这般对待 他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愤怒与杀意 那是折磨人 生生的折磨人 他无法想象 一个人的脸皮被生生包下来的那种痛处 更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能在这痛苦之下 还能活下来 想到叶飞飞失踪的娘亲 他开口问 我娘亲也在你们手里 不错 你娘亲也在我们手里 你放心 她的脸依旧好好的 我们并没有剥下她的脸皮下来 这说起来 还得归功于她生的美 被我们护法看上了 成为了我们护法的颅顶 颅顶 该死这些人 她体内气息翻滚 怒火中烧 杀气冲天而起 被她生生地压住 她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她 你不是想知道那东西在那吗 带我去见她吧 文言 那人目光微闪 眼中划过一抹喜色 你放心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将你带回去 毕竟眼下没有一个地方 比我们那里更安全的了 说着 取出一根绳子 将它捆住后 带离 叶家老祖在追不到人后 黑沉着脸色回来 登记便废了族长 命叶家二爷 整顿叶家上下 杜凡剑慈 便悄然离开 往外而去 在白青城的身上 有一缕她的神石 这就是为了 可以方便追踪到她 而刻意布下的 就算眼下 他们已经离开不知去处 她也可以顺着 这缕神石找到她 只要离她的距离 不是很远 就可以寻到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妞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在宅子那里 凤九得知消息后 便让冷霜过去 跟叶飞飞说 同时让她且不要回去 但事情处理好后 再回去也不迟 听到消息的叶飞飞 在院中呆坐着 神情有些恍惚 她一直无法做到的事 他们真的帮她做到了 只是 她的母亲 父亲 是否还活着 此日 傍晚时分 杜凡追白星辰而去 在一处山道上略行 遇到了正往回赶的 齐康几人 杜凡 你怎么在这里 是要去哪儿 齐康询问 你们回来了 杜凡看到他们时 露出了一抹笑意 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事情是这样的 她简单地将事情 说了一下 最后道 所以 我现在正要去追 那抓了清城的人 原来这样 齐康恍然地点了点头 那我们 也去帮忙吧 不错 我们可以顺道去帮忙 灰狼咧嘴一笑 杜凡摇了摇头 神度目标大 再加上你们刚回来 还是回去 向主子复命 若是要跟我一起去 那齐康跟我一起便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也好将事情 跟主子他们说一说 几人相视一眼 最后点了下头 也好 那就这样吧 你们小心点 齐康 走吧 免得离得太远 我感应不到 杜凡提气 继续往前略行 齐康朝灰狼几人 点了下头 这才跟着 杜凡一同往前而去 见他们离开后 灰狼几人 也跟着往回而去 第二天中午时分 内人将白青城 带到一处山谷中 进了山谷后 白青城四处看了一下 见里面有不少 修为中上的修士把守 而且这地方隐蔽 若不是他被带了过来 估计也找不到这里 他被带进山谷后 就被关押到一处地牢中 靠坐在墙角处 他的手在后面轻轻转动 自己将那绳子解开 只不过依旧缠着他的手中 并没有丢开 他的目光略过周围 落在对面的牢房处 那里 他感觉到一股极弱的气息 就仿佛油灯将枯的火焰 在风中随时会熄灭一般 空气间 弥漫着一股 带着腥臭味的血腥气息 他坐着没动 只是看着 猜测着 等着 与此同时 在山谷中的一处议事厅中 那披着叶家的脸皮的那人 将人皮面具取了下来 露出了本来容貌 也是一个中年男子 只不过面容透着阴冷之气 那臭丫头跑出去后 回来就带回了 鬼衣凤酒坐下的 一个叫杜凡的家伙 有那家伙在 他胆子也肥了 居然惊动了叶家的老祖 将事情捅破了 他眼中划过栗色 我也是到了那时才知道 那臭丫头居然早就知道 我是假冒的 若是早早知道她看穿了 应该早早将她抓过来 拷问 主位上 一白发童颜的男子 听了阴瑟瑟的冷笑一声 要是拷问有用 你也不用混进那叶家三年了 主子 那臭丫头现在就关在地牢里 是不是要将她带出来审问 那白发童颜的男子 把玩着手中两颗 鸡蛋大小的叶明珠 叶家这几个人 一个个都是硬骨头 若不是被牵制着 估计那两人也活不到现在了 以前的那些法子是没用的 这叶飞飞得用用其他法子 让她自己开口 男子心头微动 用她父母来逼她开口 未免夜长梦多 那就晚上吧 主位的人 看着手中的叶明珠 声音一顿 此行 你只见到诡异凤九的下属 还是有见过那诡异凤九 她倒是没见过 不过有见过那青龙君主 与尹氏宗门的宗主一战 提起这事 她脸色凝重 那尹氏宗门已经被灭宗 看来事情确定是要抓紧脚步了 免得再生事端 白发童颜的男子若有所思 与此同时 杜凡奇康已经悄然来到谷口 看着这地方布下的阵法 杜凡挑了下眉 笑道 看着布阵的法门 一般人估计还真的很难进来 齐康看了一眼 你熟悉阵法 你来破 不用破 跟着我走就行 我们悄悄进去 先找到清城再说 杜凡在前面走 让齐康紧跟着他 两人悄然进了阵法里面 也不知是不是谷中的人太过自信 因为有阵法在 竟连守阵的人都没有 他们进了里面后 隐于暗处观察了一圈 杜凡指着一条小道 我们从这里过去 清城应该在那边 此时天色渐暗 再加上两人脸着气息而行 倒也没人发现他们 只不过意外地在经过那小道时 看到了一处水流 杜凡心头一动 压低声音 这里也许是他们饮水的水源 我给他们加点料 说着从空间中取出一个药瓶 往水中撒了一些药粉 见此齐康问 这药行不行啊 会不会被察觉出来 不会 这是主子炼制的药 我就备了这么一两瓶在身上 就算是精于此道的人 也察觉不出来 放心吧 他将瓶子收了起来 示意它继续往前走 此时的白清城在那地牢中 他看着对面的牢中 那隐隐一息的人 唤了一声 对面的 你是什么人 地牢中漆黑一片 只有微弱的光线 从那小小的窗口透了出来 根本无法照亮这里面的光线 再加上那人又缩在角落处 饶视白清城视线再好 也看不出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也许是因为对方没有说话 白清城断了一下 再问着 你被抓进来多久了 对方还是没有开口 空气中静静的 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 这时外门铁门打开 两名修士进来查看了一下 他们冲着白清城喝着 老实待着 别想着跑啊 进到这里的人都是跑不掉的 白清城瞥了两人一眼 靠前而坐 双手背在身后如同被绑着一样 直到那两人出去后 他这才站起来 从发间取下一个不起眼的钗子 将锁打开 他轻轻地将牢门打开 来到那边的铁牢前 微顿了一下 再用钗子将牢门打开 走了进去 手一动 一个夜明珠出现在他的手中 刹那间将铁牢照亮 当他看清牢中 奄奄一息地躺着的那人时 不由倒出了一口冷气 整个人更是不由自主 倒退了一步 只见那人双腿被铁链锁着 身上的衣衫破烂 身上的伤口已经恶化成浓 散发出一股恶臭的气息 他的头发凌乱地披散 可依旧可以看到那半侧者的脸上 血肉模糊一片 也许是因为听到那人说过 将叶飞飞父亲的脸声剥了下来 再见到这人的那一刻 白星成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叶飞飞的父亲 压下心中的震惊与愤怒 他放轻着声音问 您是叶飞飞的父亲吗 也许是听到这个名字 那一直没有反应的人 才终于有了反应 他的手微微动了一下 睁开了眼睛 看向白星成 只是看那一眼 他便用那沙哑的声音说着 你们不用白费心思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会说 他的气息极弱 声音也极弱 却仍一字一顿地说着 而除了在看到白星成的容颜的那一刻 眼中有了一丝波动 其他什么也看不出 我不是他们的人 我叫白星成 我的主子是诡异凤脚 白星成见他没有反应 不由上前一步 从空间中取出一枚丹药来 我看你伤得不轻 这里有枚丹药 你先扶下吧 稍后我带你出去 他也不嫌弃对方身上腐烂的气息 以及腥臭的血腥味 而是将丹药塞进他的口中 当那丹药入口 原想吐出来的叶父 却感觉一股清凉的气息 伴随浓郁的气息 在口中弥漫而开 他手一动 这才将那丹药咽下 丹药咽下后 清凉的感觉就在身体里弥漫而开 一股暖流从丹田中窜起 让他原本无力的身体 变得暖洋洋的 似乎力量渐渐地凝聚起来 他将那锁着他脚的悬铁垫打开 正想将人扶起时 察觉到外面有气息靠近 于是迅速收起叶明珠 回到先前的牢中 靠墙而坐 清城 杜凡熟悉的声音传来 靠坐在墙角的白清城 当即站了起来 我在这里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杜凡走了进来 看到那走出来的白清城时 露出一抹笑意 没事吧 没事 这个应该是叶飞飞的父亲 她走上前 将那铁牢门打开 拿出叶明珠照亮着铁牢 杜凡见此 眉头一扭 你确定 应该是 那行 先将她带出去 杜凡从空间中 取出一件披风来 将她身体包住 避免碰到她的伤口后 这才将她扶了起来 叶妇被扶出地牢 看着那被杀倒在地的 两名修士猴 又看了一眼 守在外面的齐坑 这才看向白清城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救我 我家主子 欠叶飞飞一个人情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杜凡 剑扶着她也走不了了 便将她背了起来 去那边 我们刚刚探过路了 那边可以藏人 齐坑是以他们 往那边走 几人离开后 来到一处破旧的草屋 休息 这时 白清城看向杜凡 齐坑两人 我被抓来 十天的那人说了 叶飞飞的娘亲还活着 得想办法 把她救出来 听到这话 两人有些意外 不过随即便到 那我去吧 你们在这里等着 杜凡打算 让齐康留下手着 等一下 叶飞换住杜凡 飞飞怎么样了 她还好吗 她很好 也很安全 你放心吧 她一直悬挂的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她看着杜凡 三年了 生不如死地活了三年 我们就是一直担心着她 才苟且偷生地活着 如今知道她很好 我也放心了 我们会带你们出去 让你们团聚的 哪知她的话一落 就见她摇了摇头 我们在这里受了 三年匪人的折磨 死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是一种解脱 我只希望 在临死前 可以再见一见 我的娘子 飞飞的娘亲 白青城 微抿着唇 传音对杜凡和齐康道 我听那人说 飞飞的娘亲 被一个护法看中 被她当成人形炉顶 听着这话 两人的眼色 变得难看起来 人形炉顶 那对女子而言 可真是生不如死 你们在这里等着吧 我出去看看 杜凡对白青城道 你帮她的伤口 先简单处理一下 我在外面布下阵法 只要你们不出阵 一般人察觉不到 你们在这 好 白青城应了一声 扶着叶父躺好 解开她身上的披风 准备帮她清理伤口 小心点 齐康送她出去后 见她在外面布下阵法 离开 这才走回屋子里 此时 那些人还没有发现 地牢里的人 已经被救走 他们想着天色暗了之后 再提闪 哪曾想 人已经被带离 除了外面的杜凡 因在这整个山谷中 找人实在是太麻烦 她也无法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地去找 于是便抓了一名修士 带到暗处 说 叶飞飞的娘亲在哪里 那修士没有想到 会有人前进谷中 一时间脸上露出了惊恶之色 她挣扎了一会儿 见无法逃离 便道 我带你去 你先送回我喉咙 杜凡剑子 手才一松 对方便扯开喉咙抱信 当下她手中收紧 一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那修士的口大张 话尽数被杜凡 掐断在喉咙中 发不出半点声音来 她整个人也因为喉咙被拧断 而没了气息 杜凡瞥了一眼 手中死去的人 皱了皱眉 便将她丢到一旁角落去 一瓶化湿水洒落 将她尸体清除干净 这才继续往前走 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炷香之后 她来到一处阵法前面 带路的修士 颤着声音道 就 就是这里了 我们 我们走护法柱的地方 那个女人就在那里面 杜凡手一掐 将对方杀了之后 毁尸灭迹 这才步入阵法中 这阵法的烟雾是有毒的 只不过 他们主子曾让他们服下的丹药 十年内都不具任何毒物 这么一点毒气 自然也奈何不了她 巧然进了里面 将里面暗处的修士 一个个巧然面纱 气势一旁 她来到里面 没有见到人 只听到女子嬉笑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脸之细细往里走 隐隐瞥见里面一处 数米长的水池中 几名赤着身体的女子 在水中嬉戏 而躺坐在水池中间的 则是一名看起来 三十来岁的男子 对方一身阴冷气息 脸色红润 气息极好 她赤裸着身体 在水池中喝酒 阴邪的目光 越过那几名女子赤裸的身体 滴滴地笑了起来 她将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喉 伸手一拉 将一名女子拉入怀中 俯身便吻了下去 一手肆无忌惮 在女子身上游走 另外几名女子 见状已上前 一个个交予低吟的 缠上的男子 杜凡将那池中一幕 尽收眼底 唇角微钩 眼中冷意连连 看来这人 还真是色中恶鬼 这个地方除了暗处几个修饰之外 里面竟是身段极好的女子 不过 这些女子看起来 容颜仿若二三十岁 但实际年龄 应该只有二十岁以内 估计是被她裁捕 变得衰老 趁着她正俯身在 一名女子身上时 她从暗处掠出 手中扇子 夹带一股凌厉的戏刃 以着掩耳不及之时 袭向她的喉咙 扑面杀尖袭来 那男子猛地将身边一名女子 推出去 抵挡那道攻击 自己迅速从水中掠起 掌风扶过水中池面 扶起一片水花 化成利刃 朝杜凡袭去 杜凡将手中扇子的攻击 声声一转 击落池面 水花飞溅而起的同时 手中扇子 也挡住了那对面袭来的水扇 她一个闪闪掠动 极快地身影掠出 扇子划过一道气流 咬的一声划过那男子肩膀 在她肩膀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 她倒抽了一口冷气 鲜血顺着伤口渗出 滴落池中 身无常物的她 视身裸体 凌空而起 你是什么人 娶你狗命之人 若凡强大的威压释放而开 在她威压之下 那几名尖叫的想要逃走的女子 纷纷抱头痛哭 一个个趴跪下去 无法动弹 尊驾饶命啊 而那男子在察觉到 那股强大的威压时 脸色也是大变 她第一时间便想逃走 可谁知 眼前身也一晃 锋利的扇子 已经抵在她的脖子处 森寒逝血的杀意 顿时让她不敢动弹 她双手伸手做投降状 不敢动弹 生怕被对方手中的扇子 瞬间取取性命 杜凡没有立刻杀了她 而是一手掐着她的喉咙 一手将她的内丹捏碎 将她一身修为废了 只见 一身修为被废的男人 惨叫出声的机会都没有 只是张口挣扎着 直到最后奄奄一息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因为修为被废 她的容颜迅速苍老 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将那人丢到池中一旁去 杜凡手一扬 将那几名女子打晕 而后才往后面走 打算去找叶飞飞的娘亲 来到后面一处洞府十屋里 她看到那个浑身不拙片驴 只有一头披散着墨发 勉强遮挡一二的妇人 看到她的那一刻 她的心情很是沉重 对方双手抱膝半蹲坐着 将自己整个身体都缩了起来 脚上却带着玄铁链 一身的鞭伤 触目惊心 她轻叹一声 手一扬 黑色披风落在她的身上 她温声道 叶夫人 我来带你离开 缩着的妇人 抓紧身上的披风 紧紧地裹住身体 她缓缓地抬头 看着眼前的杜凡 没有说话 只是越发往墙角缩 见此杜凡便道 叶夫人也许不知 叶家里那个假的叶家主 已经被我们揭穿了 我是跟着找到这里的 那个护法 已经被我废了修为 躺在外面只剩一口气 真正的叶家主 已经被我救出去 叶夫人 我们离开吧 她不直接杀了那个护法 就是想将她留给她亲自去杀 一个将女人当炉顶的修饰 由她直接杀了她 实在是太便宜她了 叶夫人身体一颤 她抓紧着披风 看着杜凡 声音沙哑 那里是什么人 为什么帮我 我要凭什么相信你 叶夫人可能没听说过 不过既然问起 我便说上一说 杜凡看着这个防备心极重的夫人 心下轻叹 我家主子名凤九 素有诡异之称 也有人称她为凤星 而她跪为数界的天地之主 众强者之首 名声赫赫 这一次 我是奉主子之命 相助叶飞飞 因此而插手了叶家的事情 叶夫人若是不信 尽可随我出去外面一看便知 叶夫人没有说话 似乎在思量什么 半晌 这才到 你帮我取下那一串钥匙 她看向墙上挂着的钥匙 杜凡顺着她的目光看 紧接着脉步走上前 将那钥匙取下 这钥匙就放在这里 不近也不远 可偏偏让脚上锁着悬铁链的叶夫人 无法拿到 那护法是故意的 故意让她看着钥匙就在那里 却无法拿到 就如眼见生路 却无法逃离一样 日日夜夜受着煎熬 她从空间中取出一套衣服来 连同钥匙一同放在她的面前 叶夫人若是不弃 请暂先换上此衣吧 杜凡便转身走了出去 到外面等 过了一会儿 简单穿上衣服 系着披风的叶夫人 走了出来 外面的杜凡看了她一眼 便示意她跟到前面去 来到前面 看着地上昏倒的人 以及那一池 已经被鲜血染红的池水 她的目光落在那 躺在池边的老者身上 饶是她已经衰老成那样 她也一眼便认了出来 她第一笑着 到最后放声大响 笑着笑着 眼泪便流了下来 她走上前 捡起地上的剑 来到那人面前 高高地举起 狠狠地刺入她的胯下 凄厉的惨叫声 从那老者的口中传出 我无法言语的剧痛 让她原本奄奄一息的身体 瞬间颤抖抽搐了起来 身下鲜血直流 她双目暴征 恶狠狠地盯着叶夫人 想说话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慕凡冷眼看着 看到叶夫人举着剑 一剑一剑往那身上刺 扎了不下百下 仿佛终于将心中的恨意 发泄完了 这才站了起来 她因为乱剑相刺 身上的衣袍溅满了鲜血 她整个人的神色 有些恍惚 站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 眼泪一直往下流 杜凡便开口道 叶夫人 快随我走吧 她缓过神来 缓了一会儿 这才跟着杜凡往外走 当看到她带着 她避开那些人的视线 越过阵阀 来到一处荒废的屋子出时 她往前走的脚步 不由微顿了起来 她在里面 原本的脚步 在这一刻变得沉重 无法再往前迈开一步 如今的她 有何颜面去见她 她已经是不干净的人了 当了三年的卢顶 她早已无言再活在世上 一身的精气穴 早已完全亏空 若不是他们一直牵制着她 不让她死 她如何会苟且偷生到现在 杜凡顿了一下 她的身体损伤严重 奄奄已息 你还是快些进去吧 杜凡走到里面 看了一眼 见白星成 已经将她简单地 将伤口处理好 便示意两人出来 将空间留给他们夫妻两人 两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与杜凡一同守在外面 杜凡见叶夫人还站着没动 便道 叶夫人 你快些进去吧 一会儿我让他们先带你们离开 这地方的人 我们还得处理干净 叶夫人眸光微闪 她看了杜凡三人一眼 这才往里面走 来到里面 看着那靠座的人时 眼泪便流了下来 是啊 看到她 靠座的叶家主 颤着声音 唤出她的闺名 伸出手 朝她叹去 想去握她的手 耿哥 耿哥 她站在那里 无声地流泪 看着她心爱的人 惨壮 最后终时忍不住 扑上前来 将她紧紧地拥住 耿哥 耿哥 你受苦了 她握着她的手 哪怕身体虚弱 也紧紧地握着 不舍得放手 是我没用 是我保护不了你 是我没用 不 是我 是我连累了耿哥 她气不成声 一手轻轻地握上她的脸 是我 是我害了你 无外 三人站在阵法处商量 白清城和齐康 看向杜凡 我们先将他们安顿好 确定他们的安全后 再将这谷中的人 处理了吧 齐康沉思 我看这地方就挺好 比较偏僻 而且这里布下 障眼阵法之后 只要不是实力 很强的人经过这里 也不会察觉 这里的阵法有问题 听这两人的话 杜凡道 我在他们饮用的水中 加了药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战斗力 不过 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 真正掌视的人的实力 万事还是小心为上 白清城顿了一下 心情有些沉重 他们两人那样 还能活得下去吗 齐康杜凡沉默 谁也没有开口 叶飞飞的父亲 被折磨成那样 已成废人 而叶母 成了那护法的 卢顶三年 就算如今还活着 她又如何面对世人 如何放得下 这三年所经历的一切 有勇气 重新开始生活 两人在里面说什么 外面三人 并不知道 他们在外面商量着 最后都决定 与其送他们现在离开 倒不如等他们 将这谷中人 清除干净之后 再带他们走 那样一来 至少不用防着 后面追兵 与此同时 那往地牢而去的 中年男子 带着几名修士 来到地牢处 看到那倒在外面 已经弃绝身亡的 修士时 不由脸色一变 当即喝着 快 进去看看 迅速带着人 往里面走 当看到里面 空荡荡的地牢 带头的中年男子 不由重重地 往玄铁门上一锤 怒骂一声 该死 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 给我搜 他带着人 往外急步走 一边让人迅速搜查 一边往前而去 向他主子禀报 什么 人逃了 白发童颜的男子 在听到消息后 脸色顿时一变 怎么逃的 不是锁起来了吗 还一个女子 怎么可能 从那里面逃走 还带走了那叶田梗 属下已经命人 去搜查了 他们应该 还在谷中没有离开 主子放心 属下一定 将他们抓回来 中年男子 连声保重 那还等什么 快去找 要是没找到人 你也不用回来了 主位的男子 阴沉着脸 一朽一扶 一股力道袭出 声声将的男子 扶腿数步 那中年男子 见他动怒 额头不由 冷汗渗出 他连声硬着 正要转身离开时 外面却有一人 惊慌而来 不好了 不好了 主子 慌慌张张的 像什么样子 有什么好好说 主位的男子 见那来报的修饰 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身上力气 顿时弥漫而出 这一个个的 真是不像话 连关在地牢中的人 也看不出 出了点事 就乱成这样 当真是不堪大任 主子 左护法被杀了 那个锁着的女人 也不见了 那人苍白着脸色 说着 一想到左护法的死状 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 那死状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什么 主位上的人 顿时惊站起来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来报的那修饰 你说什么 给我再说一遍 左 左护法死了 死得很惨 死得很吓人 那修饰颤着声音 那里安住的守卫都死了 全部死了 只有几个 被打晕的女人还活着 主位男子听着这话 面如寒霜 拳头紧紧地拧在一起 他的目光 锐利如刀 阴寒似箭 骤人射向地弯着腰 正准备退下的中年男子 冰冷的声音 带着嗜血杀意 你确定你带回来的是 那叶家大小姐叶飞飞 中年男子心头一咯噔 有种不好的预感 在心头窜起 他连忙拱手道 确定是叶飞飞 没错 他是跟着那诡异凤酒 手底下的杜帆回叶家的 那声音容貌 都没有一丝作假 他自信 若是有益容的 断不可能逃过他的眼睛 因此 他十分肯定 那个被他抓回来的 一定就是叶飞飞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急 主位上 白发童颜的男子一听 阴冷着眼 若是没抓错 那一定是有人尾随你们而来 悄然潜进了谷中 查 给我马上查 一个也别让他们逃走了 他沉声喝着 自己也迈不往外走 剑庄 两人迅速跟了出去 调动谷内的人 迅速加入寻找 他们寻找的动静一大 哪怕是在那偏僻处的杜凡等人 也察觉到了 他们三人相视一眼 两人对白青城道 你在这里照顾他们 我们两个人去引开他们的注意 顺便 向那些人收拾一下 你们小心一点 白青城让他们小心点 便见他们点了下头后 脾气一略 往另外的方向而去 没过一会儿 那离着这里较远的地方 便传来的那些羞耻惊呼 与战斗的声音 屋中的两人 似乎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他们相视一眼 叶母握着叶父的手 仿佛下了什么决定一般 她将衣袍的内衫撕下 咬破手指 写下了血书 叶父靠坐着 静看着 看着她将血书写下后 收了起来 走到外面 换了一声 姑娘 请进来一下 白青城在外守着 见她出来换她 便走上前 夫人有事 姑娘 大恩不言谢 若不是你们 我们夫妻二人 只怕此生都难以相见 我们两人能活到现在 除了受到牵制之外 还因为 我们守着一个秘密 然而这个秘密 并没有给我们 带来任何好处 相反 我们因为她 家破人亡 受尽折磨与苦楚 这是我写下的血书 是我写给我女儿菲菲的 姑娘 我请求你们 不要将我们在这里所受的折磨 告诉她 我们不想让她知道 不想让她知道 她的父母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白青城看了一眼血书 脸色微凉 你们可以见到她 有什么话当面跟她说就好了 根本用不了这血书 而且 在这里面 你们发生的事 我们只字都不会提起 叶母摇了摇头 露出一抹绝望的苦笑 我们 活不了了 就算你们将我们救了出来 我们也活不了了 我们走在三年前 就应该死了 可活到现在 不过是因为不放心 飞飞而已 白青城沉默着 不知如何劝说 身为女子 她很清楚经历了三年那样的恶梦 根本很难说忘怀 而不仅是她 就是叶父的身体 哪怕有那一枚丹药服下 为她缓解体内的伤 但她的身体在这三年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 就算是她主子亲自为她调养 只怕也没几年好活了 姑娘 你们都是出色的人中龙凤 若是可以 请赵福尔女儿 非非一二 她没了父亲娘亲 在身边护着她 就没人能护着她 叶母眼泪落了下来 感觉亏欠着女儿 然而她已经无言在见世人 无言在出现在女儿面前了 至少 至少这样 她们都还能保存着最后一点尊严 白清诚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看着她 既然你们知道 你们死了她无人照顾 又如何忍心丢下她一个人呢 看着她们 她不由想到了自己 她也曾是大家贵族里的千金小姐 但一夜之间 族人被灭 父母生死 若她的家族中 只剩下她和弟弟相依为命 若非主子当年收留她 待在身边 空有容颜的她 如何能像现在这样 无人感激 我的肆意 叶母摇了摇头 眼中竟是七绝之色 我夫君活不了多久了 我也不想再 独活在世 我要背着她一起去 但那些人 我也想看着他们 死在我们的前头 她眼中 有着恨意 决绝 那护法是死了 但他们的主子还活着 那个白发童年的 阴狠男子 若不是他伤了夺宝之心 又岂会让他们一家经历此难 他们所受的苦难 都是拜他所赐 哪怕要死 他也要看着他 先死在他们面前 他转身 来到床边 将床上的叶父 扶了下来 耿哥 我扶着你 我们走 白青城 见他意已决 不由上前帮忙扶他起来 一边问 现在外面都是在找你们的人 一出了这里就会很危险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我们要死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我们不想待在这里 我们要出去 可是 白青城想要阻止 那只话刚出就被打断了 姑娘 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们 让我们夫妻可以再见 但请你不要拦着我们 白青城无奈 只好问 我护你们出去吧 若是他不护着 估计他们这一出去 就会被抓回去 有白青城扶着 叶母扶着叶父 显然就轻松了许多 三人出了屋子 将要跨进那外面的阵法 往外而去时 叶母脚步一顿 看向白青城 那东西 是上古红莲 什么 白青城脸上 不由浮现了错愕之色 叶母看着阵法 那东西 他们想要从我这里夺的东西 就是上古红莲 一枚被封存的红莲种子 白青城只觉得心头一震 有些不可思议 上古红莲 当真是上古红莲 他是知道主子一直在找的 如今 蔑视黑莲落在魔尊手中 金莲则在主子那里 金莲也在此心中已经得到 只不过 据主子所说 是为纳兰莫尘所有 而红莲 任他们怎么打听 都一直没有消息 却不想 据说 拥有了上古红莲 只要得到她的认可 便可拥有强大上古能力 以及继承她的天火 我虽是从我母亲中 接过那东西 但在我怎么研究 怎么想去破解 都无法将她解封 我想 我并不是那个 可以拥有她的人 所以 我把她交给了我女儿 我原想她若无法破解 就一直传下去 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个秘密 也就只有母女间 才会知道 却不想 引她引来了这般大祸 白青城暗想 难怪他们到了这边后 也打听到了上古红莲的消息 却半点消息都没有 不仅是他们 就算是这边的各方势力 都没有上古红莲的消息 倒是不知 这古中之人 又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不过 看样子 估计也是近几年 才知道的 要不然 也不会等到现在 我想 是因为我们 成不起这上古的宝物 才会致祸 既然如此 你们有恩于我 有实力那般强大 那我便将此物 转赠于你们 只求令主 可以在日后 照佛女儿依儿 莫让她被人所欺 叶母 深情淒淒 怀保招货 却无力自保 落得这样的结果 只能说是 他们的命 你那血书里 就是写的这个 不错 我交代我女儿 让她将这东西 赠给你主子 此物留着 只会为她招货呀 就算这一次 人都杀光了 但日后 还会有人知道 到那时 又有谁还能救她 白青城 沉思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 这事 我会向主子禀报 多谢 她说着 这才扶着她夫君 往外走 那边 杜藩奇康两人 提起凌空而起 吸引着谷中 众强者的目光 几十名强者 持剑围攻他们 无奈两人 实力凌驾于众人之上 那些人还没有靠近 就被他们强大的威压 以及剑刚之气 所击飞 纷纷往外摔 一时间 半空中的 惊呼声与惨叫声 呼吁而同的响起 那些羞士 摔开落地后 因为强大的冲击力 而体内气血翻头 一口鲜血 猛地喷了出来 给我上 都给我上 抓住他们 中年男子怒吓着 常见指天灰动着 让众弥修士 上前围捕 然而 因为实力悬殊 再加上那些人 被击飞的一幕 映入众人眼底 余下的人 在明知实力 不如对方的情况下 自然也不敢 默然上前 那两人的实力 比我们强太多了 我们上去也是 咨询死路 就是 根本无法靠近 他们两人身边 有压低的声音传出 听得中年男子 脸色阴沉 他扫了周围一眼 冷哼一声 下一刻 凌空而起 手中力剑折射出一股 剑气 朝杜凡启康两人 袭去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达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你们居然 胆敢到这里来 当真是自找死路 中年男子 怒声力喝 身影瞬间 掠上前 然而 其出的健康之气 以及掠上前的身影 却被杜凡手中的扇子 一记锋刃击退 在半空中 往后倒退了 十几步 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 中年男子体内气血翻腾 一口鲜血从胸口涌起 直逼向喉咙 被他生生地咽了下去 却不敢再进攻 而是心头惊骇地后退 实力强与弱 一经交手便知道 对方远比他年轻 但这实力却远远在他身上 若是正面迎战 只怕是扑上前 去送死的结果 竹子 这两人便是 鬼异风九首底下的 心腹之人 他猛地往后退 冲着下方某一处 大喊一声 杜凡和齐康 顺着那中年男子 大喝的地方看 只见 在下方的树下 一名穿着黑袍的男子 一头的白发 却顶着一张 与他那白发 极不相符的童颜 一身阴沉的气息 极为强大 齐康可没给 那人逃命的机会 他手中利剑一击 长剑飞袭而出 以掩耳顾及的速度 袭向那名中年男子 凌厉的剑脊 夹带着杀起 从身后而来 那中年男子 只感觉背后一凉 心头一惊 本能地回头一看 却只看到 那长剑袭来的一幕 而那利剑所加带着 强大威压的震慑 更是让他在那一瞬间 想必都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一剑 朝他美心袭来 凌厉的气流 划破空气袭来 羞羞之声 令人心惊胆战 就在那一剑 离中年男子 约莫一米左右的距离时 那站在下方的白发男子 身影如同光影般掠出 瞬间来到半空中 强大的气流 自那白发男子的身上 闷射而出 重眼可见的气流 阻挡着 齐康飞袭而出的 那把利剑 利剑上所加带的气刃 与白发男子的气流 相碰撞着 两股气流的拼动 让那长剑半赏 也无法靠近半分 血液不退半离 原本面色阴沉的白发男子 阻挡在身前的手 微微颤动了一下 他双手凝聚而出的气流 在无法将那常见击退时 脸色也是一变 周围的气流涌动 将他身上的黑色衣袍 吹得呼呼作响 一头白发也凌乱地在空中飞舞 一丝冷汗 自对方的额头 渐渐渗出 没人知道 此时 他心中 惊惧万分 他没有料到这 诡异凤酒的手底下人 实力居然会这般的强 这般厉害 以他之力应对 竟有些难以招架 这一刻 他终于深切地体会到 那诡异凤酒之名 为何会名扬各界 但凡提起这名字 都会让人心生敬畏 那中年男子被护在身后 并没有看到他主子脸色大变 他还在后面大笑 让我看你们还怎么狂 我家主子出手 定要让你们有来无回 大笑声还没有落下 就猛地被一股气流所击飞 一口鲜血猛然涌起 从喉咙中喷了出来 整个人也从半空中往下摔去 他惨叫一声 身体砸落下面的地面 生生地将地面砸得碎石乱飞 沉烟弥漫 他咳了几声 想坐起来 可谁知 这一动 身上的骨头仿佛都松动了一般 半晌也没能站起来 只能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这时 半空中的白发男子 整个人也被剑起袭退 那把利剑从他身体穿过 带出一道血色 从天空中溅落 整个人也失去平衡 往后倒退 鲜血从那伤口渗出 沾湿了黑袍 却看不出 既然不是神王级别的对手 那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齐康辰着声音 蕴含着强大威压的目光 看着那白发男子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早就可以独挡一面 又岂是眼前这人的实力 可以抗衡的 白发男子 失去嘴角的鲜血 又瞥了一眼 肩膀处的那个窟窿 脸色越发阴冷 没人看到 衣袖下他的手 在颤抖 那一剑穿过肩膀 却也伤到了 他的手臂筋脉 让他手使不上力气来 甚至还轻轻地颤抖 这只是 诡异凤酒 手底下的人 还不是那诡异凤酒 却已经这般强大 若是那诡异凤酒 金字钱来 那 想到这里 他心中有着后悔 若是早知道 他们应该早些动手 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 也应该尽早 从叶家的人口中 得知他们所想知道的东西 如今 坐视了机会 那东西只怕是 没法拿到手了 若是再粘下去 就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想到这里 他环视了周围一眼 这谷中若是无法保住 那就只能气了 想逃 一直观察他的杜凤 挑了挑眉 冷笑 手中扇子 轻轻在身边扇着风 我们两人在这里 若还让你逃了 那我们也真是不用混 这时 白清城护着那叶家夫妇 来到不远处 看到那躺在地上 无法动弹的中年男子 叶夫人眼中竟是 恨意与杀意 是的 是的 就是这个人 当年当着他的面 生生将他夫君的脸皮 包了下来 那残忍血腥的一幕 每每想起 他都心如刀割 白清城威正 目光落在那人身上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那叶夫人 扶着叶夫便快步往前走 扶他到一旁 坐下后 他恨恨地道 就是他 就是他当年亲手 包了你的脸 我要让他也尝尝 这锥心刺骨 生不如死的痛 他不知从哪里 取出一把匕首来 并没有一刀 并往他的脸皮划去 而是用匕首 狠狠刺入地上 躺着的人的丹田厨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那人的身体 也因为这剧痛 弓了起来 他的手 想挥锅而出 却被白青城 弹出的一道气流 击中 又倒了下去 来人 快来人 来人哪 他躺在地上大喊 呼唤着周围的修士 上前来 可谁知 倒有几名修士 壮着胆子想上前 可一走上前 就被白青城 袭出的健康之气所杀 以至于周围是有不少人 却无人敢上前 这些人本就不是 什么重情重义的人 生死关头 他们只顾着自己 又怎么会用自己的性命 去换取别人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 当看到自己 根本不是对方对手时 他们便放弃了地上那人 你也有今天 你也有今天 叶母疯狂地大笑 手中的匕首再度狠狠一次 嗖了一声 刺入她的手腕中 一刀下去 几乎将那手腕都切断了 尖锐决绝的激烈惨叫声 再度传出 声音回荡在空气间 她的身体在抽搐 脸色苍白如纸 身下已是一片血色 耿哥 你看看 你就坐在那里看着 我怎么给你报仇 叶母恨恨地说着 用匕首将她四肢的筋脉都挑断之后 匕首便往她脸上滑 从她那脸颊上一滑 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白金城在一旁看着 有她站在旁边 周围的修士没人敢上前来 一个个看着那血淋淋的一幕 不寒而栗 他们杀过不少人 但像这种这样刀刀入肉 却不致命 生生地将她凌迟而死的 却几乎没有 更何况 那包着脸皮的一幕 血腥而残忍 就发生在他们眼前 让他们当中一些人 不由地想到 以前地上那人 对别人所做的事 真真是 用了那句 风水轮流转 她曾那样残忍地 对待别人 将别人当成砧板上的鱼肉 如今 她也同样 落得别人这样的对待 经历着 别人经历过的 残忍 一时间 看着这一幕的修士们 觉得不寒而栗 也觉得复杂万分 惨叫声已经变得 虚弱而恐惧 那中年男子在地上颤抖 声音因为他 每一刀的滑落而抽搐 那种痛一痛的 他死去活来 昏过去后 又被痛响 生生地折磨 一次次的循环 让他长受着 生不如死的折磨 叶父靠坐着 看着这一幕 眼眶中泛起了泪花 那白发男子 瞥了下面一眼 目光微缩了一下 他看着防着他逃走的 杜凡奇康两人 一咬牙 只能再度一拼 眼下也只有拼尽全力一战 才能换来一丝活命的机会 看着那人身上 淋漓气息抱涌而来 杜凡奇康相视一眼 杜凡道 这人留着也没什么用 就在这里送他上路吧 好 奇康下一刻 与杜凡一同恭维而上 身上的强大气流 释放而出 冲天而起的气焰 夹带着沙系 朝那白发男子席去 那肉眼可见的气流中 两抹身影 也如闪电般略出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急 雷霆的遗迹来自两个方向 那白发男子看到两股气焰 朝他而来 想要避开时 却生生被那两股 强大的威压震慑住 让他的身影 在瞬间停滞住 无法动弹 也就在那一刻 轰隆的两声撞击声 以着掩耳不洁的速度 击落在那白发男子的身上 刹那间 冲破了他身上的防护 在他身上爆开 两声强大的巨响响起 只见雪花猛地飞进而出 那人惨叫一声 只是那惨叫声 在那爆开的气流巨响中 被掩盖 下方看着的人 只看到那半空中的身影 爆出了两个巨大的窟窿 他整个人从半空中 被击落下来 重重砸落下方地面 巨大的响声在他砸落地面时 强大的气流向周围散开 在周围看着的修士 一个个震惊地瞪大双眼 眼中竟是惊惧之色 也就在这时 有人看到情况不妙 想要逃离这里时 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在发软 身体更是不由自主地颤抖 他以为是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和了一会儿 可当调动身体的气息时 却发现身体的灵力气息 提不起来 这是咋回事 灵力怎么不能用了 有人惊呼出声 一脸骇然之色 因为有着声音响起 有人提气一事 同样也是脸色大变 我也一样 我的灵力气息也提不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的腿好软啊 浑身的力气 仿佛被抽离了一般 这 这是重要了 一时间 惊慌又骇然的声音 带着恐惧与无措的响起 原本站着的修士 陆陆续续有人跌坐下去 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来 也有人惊骇又恶然地看着 那些跌坐在地上的修士 怎么回事 你们都怎么了 那些还站着的人 试着提起灵力气息 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见他们这样子 他们也不敢大意 一再确定 最终确定 他们这些还能站着的人 全部都没事 这是软金伞 不 不对 软金伞用了不可能 提不起来灵气气 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中了药 这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有人跌坐在地上 喃喃地说着 脸色苍白如纸 自然是要你们一个也逃不了 白天城手中常见 斜指地面 灵力气息一涌 剑刚之气 休得一声急出 朝那周围略去 速度之快 剑气之灵力 让那些人一个也来不及逃离 便死在了他的剑下 一时间 惨叫声 惊呼声不断 浓郁的血腥味 也随之在周围弥漫而开 地上 一句句尸体横倒着 有的致死 脸上还带着 惊惧与不甘 不好 快逃啊 一些还能跑的修士 拔腿提气而起 便是略行 想要逃离这死亡地 然而身后的白青城 追杀快而狠 他手中力剑折射而出的 剑刚之气 从四面袭来 只见剑影似光般 在半空中掠过 鼓过之处 看叫声不断 地上的尸体越来越多 死亡的气息也越发的浓郁 鼓中四处布满了鲜血与尸体 无论是还能逃的 还是逃不了的 最后都难逃一死 那另一边 杜凡齐康两人 从半空中下来 杜凡看着地上 奄奄一息的白发男子 摇了摇头 手中扇子轻轻地扇着风 你说你 惹谁不好呢 偏偏惹上跟我们扯上关系的人 地上的白发男子 口中溢着鲜血 他的手动了动 想挣扎起身 却使不上力气 只能躺在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人 居高临下地 站在他面前 看着他眼下的惨状 不过 分死在我们的手里 也算是你的荣幸 杜凡手中的扇子一动 正准备将其击杀石 在这一刻 躺在地上的白发男子眼中 奔射出绝力与狠力 他身上的灵力气息 猛然间暴涨 几乎在眨眼间便爆发而开 发出轰隆的巨响 快闪 杜凡脸色一变 惊呼一声 同时拉着齐康迅速后退 扑倒在地上 一声轰隆巨响 夹带着强大气流 猛然炸开 伴随着血肉一同溅开 让周围十米之内 接受到强大气流的波及 一一被摧毁成灰 乱石滚落 树木折断 沉烟弥漫而开 都不许动 杜凡齐康两人 皆趴在地上 周围沉烟弥漫而开 听到两道阴狠的声音 传了过来 两人心下一震 起身后 杜凡以手中扇子一扇 一股风尽 浮开面前的沉烟 那映入眼底的一幕 让两人的脸色 变得凝重起来 只见那约莫 几十米外的地方 叶飞飞父母 被两名鼓中修士挟持着 两把利剑架在他们脖子上 看得他们眉心一皱 都过来这边 都过来 有这两人在手里 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挟持着叶母的修士 大声喝着 一边大笑出声 她喊着那些并没有重要的人 迅速向他们两人聚冷 这样一来 他们身边就更有保障了 有了这两人人质在手 他们就不信 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击杀那些修士的白青城 在听到那声音时 心头一个咯噔 暗叫一声不好 迅速往回而去时 就已经看到叶飞飞父母被挟持 而谨慎的十几个漏网之鱼 也迅速向他们靠拢 在周围形成了防守圈 看着叶父叶母神色平静地 任由他们挟持 她的心不由一沉 他们两人原本就没有活的念头 此时只怕更是如此 就算不是被这些人挟持 估计到最后 他们也会自尽在这里 而眼下 她不由地想起了 先前叶母说的话 那白发男子暴体而亡 他们的仇人 一个个死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的仇算是爆了 若是在拉上的 仅剩下十几名的修士 那就真的是 死也拉几个垫背的了 她动了动唇 刚想说话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叶母摇摇地望着白青城 朝她露出一抹绝美的笑容来 那一双眼睛 仿佛在无声地 说一些什么一样 她深深地看了白青城一眼 便将目光移到她夫君身上 两人相视一笑 不好 他们要 杜凡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轰隆两声巨响响起 强大的气流冲天而起 在周围散开 石块滚落的声音 伴随着惨叫声传出 过了好一会儿 一切 微于平静 山谷中 那轰隆的回荡声 散去之后 变得很是平静 仿佛整个山谷中 已无人烟一样 杜凡和齐康两人 看着那一幕 敏着唇 沉默 白青城看着那一幕 心头有着 说不出的感觉 他深深地 轻呼出一口气来 微顿了一下 这才 迈步走上前 暴体而亡 什么东西也没有剩下 一堆血肉 尽数散落而开 分不清 谁是谁的 本想将他们带回去 却不行 最后也没得 将他们带回去 杜凡轻叹一声 心下有着 说不出的遗憾 白青城看着他们 他们一心求死 就算不是拉着 那些人一起死 也会是其他的方式 其实也许 这样 对他们来说 是最好的 吉康环视了一下 这谷中 沉生道 我们再搜查一遍吧 看看 还有没有活口 嗯 一人一个方向 杜凡说着 三人朝三个方向而去 他们三人在谷中 查找了一番 确定已无活口之后 将谷中财物 尽收干净 最后点了一把火 烧了这里 便提气 趁着夜色离开 往回而去 向他们主子赴命 而此时 在凤九的宅子里 叶飞飞 一直有些 心沉不宁 她坐立不安地 在院中来回走着 实在待不住了 便往外走 想到府中 随意走走 或者 去前面找冷霜 他们说说话 不想 来到前面 没遇到冷霜 反倒是遇到冷华 以及刚回到府里的 灰狼他们 叶姑娘 冷华见到她 便笑着打招呼 哎 冷公子啊 那个 你姐姐她 是在你们主子的院子里吗 叶飞飞因心下不安 两手不拾地揪着衣角 冷华见此 便温声问 你照我姐有事吗 见她欲言又止 冷华便温声道 我姐 在主子那边 帮忙照顾小主子 你若是想知道 叶家发生的事情 我倒是可以跟你说一说 灰狼打量着叶飞飞 想了一会儿 便想起了 她是进城时 遇见的那个女人 温言 叶飞飞抬头 我家里怎么样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急 我家里怎么样了 事情已经闹开了 清晨被捉走 杜帆已经追去了 冷华还没有说完 就为一旁的灰狼 接了话 我们回来是遇到杜帆了 齐康也跟着一起去 估计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回来了 叶飞飞看了看她 道了声 多谢 她朝他们几人 行了一礼后 便往回走 见她离开 冷华几人 便往主院走 到凤九和轩云莫泽那里 将事情禀报一下 主院中 凤九看着他们 知道了 你们一路回来辛苦了 都先去休息一下吧 是 他们应了一声 这才退了下去 四日静中午时 杜帆 齐康 还有白清城三人 便巧人回到宅中 主子 严主 三人行了一礼 薛云莫泽在院中石桌边 喝茶 凤九泽在修剪花草 见他们回来了 便道 事情怎么样了 都处理好了吗 主子 我和齐康 跟着到了一处谷中 将京城他们救出 叶飞飞的父母亲 被囚禁在那里 杜帆将事情的始末 都跟他们说了一下 交代完之后 便退立一旁 结果预想不到 本以为已经死了的人 却还活着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如今 当他们去营救他们了 他们却选择了死亡 白清城上前一步 主子 叶飞飞的父母 跟我说了一件事 让我禀报主子 哦 他们守着的那东西 是上古红莲 而这东西 现在就在叶飞飞手里 叶母说 不希望那样的上古宝物 为她女儿引来祸端 所以她说 要将那上古红莲 赠予主子 只求主子 能对叶飞飞 照付一二 上古红莲 此时当真 这上古红莲 一直没有消息 又怎么会在 叶飞飞他们的手中 是真的 叶母还写下了血书 要交给叶飞飞的 她将事情都安排好 才求死的 如此 既然是给叶飞飞的 你就亲自拿去给她吧 是 白清城 行了夜里后 热菜退下 待他们都离开后 凤九看着轩云莫泽 倒是没想到 竟会是这样 有了上古红莲的消息 轩云莫泽微沉思 那上古红莲 在他们手中这么久 却没能继承 上古红莲的能力 才我想 若是到了我们手上 也是一样如此呢 凤九一正 应该不会吧 轩云莫泽没有开口 只是沉默 不知在想什么 白清城从主院离开后 便去了叶飞飞那里 一进院 就见叶飞飞 急不走上前来 你回来了 叶飞飞看着白清城 有很多话想问 却不知怎么问出口 她的心紧紧地提了起来 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害怕心中的希望泼灭 白清城看着她 跟回来 坐吧 我有事跟你说 叶飞飞来到院中桌边坐下 她看着白清城 好半场深吸口气后 猜到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说 放在腿上的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 微微颤抖 事情被我们揭穿之后 那个假冒的人 便将我抓走 带回他们的藏伤谷中 在那里 我见到了你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还活着 他们还活着吗 他们在哪里 也一起回来了吗 你先别急 先听我说 他们被那些人囚禁起来了 受了不少的哭醒 我们给他用药了 可那丹药 也只能让他们在那一会儿 缓和一些 我们本想带他们回来 但因为你父亲伤势太重 已无活命的机会 他们在看到杜凡奇康 将仇人解决之后 你父亲和你母亲 最后引爆体内内丹 与那些人 一同同归于尽 叶飞飞正正地听着 眼泪一滴滴地落了下来 她紧紧地咬唇 身体在微微颤抖 白青城看了 心头一叹 你母亲 将你们所藏之物 告诉了我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跟我说了 让我一一告诉我家主子 还让我告诉你 将上古红帘 转赠给我家主子 只为求她日后 照付于你 而且 她说 你们一家的祸端 就因那上古红帘而引起 她不希望你藏着那东西 日后又引来这样的祸事 说着 她将血书拿了出来 这是她新手写给你的 叶飞飞颤着手接骨 那红布血字 是那样的显眼 看着那些鲜血 她的心在抽搐 这是 这是我娘亲的血吗 她们都伤得很重 中到 已经救不活了吗 白青城心下轻叹 除了答应她父母不告诉她 他们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与折磨之外 其他的事情 她都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 没有一丝保留 叶飞飞将血书打开 那映入眼底熟悉的自己 让她忍不住地哭泣出声 她一个字 一个字地仔细看着 看着那些字 这些话 就仿佛她娘亲 就在她身边轻声对她交代 泪水 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一手紧紧地抵在唇边 咬住了自己的手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白青城坐在那里 不知如何安慰 只是道 他们在那里受了三年的苦 死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而且 那些害他们如此的仇人 已经全部死了 他们的仇 也算是报了 叶飞飞看着手中的血书 声音哽咽 那 我家里怎么样了 如今你们叶家中 由你二叔组长大权 叶家组长被废 老祖坐镇其中 只待责任 便让你二叔继承叶家家主一位 杜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院主两人看去 见他缓步走了进来 叶家的消息 我也是刚得到 你二叔 是才已经亲自登门拜访 打听你的下落 不过 我们还没透露 你就在这里 他们也并不知 我们已经回来 如今的叶家经过整顿 元气大伤 想要恢复过来 估计也得一段时间了 叶飞飞沉默着 没有开口 他看着手中的血书 梁酒 你不能让我静一静吧 我想 我想一个人静静 见此 白青城和杜凡 相视一眼 便往外面走 留下叶飞飞一人 在那里静坐着 叶飞飞自拿到血书后 便没有动静 连院门也没有出 凤酒便没说什么 只是等着叶飞飞 自己想清楚后 找上门来 得知上古红莲在叶飞飞那里 她可以说放了大半个心 至少不用再去四处寻找 眼下 晚些天后 便将这边的事情 都处理好 便离开 一大早 她在院中吃早膳 一旁的灰狼 忍不住问 夫人 那叶飞飞要是不将 上古红莲给我们怎么办 那可是上古红莲 她真舍得拿出来 给他们主子 凤酒喝着粥 配着清淡的小菜 神情悠哉闲适 上古之物 虽是宝物 但寻常人得知 却是祸断 她将碗里的粥喝了 放下碗后 试了试嘴角 继续道 要知道 怀必其罪 若无强大实力自保 拿着宝物 就等于招货等死 她不是愚昧的人 应该深知这个道理 眼下 我只是想知道 她拿来上古红莲之后 所求为何 她的手 轻轻在桌面上敲着 若有所思 听着这话 灰狼这才放下心来 她是不管那么多的 只要那叶飞飞 将上古红莲 给夫人就行了 主子 叶姑娘来了 冷华的声音 在外面传来 让她进来吧 一旁的冷霜 则上前将桌面上的碗筷 收拾干净 叶姑娘 请吧 叶飞飞看着主院 咬了咬唇 这才迈步走了进去 进了里面后 建院中只有凤九 以及一名叫灰狼的男子 和后在一旁的冷霜 便走上前 行了一礼 我想回家一趟 能不能 能不能让人陪我一起去 叶飞飞目光落在凤九身上 文言 凤九点了下头 可以 我让杜凡和清晨 陪你一起去 多谢 叶飞飞行了夜里以后 便离开了 冷霜 你去让杜凡 清晨陪她去一趟 是 冷霜往外走 灰狼便凑上钱 主子 你说那上古红莲 是不是被他们藏在叶家里了 哼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反正不会在他身上就是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集 杜凡和清晨 奉奉酒之命 陪叶飞飞回去 来到叶家大门前 叶飞飞抬头看着叶府两次 故有有些证然 这里是她的家 可是 这个家中 却没有她的父母 怎么了 没有 叶飞飞摇了摇头 敲响了门 开门的老者 一见外面的三人 愣了一下后 连忙将门打开 冲着里面喊 大小姐回来了 叶家的人听到这话时 都围了出来 当他们一个个 目光落在叶飞飞脸上时 不由正了一下 原本脸上有着一块胎记的叶飞飞 此时眉乱的胎记 也不再穿着那一身 如花蝴蝶般的衣服 乍看之下 都很难将眼前的人 与原本那人 想到一起 眼前的她 一身淡绿色的衣裙着身 素牙娇美 她的容颜 虽不是那种极美 但却精致恰到好处 再配上一身气质 整个人与先前 可以说是天地之别 飞飞 一名男子威亚 三堂哥 叶飞飞威点了下头 二叔在吗 在 那男子硬着 看了他们三人一眼 你们跟我来 说着 带着他们往前听而去 早在叶飞飞三人进叶府的那一刻 并有人迅速跑去通报了 叶家二爷 大步地从后院中走出 而叶家老祖 也一同而来 因为他们知道 除了叶飞飞之外 还有杜凡他们也来了 厅中 三人静坐喝茶 叶家二爷和叶家老祖 一同走了进来 看到厅中三人时 叶家老祖的注意力 是在杜凡和白青城身上 而叶家二爷 则是看着叶飞飞 飞飞 你怎么样 有受伤吗 叶家二爷担忧地问 老祖 二叔 他站起来 行了一礼 我没受伤 你们回来得正好 这件事情 我还有很多想不明白的 要问一问你 老祖 朝杜凡白青城 拱手行了一礼 便来到主位 坐下 目光落在叶飞飞身上 老祖啊 飞飞刚回来 询问的是不急于这一事 这孩子被抓走了 估计也是吓得不轻 还是先让他缓缓吧 叶家二爷看向主位的老者 这事不是他一人的事 是关乎我叶家一族的事 自然得问清楚为好 叶家老祖 抬手示意他不用多说 我知道老祖想问什么 那为我爹娘引来祸端的东西 是上古红莲 什么 听到这话 叶家老祖脸色一变 刚坐下的他 整个人猛地站了起来 一脸震惊与激动 上古红莲 你说的是上古红莲 你 你是说 我们叶家有这东西 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有些难以置信 一旁的叶家二爷 脸色微变 不知想到什么 脸上竟是凝重之色 叶飞飞看着叶家老祖 上古红莲不是叶家的 是我娘亲的 胡说 叶家老祖脸色一变 仿佛生怕他要说出什么 不该说的话一般 看了杜凡白青城一眼 急切地道 什么不是叶家的东西 你娘亲都是我们叶家的人 怎么能说 不是我们家族中的东西 若不是我们叶家的东西 这次我们家族 也不会惹来这样的祸端了 仿佛是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叶飞飞脸色如常 我被抓到那地方去后 接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让我将上古红莲 赠给他们主子奉酒 这次回来 一是想看看家里怎样 二则 是来将事情说清楚 免得老祖和二叔担心 你父母还活着 叶家老祖皱着眉头 你爹娘还活着吗 他们在哪儿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叶家二爷联盟问 他们死了 文言听中静了一会儿 谁也没有说话 似乎并不意外一般 毕竟三年时间 就算还活着 估计也是半死不活的人了 想到他先前说的那些话 叶家二爷觉得有些奇怪 就好似他不打算回叶家一样 菲菲啊 现在家里已经没事了 你回来就好 在家里好好地休息吧 以后二叔会代替你爹娘 照顾你的 叶家老祖没有说话 也不知在想什么 多谢二叔 不过 我爹娘让我将上古红莲 赠给他们主子 同时请她照服于我 所以 将上古红莲送给他们 叶家老祖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有些失态 是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叶菲菲朝他们行了一礼 叶家老祖还想说什么 却让叶家二爷按住了手 叶家二爷站了起来 对杜凡和白星成拱了拱手 两位 菲菲这段日子 就麻烦你们照顾了 杜凡一笑 回忆一礼 告辞 说着 朝叶菲菲看了一眼 这才与他们一同往外走 看着他们走出厅中 叶家老祖这才沉着脸 看着叶家二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让他们走了吗 那上古红莲那样的宝贝 就这样拱手相送 叶家二爷轻叹一声 老祖 他们不是普通人 那上古红莲也不是普通的宝物 由他们拿走了也好 若是留在我们家族里 指不定什么时候 又为我们家族招来祸端呢 他看着外面 再说了 他们可是诡异奉酒的人 东西是大嫂的 大嫂既然这般安排 我们听从就是了 总不能还去抢吧 更何况就算抢 我们也抢不过他们 既然如此 又何必去输这个敌呢 叶家老祖听着这一话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压平了心绪 最后才到 行了 府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 你先下去吧 是 叶家二爷行了一礼 这才退了下去 看着他离开 叶家老祖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往外走 没想到他一把年纪 到头来 还不如小辈看得通通 也是他心智不间 在听到那样的宝物后 才会心生贪婪之意 上古红帘呢 那可真真是世间少有的宝贝 也许他说得对 那样的东西落在他们叶家 他们叶家未必守得住东西 罢了罢了 一切就这么算了吧 另一边 在杜凡白青城的陪伴下 叶飞飞到叶家后 将藏起来的东西拿出来 并与他们一同往凤九那里去 往回走的路上 白青城看着叶飞飞 你想好了吗 真的决定了 从叶家出来 叶飞飞就跟他们说了他的打算 说想要跟他的主子 这一点倒是让他们有些意外 毕竟他与主子相处时间也不久 跟在他们主子身边 这两天竟会生出这种心思来 倒不得不说 让他们有些意外 不过 他却也知道 比起留在叶家 跟在他家主子身边 会得到与叶家所不同的东西 嗯 想好了 就是不知道他肯不肯让我留下 叶飞飞有些忐忑 他想了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留在叶家 他也只有一个人了 若不留在叶家 自己一个人出去闯荡 他一个女子 孤身一人在外 会遇到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 但是若是跟在那鬼异凤九身边 他想 日子应该也会是不一样的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两天他也知道 他的身边一个个都是强者 无论杜凡 白金城 还是冷霜 秦新他们 都各有本事在身 所以他才想 跟在他身边学本事 杜凡一笑 你是想好了 不过 收与不收 这就得看我家主子了 他手中扇子 轻轻地扇着风 他可以照顾你一二 但将你带在身边 那就不太一样了 叶飞飞没有说话 只是咬了咬唇 沉默 三人回到宅子 便往凤九所在的主院而去 一进院子 就见院中的 轩辕莫泽和凤九 抱着孩子在那里逗弄 见他们进来 凤九便笑了笑 回来了 竹子 杜凡白金城 行了一礼 退到一旁 静立 叶飞飞在这一时 上前 跪了下去 她看着凤九 将手中的盒子 递上前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凤九挑了挑眉 看着跪在面前的叶飞飞 问 你这是做什么 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她还没有伸手去接那个盒子 抱在怀中的女儿 便压压地叫着 伸着手上前 将那盒子抱在怀里 便俯上身子 凑上嘴去咬 乖 不能吃 凤九摸了摸 怀里女儿的头 将盒子取下 放到桌面上 叶飞飞跪在地上 没有起来 而是看着放酒 那东西是质宝 我娘亲既然说给你 那就给你 不要了也没用 只是 我希望 你可以让我跟在你身边 跟在我身边 任我为主 叶飞飞有些紧张 看着她 生怕听到拒绝的话 放酒抱在怀中的女儿 一直想伸手去玩盒子 你放着叶家大小姐不足 为什么想跟在我身边 你要知道 只要我一句话 一个吩咐下去 叶家人 没人敢怠慢于你 在这里 也没人敢欺负你 待过两年 则一家事相当的良人成亲 一事无忧 这难道 这难道 不是更好吗 不 不不不 我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她摇了摇头 跪在地上不起来 她不想嫁人了 就待在宅院中 如果她父母还在 如果说她没经历 这三年的事 没看清人情的冷暖 也许 她会做那样的选择 但现在 她不想 也不愿 凤九笑了笑 把玩着怀中女儿 热热的手掌 那你 可想进什么宗门 山派 拜师修炼 我也可以帮你 让你拜到 想拜的人为师 我 我只想跟着你 跟着我 你就不是叶家的大小姐 只是我这里的 一个使唤丫头 在我这里 无论我要你做什么 你都没有拒绝的权利 哪怕是我要你去死 你也只能顺从 就是这样 你还想跟着我 任我为主吗 嗯 我愿意 只要让我跟着你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叶飞飞连忙点头 凤九一笑 为什么呢 为什么放着好日子 不去过 要跟在我身边 当使唤丫头 叶飞飞 垂低下头 我父母 已经不在了 家族里面 虽有亲人 但真心带我的人 并没有多少 那个家 我不想再回去了 可是 若孤生一人 去外面闯荡 我实力不强 若真遇到危险 也无法自保 所以 所以我才想跟着你 因为你很厉害 你身边的人 都很厉害 我也想变得那么厉害 凤九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我不会一直 在这边居住的 等这边的事情 处理完了 就会离开 若是离开 以后什么时候 再过来 就说不定了 我知道 就算不回来 也没关系 等以后我实力强了 我也可以自己 回来看看 祭拜我的爹娘 既然这样 那你就留下吧 不过 从这一刻起 你要记住 留在我身边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忠心 永不背叛 日后哪天 你不想跟着我了 你可以选择离开 但 不要做出 背叛我的事情来 否则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叶飞飞心头一颤 抬头看着她 目光望入她的亲眸中 看到了她眼中的认真 与冷冽 于是 郑重地朝地面上 磕了个响头 柱子放心 我叶飞飞在此起誓 从今天起 跟随主子左右 若有背叛 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天地同诛 行了 起来吧 凤九示意 让她站起来 院中的杜凡几人 看了叶飞飞一眼 继而相视一眼 露出一抹笑意来 看来 他们又多了一个伙伴了 只是 没想到的是 这个叫叶飞飞的 轩月木则看了叶飞飞一眼 继而将的盒子移到面前 见盒子上还有封印 便掌心凝聚一股灵力气息 一幅 将上面的封印解开 打开一看 却发现里面是一枚 被浓郁灵气包裹的珠子 这珠子只有鸡蛋黄那般大小 是乳白色的 但在这珠子中间 却有着一缕火焰在里面燃烧 而且 珠子拿在手中 便能感觉到这珠子散发着一股温热的气息 她将那珠子拿在手中把玩 反复看了看 见那一缕火焰的下方 是一枚红色的东西 看得不是很真切 但这珠子的当中 有着这样一缕火焰在燃烧 依旧是让人觉得很是奇怪 她以为会是一枚红莲 不想是这样一缕红莲之火 这就是上古红莲 凤九威亚 结果轩原莫泽递过来的珠子 看了看 手一触到珠子 就感觉到一股火焰 传入手掌之间 而且 一拿着这枚珠子 就能感觉到 她体内的清莲 有着异样的感觉 这珠子是封印了 我娘亲用了很多办法 也没能打开封印 叶飞飞看到那枚珠子 凤九看了看 递给轩原莫泽 你试一试 能不能解开这封印 我打不开 轩原莫泽并没有接过手 她从盒子中拿出珠子时 就试着打破这珠子上的封印 只是 以她的修为依旧没有办法 凤九微压 看了看那珠子 这到底是什么人封印的 居然能将上古红莲 封印在这里面 也是厉害 而且 将强大的上古气息 都封印了起来 半点也没有泄露 被凤九抱在怀里的月儿 捂着小手 想去拿凤九手里的珠子 凤九低头一看 见女儿流着口水 咧开着嘴 笑着 肉嘟嘟的小手 伸着 想要拿她手里的珠子 于是 便将珠子塞到她的手里 拿着 给你玩吧 听着这一话 站在一旁的叶飞飞 微震了一下 不由看向凤九 又看了看 她怀里的小珠子 有些惊讶于 那样的宝贝 她居然就塞到孩子手中 给孩子当玩具 都凡等人看了 则微微一笑 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清城 你带飞飞下去吧 跟她说一下规矩 安排一下她日常做的事 再带她 认识一下府里的人 凤九让白清城 带她下去 是 白清城 朝叶飞飞看去 叶飞飞行了一礼后 这才先行 跟着白清城退下 主子有解开这上古 红莲封印的办法吗 杜凡询问 凤九瞥了一眼 怀里的女儿 见她拿着一珠子 乐呵呵地在玩 口水糊了一脸 连带着那珠子上面 也沾满口水 不由笑道 反正也在手里了 解不解开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倒也不急 慢慢来吧 她声音一顿 看着杜凡打量了一眼 见她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也不知在想什么 嘴角带着几分戏谑的笑意 杜凡一正 不由问 竹子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有个任务 要交给你 凤九笑了笑 眼中划过一抹笑意 什么任务 竹子请吩咐 叶飞飞那里 由你去指点她修炼 她的这个实力 在进阶门槛时 可以用些丹药辅助一下 你再看看她哪方面 比较擅长 加以指点 杜凡皱了下眉头 竹子 叶飞飞跟我不太对牌啊 要不 让齐康去交 或者 换成其他人都可以 反正我们这些人 随便哪一个 都有资格指点她了 不 就得你去 坏狼听了 忍不住咧开嘴 笑了起来 一副看戏的样子 看着杜凡 杜凡无奈 只好硬着 嗯 是 看主子这样子 就知道主子 打什么主意了 轩云莫泽 让他们都退下 待院中只剩下 他们两人时 他这才到 如今上古红练已经到手 你之名 也在这边传开 事情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挑个时间 你用精神力 将这片天地收复了吧 其实我有一个打算 什么打算 我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的时候 如今 有了一双孩子要照顾 精力实在是不多 再加上 我也已经是天地之主 这片大路 我收不收 觉得并不是很重要 轩云莫泽眉头一皱 你不要这里了 若是收了这里 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我知道 只不过 他们跟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也想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想让齐康 或者杜凡 来当这片天地之主 薛云莫泽沉默了一下 半晌 以他们的实力 以及处事能力和应变能力 确实早就有资格独当一面了 凤九点了点头 不仅是他们两个 八名凤卫队长的能力都不弱 又跟在我身边这些年 精力的事情也多 早就可以独当一面 成为一方霸主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我原来想让你来当这里的天地之主的 不过 既然你有这个打算 那也可以 薛瑜莫泽在他这个打算 并无反对之意 因为他知道 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忠心 就算是他们成为一方霸主 也依旧是他手底下的人 既然如此 由他手底下的人来管辖这一方天地 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的 他声音一顿 回去后 你得将实力提升起来 将手头的石头放一放 专心修炼吧 另外 我也会让人 将魔主的藏身之处找出来 此人不除 终是一个隐患 我知道 放久看了看 怀中拿着珠子在玩的女儿 你看这丫头 一直拿着珠子不放手 看来是很喜欢这个新玩具啊 薛瑜莫泽的目光 落在他的女儿身上 看着他那样可爱而精致的小脸蛋 他的唇角也是微微的一勾 扬起了一抹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们的女儿眼光好 玩具也挑得不一般 既然他喜欢这珠子 也别收起来 就给他玩吧 凤九瞻他一眼 你这么宠着他是不行的 什么东西都能给他玩吗 无所谓 反正这珠子 现在封印也没解开 薛瑜莫泽看着那小家伙 咧着嘴 你抱着儿子 女儿我来抱 他将怀里的儿子 递给凤九 竟然从他怀里 接过女儿 此日 清晨时分 主院中 主子 严主 齐康进来 朝他们行了一礼 见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都在这里 不由心下为压 目光看向凤九和轩辕莫泽 不知他们有何吩咐 齐康 我们打算由你来接手这片天地 让你来当这里的天地之主 你觉得一下如何 凤九直接开口 齐康一正 看向凤九和轩辕莫泽 主子 不是说 有你来当的吗 你们的实力都不弱 早已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也是和莫泽商量过后 觉得有你来当 也不错 所以想问问你的意见 齐康顿了一下 沉思着 倒也没有推辞 若是主子们的决定 属下自当遵从 那好 让杜凡他们 助你部下精神栗战 待你接收了这边之后 我们便可以启程离开了 你们几个人 助他部下阵法结界 尽快将此事办好 是 几人看向齐康 露出一抹笑意来 接下来的日子 凤九一心专注于修炼 希望尽快将实力提升起来 而杜凡几人 则筑齐坑布下阵法和结界 按个月之后 天雷声在天空中轰隆而响 整片大陆的天空 都笼罩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几乎在第一道天雷落下之后 整个大陆都感觉空气中的气息 变得不一样了 一处城中 看着天空的迹象 一名老者喃喃低语 看来我们这片大陆 是终于有了天地之主了 是那鬼一奉酒 还是其他人呢 立出地方 一名中年男子仰望天空 猜测 强者临时 主宰大陆 好好啊 这样一来 我们这里也总算不再是无主之地了 一名宗门老者 俯着胡子 露出笑意 眼中竟是期待之色 强大的精神力量 遍布空气之间 这股精神力量渐渐散开 由强变弱 变得似有弱无 但哪怕气息再弱 也可以感觉是那一缕缕精神力量 天空中的天雷声 在云层中打响 这一幕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 直到四日清晨时 一道七色彩虹横跨了大半个大陆 众人看着那天空渐渐地恢复如常 看 那彩虹真大 有人指着天空中的彩虹 惊喜地说道 普通百姓 看着那一道巨大的七色彩虹 露出了笑容与欣喜 而有的修士则心下有些复杂 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他们这片天地也终于有了天地之主了 在凤九他们所在的宅子里 轩云木泽看了天空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继续自己下棋 在一旁 两个孩子自顾自地在那边玩 一枚珠子在两个孩子中间 当其中一人伸着胖乎乎的小手去拿 另一个便也跟着去抢 小月儿爬上前 见珠子被他哥哥拿去了 便凑上前咬着小嘴 小牧尘将珠子紧紧握在手中 可下一刻 流着口水的小嘴便凑上前去咬 小家伙一吃疼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手一松 珠子也从手中滚落 小月儿张着嘴 咿咿呀呀地叫 又爬去将珠子捡了起来玩 轩云木泽朝两个孩子看 见他的宝贝女儿 又欺负他哥哥时 不由摇头一笑 一手轻轻抚着他的头发 不能欺负哥哥 知道吗 小家伙咧开嘴 哥哥地笑了起来 反正也不知道 轩云木泽说的是什么 只是拿着珠子又在玩 时而又放到嘴边去咬 口水糊了一脸 小脏猫 取出帕子 帮他释去了脸上的口水 这才对外换了一声 去把两个孩子吃的东西端来 是 后在院外的冷霜和叶飞飞 听了便应了一声 别帮你们洗手 轩云木泽上前将小牧尘抱了起来 往一旁走 在水盆中将他的小手和脸擦洗干净 因此他没有看到 坐在婴儿床里的小月儿 在这时拿着那枚珠子 便往嘴里塞 如同平常一样去咬 可是这一回却是小嘴一张 直接将珠子含在口中 也不知怎么弄得那珠子划下了喉咙 不上不下地卡在喉咙中 他一张小脸涨红 眼睛瞪得大大的 小手乱舞 想发出声音来 却发不出来 这时轩云木泽抱着儿子回来 一转身 看到女儿的样子 惊得脸色一变 悦 他迅速上前将儿子放下 抱起女儿 便将他的头往下倒吊着 一边一手在他的背后拍 哪知 咔嚓一声 仿佛什么东西裂开一样 紧接着从悦儿的喉咙中 掉出了那珠子 只不过 此时那珠子已经裂开成两半 掉落在地上 那在珠子当中的上古红帘 也在那珠子裂开的同时 窜入悦儿的身体里 小沐月扯开喉咙哭了起来 可是哭着哭着 她的身体便如火一般发烫 整个脸蛋也发红 额头上渗出豆猪大的汗水来 似乎很痛苦 又似乎很难受 却又说不出来 只能放声大哭 看着她这情况 再看地下掉下的那珠子中 上古红帘已经消失不见 轩云莫泽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她当即一手抵在孩子背后 为他压下了那股窜上来的火热 冰寒的气息 透过她的手掌 源源不断地输入孩子身体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寒冰气息的输送 不仅不能压下那股火热与滚烫 相反 还让那股气息越发强大 强大的滚烫 看着孩子身上的衣服 因为身体热度变得发烫时 她当即喊了一声 吞云 在前院和老白影衣灰狼 他们练手的吞云 听到声音 当即回头并往回窜 速度之快 如风一般略行 几乎瞬间便回到主院中 而在吞云老白他们在一起的 灰狼影衣几人 在听到他们主子的喝声时 心头一沉 当即也迅速往主院而去 严主 出了什么事啊 吞云第一个来到主院 一到主院 就见小主子似乎不太对劲 凑近一看 甚至都能感觉 从小主人身上 弥漫而出的那股火热 快进空间里 家就换出来 快 轩云莫泽 让他迅速回空间里面去 是 吞云当即神石一动 下一刻 身影变化成一道光芒消失 主人在空间中修炼 旁人进不去 只有他们这些 与他有灵魂契约的契约兽 才能回到那里去 就在吞云消失后 影衣和灰狼他们 也迅速来到主院中 看到院中的一幕后 脸色一变 不由惊呼 主子 这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在厨房那边的冷华冷霜 以及秦兴叶飞飞几人 也在听到轩云莫泽的 沉声一鹤时 迅速往主院而来 因此 在看到院中的那一幕时 冷华迅速上前 将小牧尘抱了起来 免得他被那股火热气息 给烫伤 严主 出了什么事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空间里 凤九在吞云进空间里 便感觉到了 他睁开眼睛看向吞云 怎么了 主人 小主人出事了 凤九一听 猛地站了起来 闪声往外去 甚至连问都没有问 到底出什么事了 直到光芒一闪 从房间里迅速出来时 感觉到空气里的 那股上股气息 以及看到女儿 小小的脸蛋 被烧得红扑扑的 他才迅速上前 将孩子抱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上股红莲气息 他刚才做什么了 凤九一边问 一边手里凝聚 亲脸之气 输入他的身体 试图将那股 红莲火焰压下 小家伙 扯开喉咙大哭 那哭声极为响亮 听在轩云莫泽的耳中 却如刀般 刺着他的心 我一时没注意 他便将那珠子 塞到嘴里去了 珠子潜在喉咙里 我长期凝聚气息一拍 不知怎么的 那颗珠子便出来 裂成两半 而上股红莲却消失了 接着 月儿就成这样了 我猜测 他是不是将上股红莲 给吃了 凤九一呆 灰狼等人 也没有料到是这样 那上股红莲 此时在月儿的身体里 凤九手中的灵力气息 不敢有一丝收回 而是一边注意着月儿的情况 看到他身上的气息 渐渐散去时 他的心才放了下来 只不过 此时的月儿已经晕了过去 小脸上仍带着泪水 而且身上还是滚烫 看到他身上的热气渐散 凤九试着将手收回 只是 这才一收回 就感觉压阵的那股气息 又窜了起来 渐渐恢复的身体 又变成刚刚那样 吓得他的手 不敢离开他身体 只能源源不断地 为他输送清廉之气 上股红莲被他吃下去了 那上股红莲的本命天火 为红莲夜火 似乎威力非同一般 若是一般人 只怕那样服下上股红莲 只会落得焚身而死 听着这话 轩阵莫泽脸上的担忧 掩饰不住 那现在他怎么样 你压得住这股红莲夜火吗 凤九沉默了一会儿 压住也没有用 若是引不出他来 那就只能让月儿 成为他的主人 凤九手中的清廉之气 再度往月儿身体里输送 他以清廉之气 压住那上股红莲的火焰 只是 长时间动用清廉之力 他的额头渗出了汗水 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 轩阅莫泽见此 手掌凝聚了灵力气息 输入凤九身体里 看着这一幕 灰冷影衣 冷华等人 脸色凝重地看着 一颗心紧紧地提了起来 生怕小主子会有什么闪失 而此时 他们自责不已 他们应该也有人 留在这里照顾的 如果有人留在这里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凤九试着将 上股红莲引出来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上股红莲竟不肯出来 无论是他以清廉之气相诱 还是其他 都无法将那上股红莲引出 引不出来 凤九看见轩云莫泽 孩子的身体灵力气息充沛又纯净 如今进去了 想让他出来就有些麻烦了 不过 若是无法将寄引出来 那就设法 让月儿成为上股红莲的主人 孩子那么小 我怕他无法控制 也不懂控制 若是引不出来 那就只能这个办法 凤九并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和两人之力 助他们的女儿 将上股红莲融合 将这与之合为一体 当月儿身上的热气退去之后 她身上涌动的灵力气息 也在渐渐恢复 体内的红莲夜火 在被逼得无路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与之融为一体 于是 当一抹红色火焰呼的一声 从月儿的眉心窜起 随即化成一抹火焰形状的红色胎记 落在她眉心时 轩云莫泽和凤九相识一眼 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收起释放而出的气息 放久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抬手逝去额间的汗水 看着怀里还没有醒来的女儿 不由摇头苦笑 那圣古红莲 我试过几种办法 也没能将其打开封印 没想到 最后却成了月儿的东西 真是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夜旁的灰狼连忙上前 夫人 小主子这样是不是没事了 轩云莫泽和凤九一同看着小月儿的额间那枚红色火焰 眉心轻明 他们相识一眼 轩云莫泽沉默着 而凤九则等 眼下是没事 不过 他现在还小 无法控制上古红莲的力量 他看向轩云莫泽 你来帮他将这股力量 先封印起来吧 等他大一些 再帮他解开封印 好 轩云莫泽上前一步 将手指咬破 一滴鲜血 渗在指尖 紧接着 指尖他手中凝聚灵力气息 随着他的低唇轻吟 中指的那一滴血珠 飞入小月儿的眉心中 指尖 他额头眉心处的那枚红色火焰 也随之消失不见 这样就可以了 轩云莫泽上前将女儿抱了起来 对凤九说 我先带他进去 便往房间里面走 凤九看着他抱着女儿回房后 便收回目光 看向院中众人 上古红莲在月儿那里的事情 都得保密 不得走了半点风声 是 众人相视一眼 都算了吧 凤九让他们都退下 便抱着一旁的牧尘 往房中走 冷华等人出了院中 到了外面 他们相视一眼 灰狼轻呼出一口气来 刚才我真被吓了一条 赶过来时看到小主子 仗红着脸 真是惊出一身冷汗了呀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冷华看向一旁的影衣 你还是回到院中去吧 日后再怎么样 院中也不能离了人 影衣点了下头 闪声往回走 隐喻暗处守着 厨房的东西 你去端过来吧 叶飞飞应了一声 好 先行离开 主院房中 凤九抱着儿子走了进来 就见薛月莫泽坐在床边 看着昏睡的女儿 见他一手还牵着孩子的小手 他便走上前 你别担心 他没事的 睡一会儿就醒了 我不应该讲竹子 给月儿玩的 薛月莫泽脸上尽是自责 凤九抱着儿子在床边坐下 将儿子放了下去 就见小家伙 爬到他妹妹身边坐着 嘴里咿呀呀呀的叫 看着这一幕 他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眼神柔和的 看着一双儿女 那珠子上面的封印 连你我都没能打开 却阴差阳错的 因月儿而破开 这也许 就是冥冥之中的 自有定数 薛月莫泽沉默着 没有开口 只是看着昏睡的女儿 凤九见他如此 便在旁边陪了他一会儿 与他说说话 聊聊天 说了一些上古红莲的事 待到傍晚时分 一直睡着的月儿 终于醒了过来 小家伙扯开喉咙哭 小嘴扁着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便一个劲地 往薛月莫泽怀里钻 薛月莫泽见此 连忙轻声哄着 一边将他抱了起来 小家伙听到熟悉的声音 闻到了熟悉的气息 抽气的声音渐渐小了 他睁开泛着泪花的眼睛 看着薛月莫泽 贬着小嘴可怜兮兮的 看得薛月莫泽的心 软成一团 薛月莫泽一手轻轻地 扶上的乌黑的毛发 女儿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他父亲 扁着小嘴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不由露出一抹笑意来 伸手轻轻地握着他的小手 月儿 你可是把你爹爹吓坏了 两人在房中陪着一双儿女 直到晚上 齐康他们回来时 两人才出了房间 主子 严主 齐康杜凡等人 朝他们两人行了一礼 回来了 都弄好了吗 凤九目光在几人身上掠过 落在齐康身上 已经都处理好了 也能将这一片天地的结界打开 随时可以回去 嗯 那就三天后吧 三天后我们便走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嗯 那就三天吧 三天后我们便走 凤九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 这两天都没什么事情需要做 休息好 准备上路 是 几人硬着 相视一眼 顿了一下 杜凡便问 主子 我们回来听灰狼说起了 如今上古红莲在小主子那里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现在已经将上古红莲封印起来 目前来说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嗯 那便好 几人这才行了一礼后退下 四日清晨 一个穿着灰色衣袍的老道 俯着胡子穿过街道 来到了凤九他们所在的那处宅子前 停了下来 他抬头看着宅子上方 紫气盘旋 锐气冲天 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暗自点了点头 真不愧是天地之主 真龙锐凤 这等紫气 还真不是一般人便能拥有的 他站在宅子外面 看着天空 而后又看了看宅子紧闭的大门 始终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轻叹一声 摇了摇头 终是抬起脚 跨出了那一步 来到宅子大门前 敲响了门环 大门嘎吱一声打开 一袭月牙袍的冷华 站在大门内 当他看到那外面门前的老道士 温和的眼中 划过一抹亚意 这抹亚意极快地闪过 就仿佛不曾出现一样 道章找谁 老道找你家主子 他一手扶着胡子 冷华一笑 不知道道长怎么称呼 找我家主子又为何事 贫道无忧子 为你家两位小主子而来 老道眼睛一眯 笑了起来 闻言 冷华微沉思了一会儿 便侧身做出了请的手势 道长请进 先到厅中喝一杯清茶吧 好 老道宽大的衣袖 跟着他一同往里面走 道长 请稍造片刻 我去禀报主子 冷华请他到厅中 便先离开 出到外面 见到叶飞飞 你给厅中道长上茶 我去去就来 是 叶飞飞飞泡了茶水后 便往厅中而去 来到厅中 就见一个老道 坐在那里四处看着 见他进来 便上下打量 竟然露出了一抹 奇奇怪怪的笑意 他压下心中的怪异 面带笑容 将茶水端上前 道长请喝茶 多谢姑娘 老道看着道谢 见他就要退下 姑娘且留步 道长还有事 倒也没什么 就是一人在此等着 略显无聊 不如 姑娘在这儿 陪频道聊几句 他笑呵呵地 一边俯着胡子 来者是客 我只是阻止丫头 实在不敢在这儿 陪客闲聊 不如 道长先喝杯茶 老道端起茶水 抿了一口 放下 茶是要喝 话也是要说 就冲着姑娘 给我泡的这杯茶的份 我也要提点姑娘一句 姑娘会有一劫 此时非同小客 稍若不慎 便会命丧于此 叶飞飞眉心惊明 娇美俊丽的容颜上 笑一脸去 美眸看着老者 长音不识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吗 什么瘸不瘸的 无所谓 若是命不该绝 自是能跨过 道长口中的劫 我还有事 道长请自便 叶飞飞屈膝行了一礼 转身之时 就见杜凡 站在那里看着他 叶飞飞 抿了抿唇 微低头 心形退了下去 杜凡 他们这里来 那和尚已经离开了 这老道又是来做什么 道长 别来无恙 杜凡拱了拱手 老道愣了一下 继而一笑 起身拱手 说起来 这是老道第一次 登门拜访 虽是第一次见 不过 对于道长 我们也并不陌生 杜凡笑着走到厅中 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请他坐下说话 老道笑了笑 和尚跑到他那里去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而他 估计也被他们顺便查了老底 是才道长说 那姑娘有一劫 杜凡目光落在老道身上 不错 而且此劫极为凶险 老道一边点了点头 杜凡温和一笑 无忧子道长的名号极为响亮 多少人想求见 请道长测个吉凶都难见一面 我很好奇 道长怎么就登门而来了呢 难道 就是为了帮刚才那个姑娘测吉凶 杜公子不用猜测 不必疑心 老道前来啊 还真不是为了旁人 而是为了你们府上的两位小主子 他扶着胡子笑了笑 倒也不介意杜凡直言相对 杜凡目光微闪 正要询问 就听主子声音从外面传来 道长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孟九从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冷华 老道站起身 朝他行了一礼 贫道见过凤主 道长请坐 凤九做出请的手势 请他坐下 自己则走到主位坐下 这才看向坐在下方的老道 道长先前的话是什么意思 老道看着凤九 扶着胡子 扶着胡子 呵呵笑着 贫道这人呢 跟那和尚不太一样 那和尚整天是将天机不可泄露挂在嘴边的 但老道不同 有的话老道不能说 但有的话老道却是可以说的 凤九没有开口 叶飞飞端着茶水进来 为凤九他们上了茶 便静静退到一旁 也不用凤九开口 老道扶着胡子 帝星与凤星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 然因天道的不可测 本为天煞孤星的帝星因凤星而变 你们不仅结合还有了一双儿女 这可真真是天道神秘不可推测 要知道按理来说 天煞孤星是断情绝爱之人 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些 而现在拥有了 也是因天道的一边 命运的难测 帝星与凤星如今的对应星辰耀眼而闪亮 可以说命星早已定下 但你们的孩子 却是命星难寻 命运难测 是否能存活下来 还真不好说 他看着凤九 这样的话已经是凤九第二次听到了 上回和尚也说了 这次 这老道也说了 而偏偏无论是和尚还是老道 都是有些本事的人 不是那种所谓信口开河之北 因此 这让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一个人这样说 他告诉自己 人定胜天 两个人这样说 他告诉自己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然而心中的沉重 心里的担忧 却是无法忽视的 他端起茶水 亲抿了一口 一口茶水入喉 缓了缓心中的祈福 这才到 道长 这样的话 我已经听过了 那和尚说了 老道笑了笑 看来那和尚也不是不懂得变通之辈 不过 他肯定没说 要如何破解吧 凤九目光微闪 确实没有 老道一副 我就知道的样子 扶着胡子 因为和尚 他根本不知怎么破解 莫非道长知道 前段时间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也是最近才找到的方法 他看着凤九 地形献凤星的孩子 打一出娘胎 就是人中龙凤 他们一出世 便引起这片大陆的轰动 引来各界强者的赐福 本应是 集各方福气于一身的福瓦 奈何 命星难寻 生死难测 我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若是成长起来 也必将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是传奇般的存在 所以 贫道十部人 看他们劫难无解 夭折于幼年 他脸色凝重 惊叹一声 我翻阅祖师留下的典籍 最后才找到破解之法 只是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妞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凤九一颗心 正因为他的话 提了起来 认真地听他说的话 谁知他的声音一顿 半嗓没有下闻 让他仿佛一口气 卡在喉咙处一样 不上不下 十分难受 道长 有话起鸣言 凤九缓声说着 清冷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他们必须寻找命星 只有命星点亮了 才能算是 真正属于 这片天地的人 而且 点亮命星之后 他们还会有 九九八十一道劫难 只有跨过这 九九八十一道劫难之后 才能算 真正迈过这一劫数 他看着凤九 扶着胡子 因他们命格的奇异 他们此生 若不能像地星一样 找到天命之人 那就算是跨过前面的 九九八十一劫难 也只能孤身一人 面对漫漫岁月 毕竟前面也说了 地星若不是因为 遇到凤主 此生也是孤煞命格 凤九微臣思沙 道长所说的命星 到底是 天地万物 皆对应天上星辰 两个孩子的命星 黯淡无光 那可以寻找 强大之物 与其递接 命星相互共享 两星同辉光芒药 老道看着凤九笑了笑 凤主魂魄 非这里所有 但神魂强大 如同夺舍而存在 因此 与两个孩子的 自有不同 但凤主与上古火凤 递接本命契约 又有上古青莲在身 自是非同一般 若是两个孩子 也有如此造化 自然无惧天命难存 凤九沉默 他的意思 他大致可以说是 知道了 他所说的办法 就是让两个孩子 与强大的契约兽 毕竟本命契约 除此之外 还需经历 九九八十一劫难 若想不孤独一生 还得有那个造化 可以遇到一个 属于他们的天命之人 而这个所谓的天命之人 就是不可测的存在 也许存在 也许并不存在 至于如何 是否能够遇到 这就得听天由命了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命星 还没点亮之前 他们不可以离开这片 诱了他们诞生的天地 否则 生死难测 老道一脸严肃地 看着凤九 不能离开这里 凤九一正 有些错愕 老道一脸认真 点了点头 在他们的命星 还没点亮之前 确定是不能离开这里 因为他们出生时 天心异象 也因为他们 本就是异数 是这片土地 庇护了他们 平安诞生 所以 在他们之前若是离开 神魂不稳 生死不定 这边 厅中的凤九和老道 在说着 而在主院那里 薛云莫泽 看着两个孩子 在那边玩耍 纯真的脸蛋上 站开着开心的笑颜 他也不由跟着唇角一勾 扬起一抹 柔和的笑意 见凤九去了那么久 也没有回来 他朝外面看了一眼 便看后在院外的冷霜 冷霜 是什么人来了 刚听说凤九去了前院 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来的到底是什么人 又在说什么事 冷霜跨进主院 回燕主 我听杜凡说 是一个老道 是上回那大师 去拜访的那一位 薛云莫泽应了一声 深邃的目光 落在他的女儿身上 看着小家伙 哥哥笑着在那里玩 他不由微微失神 脑海中 又回想起 那和尚说的话 冷霜见他坐着想着事情 桌上茶水也已经凉了 于是便为他再泡了一杯茶 茶水刚放下 就听见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主子 冷霜向凤九行了一礼 嗯 凤九走了进来 目光落在薛云莫泽身上 话则是对冷霜说 让他们将手上事情 都放一放吧 我们暂且不回去 冷霜正了一下 稷儿应着 是 没有问为什么 只是听从的执行命令 那老道说了什么 让你改变的行程 薛云莫泽目光落在凤九身上 凤九在桌边坐了下来 端起他面前的茶水 喝了两口 缓和了一下起伏的心去后 这才将前面的老道 跟他说的话 跟他说了一遍 不管真假 这个险 我都不敢冒 薛云莫泽眉心微明 半赏无言 他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 不能离开这里 他说的会有几成人 他在听中 坐了一会儿后 便告辞了 并未提出 要什么报酬之类的 显然别无他求 只是过来告诉我们 这些而已 在送了他离开后 我和杜凡几人 也聊了一会儿 觉得他根本 没有捏造的理由 而且 他所说的 也是有根有据 所以 他的声音在这时 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往下说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薛云莫泽听他这么一说 也知道了他的意思 于是便道 那行吧 既然这样 原本打算就此作罢 且先在这边住着吧 不过 若是在这里居住 我觉得 应该换出清静点的地方 眼下他们在这里 几乎可以说那些人都知道他们在这里 一举一动 都在众人视线中 那些人虽不敢明着盯着他们 但他们有什么动静 他们却是知道的 虽说并无什么恶意 但终究谁都不喜欢自己的一举一动 在他人的眼皮底下 嗯 我也有这个打算 我让他们去找一下吧 换出地方落脚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则再说 据我所知 上古神兽并不多见 而且有的已经被契约了 若想为我们两个孩子 寻来上古级别的神兽 只怕不那么容易 薛云莫泽一说起这个 眉头都拧了起来 放久一笑 眼眸弯弯地看着那在婴儿床里的两个孩子 我知道上古神兽不好寻 而且无主的上古神兽就更不好寻了 再者 并非所有的上古神兽都适合两个孩子 神兽的秉性太过凶残的也不行 太过暴力的也不行 他言语中透着自信 不过 虽是难寻 却并非不可寻 总归会找到合适的 这地方没有 别的地方也一定会有 他看过万寿书籍 自是知道这世间的上古神兽 不仅仅只有那么几只 要为他孩子挑选的契约兽 他得仔细寻找 帮他们找得最合适的 至于他和莫泽现在的契约兽 青龙和火凤 虽为上古神兽 而且还是极为强大的 但毕竟已经是他们的契约兽 若是解除了再让他们去契约 自然没有帮他们寻找 从没契约过的好 每一只本命契约兽 陪同主人成长 竭尽艰辛 一步步变强 这当中的情谊 已经不是单单的契约缔结关系了 而是亲人般的存在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看来上古红莲封印在我们女儿体内 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轩约莫泽看向一旁咯咯笑着的女儿 凤姐的目光随着她看去 也落在两个孩子身上 传到桥头自然之人 眼下的担忧 日后也必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人算不如天算 试问又有谁知道 她又会入此一世 来到这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说 很多事情不必太过担忧 一切都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因为老道的到来 也因为那些话 原本准备过两天离开这里的凤九 和轩约莫泽一行人 形成而因此改变 他们打算暂且留在这片世界中 只不过 却是要换一个居住的地方 于是齐康杜凡两人 负责找地方 几天后 他们便悄然带人 离开了这城中 来到一处 位于青云山半腰的一处山庄 山脚下 杜凡抬头往上看去 指着半山腰处 隐隐可见的山庄 对凤九和轩约莫泽笑道 主子 严主 我们看 就是这处山庄了 这周围一整片地方 都属于山庄的范围 山庄在半山腰处 可观周围远处的风景 而且空气极好 很是清雅幽静 玄约莫泽和凤九 顺着他所指的目光 往上看 那清脆的树木上方 一座山庄 坐落其中 周围青山树木环绕 环境 甚至清雅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 这地方 原本又什么人居住 都弄清楚了吗 严主放心 都弄清楚了 陆凡说着 这山庄是一个世家避暑之地 他们因搬迁而卖了这里 我们就将它买了下来 一切手续都处理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与麻烦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王妃日日想何离 拳王点击破百亿 古言神作 且看男女主双重生 前世爱恨纠葛 今生会如何 快来订阅吧 薛玉木则点了下头 这才牵着凤姐的手 脉步顺着临终小路 往上走 身后的众人跟着 白青城和冷霜 则各抱着一个孩子 他们没有直接遇见而上 而是享受着难得的清幽时光 感受着临终小道的雅静 以及清新的草木气息 一行人缓步走着 小道两旁的树木 为他们遮去阳光 让他们走在临间小道 处处都是清凉 两个孩子 咿咿呀呀地叫着 不时伸着手 想去扯那些叶子 精致可爱的脸蛋上 迎着讨喜的笑容 让人见了 也不由跟着笑了起来 叶飞飞看着这片地方 不由说道 这林中 要是种着几棵果子树 到时候我们就有 吃过完的果子了 这想法倒是不错 只是 谁有功夫去打理啊 杜凡捏了他一眼 一手仍拿着扇子 在轻轻扇着风 一边不紧不慢地 跟在凤九身后 叶飞飞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一旁的灰狼咧嘴一笑 这种果子树 倒不如种桃树和梅树 倒是花一开 那一眼望去 可就真是美不胜收了 而且桃子酒和梅子酒也都好喝 尤其是夫人酿的 味道更是唇香 主子还会酿酒啊 叶飞飞眼睛一亮 看向一旁的灰狼 当然了 夫人无所不能 酿酒这种东西 只是小意思 灰狼一脸骄傲地扬起头 又得意洋洋地对叶飞飞说 夫人还给了我一坛桃子酒 我还埋在桃花屋的一棵桃树下 等以后回去了 我再去挖出来 到时请你喝一杯 叶飞飞一眼中泛沉亮光 他好奇地问 桃花屋是哪里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是一个极美的地方 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以后主子若是回去了 我们便带你去看看 灰狼一副 当他是兄弟般的样子 在他肩膀处拍了拍 拍完了才反应过来 对方是女的 不由善善地笑了笑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瞧我这性子大大咧咧的 一下不小心 又将你当成男的了 叶飞飞嘴角一抽 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本能地低头看了眼自己 他这样子像男的吗 我一直都向他当成男的 杜凡轻飘飘的声音 在旁边传来 叶飞飞一听 不由瞪了他一眼 却见他迈着大步往前走 走到前面去跟主子他们说话 他们都喜欢说笑 人都是挺好的 日子久了你就知道了 白清城让叶飞飞不要介意 毕竟当年他刚开始 跟在主子身边 杜凡他们刁难他 可比对叶飞飞厉害多了 不过相处的日子久了 就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是极好的 尤其是得到他们的认可之后 无论做什么都会护着自己人 那种护短与守护 犹如亲人一般 让人感到窝心 以及感动 嗯 我知道 叶飞飞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他跟在主子身边 他们也确实都对他挺好的 当然 偶尔和杜凡半半嘴 却也是常有的事 见一路都是他抱着小主子 叶飞飞便道 我来抱抱吧 白清城笑了笑 你跟小主子们接触的也不多 他们还是有些认生的 不肯让你抱 这样啊 那好吧 他看着趴在白清城肩膀上的小主子 眨着一双眼睛 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一行人往上走着 直到来到那山庄大门前 看着那极为气派的大门 众人相视一眼 露出一抹笑意来 这个地方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 杜凡齐康上前 将锁打开后 将大门推开 两人 退开 对轩月莫测和凤九道 天主 主子 请 轩月莫测牵着凤九的手 一同迈步走了进去 一进里面 那精致的山庄庭院 便映入眼底 看着这里面的布置 以及这种 处处透着清幽雅静的庄园 轩月莫测和凤九相视一眼 继而露出满意的笑容来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一行人往里面走 倒也没有先熟悉一下 这庄园里的环境 而是先陪着轩月莫测和凤九 去到主院 让他们休息之后 其他人再熟悉一下庄园的环境 在主院中休息的凤九和轩月莫测 在院中坐着 叶飞飞则为他们端来了茶水 以及拿空间里备着的糕点 而后才退了下去 说起来也好久没有见到爷爷他们了 自孩子出生他们就没有见过 我还真的有些想他们 既然不能带孩子回去 不如让他们过来 轩月莫泽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唉 不好 太远了 让他们一路奔波 不太好 还是等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带孩子回去吧 不过 还得找个时间 跟他们说一下原因 免得他们担心 这个倒是容易 回头用传讯语说一下就好了 嗯 凤九点了下头 端起茶水 清敏了一口 而后起身 来到一旁的软榻上 躺下 当身体舒服地躺平时 整个人不由放松了下来 嗯 这种日子 其实也挺好的 若是能将魔主也给灭了 将来是黑莲净化 两个孩子也能平安长大 那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人总有贪心的 得到了一样 又想着一样 轩云莫泽 看着他半眯着眼 一脸笑意 这只是时间问题 总会解决的 我让他们打听一下 这片大陆 有没有上古神兽的消息 我想帮两个孩子 抓两只回来 凤九躺在软榻上 看着天空 这片天空这么大 什么样的地方 才会有他想要的 上古神兽呢 尤其是 性情凶残 嗜血的上古神兽 还不适合 这才有些棘手 听着这话 轩云莫泽唇巧微钩 取出一张地图 起身走到凤九身边 你看这地图 他将地图打开 地图里面分布的是 这片大陆的各个地方 这片大陆并不小 除了我们当初过来 经过的那个森林之外 还有三大森林 分布在其他地方 而在这一个叫 青魔森林的地方 据说曾有人看见过 一头上古九尾神湖 凤九威亚 坐了起来 看着他手中所指的地方 上古的九尾神湖 对 他曾在这片森林里出没过 但 现在有没有在这片林中 就不好说了 轩云莫泽将地图递给他看 凤九脑海中自动搜寻了一下 关于上古九尾神湖的资料 记得万寿书籍上记载着 九尾神湖是湖中贵族 极为稀少 而且实力也是极为强大 比起其他的上古神兽 这上古九尾神湖 若是为他女儿的契约兽 倒也未尝不可 不管是真是假 我想去看看 凤九目光看向轩云莫泽 他将他手中的地图收了回来 我告诉你 并不是让你去那片森林看 而是我想去看看 将他想要开口 伸手阻止了他 你如今的实力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巅峰时期 各方面都不如以前 还是在家里好好修炼 再者 也可以多陪陪两个孩子 正因为我的实力跌了 我才应该出去啊 若是一位在这里修炼 进阶速度也不会有多快的 而且 你也应该知道 比起闷头修炼 还是在外历练实力提升得更快 不是吗 更何况 也许我去外面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机缘呢 轩云莫泽眉头微凝 嘴唇微泯 没有开口 他告诉他这个 关于上古九尾神湖的消息 并不是希望他去寻找 而是想着由他去找 他在家中好好修炼 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不过 看他这意思 却是想要出门 见他沉默着 凤九便笑盈盈地 握着他的手 你是担心我出门应付不了 还是 不舍得我又出门呢 都有 那若换成你出门 也一样啊 可惜现在两个孩子太小了 若是孩子大一些 我们倒可以带着他们去历练 让他们多长见识 可现在 他们还这么小 外面的世界 还不适合我们 所以 就让他们留在这里 轩云莫泽挑了挑眉 看着他 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 孩子留在这里 让他们照顾 不行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妞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薛与木泽 想也没想 便否决了 他怎么可能 放心地下两个孩子 没有在自己身边 哪怕是 齐康他们的实力 已经很强 但让他们照顾两个孩子 他还是放心不下 也许是因为父母心理 总觉得孩子 得在自己眼皮底下 才能真正放心 那带他们一起去 也不适合 你跟我一起去 留他们在家 也不行 那要怎么样才好 凤九一脸苦恼的样子 薛与木泽 也有些纠结这个问题 虽然对他实力 和应变能力 还是很放心 但让他出去 又不知何时 才能找得回来 这就不得不 让他一再三思了 你舍得一年半载 不见两个孩子 薛与木泽深邃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不舍得呀 可是 这不是没办法吗 为了两个孩子好 我总得为他们 寻些强大的契约寿的 再说了 上古神兽 心性本来就高傲 想要收服并不容易 所以 就算齐康他们实力再强 让他们去做这件事 也是不放心的 只能由我自己去 这事情 关乎到他的孩子 哪怕是极为艰难 他也一定会 想尽办法办成 见此 薛与木泽沉默着 他所担心的又何尝不是他所忧的 所以 只能留你在这里守护我们的孩子 和尚的话 还有老道的话 都让我很是害怕 很是担心 我不知道两个孩子 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灾难 发生在他们身上 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 所以 我想趁一切还没有发生之前 杜绝一切可能的发生 薛与木泽心底无声的一探 他伸手握住了他们的手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所以别太过担心 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是不是会发生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未知数 他微沉思 过了一会儿 既然你想去 那就由你去吧 不过 你要带几个人在身边 不要独自在外 凤九笑了笑 紧握了他的手 眼下只是说起这事而已 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去 现在说这个 有些太早了 他站了起来 挽着他的手 不如 我们去庄园里 四处走走看看 孩子们都还在睡着 我们都走了 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没关系 影衣在这里 他朝暗处看去 露出一抹笑容 那无声无息 如同影子一般的影衣 一直守在暗处 所以 哪怕他们没在院中 他们也不用担心两个孩子 闻言 薛与木泽这才点了下头 那走吧 顺便让他们熬些粥给孩子们吃 两人便往外走 两人挽着手 在庄园中闲逛 四处看了看 赏赏庄园中的景色 整个庄园不小 如今只有他们这些人 倒是显得太过冷清 而且 若是收拾打扫起来 也得费不少功夫 倒是可以买些下人回来 庄子不小 要是都让 请亲他们来打扫收拾 就有些忙不过来了 凤九拉着他提起一跃 两人坐到庄园中的一处屋顶处 眺望远处 回头让杜凡或者冷华 去奴隶市场挑戏回来 薛与木泽看着远处的风景 整个人也渐渐地放松下来 两人相依在这里坐着 看着风景 说着话 偶尔说到好笑的是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来 在庄园中的杜凡冷华等人 在庄园的一角 看到坐在高处的两人 脸上露出笑容 看着他们依偎的场景 一个个也都相视一笑 一个月中的一天 清晨 凤九将他们都叫到了厅中 跟他们说了他的打算 我打算出门一趟 去金摩森林 寻找上古九尾生户 这次出门 我打算带菲菲和冷庄一起去 其他的人都留在这里吧 凤九声音一落 听中众人微压 目光不由看向他 主子 叶菲菲跟在主子身边的时间尚短 而且 她的实力 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弱的 你带她一起去 她不仅帮不到你 而且 她可能会给你带来拖累啊 主子 我不建议你带她一起去 杜凡直接将其中的厉害分析给她听 叶菲菲也是一脸错愕和惊讶 没想到主子会说带她出门 一时间 整个人都紧张了起来 就如杜凡所说 她的实力是他们当中最弱的 对于这片大陆土生土长的她而言 自然是知道清摩森林的 那样凶险危机重重的地方 主子居然说要带她一起去 她若是去了不仅帮不上忙 还有可能要主子反过来保护她 甚至会拖累到主子 一想到这一点 她整个人都担心了起来 主子啊 她说的对 我的实力是最弱的 我倒是不怕那里有危险 只是 我怕连累到主子 叶菲菲忐忑不安地看着她 一颗心扑通地乱跳 紧张不已 齐康看着叶菲菲 主子 这清摩森林被列为四大兄弟之一 主子若是要去 不如撤下叶菲菲 再从我们当中挑选一两个随形 以叶菲菲的实力 并不适合去那样的地方 凤酒沉脚微沟 沉边扬起一抹 无所谓的笑容 你们当中 哪一个不是曾经就是这么过来的 难道以前我带你们去历练的地方 就很安全吗 你们倒是说说 你们哪一个不是由弱小变到强大 哪一个不是经历了九死一生 无数历练 才站到这里的 凤酒的目光 落到一脸紧张的凤菲菲身上 我的身边 从不留无用之人 你也看到了他们有多优秀 若是你也不能有你应有的价值 那么 我的身边你是待不长的 听到凤酒的话 叶菲菲心头一震 她看着凤酒 暗暗地握了握拳头 主子 我不怕有危险 你就带我去吧 只是 只是我倒是 要拖累你 怕拖累我 就努力让自己变强 强大到 不会拖累我为止 这趟出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两个孩子的安全 你们也得负责 原本众人并不同意 她带叶菲菲出去的 但听到她说 他们当中 哪一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他们就想到了 当年的他们 他们也是从弱小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是主子带着他们 去到那危险重重的 森林中历练 是主子让他们的实战中 提升了战斗力 以及应变能力 当年的他们 也是这么过来的 现在的他们 又有什么资格 去阻止主子 带叶菲菲去历练呢 他们相识一眼 主子放心 我们会守护好小主子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 轩原莫泽喝着茶 听着他们在那里说着 将事情说完之后 这才放下手中茶杯 看向凤酒 你带冷霜和叶菲菲 出门我没意见 不过 既然带他们俩出门了 不顺便将杜凡 也一并带去吧 听到这话 凤酒微压地看向他 仿佛知道他想问什么一般 绝对莫泽缓声道 他们都各有本事在身 杜凡向来也负责 处理外面的一些事 这就如同家里的管家 是冷华 外面的管室 是杜凡一样 既然你要出远门 身边总归有一个欣喜的人跟着 我才放心 他的话一落 杜凡便上前一步 主子 你就带上我吧 路上你好有个照应 凤酒看了轩云莫泽一眼 无奈一笑 行吧 就让杜凡跟着 其他的人都留下宝 其实他觉得 就算杜凡不跟着一起去 也没有关系 有种事情他们都能解决 不过 让杜凡跟着一起去 也能让莫泽他们都放心 那就跟着吧 我在山中里布下传送阵 到时候 你们回来可以利用传送阵 轩云莫泽起身 看了凤酒一眼 让他们准备一下吧 出门在外 随心要用的东西 都带齐了 严主放心 我们会准备妥当的 杜凡露出一抹笑容来 那你们去准备吧 明天启程 凤酒让杜凡三人去准备 而后对齐康等人道 都算了吧 凤酒挽着轩云莫泽 往外走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两人在庄园中走 珍惜着相处的 每一寸时光 其他人对于凤酒 又要出门 心下也是万般不舍 只是 他们也知道 主子此行 势在必行 而他们无法跟随 只能留下来守护庄园 守护着小主子 次日清晨 齐康众人 早早地便在主院外候着 主院里面 凤酒抱了抱两个孩子 在他们粉嫩的脸蛋上 亲了几口 这才将孩子 给白清城和秦新抱着 一边说 天冷了 记得给孩子加衣服 不要饿到 晚上要多看看他们 有没有盖被子 还有 要是他们有什么事 一定得传讯让我知道 是 两人抱着孩子 站在一旁 薛月墨泽看着他 这里你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两个孩子 你自己在外 小心些变号 嗯 我知道 他点了点头 上前一步 抱着了他 那我走了 等我回来 薛月墨泽伸手 扶着他的发 在他的发间 落下了一吻 这才到 去吧 凤九退开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两个孩子 这才转身迈步往外走 他没有回头 而是一步步地往外而去 生怕他自己若是回头 又舍不得两个孩子 舍不得莫泽 舍不得离开他们 杜凡朝薛月墨泽行了一礼 又朝齐康他们点了下头 这才带着冷霜和叶飞飞 跟上凤九的脚步 一同往外而去 薛月墨泽没有去送 他就站在院中 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才收了回来 落在两个孩子身上 而齐康他们则快步追上去 送他们出了庄园大门 看着他们遇见离去 直到身影消失 这才相视一眼 轻叹一声 你们说 夫人这回出门 得多久才能回来 灰狼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眼中尽是不爽 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短时间 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魏丰轻叹一声 摇了摇头 走吧 回去吧 冷华久久才收回目光 希望主持他们此去 一切顺利 许久没练练了 走吧 我们去练练 灰狼说着 伸手拍了拍 罗宇的肩膀 大步往回走 另一边 凤九他们遇见 飞行一段距离后 便改换成 让杜凡 驾着紫尖临路车 在空中奔腾而行 临路车在云端之上奔腾着 底下的人也没有看到 因为临路车平稳又宽阔 又不用自己预见而行 因此 凤九便盘膝在临路车中修炼 第一次看到紫尖临路车的叶飞飞 惊奇不已 她和冷霜坐在临路车里陪着凤九 而杜凡则负责驾着临路车 此时 看到凤九闭目盘膝修炼后 她便悄悄掀开一角帘子 透过车窗 看外面的天空 只见外面的风在呼呼吹刮着 因为临路车的速度极快 外面的景色也是在眼前一晃而过 看着那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 以及那朵朵如同棉花般的白云 她不由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她是第一次坐这样的临路车 在这里面平稳又舒服 而且速度很快 紫尖临路飞行的高度 也在云端之上 以至于下方的人都看不到云端中的他们 甚至她趴在窗口处看着 偶尔还能看到在他们下方有羞蚀欲进而行 一掠而过 她看着外面的天空景色 整个人都处于放松状态 时而回头看向主子 见她闭目盘膝在修炼 而冷霜则竟坐在一旁闭目养神 她便轻轻放下帘子 来到临路车门口处靠坐着 一边小声地唤着 杜凡 杜凡 外面驾着临路车的杜凡 听到叶飞飞的声音 什么事 见她硬了 她便露出笑容来 带着几方好奇 我听说 紫尖临路是吃金币的呀 是不是真的呀 这种稀有的灵兽 主子是上哪去抓的 主子有两个弟子 这是其中一个献给主子的 尼根在主子身边的日子最短 以后时间久了自然就知道了 叶飞飞靠坐着 听着她的话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有说话 直到好半晌之后 她才问 你跟在主子身边很久了吧 嗯 是挺久了 杜凡一笑 似乎想到了以前初遇凤酒的一幕 我遇到主子时 她比你现在的年纪还要小些 谁能想到 当年的一个决定 会影响她的一生 很多时候 她都在庆幸着 当年的决定 是她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时间倒也过得挺快 从清晨出发 一路也没怎么休息 直到看着天色渐暗 杜凡才找了个地方 停了下来 准备今晚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赶路 临路车从云端中 渐渐往下奔跑 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 直到脚蹄落地 马车才从空中着地 来到地面缓缓行着 杜凡驾着小车 往前面的小村落而去 在半空中 就看到这里有一处村落 所以才挑在这里落脚 傍晚时分 小村子里 催烟鸟鸟鸟 每家每户的窗口处 都飘散着饭菜的香味 这里没有大地方的繁华 有的只是小地方独有的 宁静与平常 村子虽然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但也偶尔有路过的人 来借宿歇脚 因此 当在做饭的村民们 看到有临路车进来时 都纷纷探头出来看 看到那两只临路 村民中眼中有着亚裔 他们见过大家族的人 用零售拉车 却很少见得有临路拉车的 而且 这临路车看起来很大 那两头临路也很是漂亮 一些小孩子 看到两头临路 都惊奇地跑出来观看 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只是躲在大人的身后 眨着眼睛 进了小村子 杜凡将临路车停下 他低声询问了几句 得知主子还在修炼中 便对冷霜和叶飞飞道 冷霜在临路车里守着主子 飞飞跟我下来 说着 先跃下临路车 叶飞飞随后跟着下来 他看了这小村子一眼 便快步走上前 跟在杜凡身边 见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询问 他便也停下脚步 见周围小孩都围着看着 他便从空间中取出糖果来 来 给你们吃 他拿着一把糖果 在手心处摊开 笑盈盈地看着孩子们 只是那些孩子虽然眼馋 却不敢上前 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糖果 又看了看叶飞飞 其中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小孩 身上还穿了开裆裤 脸上弄得脏兮兮的 因为年纪小 他不知道害怕 也不惧生人 在看到有糖果后 屁颠屁颠地走上前 来到叶飞飞面前 伸手抓了一把 进而开心地笑了起来 刮娃 快回来 孩子家的大人看到了 不由一惊 一边喊着一边走上前来 伸手就要去打孩子 怎么能随便拿东西呢 快 还回去 大姐 没事的 只是一些小糖果 叶飞飞连忙拦下 免得害得孩子被打 糖 娘 糖 糖 糖 甜甜 那小娃子 不知何时 已经吃了一颗糖 甜甜的味道 让孩子露出了 纯真的笑颜 还将手里的糖果 递给他娘亲 示意他娘亲 也吃一颗 那妇人脸上微红 有些拘束 又有些不好意思 她看着叶飞飞 道谢 多谢姑娘了 没事 叶飞飞笑了笑 见杜凡回身走来 她便看向她 怎样 今晚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 已经跟那户人家的户主说好了 她现在给我们收拾一下房间 准备些吃的 杜凡看了周围的孩子一眼 又瞥了叶飞飞一眼 要给就都给一些 免得一些有的吃 一些在看着 我知道 这不是在发吗 是他们不敢过来拿 叶飞飞没好气地说着 也没再理会她 而是将糖果给孩子们 都分了一些 看着拿着糖果 一哄而散的孩子们 以及那些孩子的父亲 出来道谢的一幕 叶飞飞回忆一个大大的笑容 竹子还在修炼 等过一会儿 护主大叔准备好晚饭之后 再叫一下竹子吧 至于现在 就先别打扰她 杜凡交代好她后 便往马车处走 见人回到马车那里 叶飞飞 则往那农家走 他刚进了 杜凡问的那一户人家 见里面是一对中年夫妇 此时两人正在忙碌地 在后面准备饭菜 他笑盈盈地走上前 大叔大婶 你们家里就只有你们两个吗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妞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叶飞飞刚才进来的时候 随便看了一下 这户人家里面 好像就他们两人 夫人脸上带着笑 回头看着她 只有我们两人在这里 我们儿子儿媳孙子们 都去城里了 就我们两个上了年纪的 过不太惯城里的日子 就回村里来住了 哦 我看村子里 都是自己种菜 每家每户 好像都有一块菜地 叶飞飞透过厨房处的窗口 看向屋后面 长势不错的菜地 是啊 乡下地方 都是自己种菜 这样一来 也不用去买 我们这里进城一趟 挺远的 这样一来 方便 夫人忙碌着 帮他男人搭了个手 砧板上剁东西的声音 陆续响起 让这屋子里听起来 很是热闹 这时 坐着菜的中年男子 回过头来 露出憨厚的笑容 小姑娘 我们刚准备的 都是我们夫妻俩的饭菜 加上你的量是不够的 不过 自家后面都有菜 你去看看 想吃哪一种菜 可以摘些回来炒 家里还存了些腊肉 倒是刚好可以蒸给你们吃 都是农家的饭菜 比不上城里大酒楼的 不过自家味道 还是不错的 夫人一边将切好的腊肉 放进锅中蒸着 一边笑着 叶飞飞点了点头 好啊 那我去屋后面看看 摘些菜回来 她笑盈盈的 当下转身便往前走 从前面绕到后面去 杜凡在林路车上坐着 手中的扇子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 看到叶飞飞脚步轻快 一脸欣喜往屋后走 她便喊住了她 叶飞飞 你去做什么 我去后面摘菜 叶飞飞头也没回地说着 一边往屋后走 杜凡听了她的话 不由摇了摇头 暗嘴 真是吃饱了 没事干 咸得慌 多有它们在煮了 她还跑到后面去 摘什么菜 林路车里 凤九闻到饭菜的香味后 轻缓地呼出了一口气 睁开了眼睛 竹子 这是哪里啊 凤九挑开车帘 往外看了一眼 一处小村子 今晚我们在这里休息 杜凡已经安排好了 今晚就在前面那户人家 借宿一夜 这会儿 估计饭菜也快好了 冷霜起身 先往外走 农家的饭菜最香 而且 我看这里环境 也很是清静 走吧 下去走走 她起身往外走 下了马车后 还事一眼 竹子 外面杜凡唤了一声 将大致情况 跟她说了一下 竹子 冷霜 可以吃饭了 叶飞飞 从屋里探出头来 朝他们挥了挥手 凤九一笑 便与他们一同往前走 当村子里的人 看到林路车里的凤九时 眼中都浮现了惊艳之色 他们没有想到 车里还有这样一位 美得惊心动魄的美人 凤九朝那些村民看了一眼 露出了一抹笑意 便与杜凡他们 一同往叶飞飞所在的 那户人家走 户主夫妇 将饭菜端上桌后 便站在一旁 看着凤九几人进了门 两人连忙上前招呼 快坐 坐下吃饭吧 免得等会儿菜凉了 不好吃 凤九进来后 朝那夫妇 微微点了下头 打扰了 这里 我们自己来就行了 你们也去吃饭吧 不打扰 不打扰 夫妇两人 见得极美的姑娘 冲他们笑 脸上也露出笑颜来 你们吃吧 我们去后院里吃 要是饭菜不够啊 就喊我们一声 我再给你们炒两个菜 好 凤九笑着点了下头 看着他们两人往后头走 这才涉业了几人 都坐下吃饭吧 她话音一落 几人便走到桌边坐下 叶飞飞先拿起碗 帮凤九舀了碗汤 主子 先喝碗鱼汤 我刚尝了一下 味道很鲜 嗯 好 凤九看着她帮她咬了汤 又帮冷霜咬了一碗 而后才是自己 至于杜凡 则将她晾在一旁 因此她眼中不由 闪过一丝笑意 杜凡见她只给他们两人咬汤 便看了一飞飞一眼 怎么我就不用了 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你一个大男人呢 还有我帮你咬 叶飞飞瞅了她一眼 自顾自地端起汤 喝了一口 鱼汤入喉 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好歹我也算你半个师傅 尊师重道你这也不懂啊 杜凡挑着眉 看着她 你就丢了功法 让我自己修量 哪里算半个师傅了 叶飞飞撇了撇嘴 加了一口菜 见此 杜凡摇了摇头 自己咬了一碗汤 笑眯着一双眼睛 没关系 日子还长着呢 找机会 我会好好指点指点你的 听出了她话中的意思 叶飞飞夹着菜 炖了一下 她看了她一眼 小声嘀咕了一句 都不知道是不是男人来的 小肚鸡肠没肚量 杜凡听到这话 嘴角扯了扯 意味莫名地瞥了她一眼 端起了汤喝 正如她所说 来日方长 收拾她的机会多着呢 凤九和冷霜一边吃着饭 江涛两人神色和画 都看在眼里 凤九是唇角呆笑 一副看戏的神色 而冷霜则眼中 划过一抹 若有所思 饭桌上 偶尔几人聊了几句 或是称赞哪道菜好吃 直到几人都差不多吃饱时 坐在椅子上的叶飞飞 不由扯了扯衣领 一手在脸边扇了扇风 怎么感觉好弱一样啊 你把扇子借我扇扇风 好弱啊 叶飞飞看向杜凡 凤九三人朝她看去 见她额头上 伸着一丝丝汗珠 脸上也微微泛红 一副很热的样子 倒是让他们三人 都有些诧异 我的扇子是我的武器 不能随便借给旁人用的 若是热 就到外面洗八脸 凉快凉快 杜凡并没有递扇子给她 冷霜看了她一眼 这天气正好 现在又已经入了夜 正常来说 就算是吃饭吃得快 也不会觉得热的 言下之意 她觉得她这情况有些奇怪 可是我真的好热啊 热得很难受 叶飞飞因为身体很热 整个人连同心情 都变得焦躁起来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还是去洗个脸吹吹风吧 太热了 正当她站起来 准备往外走 旁边的凤九声音便传了过来 坐着 把手伸出来 杜凡一听这话 不由看了看叶飞飞 见她确实有几分 不太对劲的样子 主子让你坐下 把手伸出来 她给你看看 叶飞飞感觉脑袋有些晕沉沉的 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的 耳边的声音 渐渐变得轰轰的 只看到杜凡的嘴 一张一合 不知在说什么 她的眼神 渐渐变得迷离 她感觉很热 身体很热 热得她连整个人 都恍惚 她一边扯着自己的领口 一边咽了咽口水 觉得好渴 好渴 杜凡健喊了话 她还站在那里发着呆 还一边扯自己的衣领 便又说 你还愣着做什么 主子让你坐下 把手伸出来 好渴 我好渴 有没有水啊 她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脸上的红韵 也越发的红了 汗水湿了发 让她耳边的几缕小发 都沾上了汗水 杜凡看着她这模样 眉头皱了皱 站了起来 走上前 伸手按在她的肩膀上 你的情况不太对 坐下 主子帮你看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整个人便僵在原地 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着这个突然间 扑上去咬住她嘴唇的女人 因为猝不及防 她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饶食杜凡反应再快 在那一刻也都愣住了 整个人僵在那里 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死盯着叶飞飞 也就因这一瞬间的闪神 到她缓过神来 想要将她推开时 谁知嘴唇却被她咬出了 一推一扯尖 痛得她冷汗直冒出来 放开 她脸色铁青地喝着 只是嘴唇被咬着 喝出来的话也是含糊不清 半点威慑力也没有 一旁的凤九冷霜 看到这一幕 不由看呆了 凤九一脸错愕地 看着叶飞飞抱着杜凡 咬着她的唇 不肯放开 看着杜凡的脸色 铁青又推不开叶飞飞 痛得冷汗直冒 她错愕之后 忍俊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就连一旁的冷霜 也因为这滑解的一幕 而露出了笑容来 杜凡痛得直抽气 只感觉自己的嘴唇 都要被咬破了 正当她想给叶飞飞一掌 将她劈晕时 谁知她的一双手 不知怎么的 来到她的腰间 扯着她的腰带 吓得她脸色一变 双手连忙 护着自己的腰带 不让她扯开 好酸 好酸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好酸 好酸 主子 杜凡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求救般地看向凤九 冷霜 把她 把她打晕 凤九笑意又忍不出意了出来 只能轻咳一声 以手握拳 抵着唇 指住唇边的笑意 凤九的话一出 冷霜面出手将叶飞飞打晕 一击掌落 她闷哼一声 整个人也倒了下去 趴在杜凡身上 杜凡此时的脸青红交加 她本想将叶飞飞推开 然 看到她晕倒了 连站都站不住 若是推开 势必会摔到地上 于是 只能伸手扶着她 看向凤九 竹子 她这是中了药 看着情况 十足就跟吃了销魂伞似的 一上来就扑摇 而且还想扯她的腰带 想到这里 她的脸色变了变 只感觉嘴唇都痛麻了 凤九轻咳一声 看了两人一眼 嗯 看这样子 是有些像 不过 在这个地方 又怎么会种那种东西 因为动静儿 来到前面的夫妇两人 在听到他们说 种了什么药后 连忙走了出来 急急忙忙地说 我们都是好人 可从没害过人的 也不会给你们下药的 你们放心 我知道不是你们 因为饭菜没有问题 而且 他们也都只是村民而已 也没有理由 给叶飞飞下药 听到凤九的话 夫妇两人松了一口气 直到没有被怀疑 这才放下心来 能麻烦你们 带我们去休息的房间吗 凤九看着夫人 可以可以 在这里 你们跟我来 夫人连忙说 带着他们 往后院的院子走 凤九前面一走 冷霜便跟了上去 在最后面的杜凡 只能将叶飞飞抱了起来 跟上去 到了后面的院子里 杜凡将叶飞飞 放到床上 凤九上前 帮她把了下麦 这一探麦 不由挑了下眉头 杜凡见她没有说话 便问 竹子 它是怎么回事 凤九收回手 一边取出银针 她应该是吃了香丝籽 而后 今晚又喝了鲫鱼汤 两样混在一起 就成了极为厉害的 销魂药了 她一边说 一边对冷霜道 准备一桶冷水 把它剥光泡一泡 我再给她湿针 逼出她体内的药性 是 冷霜往外走 让妇人帮忙准备玉桶 杜凡听了有些无语 她怎么会去什么香丝籽 不知道这东西 也敢往嘴里面塞 这丫头心到底有多大 香丝籽 在乡下地方 一般都为小孩 当成野果子吃 小小的一颗红红的 味道酸甜 很是得人喜爱 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鲫鱼汤 都不会将其饮成药 挥发出药性的 或者是吃了香丝籽 隔些时间 再喝鲫鱼汤 也没有事 偏偏 她隔的时间还不够 所以就成这样了 只能说 她比较倒霉 杜凡看了床上昏迷的 依旧满头大汗 脸色通红 嘴唇干裂的叶飞飞 顿了一下 不由问 这两者合在一起的 药性很厉害嘛 我们不是有 化解销魂药的丹药 何不让她吃一颗 凤九摇了摇头 不一样 这香丝籽和鲫鱼汤的混合 可不是我们的 那些丹药可以解的 要不然 她也不会药性一发 就成这模样了 杜凡看了叶飞飞一眼 那我去帮忙提水 她这才往外走 凤九准备银针 看着床上晕过去的叶飞飞 又想到她和杜凡先前的那一幕 不由一笑 有时候啊 缘分就是从孽缘开始的 不多时 将冷水备好后 杜凡到外面去守着 冷霜则进到房中 竹子 已经将水备好了 过来帮忙 将它扶过去 凤九让冷霜上前 是 冷霜上前 将叶飞飞扶了起来 到玉桶边 将她衣服脱了 整个人将她泡到水里面去 入夜的水 微凉 尤其是这种山村中的水 山里的泉水 更是清凉 叶飞飞一泡入水中 哪怕是昏迷 整个人也不由一颤 扶着她 别让她沉水里去了 凤九拿过一旁的银针 开始帮她施针 当几根银针 缓缓扎入她头顶穴道时 凤九又给她喂了一枚丹药 同时 掌心运了凌厉气息 助她将药性逼出来 冷霜扶着昏厥的叶飞飞 防止她整个人滑到水里面去 看着随主子运工 帮她逼出药性 叶飞飞头顶上 扎着银针的地方 缓缓地生起了 一丝丝白色青烟 而在外面 守在院中的杜凡 心情莫名有些烦躁 走来走去 不禁一尖地一扯 碰到了被咬破的嘴唇 想到了先前的一幕 耳根微微泛热 嘴里却是低声骂着 属狗的 这种人就咬 过了许久 房门嘎吱一声打开 放酒走了出来 见她还在院中守着 而且一眼便看到 她被咬破的嘴唇 不有效的 你去休息吧 这里没事了 杜凡往房间里看了一眼 主子 她都要解了吗 人还泡在水里 不过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冷霜的一掌 有些重 她到现在还晕着 我看那一掌啊 还是劈青了 换成我来劈 她没到明天 绝对醒不过来 杜凡一想到 被咬的嘴唇 脸色又是一阵青 一阵红 好了好了 你去休息吧 架了一整天的车 也累了 休息一下 到明天中午 我们再赶路吧 嗯 那要是有什么事 就喊我 我就在这一间 凤九笑了笑 示意她先回房休息 她继而往那屋子走 凤九在院中走了走 看了看不满星星的夜空 深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地吸出 心下暗存 也不知两个孩子 有没有找她 想到这里 她暗自摇了摇头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 离开孩子身边 他们应该早就 习惯了她的不在 在院中走了一会儿 她便回到屋里 交代了冷霜几句 这才到另一间房中休息 直到次日清晨 叶飞飞在被窝里 打了个喷嚏 她揉了揉鼻子 睁开眼睛 只感觉浑身酸痛得很 而且头也重重的 这一坐起来 低头一看 自己身上就穿着一件礼衣 一正 不由想了想 脑海中似乎有什么滑过 我这是怎么了 叶飞飞喃喃地说着 努力地想着 只是想不起自己 到底是怎么了 这依稀记得 好像她很热 然后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醒了 冷霜走了进来 手里端着一碗 黑乎乎的药 冷霜 我怎么了 你手里端的是什么 该不会是给我喝的吧 啊 煮子让我给你熬的 醒了就喝了吧 冷霜看了她一眼 来了床边 将手里的药 递给她 叶飞飞冷不防 打了个喷嚏 身体一阵发冷 不由裹住了被子 一边揉了揉鼻子 你泡了一夜冷水 快把药喝了吧 她将手中的药 再度递上前 叶飞飞这才伸手结果 闻着那股药草的味道 不由骨皱着脸 闭着气 一口将药给喝下 这才问 冷霜 我怎么会泡了一夜的冷水 我这是怎么了 嘴儿明明还好好的 你这都不记得了 她神色古怪 叶飞飞心头一跳 不 不记得了 我是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吗 这个 你可以问杜凡 冷霜唇脚 一抹浅笑滑过 竟然转身往外走 问杜凡 为什么要问杜凡 叶飞飞嘻喃着 一脸的不明所以 她起身 起初了一下 穿上衣服后 便走出房间 一出外面 正好见对面房门打开 杜凡以扇子 半遮着脸 走了出来 见到了她 意味不明地 朝她瞥了一眼 确实连招呼也没有打 便往前运走 啊 等等 我有话问你 叶飞飞快步走上前 站住 杜凡喝了一声 一手指着她 一手扔用扇子 半遮着脸 别过来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叶飞飞飞一正 干什么啊 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只是想问 我昨天怎么了 为什么冷双说 让我问你 还有 我们今天什么时候 启程赶路 杜凡 瞥了她一眼 阴阳怪气 你好意思问 我都不好意思说 声音已落 往前走 一边道 主子说了 中午再走 你别跟着我 哎呦 打今天起 你离我远一点 什么人啊 怪里怪气的 脾气又不好 还整天拿着把破扇子 在招摇 但我很喜欢你似的 不用你说 我都会离你远一点 当她转身时 被身后的凤九 吓了一跳 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 一边拍了拍胸口 轻呼出一口气来 主子 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 吓了我一跳 凤九看了她一眼后 又瞥了往前去的杜凡一眼 刚出来 是你盯着杜凡看得认真 所以才没有发现我 她走到一旁的长板凳上 坐下 今天身体觉得怎么样 早上起来好像有些着凉了 冷双双 我泡了一夜的冷水 给我喝了药 现在好多了 哎 主子 我是怎么了 凤九想起昨夜的一幕 不悠一笑 你昨天去屋后摘菜时 有没有吃香丝籽 啊 香 丝 籽 那是什么呀 我没吃啊 就是一种野果子 小小的一颗 只有手指头大 红色的 啊 主子说的那个呀 屋子后面确实是有 是几个小孩摘着吃 然后他们递给了一些给我 说酸酸甜甜的 我尝了一些 挺开胃的 挺开胃的 是挺开胃的 只是后镜有点大 啊 什么后镜啊 你说什么后镜 吃了香丝籽 又喝了鲸鱼汤 两者一混合 就成了极为厉害的 催情药 昨夜啊 你才泡了一夜冷水 我又用银针 帮你将药性挥发鼻触 所以就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 日后在外面东西 不能乱吃 有的东西单独一种 并不会形成药性 若是与某些东西混合着吃 却会成为很厉害的药物 甚至是剧毒 叶飞飞眼中有着后趴 她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的 幸好我是跟在主子身边 要不然就完了 主子 杜凡走了过来 见到凤九便收起扇子 朝她行了一礼 换了一声 这扇子一收 就听一旁的叶飞飞 诧异的声音传来 哎 你的嘴怎么了 叶飞飞看着杜凡 先前用扇子 遮着的嘴唇 微肿 上面还破了皮 抹了药 顿时一脸怪异 哎 难怪这家伙 一直用扇子 遮着嘴 原来是咬破嘴唇了 不过 这看着不像是 她自己咬的呀 她不提还好 一提 杜凡的脸色便是一黑 她腻了她一脸 正要说话 就听主子的声音 带着几分笑意 飞飞啊 她的嘴唇 是被你咬的呀 你怎么能对她 又闻又咬之后 就不认账了呢 啊 凤九看好戏一般的神色 看着两人 啊 什么 叶飞飞在听到她的话后 顿时实话了 一脸不可置信地瞪着眼 我 我要的 不可能啊 我怎么会干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事情啊 你也知道禽兽不如啊 就你这个 整天拿着破扇子 招摇的小白脸 我是得多鸡不择食 才会对你一下口啊 叶飞飞瞪了她一眼 看着她铁青的脸色 当下迅速来到凤九身边 竹子啊 你是开玩笑的吗 我怎么可能让这混蛋 占我的便宜呢 凤九听着两人的话 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瞥了一眼杜凡 又看了一眼叶飞飞 我先前不是说了吗 你中了催情药 所以才会做出那种事来啊 叶飞飞轻呼出一口气 一手拍了拍胸口 我就知道 肯定是在自己都没法控制下 要不然 也不会做出那种事来啊 被这般赤裸裸的嫌弃 杜丸只差没气到头顶冒烟 她也懒得跟叶飞飞计较 而是对凤九的 主子 前面熬了粥可以吃了 嗯 你们也一起去吧 凤九站了起来 看了两人一眼 这才往前走 主子先去吃 我们一会儿再去 杜凡伸手拉住了 要跟着凤九走的叶飞飞 凤九回头看了两人一眼 笑了笑 便自行先往前而去 你干什么 叶飞飞甩着被拉着的手 却没能甩开 干什么 杜凡亲哼一声 既然你都知道你干的好事了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事怎么处理吧 什么怎么处理啊 我又不是故意要咬你的 主子也说了 我是中了药 她一边后退 一边使劲挣脱着想要收回的手 却无法将手从她手中收回来 最后 只能咬了咬牙 放手 有什么话就说 不要拉拉扯扯的 你说 占了我的便宜 你想怎么负责 杜凡原也不想扯着她的 不过 见她一脸嫌弃的样子 她就想收拾收拾她 叶飞飞一听这话 顿时一呆 你没搞错吧 负责 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吃亏的 是我 好不好 我都没叫你负责 你还好意思开口 是吗 那我去找主子 让她来说道说道 是谁抱着我不放 死命地对我又亲又咬 又是谁一直喊着热 还一直往我身上贴 还想截我的腰带 扯我的裤子 杜凡 唇边带着几分邪似的笑 一边说一边盯着叶飞飞 她一步步地后退 她便一步步地走近 逼得她眼中慌乱 六神无主 最后 直接跌坐在长板凳上 呆坐着 你 你 叶飞飞脸色爆红 每听她说一句话 她的心便扑通扑通地跳着 又羞又慌又无措 她竟对她又抱又亲又咬 又去解她的裤腰带子 啊 她脸色正红 羞得想要找个洞钻进去 看着杜凡一步步走近 她终是忍不住嘀唬一声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不听 不听 叶飞飞整个人窜了起来 捂着耳朵便往房间里跑 砰一声 将房门关上 看着落荒而逃的叶飞飞 杜凡轻哼一声 手中扇子刷的一声打开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 她瞥了那关着的房门一眼 扬起了一抹胜利的笑容 迈着轻快的脚步往前面走 带去了前面 冷霜从后面一脚走了出来 看着关着的房门 以及杜凡轻快的轻快的脚步 她唇有微扬 眼中划过一抹笑意 心下暗想 没想到杜凡与叶飞飞 有这样的缘分 看着情况 相信不用多久 就能听到他们的好消息了 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到中午 待吃过午饭后准备离开 只不过就在午后 凤九几人吃了饭后 就往院中走 消消时就听到了外面的哭声 户主夫妇快步地跑了出去看着 凤九听到外面的声音很是吵闹 哭声一直没停 于是便跟着一道走了出去 只见几名背着弓箭的汉子 抬着一名浑身是血的汉子回来 那汉子已经一动不动了 气息微弱 旁边一妇人带着三个孩子 趴跪在旁边哭 那声音无助而凄凉 让人听了都不由心头一酸 忍不住落下泪来 村子不大 村民平时也都互相帮忙 如今看到这汉子一身是血 不知死活地被抬回来 旁边的人都安慰妇人 也有个老人 已经去屋角处采摘治疗的青草 一边放在嘴里嚼烂 一边说 这草药可以止血的 赶紧给他敷上 让人去临近的村子 把大夫请来 赶紧的 你们几个先将他抬进屋里去 老人让背着弓箭的几名汉子 先将人抬进去 于是 几人便想着 将那躺着的人 从担架上扶下来 扶回他家里去 在这时 就听一道轻缓的声音 传了过来 等一下 他们都不由停下手中的动作 回头望 凤九迈步走了过来 村民们看到是他 自动退开 让出一条路来 陆凡冷霜 叶飞飞三人 都跟在他的后面 此时他们的目光 也落在那 担架上的汉子身上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姑娘 怎么了 一个老人问着 看向凤九 他伤得很重 伤口没有处理包扎好 经不起你们再折腾 若是这样 将他从担架上 扶进去 估计人也很难救活了 凤九偏了那 奄奄一息的汉子一眼 目光一移 落在一旁的妇人 和他的三个孩子身上 听到凤九的话 老者微断了一下 也不知在想什么 而这时 背着弓箭的 其中一名汉子 看了凤九一眼 并问 你谁啊你 他伤得这么重 不抬回去 难道就放在这块 等着大夫过来吗 不能无力 老人喝了一声 看了一眼 那说话的汉子 而后看向凤九 恭敬地问 不知姑娘可有办法救她 他声音一顿 他家上有老下有小 若是他就这么没了 只怕他一家老小 日后也凄凉 我既开口 自是有办法救她 凤九因为身边三人 只有他精医药 秦秦又没有在这里 只好自己上手 去打盆清水 拿些干净的布块来 凤九在那汉子身边蹲下 目光上上下下地 打量了一眼 再拿把剪子 把他的衣服剪开 我家有剪子 一副人快步回家 拿了一把剪刀 递给凤九 我来剪 杜凡上前 接过剪刀 将那汉子的衣服剪开 衣服一剪开 身上的伤口 便全部清晰可见 柱子 需要怎么做 你说 我来做 杜凡目光看向凤九 先将伤口清理干净 该止血的止血 至于肩膀至胸口的 那处伤口 较为严重 由我来处理 凤九看着那伤口 那伤口是被凶手的利爪 所抓伤 伤口深的程度 只差没一点 就将那里掏空 能活着撑到这里 也实在是不容易 水来了水来了 姨妇人端着清水 走过来 放在凤九旁边 谢谢 凤九先洗净了手 而后才从空间中 取出东西来 将她的伤口清理干净 上了药 看着那人掩掩一息 她便喂了一枚丹药 给她 便让人将她 先送回屋里 到了屋里面 她让其他人都出去 只留下杜凡帮忙 主子 她伤成这样 还活得了吗 陆凡目光 落在凤九身上 在这偏僻的村落 受了这样严重的伤 若没有上好的药物养着 只怕算是主子 现在给她一枚丹药 她也很难好起来吧 她也是命大 遇到了我 若换成旁人 想活也难 凤九一手伸出 放在对方的最为严重的伤口处 催动了体内的心莲之气 为她治疗 陆凡在一旁看着 刚看到她主子 手心弥漫的点点光芒 目光微闪 她看着那青色的光芒 从她手心 洒落入那汗子的伤口处 一点点修复 眼看着伤口 以着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修复 而她主子额头上 也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她不由心头一动 她们与这汉子 非亲非故 其实 主子大可不疲 如此救她 利用清廉之力来救人 主子身上的灵力气息 也会消耗得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 主子竟会这般出手 云还想着这人 不知能不能活下来 不过 眼下这情况 活命是没有问题了 看着伤口渐渐愈合 凤九这才收回手 也许是因为治疗时 伤口恢复 原本昏迷的人 睫毛微颤了一下 缓缓地睁开眼睛 她只看到 床边站着一名 如同天仙般的 红衣女子 她仿佛看到 有一股圣洁的 神圣光芒 自她身上散发出来 她想去看清 然而厚重的眼皮 又渐渐合上 眼前再度陷入黑暗 再次昏了过去 给她那个地方 绑上纱布吧 凤九示意 杜凡上前 将那已经 修复过来的伤口 再绑上纱布 毕竟 那样严重的伤口 若是一下子 就愈合了 传了开去 事情也多 是 杜凡上前 将那已经 恢复的地方 绑上纱布 走吧 凤九迈步 走了出去 杜凡便跟在身后 与她一同 出了屋子 怎么样 我男人 怎么样了 她还活着吗 她 是不是会死 那哭着的妇人 带着三个孩子 快步上前 泪眼婆娑地 看着凤九 不用担心 她没事了 只不过 身上的伤 有些重 所以现在还昏迷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她 不过 尽量不要吵到她休养 谢谢 夫人带着孩子 快步往里面走 仿佛想起了什么一般 凤九回头看了一眼 便对老人道 老人家 她的伤务已经上了药了 半个月之内 不要拆开绑着的布 也不用换药 半个月后 将纱布拆了 伤口便也恢复了 老人听了 弄了一下 有些不确定的问 姑娘是说 半个月不要去拆它 那伤口不会 不会发炎 不会 我用的药很好 若换成旁人说这话 估计老人他们不会信 但眼前这个浑身散发 尊贵气息的姑娘 说着这话 她却是打心底 相信 于是 连怀疑也没有 便点头应着 好的 好的 我记下了 我会交代他们的 半个月不换药 那伤口估计都烂了 一旁背着弓箭的 一名汉子 皱着眉 不太相信凤九的话 他上下打量了一眼 便道 他伤得这么重 能不能救活还一回事呢 现在说不用换药 一直包着纱布伤口就能好 骗谁呢 凤九笑了笑 并没有多做解释 而是看了说话的男子一眼 你们是出门打猎 什么样的猎物 让你们伤得这么重 这几个背着弓箭的汉子 除了那里面躺着的 奄奄一息之外 其他抬他回来的人 也是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口 而且 有人血 也有瘦血 一身狼狈 不过 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将伤得那么重的同伴 抬回来 这些人倒也是重情意 一听他问起这个 几个汉子 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凤九调了调眉 老人见凤九问他们几人 几人却一脸怒意 没有回答 等下上前一步 快说话呀 姑娘问你们话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伤成这样的 老人是村子里面的祖老 说话也有几分分量 见他催着 其中一名汉子才到 我们去打猎 却不想遇到了一伙世家子弟 他们带着七约兽 将我们拦住 对我们百般戏弄 还让他们的七约兽 将我们伤成这样 若不是其中一位姑娘 一直劝说着 估计我们现在 都没命回来了 凤九恍然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遇到了顽固子弟了 有些世家子 确实仗着家里的背景 与势力轻视人命 尤其是像他们这些 无权无视的人 在那些人的眼中 就如蝼蚁一般 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他心下暗自摇头 轻叹一声 看向一旁 杜凡 给他们留下两瓶药吧 让他们处理一下伤口 声音一落便迈不离开 是 杜凡这才从空间中取出两瓶药来 递给老人 老人家 让人给他们清理好伤口 再上些药 我们就告辞了 多谢 多谢了 老人接着两瓶药 连忙道谢 一边跟着出去送他们 直到 看着他们几人上了那林路车后离开 他这才轻难道 这次我们是遇到贵人了呀 左老 他们是什么人啊 其中一名汉子 看着那林路飞奔着 没多久 竟飞上了天空 慕游脸上浮现了惊讶之色 他怎么没有听说过路也会飞 就算是林路 好像也没有会飞的吧 而且 那两头鹿 又没有翅膀 到底是怎么飞起来的 老人眼中有着感慨 他看着那天空处 缓声道 他们是过路的人 也是我们的贵人啊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两瓶药 看着那精致的药瓶 手一动 瓶底一个正方形的印 鬼衣 老人有些疑惑 鬼衣 一旁的一名汉子听了一声 林梦道 我看看 老人神色激动 便将瓶子递给他 一边问 你听说过鬼衣 听说过听说过 前段时间 这城里的人 一直在说鬼衣凤酒的事 据说他不是我们这片大陆的人 但是 是其他大陆的天地之主 也是我们如今 这片大陆的天地之主的主子 汉子有些激动 双眼不可置信地 看着瓶底那个特殊的印记 真的是鬼衣 真的是鬼衣啊 难道刚才那个红衣女子 就是那传说中的鬼衣凤酒 天哪 我先前还对他那般无礼 我 我真是 我们在村子里 对外面的事不太清楚 走走走 回去说话 好好跟我们说说 这鬼衣凤酒 到底是什么人 于是一众人 往回走 听着那汉子 在跟他们说起 外面城中 一直在传着的 鬼衣凤酒的传奇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凤酒他们的 林路车 在天空中飞行 他靠坐在 林路车中 翻着一书 一边道 杜凡 到最近的城里 歇一晚 我要去买 几样药材 驾车的杜凡 应了一声 好 便从高空中 往下方看着 当看到 离着不是很远的 城镇时 便驾着马车 从天空中 而下 落于地面 一路奔腾 直到 渐渐地 放慢了速度 柱子 我们就这样 进城吧 杜凡主要是 担心这林路车 要是一进城里 估计又要 引来别人的 寂觅 他们倒是 不怕与人交手 只是嫌有些麻烦 毕竟 以他们的实力而言 可不是什么人 都配当他们对手的 文言 凤酒微 露出一抹笑意来 你停车 听着里面的话 杜凡 勒住了车绳 停下 林路车 就见他 主子从里面 走出来 跃下 林路车 杜凡 你和冷霜 将林路车 带到那个 小树林里 去等我吧 飞飞 跟我进城买些东西 一会儿回来 他看了 叶飞飞一眼 示意他 跟上他的脚步 啊 主子 看着主子 带着叶飞飞 就这样 往城门 方向而去 杜凡 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冷霜 道 你要不要跟着去啊 只让一飞飞 那个小牙都骗着跟着 我总有些不太放心 冷霜面色淡淡地 还声道 不用 主子任务留下就留下 更何况 有主子在 不会有事 他坐在林路车边 对杜凡道 走吧 到一旁的林子里去等 杜凡 只好驾着林路车 到小树林里去等 另一边 凤九带着叶飞飞进了城 因为两人容颜出色 再加上身边也没有 护卫跟着 一进城 便被一些修士给盯上了 大哥 那两个小娘们 长得真好啊 一个高瘦的修士 一脸邪色 盯着凤九和叶飞飞 目光在两人身上 打了个转 咧着嘴 露出一口黄牙 那个穿红衣服的 哇塞 真是美啊 我真是没见过 那么美的女人啊 嘿嘿嘿 坐茶摊 喝着茶的 另一名修士 手里端着茶 手肘抵在桌面上 一边喝茶 一边盯着凤九看 眼中闪动着 发现猎物一般的光芒 嘿嘿嘿 这货子好啊 别说是送去地下黑市了 就是送给哪个大人物 当炉顶 估计也没人敢拒绝 南修看着他们在大街上走 最后进入了一家店铺 大哥 听说牺牲邓家二爷 最近放出风声 要找角色的女修 你看这两个 旁边另一名男修问着 脸上竟是跃跃欲试的神色 那样的美人 就算是不能吃到嘴 那抓到后 上上手 还是可以的 这俩小美人 看着应该是外地来的 若是外地的身边 也没有其他人了 那这个事情 不就好办多了 带头的那男子说着 招了招手 事宜身边几人凑进来 几人一见 当即凑上钱 听着他在他们耳边 说着打算 几人相视一眼 咧嘴邪笑 大哥放心 这事啊 我们一定办得 妥妥当当的 你们两个去 盯着他俩 别让他们在 眼皮的底下溜了 男人吩咐着 事宜两个人去盯哨 好 另外两个人 当下快不往那店铺而去 此时 店铺中 凤九在买了东西后 并没有离开 而是借用了 店家的一角地方 在他们角落处的 小茶桌边 坐了下来 调配着东西 叶飞飞跟在旁边 也不知他买这些做什么 又怎么还加入了 药草汁去调制 看着他在那里捣弄 叶飞飞坐着看了一会儿后 便起身四处走走 然而 当他站在店铺门前 朝外看热闹的大街时 不由目光微动 他不动声色地掠过那外面的人 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店铺里面去 本想找凤九说说 不过 见他还在专心地调配 便已忍着没开口 直到约某一炷箱左右的时间 他将东西都收了起来 他这才问 柱子 调配好了吗 这些是干什么用呢 调配这些颜料 回去给两头紫禁林鹿装扮装扮 叶飞飞看了外面一眼 主子 外面有人盯着我们呢 从我们进城就盯着了 想不想玩一玩 放酒沉脚微勾 啊 玩什么 叶飞飞一正 去 再让店家拿几根毛笔 哈 叶飞飞又让店家拿了几根毛笔 付了钱后 这才跟着凤九出了外面 却见他不是直接出城门 而是在城里转了一下 买了两块烧饼 递了一块给他 叶飞飞拿着烧饼 看他不顾形象就那样边走边吃 不由愣了一下 也咬了一口 一边吃一边问 主子 咱们现在要去做什么呀 凤九往前走 带你练练手 练手 是啊 要不然 你以为我怎么就带你进城了 凤九似笑非笑地逆了他一眼 迈着轻盈的脚步往前走 越走越偏 直到 走进一处无人的巷子 看来美人知道我们盯着你们呢 为首的南修士走了出来 冷笑着 看着凤九 凤九淡淡地 偏了一眼堵住巷口的几人 对叶飞飞道 练练手去 练练手去 飞飞听到这话 看了那几人一眼 见他们实力都比他强 而且形体上也占据优势 他入上前 只怕是三招之内就得败下来 但是既然他主子吩咐 他自是不能不从 因为他知道 有主子在这里 就算有生命危险 主子会帮他的 于是咬了咬牙便走上前 那几名南修一看 顿时乐了 相视一眼 哈哈大笑 呦 小美人 想跟我们动手啊 这不太好吧 都说拳脚无眼 这若是伤到了你那张漂亮的脸 当然可就不好看了 你们哪 还是少吃点苦头 乖乖的 南修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飞飞便掠上前 一把匕首从衣袖中滑落掌心 以着掩耳不及的速度 袭向对方 虽然他的攻击出其不易 然而对方的实力比他强 反应速度也极快 因此 在他出手的同时 对方便避开了攻击要害 同时出手还击 小美人 就凭你想伤我 还嫩着呢 南修说着画掌围找 朝叶飞飞胸前抓去 那手法 却带着占便宜的成分 以至于旁边几名南修见了 几眉弄眼地斜笑起来 叶飞飞一怒 手中握着的匕首再度袭上前 朝对方肩膀处刺去 谁知 攻击却被对方压制住 一手被扣住 眼前那南修的另一手 朝他胸前抓来 他顿时急红了眼 凤九看着这一幕 眼中冷光滑过 这些人 比他想象中 还要恶劣 下流 眸光一闪 他手指一动 一枚银针修的一声习出 射中那南修 抓上前的手掌 内南修倒出了一口冷气 只感觉手掌刺疼发麻 更是不自主地颤抖起来 叶飞飞逮住机会 手中匕首往下一抛 另一手接过 转手间 便狠狠刺入对方的大腿处 只听利刃刺入大腿时的声音传出 鲜血涌出的同时 内南修更是惨痛地叫了一声 整个人痛得弯下了腰 他本能地想要反击 可给了叶飞飞机会的他 根本来不及反击 匕首被拔出之后 又是一刀 重重地刺入对方的肩膀 南修额头上涌出冷汗 手掌的那种麻中带刺的刺痛 让他手掌无力地颤抖 无法反击 而大腿处的那一刀 也是几乎穿腿而过 鲜血直流 痛得他连颤都站不住 更别说这肩膀上瘦的这一刀了 贝勒 叶飞飞怒骂着 抬脚狠狠地一踹 将人踹飞 旁边的几人 从错误中缓过神来 大哥 铃帽上前将人扶起 其中两人怒不可遏的挥拳 就朝叶飞飞击去 口中谩骂 臭女人 也是找死 叶飞飞避开对方 朝他脸上挥来的一击 却没能避开对方 踹过来的一脚 小腹背踹了一下 闷哼一声 整个人也跟着 往后倒退了书步 给我 给我抓起来 我要弄死他 被扶到一旁的南修 阴瑟瑟地说着 咬着牙 身体因为身上的伤 微微颤抖着 一个南修发现 他手中刺着一根针 而且只露出一丁点在外面 不由说着 大哥 你手里怎么有根针呢 那女人暗算我 被扶到向脚坐着的南修 喘着气 一边怒声喝着 丢把针拔出来 帮我将伤口包扎一下 快 这时 他们帮着将那人的伤口包扎好 想将那手掌中 扎着的针拔出来 却因为那针刺得很近肉中 身边又没什么 尖铁夹之类的东西 可以将之夹出来 因此 拔了半天 也没能将银针拔出 那边 叶飞飞被踹了一脚后 深吸了一口气 忍着那股痛意 再度袭上前 凤九在一旁看着 并没有上前帮忙 而是看了一会儿 她的招式之后 才以神识传音指点 对方速度快 你就要做到 比她速度还要快 在战斗中 要找出对方的弱点 加以攻击 听着脑海中传来的声音 叶飞飞静下心来 一边攻击 一边寻找对方的弱点 再加之主子的体点 很快的 她就发现了对方的近身战斗 并不是很擅长 于是 便尽量让自己 靠近对方来战斗 因为她的逼近 对方拳脚施展不开 反倒被她的匕首 划伤了几处 只不过 随着又加入一人之后 以一敌三的场面 让她渐渐处于下风 不仅无法进他们几人身 左攻击的招式 也都被挡了下来 看我不弄死你 高瘦的南修怒喝着 拳头朝向叶飞飞腹部击去 也就在那一刻 她戴在手指上的一个戒指 在阳光的照耀下 划过一抹寒光 站在一旁的凤酒 被那抹寒光折射到了眼睛 她朝那人的拳头上看去 当看到那戒指上 所戴的立刃时 眉头一拧 衣袖一动 一道红灵洗出 将叶飞飞卷了回来 主子 叶飞飞回头看她 一脸不明所以 差不多了 声音一落 凤酒手中的红灵一抽一扶 瞬间便将那掠上前的几人 击飞出去 几人痛不痛 飞了出去 撞向墙壁 滚落地面 体内气穴乱窜 让他们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走 快走 几人脸色一变 惊得就想逃离 然而凤酒出手 又岂会让他们逃走 只见手指一动 树枚银针飞了出去 射进几人身上的穴位 几人身体一将 闷哼一声 接倒了下去 去 把他们的一身修为给废了 凤酒示意让她上前 是 叶飞飞应了一声 当即上前 手掌凝聚了凌力气息 朝其中一人的丹田处拍去 将对方的内丹一掌击碎 只听砰的一声 原本昏死过去的人 痛醒了过来 她双眼惊骇得大张 张了张嘴 却溢出了一口口鲜血 随着一身 凌力气息渐散 她的容貌 也迅速变得苍老 有了第一个 第二个下手 就是更加容易了 再加上这些人 手段下流 心思歹毒 别说只是 废了他们的修为了 就是杀了他们 她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不不不不 别废我修为 别废我修为啊 为首的南修 不知怎么醒了过来 脸色下得苍白 此时的她 早已经没了先前的 嚣张与阴狠 有的只是惊骇与心慌 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废了修为呢 可比杀了他们 还要残忍 他们树敌那么多 没有实力的自护 谁知他们最后 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太晚了 叶飞飞一手一个 将几人内担全击碎 轮到那最后一个时 她握着手中的匕首 至于你 不仅要废了你的修为 还要废了你的双手 她手中匕首一扬 一脚踩住对方的手 便将她手脚筋挑断 在她的惨叫声中 再将对方的一身修为废去 看着倒在地上 惨叫不已的几人 她轻哼一声 站了起来 看向凤九 主子 他们的修为都已经废了 将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收了 走吧 是 叶飞飞 上前将他们身上的东西 都收了起来 再将那些东西 递给凤九 你收着就好了 回头让冷霜 或者杜凡他们 帮你挑挑看 看哪些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到下个地方 拿去卖了 凤九一边缓步 往巷子外走 好 叶飞飞听了一笑 便将东西收了起来 两人从巷子处走进大街 便放慢了脚步 凤九看了她一眼 身上的伤怎么样 没事没事 就是被踹了两下 没什么大问题的 主子 我们现在是回林路车那里吗 等会儿还进城里来吗 叶飞飞看着热闹的大街 凤九缓步走着 一边硬着 嗯 今晚在这里休息 回头找家好点的客栈住下 等晚上 再出来买些路上用到的东西 以及一些干粮存放 两人边走边聊 先往城外而去 城外小树林处 杜凡冷霜坐在林路车里休息 看着天色 又见主子他们还没有回来 不免有些挂心 冷霜 你在这里等着 守着林路车 我去外面道上看看 主子他们要回来了没有 杜凡越下林路车 一手轻抚着林路的头 拍了拍后 这才顺着小道往外走 冷霜坐在林路车 闭目养神 听到杜凡的话后 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又继续合上目光 休息 杜凡还没有走到城门处 就见凤九他们出来了 看到两人 他不由露出一抹笑意来 主子 能遇到什么事吧 杜凡走上前 看了两人一眼 见主子倒是没什么不一样的 倒是叶飞飞身上衣裙印着两个脚印 遇到了几个地痞 我就让飞飞练了下手 将那几人的修为给废了 他往前走 走吧 我将东西带回来了 弄好之后 进城里客栈好好休息 好 杜凡看了叶飞飞一眼 这才带着他们往林路车那里而去 到了林路车那里 放酒看了一眼叶飞飞 你去车上歇着吧 看看用不用擦点药 让冷霜帮你 我没事的 主子 不用擦药 叶飞飞在一旁问 主子 买的颜料 是用在紫金林路身上吗 给他们换个颜色 以后随便进入哪里 都不会引来别人的觊觎 放酒笑了笑 从空间中将东西取了出来 拿出两根毛笔 递了一根给杜凡 来 拿着 沾着这瓶子里的颜料涂 陆帆愣了一下 看着手里的东西 又看了看两头紫金林路 这才看向凤酒 主子的意思是 用这些将他们换个颜色 不错 这是我特意调的 不会轻易掉色 而且对他们也没什么伤害 他从空间中取出一把金币来 一片一片的递给两头紫金林路吃 叶飞飞是第一回看见 这两头紫金林路吃金币 不由有些傻眼 主子啊 他们就吃这个呀 那也太耗勤了吧 啊 连连连金盒也吃 看着主子连凶兽的金盒 也递给两头林路吃 叶飞飞不由道抽了一口气 直瞪起了双眼 他们的嘴比较挑 就爱吃这些 其他东西都不吃 凤酒笑了笑 一手轻抚着路头 一边示意杜帆 快些 弄好后 我们进城去歇息了 是 杜帆这才缓过神来 按着他说的给两头紫金林路 装扮装扮 过了好一会儿 他轻呼出一口气 看着完全变了个样的 两头紫金林路 不由露出一抹笑意来 好了 主子你看下 放酒也在旁帮忙 此时停下手中的毛笔 看向两头林路 而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错 这样很好 行了 将东西收一收 我们进城吧 说着 他将剩下的颜料收了起来 洗净了手 这才坐到林路车上去 见此 杜帆让他们都上去后 便也跟着月上车 驾着两头林路 往城中而去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来到城中 找了处较好的客栈休息 杜帆进了客栈 便先让小二 准备饭菜 冷霜这时到 我现在还不饿 先去城里转转 买些东西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还有灵药要买 等晚些回来再吃也行 杜帆 我们三个去 你就先在这里休息吧 想吃什么 让小二给你准备 主子 凤九便带着冷霜 和叶飞飞往外而去 杜帆换着 却捡他头也没回地 摆了摆手 带着两人往大街上走 见此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是不知他们出去 又会遇到什么事 真不是他想这样想的 而是 无论是主子去到哪里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会发生 这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 久而久之 他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到 不过 担心倒是不用替他们担心 晕冷霜的实力 再加上主子的 就算叶飞飞实力再不济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他笑了笑 手中扇子轻轻地扇着风 看了一眼 停在外面的零路车 他便招手换着 晕二 给我准备几个下饭的菜 再来一壶小酒 好嘞 晕二一边上前招呼 公子 来来 做这一桌 这一桌呢 刚好可以看见外面大街 风景是最好的 杜凡手中抛出一枚金币 这赏你的 你去弄些清水 给我的两头露汁 还有 路车停在那里 你多看着点 是是 晕二 谢公子上 晕二欢喜地硬着 一边道谢 一边将那枚金币收了起来 满心欢喜地让人 上了几个下饭的招牌菜 和小酒 便去盛一些清水 喂露 另一边 凤九带着冷霜和叶飞飞 在大街上走着 三个人出色的容颜和气质 自然而然地 引来旁人注视的目光 有的男人看得入迷 露出了 色咪咪的笑容 一双眼睛带着几番邪意的 由上而下 打量着三人的身段 也有人看得走路 撞到了墙 痛得嘶叫一声 人性的丑态百出 三人神色淡电地走着 对于旁人的这种目光 他们遇见过太多 自然也就不在乎了 姑娘 要不要买几个肉粽子 尝一尝 这个呀 是老婆子自己包的 味道很是好吃 一个身上穿着补丁的老妇 守着一个炉子 炉子上的锅盖上 放着一个粽子 丝丝热气 自那锅缝中渗出 透着粽子的肉香味 凤九停下了脚步 看了老妇人一眼 微微一笑 那给我们来四个吧 好好好 老妇人很是高兴 连忙拿下锅盖上的粽子 放在一旁 一边说 我给姑娘拿热的 锅里面的正热乎着 凤九看着他从里面拿出的四个冒热气的粽子来 用草绳绑在一起 他便问 老人家 这城里最大的药材行是在哪里 药材行啊 最大的不在这边 因为顺着这大街走 到尽头左拐之后 再走到尽头 再右拐 第三个路口就到了 那里啊 我们这里最大的药材行 东西集权 老婆子 有时也会去那边卖粽子的 对这路倒也熟 老人和蔼的笑说 一边给他们指路 一边将绑好的粽子 递给凤九 姑娘 粽子烫 你等火再吃啊 别烫着了 好 多谢 凤九说话间伸手接过 同时 一枚金币也塞进了老夫人的手中 老人家 拿好 不用找了 老夫人正了一下 低头看了一眼 又连忙将手心合上 这 这太多了 没关系 收着吧 一枚金币 相当于一百枚银币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很多 但对他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看着他们三人提着粽子离开 老夫人动了动嘴皮子 想换住 又担心这话一说 等会让其他人给盯上了 毕竟这街上的小混混 还是有的 灯下 也不敢将金币拿出来 只是借着弯腰拿东西的同时 将金币藏到鞋子里去 冷霜接过凤九手里提着的粽子 收入空间 三人按照老夫人所说的路走着 直到来到一处装修格局 很是气派的商行 几位姑娘 买药材吗 可以是来我们商行看看 我们这里是城里边 最大的药材商铺 什么药材都有 一名药徒看着凤九几人 联盟上前招呼 凤九走近看看 身后两人跟着 一进里面 见买药材的人不少 而且 空气中各种药材的气味 混杂地扑鼻而来 他走到前面柜子处 看了下摆放出来的一些药材 接而问 你们灵药在哪里 灵药在二楼 姑娘请上楼 药徒请他到楼梯处去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走上前来 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三人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凤九身上 在下是这商行的掌柜 姑娘请随我来 中年男子面上带着不失礼数的笑容 微微弯腰请他们上楼 凤九看了他一眼 迈步走到二楼 冷霜和叶飞飞两人 则静静地跟在他身后 比起一楼的热闹 二楼的人相比就比较少了 不过 这二楼的人多数是修士 或者一些衣着滑贵的人 通身富贵逼人 也许是见由掌柜亲自戴上来 不少正在看着药材的人 都回头看来 当目光落在凤九三人的身上时 饶恕这些人 眼中也滑过一抹惊艳之色 不过 他们很快便收住了目光 移开了时间 并没有过分地打量与放肆 毕竟 以他们的见识来看 这三名容颜气质出众的女子 来头应该是不小 三人中 明显以前被那名 穿着红衣的绝眉女子为首 且不说这名红衣女子了 就是后面跟着的那名黑衣女子 一身黑色净装 透着利落与惊艳 身上冰冷的气息射人 本想看看她的实力 却不料以他们的修为 竟无法窥透她的实力修为 可见深厚 至于旁边那名 穿着天蓝色衣裙的女子 一身淡雅气质出众 倒像是大家士族的小姐 身上的实力修为倒是不高 最是让他们不敢直视的 是那名为首的红衣女子 云淡风轻的淡笑 唇角微扬 浑身散发着一股随意与洒脱 一举一动间 隐隐有着一股尊贵的气息 让人不敢探究 短短的一眼 便让这二楼上的人都知道 这三人定是来头不小 不可随便招惹 姑娘 不知需要的是什么灵药 掌柜请他上前 来到柜子处为他介绍 这边柜子里面的灵药呢 多数是一些可以生修为的灵药 而这边的呢 则是一些止血的灵药 还有这边 有我们商行的炼丹师 炼制好的成品丹药 凤九看了一眼 地灵草 有梦 掌柜挣了一下 有 他走到一个柜台前 将一柜子拉开 从中取出一株地灵草 摆放在托盘上 姑娘 你看看药 这是我们前天刚到的一批货 这地灵草 你们这里有多少 凤九走上前 拿起地灵草 看了看 而后放下 掌柜招来药徒 问了一声 才对凤九道 除了昨天卖掉一株 现在我们行里还有四十九株 凤九点了点头 全要了 给我个什么叫 掌柜一正 有些错愕 这 全要了 嗯 全要了 应该能便宜点吧 这个 这个 我得请示一下我家主子 姑娘 要不您稍坐一会儿 先喝杯茶 他请凤九到一旁坐下 让人上了茶 而后匆匆下了楼 往后院走 见也是在这里等 叶飞飞眼珠一转 主子 我想去买些东西 凤九看了他一眼 那 冷霜陪你一起去 这 这个 不用了吧 冷霜和我一起去 那主子就一个人了 我也去的不远 就在外面大街上 没事的 叶飞飞连忙摆手 冷霜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事 陪你一起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嘛 凤九说着 端起茶水 亲敏了一口 是 走吧 哦 那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很快的 叶飞飞笑盈盈的 这才与冷霜 一同往楼下而去 到了楼下 冷霜问 你要买什么 叶飞飞有点不好意思 刚才过来时 看到那边有卖酒的 而且门前排了不少人 想来那里的酒 应该很香 所以想着 买 买些 回去给 杜凡 听着这话 冷霜微呀 买给杜凡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你别误会啊 我这不是听 听你说 我中了药后 晕过去 还是他抱我去房间 还提水 给我泡 泡的嘛 想到后来 我对他又没好脸色 而且还咬得 他现在嘴巴还破着皮 所以才想着 买瓶酒给他 顺便跟他道歉 说起这个 他脸色微红 本来一直说他占他便宜耍流氓的 但一想到 后来冷霜跟他说的话 还有他确实还指点他修炼 于今于理 他都不应该那样对他的 冷霜眼中 划过一抹笑意 脸上依旧是那冷艳的模样 不显半分情绪 嗯 他确实是好酒 闲时总要喝几杯 走吧 我陪你去买 多谢 其实啊 我自己来也是行的 就在街那边 不远 这陌生地缝 主子也是担心你 冷霜陪他去买酒 商行二楼 那掌柜带着一个中年男子 来到凤九面前介绍 姑娘 这位是我们商行的主子 一人姓于 不知姑娘怎么称呼啊 中年男子目光落在凤九身上 凤九微微一笑 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请他坐下聊 待他坐下后 这才到 余老板 我只是个买药的 称呼并不重要 倒是想问问 买了你全部地灵草 有没有便宜一些 中年男子 喝喝一笑 他看着凤九 若是一株两株的 自然是没得少的 不过 姑娘既然要买完我的存货 四十九株 那这价格上 我自是可以给姑娘 算得便宜一些 没一株 我可以给姑娘 减少一百金币 就一千二百金币一株 怎么样 余老板 不愧是生意人 这地灵草 若从采药人手中收 顶多也就两百枚金币 若是从其他药行拿货 最多也就两百五十金币到顶 这一转手 一株就要卖一千二百金币 还说已经算便宜了的 两人这里 虽离柜台有些距离 但对于修士而言 他们的声音 并没有刻意压低 自然将他们的谈话 听入耳中 此时听到这价格时 他们也是微压 那于老板一听到凤九这话 脸上的笑意一脸 看着他的目光 多了几分审视 而厚道 姑娘对这行情倒也是挺了解 只不过呢 你也知道 这地灵草 并不是每家药行都会有的 我这价格 其实说贵也不贵 凤九是不太在意这钱 不过也不能让人当冤大头宰 于是笑道 那是自然 这方圆一带的地灵草都被垄断了 也只有你这里有的卖 于老板也是懂药材的 应该知道 有的药材放得越久 药性挥发了 药效也就不明显了 若是不卖给我 留着慢慢卖 指不定哪天 这些药也就废了 见他要说话 便抬手制止了 当然 说要卖给我 也不会让于老板吃亏 一株四百金币 如何 姑娘 您这家看得也太狠了点 于老板的笑 已经带着几分冷笑 神色也有几分不悦 放酒蹲着茶水喝 神色淡然随意 于老板不卖 也没有问题 不过 错失了我这一客户 舍不定今天之后 你这四十九株地灵草 都会卖不出 当然 于老板有钱 也不缺这么一些 不过 生意若要长久 还得口碑好 不是吗 那二楼卖灵药的人 听着这话 不由神色微动 目光嘲讽就那里看 有些意外于 这女子敢这样 跟着商行的老板 叫板砍价 也意外于 这女子 拾得那地灵草的价格 其实 对于商行抬高这价 他们也是知道的 因此 在货币三家之后 有的药材 就算是这城里没有 他们也会 托人去其他城里买 而这地灵草 能卖出去 多半是一些 急着要用的人 于老板深深看 凤九一眼 深吸了一口气 好 我就和姑娘 做了这笔生意 于老板 果然是爽快人 于老板听了 嘴角一抽 有些无语 而这时 冷霜快步回来 看了二楼一眼 眉头一拧 竹子 菲菲有回来吗 凤九威亚 她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 她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冷霜心头一沉 我陪她去买酒 只是 那家商铺的人 有些多 一个牵着孩子的 夫人撞了我一下 我被纠缠了一会儿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不见了 菲菲 旁边于老板听了 也危症 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她看着他们两人 又想着 先前那名女子 似乎想到了什么 眉头微拧了起来 姑娘 是不是你们在城里 惹了什么人了 一名南修 看向凤九好心的建议 若是有惹着的人 赶紧顺着这个去找找 也许会找到人 会不会是回去了 你们再找找看 一小姑娘 指不定 是买了什么东西 回去了呢 另一名南修 让他们回去 先找找看 凤九冲着 两人微微一笑 我还在这里 她不会先回去的 估计是 让什么人给抓了 若是这样 可就麻烦了 这城里势力复杂 你们两个小姑娘 要找一个人更不容易 你们在这个城里 有没有什么亲戚 或者交好的朋友 赶紧让他们 帮忙打听一下 一个衣着滑贵的中年男子 缓声说着 给他们支招 多谢 冷霜 你回客栈 跟杜凡说一声 让他去打听一下 有消息了 往这边来找我 是 冷霜当即便往楼下而去 放酒 看向那于老板 于老板 把那些药材 给我包好 结算一下 好 姑娘 这边来 现在似乎并不是很担心 于老板心下有些诧异 请他上二楼柜台去 让掌柜将灵药拿出来 给他清点好 双方又接了账 他终是忍不住问 姑娘 似乎并不是很担心 不 我心里也是挺担心的 毕竟是个小丫头 而且 也涉事未深 还真担心 他弄出什么乱子来 姑娘在这城中 可有亲戚朋友 没有 我们就是过路的 打算在这里 休息一夜就走人 凤九查看过药材后 将灵药都收了起来 听了凤九的话 于老板心下一探 摇了摇头 啊 这城中势力复杂 你们又在这里 没有亲戚朋友 那想要寻回那位姑娘 哎 估计是难了 凤九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话 只是将灵药收好 我打算在这里等我的人 于老板应该不介意 我再喝杯茶吧 当然 姑娘 这边请坐 于老板笑说着 让人再给他上了一杯热茶 二楼买药的人 还没有离去 见他居然不急不躁 在这里坐着喝茶 不由心下诧异 却也不好过多询问 另一边 吃饭喝酒的杜凡 正放下手中的筷子 端起酒 再抿了一口 想着 主子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 目光朝外面的大街看去 就见冷霜一人 行色匆匆而来 见此 他眉心一拧 当下站了起来 往外而去 怎么了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杜凡上前 冷霜停下脚步 这才到 飞飞不见了 主子让我回来 让你打听一下 这城中的势力 看看会有哪些 会抓走飞飞 杜凡眉心一拧 怎么不见他 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我陪他去买酒 当时 冷霜将事情的经过 跟他说了一下 杜凡微臣思着 我知道了 那你跟我一起走吧 一会儿再去 跟主子会合 说着 脉步折回了客栈 换来了小二 公子 有什么方法呢 小二先前 得到他赏的一个金币 满心欢喜 此时见他换着它 更是一脸的阴晴 杜凡拿出两枚金币 放在桌上 我跟你打听一些事情 说得好 这两枚金币就归你了 小二眼睛一亮 盲问 不知公子 想打听点什么呢 这还别说 他们当客栈小二的 对各方的消息 最是灵通 只有他们不想说的 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杜凡与冷霜 相识一眼 手中扇子 刷的一声打开 他缓声问着 我问你 这城中 有多少部势力 哪一部又是最大的 他们主要做着的是什么事 还有 这城中 有没有听过一些 外地的 貌美女子失踪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这边 他们在打听消息 另一边 被迷晕的叶飞飞 也醒了过来 只不过 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 近在眼前的麻袋 感觉到自己 被人扛着 隐隐地 还能听到 说话的声音 他不有一症 愣了一会儿 他这是让人 给抓了 他记得 他在那里 买酒 然后 有人从后面 将他搂住 往他口鼻上 捂着一块布 只知道 下一刻 他整个人 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 已经被人 扛在这麻袋子里了 这是做什么 抓他干嘛 他们刚到这里 又没招惹什么人 也没有仇家 怎么就被人 盯上了呢 正想着 就听见 说话的声音传来 真是可惜了 要不是 那穿黑衣的小娘们 看着不太好招惹呀 真想将他 也一并抓来 这俩人 送往地下黑市 一拍卖 准能赚不少钱 还想抓那黑衣的 要不是我让人 缠着那黑衣 小娘们 只不这女的 也抓不到 另一个声音传出 没过多久 就听到 开门的声音 怎么又是你们呢 开门的汉子 看了眼 他们肩上的麻袋 痴笑一声 又送什么来了 曹爷 我们又送个小美人过来 刚到手的 这绝对是个好货色 而且是外地人 行了行了 进来吧 收不收得看看货色 汉子招手 失忆 让他们进去 麻袋里 叶飞飞 瞪了瞪眼 感情 他这是被人 抓去卖了 他心下愤怒 眼珠一转 不由地 动了动心思 于是 他暗暗地调整呼吸 渐渐让自己平复下来 继续装昏迷 到了里面 扛着的汉子 将人放了下来 打开麻袋 我给他用了迷药 他一时半会儿 不会醒来的 曹爷 您看看 这次的货色绝对好 麻袋打开 里面昏睡的叶飞飞 那张娇美的容颜 也映入几人眼中 那曹爷的目光 由上往下地打亮 越看越是满意 确实不错 难得一见的货色呀 汉子看了两人一眼 一百金币 那两名汉子 善善地笑了 曹爷 您也说了 这货色好 这一百金币 是不是太少了点啊 他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金币 你们可要知道 接手你们的货物 是有风险的 而且我还得 转手再送出去 一百五十枚金币 不能再多了 他说着 副手在身后 要是不愿意 你们就带走吧 像黑石那样的地方 你们没有门路 是进不去的 其他的地方 也不敢收你这人 两汉子 犹豫了一下 最后一咬牙 行吧 就按曹爷说的 好在他们得手时 将这女的身上的 乾坤袋和值钱的东西 都收了 还没有去看 那袋子里有什么 不过 总归着 也会指点钱 就是了 于是双方爽快地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而后 两名汉子 揣着金币离开后 那曹爷 便拍了拍手掌 下一刻 两名黑衣人 闪出身来 去 把人送到黑市 去给曹管市 是 两名黑衣人 应了一声 将人重新装进 麻袋中 带走 叶飞飞又被一番 折腾着 送到地下黑市 她只感觉 肚子里的黄胆水 都快被抖出来了 直到 她被送进地下黑市后 安排了一处房间 听着外面的人 说要安排 两名婢女过来 给她梳洗 她这才 睁开了眼睛 小心看好了 这货物 是晚上要上拍卖场的 外面的人 交代着 留下两名守卫 叶飞飞 小心翼翼地 透过窗缝 看着 剑房门外 有两名守卫守着 而再远一些的地方 还站着守卫 那些守卫 一个个体型魁梧 就知道 自己若是出去 肯定是会被抓回来的 于是 悄悄回到房中 看了一下 见房间里 也没有能逃走的地方 最后想了想 头上的发饰 以及腰间的乾坤袋 都让人给拿了 倒是藏在靴子处的 匕首还在 手指上不起眼的 空间戒指 也在 不过 她看了下 自己戴着的空间戒指 手指都被弄得通红 想来在她昏迷时 那些人定是想 取下她的戒指 只不过 弄不下来罢了 本想用传讯玉牌 跟主子他们说 她被抓到了这里 谁知 就听到外面的声音传来 她当即将东西都收好 从空间中取出遗物 放到一旁的香炉中去 自己塞了枚药丸 进口中 你们两个进去 给她换上这身衣服 给她 收洗一下 此后仔细了 是 外面的声音落下 房门就被推开 两名女子捧着衣物进来 看了叶飞飞一眼 便着手准备沐浴的热水 直到弄好之后 便上前冷冰冰地说着 别想着逃 进了 你是逃不掉的 过来沐浴吧 叶飞飞看了他们一眼 便走上前 谁说我想要逃 又逃不掉 白饭那个力气做什么 她来到玉桶边 一手扯着腰带 眼角一直看着他们 直到两人身形 一晃倒下时 她不由露出一抹笑容来 打不过你嘛 难道我不会动脑子吗 她痴小一声 赶紧上前 将其中一名女子的衣服脱下来 穿在自己身上 又将两人拖到屏风后面去 简单处理过后 她给自己的脸上 稍微修化了一下 粗重的眉毛 以及脸颊上的雀斑 都让她的颜值 大大降低 弄好之后 她深吸了一口气 取过一个女子腰间的牌子 系上 准备往外走时 一顿 想了一下 她又走回来 将其中一名女子绑好 塞住了嘴 搬到浴桶里去 点住了她的穴道 又取下了对方的钗子 刺了一下 她身上两个穴道 看着女子醒来 她露出笑容 做出噤声的动作 噓 看着她的腿 在水里抽搐着 一下一下地 踢着水 发出水声 这才往里面走 露拿了一些东西 我回去拿一下 你们守着 不要让人进去 那姑娘在里面沐浴呢 她微低着头 撞似随意一般 往外走 两名守卫 本想问 怎么只有她一人 不过 听她这样说 要听房间里 有沐浴的水声 便没有多问 叶飞飞就这样 走出了他们的视线 离开视线后 又绕了一圈 因为不认识路 转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了后门 于是悄悄推开 便走了 出了外面 她轻呼出一口气 拍了拍胸口 吓死我了 还以为会被发现呢 她将身上的衣服 给脱了 穿着自己的衣服 便想着往回走 去找主子他们 可谁知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一名不知 从哪里出来的中年男子 便拦在她的面前 倒是有些本事 只可惜 这里是地下黑市 从来都没有人 能从这里逃走 中年男子声音冰冷 不带感情 叶飞飞心下一咯噔 看着中年男子 拔腿就想跑 哪知 对方的实力 远远地高于他 他一动 下一刻就被抓住了 哎呀 疼疼疼疼疼 哎呀 手被强扭到身后去 身子往前压着 手巾好像绷着一样 痛得他无法动弹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下一刻一股剧痛便袭来 手臂被强紧扭断 骨头咔嚓一声断裂 他惨叫一声 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脸色也变得苍白 这是给你的教训 让你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中年男子阴沉着声音 丝毫没有手软的 扭着他的手 往里面走 若敢再逃 打断你的腿 叶飞飞咬着嘴唇 一字一顿 抓了我 还折断我的手 你会后悔的 进了这里的货物 都这么说 上一次的货物 就是这样 原本可以完整 无缺的卖出去 最后却被剁了手脚 丢去为凶兽 你若不想尝尝那种 生不如死的死法 最好乖乖的 当一件货物 中年男子 冰冷而阴寒的声音 透着嗜血的杀意 他将叶飞飞带了进去 交给了两名黑人 看好他 再让他逃了 你们都得受罚 是 两名黑人 心一颤 应了一声 将叶飞飞 押了回去 一个能盘踞在这城中 成为第一大势力的地下黑市 自是有其过人之处 进了这里面 以叶飞飞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 如此轻易地逃出去呢 不得不说 他是涉事未深 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看透 今天这事 若是换成凤九 自然不会又被抓回去 毕竟两人的实力 以及经历 是不一样的 凤九的心思计谋 也远非叶飞飞可以比 可以说 他被抓回去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另一边 杜凡冷霜 从那小二口中 得知了城中 各方势力 以及一些地痞 散修之后 经过排查 最后目光 锁住了其中几拨人 两人在城中 将那些人找了个遍 直到天色渐暗时 他们才来到 最后一拨的人 居住的地方 看着前面的宅子 两人相视一眼 跃了进去 就听见里面 传来喝酒说笑的声音 真是可惜了 要不是那个黑衣的美女 看着不太好招着 把她也一并抓了卖了 估计兄弟们 又能够多赚一倍 没关系没关系 下回看看有好的货色 再下手也一样 我跟你们说 挑这些小美女下手 最好就是挑外地的 只有外地来了这里 才会找不着人 就算我们将人卖了 他们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活儿是最好的 没有麻烦 话还没有说完 一把长剑 已经架在她的脖子上 那森汗的光芒 嗜血的气息 声声让那说话的汉子 冷汗直冒 不敢动弹半分 你们把人给卖了 卖哪儿去了 杜凡目光冰冷 盯着那汉子 冷霜拿着剑架着那人 锋利的刀刃稍微一动 一丝血花便渗了出来 吓得那汉子脸色一白 好安饶命 好安饶命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不说 杜凡手中 扇子刷的一声打开 扇子顶端冒出了 锋利的刀刃 触目惊心 那同喝酒的另外几人 看到这架势 吓得想要逃 谁知 他们才一动 就被那一股 强大的威压给震慑住 以至于他们体内的血迹乱窜 耳朵轰隆而响 头疼欲裂 鲜血更是从口中咽了出来 一时间喊叫声连连 我说我说 卖到地下黑市去了 另一名汉子心忍不住大喊 那位冷霜的剑架着的汉子 也连忙颤着声音 是是是 就是卖到地下黑市去了 闻言 杜凡冷霜相视一眼 下一刻 冷霜手中利剑一抽 剑气奔舌而出 瞬间划破那汉子的喉咙 杜凡手中的扇子一扬 夹带着灵力气息 飞了出去 转了一圈 尖锐的刀刃划过脖子 一个个香气倒下 先去跟主子说 再去地下黑市 杜凡正准备转身离开时 眼角瞥见一名汉子腰间的乾坤袋 是叶飞飞的 当下将乾坤袋取了下来 这才与冷霜一同离去 另一边 在药行的二楼中 二楼的客人大多已经走了 只有几名还在那里看着药 不过 与其说是看药 倒不如说 是想留下来看看情况 药行的余老板 看着凤九在那里闭目养神 不由与二楼处的客人们相识一眼 想着开口问她吧 又觉得似乎有些唐突 若不问吧 也不知道她要在这里坐多久 正想着 就像原本闭着眼睛的凤九 睁开眼睛来 看到她突然睁眼 那坐在旁边一直盯着她的余老板 不由被吓了一跳 姑娘 你的人去了好久也没回来 是不是打听不到消息啊 余老板小心翼翼地问 凤九看向二楼外面的窗口 看着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是有些久 不过 也应该来了 正说着 就见杜凡冷霜一同从一楼走了上来 竹子 两人恭继地行了一礼 如何 凤九站了起来 扶了扶身上的红色衣裙 查到了 人在地下黑市 杜凡因为声音没有压低 因此二楼出的人都听到了 而他们对于这个结果也有猜测 因此并不惊讶 哎呀 进了地下黑市的人 要不回来的了 除非是重金去买 余老板看着凤九他们 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地下黑市 听着这名字 想到最初那个帮助过他的黑市 我又露出一抹笑容来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竟然也敢叫黑市 他看向两人 带路吧 声音一落 往一楼走 走了两步 又停下脚步 回头看余老板 余老板 今天打扰了 余老板上前 我要送送几位吧 请 于是跟着他们一同下了楼 到了一楼 看着他们将要离开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姑娘 这地下黑市是不好惹的 真的是不好惹 你们最好啊 还是别去了 否则 只怕是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多谢 凤九微微一笑 便迈不离开 二楼客人也跟着下来 看着他们离开 有一名修士不由道 就这么三个人 就想去黑市要人 只怕是还没等 进黑市大门就被剁了 我有一味药 得去黑市买 一名修士对着几人 拱了拱手 几位 我就先告辞了 看着那名修士 也匆匆离去 一人吃笑一声 这是赶着去看热闹吧 就那三个人能折腾出什么动静来 指不定没一会儿就得被黑市的枪砖给灭了 能有什么热闹好看啊 地下黑市那里 且不说底下的修士了 单单是坐镇的长老主事啊 就有四名 哪个敢去那里惹事看热闹 更何况啊 地下黑市的热闹 那是随随便便就能看的嘛 另一人衣袖服了服 也迈不离开 一边走 一边摇头说 没有 可惜了 这容颜 那般出色的女子 只怕此去 是有去无回咯 凤九三人 往地下黑市的方向而去 到了那里 凤九停下脚步 对冷双刀 你找后门进去 先将飞飞找到 是 冷双一人离开 杜凡和凤九两人 则从大门进去 往黑市而去 这地下黑市之所以称为地下黑市 因为这里面有着外面所没有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的来历 更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居多 这里面的交易 是黑对黑的交易 只要有钱 在这地下黑市 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 包括奴隶 以及女人 或者救命的灵丹妙药 以及奇珍异宝 交了进门的金币后 两人往里面走 因为凤九出色的容颜 再加上一袭红衣极为耀眼 她整个人看起来是那样的绝美惊艳 让不少人都停下脚步 打量着她 更有不知死活的上前 言语轻挑 哟 这哪来的小美人啊 长得可真让人心动啊 一名掩路斜光穿着华裔的男子走上前 伸手就要去挑凤九的下巴 只不过下一刻 传出的却是一声惨叫 那掩路斜光的华裔男子 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在周围传开 众人只看到 她伸出的那只手 别说是手指了 而是到手腕处 尽被削断 鲜血淋漓的断手 掉在地面上 而她捂着流血的伤 惨白着脸 一边惨叫 一边后退 惊恐地看着杜凡 杜凡扯了扯嘴角 手中的扇子 依旧不紧不慢地扇着风 任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 看似温和的翩翩公子 那么一把看着普通的扇子 就在前一刻 竟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地 将那只手腕 整个削了下来 速度之快 谁也没有看清 她是怎么出手的 一时间 原本还盯着凤九打量的众人 顿时收了心思 心中只剩下震惊与骇然 一个能瞬间出手 而且速度快到 他们都看不到的人 绝对不是好惹的人 这样的人 哪怕他脸上带着笑 一副温和贵公子的样子 经历和阅历也在告诉他们 这人很危险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一名管事带着守卫过来 一看到地上断手 以及鲜血 目光微闪 他朝周围看了一眼 最后一名守卫上前 在他耳边 在他耳边 低语了几句 紧接着 那名管事的目光 便落在凤九和杜凡的身上 将地面清理干净了 那管事吩咐着 招手让人将地面清理干净 又让人将那断了手的男子 带下去 而后便对周围笑了笑 好了好了 大家都散了 别围在这里了 等会交易就要开始了 快进会场里面吧 说着 待众人见散开后 那管事一手附在身后 走到凤九面前 脚眯着一双眼睛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历 也不管你们有什么本事 但 到了这里 进了这里 无论是龙是虎 都得给我盘着 否则 让你们尝尝 我们黑市的实力 也不带他们说话 眼转身离去 凤九看了 唇角微微一勾 一个小小黑市 下市倒是挺大 主子 我们走吧 杜凡朝周围瞥了一眼 将那明里暗里的人 都大致地掠过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第四集 另一边 冷霜悄然从后面前入 领却了气息的她 借着夜色遮掩 在里面探索寻找 她藏身在一棵树上 目光略过下方 感觉下面 除了明里的守卫之外 暗处还有守卫守着 而且 这空气中 还有一股精神力 弥漫着 也就是说 被那股精神力 笼罩的地方 哪怕是没有人守 但只要发生 一丁点的动脚 也会被布下 精神力的人知道 当然 这精神力的笼罩 也仅仅对于 实力低过她的人 才有用 像她这种实力 在其之上的 对方的精神力 根本探查不到 她的存在 目光略过下方 打量了一下后 便往下方跃去 与其毫无头绪的 四处寻找 倒不如抓个人来问问 当下 打定主意 掠至下方 将一名守卫 从后面扣住 拖到假山处 压低声音 冷喝着 说 今天刚被送来的女子 在哪里 我 我不知道 那守卫说着 一手往下叹 当准备动手 意识到对方意图的 冷霜已经将她的脖子拧断 又出去拖了一个回来 依旧是不知道 直到 拖第三个回来时 那守卫才颤声道 我知道 别杀我 别杀我 说 在哪 冷霜掐着她的喉咙 她今天逃跑 被抓回来之后 关到柴房去了 那守卫声音一落 脖子就被往上一提 柴房怎么走 冷霜从那守卫口中得知路线后 便将人给杀了 当冷霜来到柴房时 叶飞飞正靠坐在墙角 脸色惨白地捂着手 见此 她伸手一弹 两道气流击中那两名守卫 便从后面越了进去 飞飞 她唤了一声 同时布下隔音结界 呆坐的飞飞 看到突然出现了冷霜 布游眼睛一红 冷霜 你来救我了 她连忙站起身 竹子和杜帆也来了 冷霜见她的手 无力垂落 不用眉头一扭 你手怎么了 今天我想着逃跑 却被发现抓回来了 那人将我的手伸伸扭断了 现在就断着 一动就疼 他们想要拿我去卖 说我是今晚交易的货物 我又逃不了 他们的实力都比我强 我 好了别说了 我带你去见竹子 冷霜拉着她没受伤的手 撤了隔音结界 便往外而去 什么人 敢闯黑市 一道浑厚阴沉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直接一股风刃 从前面袭了过来 冷霜一手带着叶飞飞 带着她 避开了那人的攻击后 将她推到一旁 都一响 声音一落 手中力剑一出 以这极快的速度袭上前 一剑正中对方的致命之处 速度之快 几乎可以说 没有半点停顿 那人闷哼了一下 双眼不可置信的大张 似乎想不明白 一个普通女子 怎么就杀得了她 护卫长 那些护卫们 看到冷霜一剑 将他们护卫队长击杀 不由震惊地惊苦 不敢上前 而是往后退 连他们护卫队长 都敌不过这黑衣女子 他们上去不是送死吗 快 快去禀报 护法长老 慌乱中 一名护卫大喝一声 迅速推着身边的护卫去禀报 冷霜手中长剑斜指地面 灵力强大的剑刚之气 弥漫在剑刃之上 他冷眼扫过面前那些 围着挡路的护卫 手中力尖一转 下一刻 黑色身影掠出 灵力的剑刚之气 也随着席向那些护卫 森寒的肃杀之气 瞬间弥漫在这空气中 让人生生地打了个冷战 剑刚之气滑过空气时的羞羞声 以及兜剑相碰时的铿锵声 混杂着那些护卫的惨叫 随着冷霜黑色身影的掠动 一具具尸体凌乱地倒向地面 鲜血溅了一地 浓郁的血腥味也随之弥漫而开 随风飘散 走 冷霜回头 看向待在一旁的叶飞飞 哦哦 叶飞飞环顾神来 第一次看到这样血淋淋的场面 而且还是冷霜杀的 一时间 心中震撼 不言而喻 亲眼看到冷霜出手 才知道她的实力真的很强 真的很厉害 这种亲眼所见 比听旁人说起时 还有来的震撼 宠我黑市 杀我护卫 就两行走 一道阴沉的声音透着很辣 声音一出 空气间弥漫着一股射人的威压 可见淋漓气息涌动在空气间 顿时让叶飞飞体内血气翻腾 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胸口 让她喘不过气来一半 血气上游 她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也因为受不住那股强大的威压 而随之晕了过去 冷霜一回身 当即伸手扶住她 冰冷的目光略过周围 不见有人出现 只闻声音 当下便冷声喝着 藏头鹿尾之辈 出来受死 哼 好大的口气 阴冷的声音一出 一抹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掠出 手掌一翻 夹带一股毁灭般的灵力气流 朝冷霜袭去 速度之快 堪称鬼速 若是遇到旁人 估计很难在这一整下活命 然而她运气不好 遇到的是凤九身边的冷霜 一个由凤九亲自调教出来的人 其实力可远非一般强者可比 当那股毁灭的灵力气息 夹带着死亡气息袭来时 冷霜一手搂着叶飞飞的腰 让她整个人靠在她身上 一手持剑斜指地面 冰冷的目光冷冷地盯着前方 那在别人眼中极快速度略来的身影 在她眼中却是清晰可见 就连对方出手的速度以及攻击 也都静落于她的眼中 她带着叶飞飞迅速地避开对方的攻击 同时手中利剑扬起 一道健刚之气从她手中折射而出 猛地朝内身影击去 一击不中 反而在回声之际 对方已经在她身后 在她还来不及反应时 灵力的健刚之气 已经划破她的手臂 衣袍被划过 皮肉丝丝刺疼 心血渗了出来 她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通声散发着嗜血的杀意 衣袖下的手拧成了拳头 目光盯着那黑衣女子 最后嘀嘀地笑了 笑声在最后变成了哈哈大笑 已经很久没有人可以伤得了我了 你 你很厉害 她盯着冷霜 眼中光芒带着嗜血与疯狂 如果是你一个人逃走 凭你的实力 则是不难 但你想 被那威亚震晕过去的女人逃走 那谁也逃不走了 她的声音一落 戒备着的冷霜 便感觉到身后又走出了两抹身影 她微侧过身 眼角一扫 那两名扮演在黑夜中的身影 并也落入她的眼中 终神巅峰强者 只不过 这三人加起来围攻她的话 就有些麻烦了 她担心会获不住叶飞飞 让她受了伤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带着叶飞飞往前面拍卖场去了 心下打定主意 她身上淋漓其息一涌 健康之气朝前面那人袭去 同一时间 脚尖一点带着叶飞飞提气而起 那人避开冷霜的攻击 再一看去 将她带着人凌空而起 踏着屋顶而逃 不由地瞇了瞇眼 冷喝出声 抓住她 不用她开口 早在冷霜带着叶飞飞逃时 那暗处的两人 便已经追了上去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对方带着一个人的速度 居然还比他们要快 没有料到她会往前面黑市的拍卖场而去 所以那方向 他们也没有守着 毕竟拍卖场上有他们守卫修士上白 到那里去 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可偏偏 她还是带着人 往那方向去了 她这是狗急跳墙乱窜 前面是我们的拍卖场 守卫上白 捍卫五十 更由园长老坐镇 那逃到那里去 可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两人追着冷霜 因为见她往那拍卖场的方向 两人相视一眼后 速度便放慢了下来 有些诧异地聊了起来 不过 这女子的实力 似乎是在我们之上 若不是她带着那一名 晕过去的女子 估计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强者出手就知有没有 对方能在一招之中 将一名上神巅峰强者击伤 其实力之强 是不用怀疑的 只是区区一名女子而已 居然有比她们还要强大厉害的实力 这一点 都叫人觉得有些 不可思议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还说什么呀 再不追上去 一会儿就让她趁乱跑了 后面追上来的那人 见两人还聊起来了 当即不悦地 看了他们一眼 其中一人 皮笑肉不笑地说 哼 草兄 连你都不是她的对手 我们追不上 又有什么好稀奇的 更何况 前面有原长老坐镇 他到前面去 就算不用我们出手 原长老 自会将这个 闯入拍卖场的人抓住 他呀 逃不掉 几人不合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见他们在这时 还开口相呛 那姓曹的冷哼一声 一甩衣袖 迅速掠上钱 伤了他的人 他绝对不会 让他活着离开 前面的拍卖场中 台上的一名中年男子 正说着开场的话 台下的人 也在议论这次 有什么好东西 以及想要拍下的东西 在场中一角的地方 凤九杜凡两人 并排坐着 他们没有去听 那台上中年男子 到底在说什么开场白 更没有听到 他在那里介绍 这次有什么 拍卖的货品 他们借着这里面 昏暗的灯光 正打量着这里面 明里暗里的 护卫和暗卫 以及一个藏在暗处 实力强大的人 陆凡以这传音的方式 跟凤九说着 毕竟左右前后都坐着人 而且都修为不俗 若是开口说话 自是会落入他们的耳中 是没想到 区区一个城中黑市 居然有上神 中阶强者作战 凤九微微一笑 同样以神识回之 冷霜去了也有一会儿了 不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杜凡有些担心 以冷霜的本事 他会找到她的 若不是担心 在没找到叶飞飞 确保她平安之前 不好动手 他们倒可以 直接打上门去 只是那样一来 叶飞飞在他们手中 就成了要挟 若是对方下了杀心 难保不会有意外发生 而眼下 他们在这里也只有等 等冷霜找到叶飞飞后 要算账 再一起算 好了 下面我们今晚的拍卖 正式开始 第一件上台的货品是 中年男子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激来的掌风 给吓到了 砰的一声 后面传来巨响的同时 一名穿着黑衣的女子 带着另一名女子 从后面掠了出来 速度之快 在他身边卷起了一阵风 抓住他们 别让他们逃了 关上大门 快 关上大门 后面紧接着 传来怒吓的声音 护卫杂乱的脚步声 跑动了起来 迅速地向拍卖场上扩散 将整个拍卖会场 全部包围起来 追来的人 阴狠的目光锁定在冷霜身上 看着他带着女子掠行 却在临下拍卖台时 停了脚步 回头看来时 他阴侧侧地笑了 我就说了 你是逃不掉的 冷霜看着他 到了这里 看着周围被护卫和暗卫包围的拍卖场 他却是嘴角微不可查的勾起 露出了一抹笑意 到了这里 任他守卫再多 暗卫再多 暗处强者在盯着 他也不用担心会落入对方的手中了 因为这里 有他主子在 我先杀了那女的 再慢慢地收拾你 那人阴狠的声音说着 下一刻 手掌成爪 散发着强大的灵力气息 身影一掠 朝叶飞飞的喉咙抓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 杜凡一跃而起 脚尖在那昏暗的光线中 踩着前面的那些人的头顶 一点 直掠而行 眨眼间的功夫 便来到冷霜和叶飞飞面前 手中扇子刷的一声打开 一股强大的力道吸出 瞬间将对方击退出去 肉眼可见的强大威压 以着掩耳不洁的速度 袭向那人 瞬间击退数米 直到他撞到后面的墙上时 才停了下来 只是这一击 力道并不轻 那人饶是四大长老之一 此时也脸色苍白 体内血气乱窜 鲜血从口中溢出 双腿微颤 连站都站不住 只能一手扶着裂开的墙壁 方便跌坐在地 一出的鲜血 最后挡不住体内窜起的气血 他当场喷出一口血来 整个身子也因此颤抖了一下 倒了下去 跌坐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的人 不由倒出了一口冷气 台下坐着的那些 龙蛇混杂的修士们 猛地站了起来 双眼大睁 看着台上的一幕 那可是黑市的四大长老之一 居然被那扇子小白脸给打伤了 杜凡将那个人击退后 这才看向冷霜 没事吧 我没事 倒是飞飞的手 被他们折断了 而且刚才又被他们的威压震伤了 晕了过去 冷霜目光冷冷地 看着那跌坐在台上的人 一听冷霜的话 杜凡这才注意到 叶飞飞的一只不太对劲的手臂 她的目光在触及她的手 以及苍白的脸色后 冷了下来 目光一开 尝那跌坐的那人看去 下一刻 身影掠出 手中扇子上的坚韧袭出 朝对方的喉咙滑去 伤我们的人 死 求得放肆 苍老而浑厚的声音 突然在拍卖场中响起 那声音中夹带着强大的威压 让众人心头一震 他们抬头看去 便见一抹身影 不知从何处掠出 手掌凝聚着掌风 朝那台上拿着扇子的男子 拍去 就在一瞬间 众人只见那慈善的男子 一手激向 瞪大了一双眼睛的长老 另一手 迅速凝聚掌风 迎上了那不知从何处掠出的 老者的手掌 两人掌风相击 强大的两股掌风 发出砰的一声碰撞 竟是那名老者不敌 身影被击退 踉呛着后退 就在那一刻 慈善男子手中的扇子 已经以极快的速度 划破了跌坐在地上的 那位长老的喉咙 只听那一声 凄厉又不甘的惨叫声 在拍卖场中传出 紧接着 鲜血也从被划破的喉咙喷出 溅了一地 台下的那些修士们 原本是想着买些东西的 没想到却看到 这样血淋淋的场面 尤其是 这被杀死的 还是黑市的长老 顿时让他们都有些心慌 唯恐会被波及 纷纷纷往大门处涌 快走啊 快把大门打开 然 大门被关上 不仅是里面 还有外面也一样 因此 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这原本是为了 不让冷霜 他们逃走 却不想 到后面 却是连他们求生的路 也给堵住了 台上后方追来的 两名长老 看到倒在墙边 双眼大睁 一脸不甘于惊骇 已经断了气的长老 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们震惊地 看向那前面的杜凡冷霜 也因为震惊 震愣了一会儿 猛地缓过神来 立鹤一声 竟敢杀我黑市长老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那被击退的老者 脸色铁青地站在一旁 衣袖下的手 紧紧地拧成了拳 心中愤怒不已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竟被一个小被击退 而且对方还杀了 他们黑市的一位长老 一位他本打算救下的人 却救不了 眼睁睁地看着他 在他面前被杀 这不仅是因为对方死了 更是因为当着他的面 将那名长老给杀了 就如狠狠地割了他巴掌一样 让他很是难堪 不管你修备多高 今天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那老者阴沉的声音 带着狠力 下一刻他出手凝聚掌风 朝杜凡袭去 招式狠力 夹带骇人的杀意 杀了他们 那老者动手的同时 也朝那两名站在后面的长老 冷冷地扫了一眼 言下之意就是 他对付杜凡 而那两人对付冷霜 老者声音一落 两人缓过神来后 便对冷霜出手 然而就在两人掠上前的那一刻 在台下角落处坐着的凤九 轻唤了一声 吞云 两道光芒闪出 两头吞云售吼一声 纵身一跃 朝那台上扑去 立爪扬起 夹带着超神兽的威压 朝两人发起了攻击 两头吞云兽怒吼着 那怒吼声响亮中 夹带了强大的威压 震得众人耳膜生疼 强大而健壮的体格身形 更是让拍卖场中的众人一惊 忍不住惊呼出声 天哪 那是吞云兽 那是超神兽级别的吞云兽啊 这吞云兽 竟一次出现了两只 这这这 这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那涌向拍卖场大门处的人 看着那月上拍卖台的 两头吞云兽 震惊的瞪大眼角 一脸不可思议 神兽他们也许还会见到 但是超神兽级别的 却是极为少见 而这一次 一次居然出现两只 有心细的人震惊过后 目光不由掠过那拍卖场的角落 看着那缓缓从座椅上站起来的红衣女子 心头不由一致 那只善男子是这女子的随士 那两头吞云兽好像也是在这名女子一生轻患之后出现 带着这么厉害的随士又有两头强大的吞云兽守护 这位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台上的两名长老没有想到会有两头凶兽扑来 他们的攻击来不及收回 身影也来不及后退 只看到那两只吞云兽怒吼着 立爪朝他们一抓 顿时衣袍撕裂的声音 伴随着皮肉被划伤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中 身上传来疼痛 让他们忍不住惨叫出声 步伐迅速后退 惊骇地看着那两头停落在黑衣女子身前的吞云兽 那边与杜凡交手的老者 看到两头吞云兽的出现 心下也是一惊 而在这时 他眼角瞥见一抹红色身影 从台下站了起来 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奔神 一股强大的长风击中他的胸口 将他整个人击退数米 他猛地回身看 见身前的直善男子 正冷冷地看着他 那眼神带着几分轻视与冷漠 他心中羞恼 气血一有 一口鲜血更是喷了出来 谁杀了他们 我们黑市重重有赏 日后 更是我们黑市的座上贵宾 老者沉声一鹤 看向那退向拍卖门处的众人 这些人当中 鱼龙混杂 强者字也不少 只是 此时他们都选择了 袖手旁观 若是他们出手相助 就凭这区区几人 外加两头吞云兽 又岂会是他们的对手 因为那老者的话 原本退开后的众人 不由有些异动 若是能成为黑市的座上宾 那可是一件好事 而且 这样一来 能让黑市欠他们一个人情 日后若有什么事 黑市也会助他们一把 想到这里 有人握紧了拳头 准备迈出脚步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那名红衣女子 缓步走上前 轻缓的声音也随之传开 回荡在众人耳边 今天 黑市主世人 一个也活不了 若有不怕死的 尽管上来 我不介意送他一程 凤九仿佛只是在 说着最寻常的话语一般 不知为何 那声音传来时 明明那样轻缓 却如同惊雷一般 在他们心头炸开 让他们心惊胆战 不敢冒险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老者沉着声音贺问 凤九来到前面 冷霜带着昏过去的 叶飞飞月侠 来到凤九身边 看着叶飞飞 无力垂落的手 凤九伸手摸了一下 眸侧便冷了下来 这手被声声扭断 连骨头都全移了位 这种扭断 可不是将手骨打断 那般简单 若是接骨治疗时 手法稍稍没把握好 骨头接不对 她的手 灵活度也会没 以前那般自然 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就敢动我的人 她抬眸看着那老者 勾唇冷笑 一字一顿 动了我的人 代价是死 就在凤九声音一落 杜帆瞬间出手 承那老者袭去 别说主子以下杀令 就是没下 他也会将这些人 全给杀了 杜帆的攻击一变 身上灵力气息 以及威压都释放开来 老者的脸色便是一白 身影微物可查地 颤抖了一下 这人的实力 竟是这般的强 若说先前的攻击 他还能勉强 抵挡一二 可眼下 他的攻击一变 他几乎连还手的机会 也没有 因为整个人 被一股强大的 威压震慑住 哪怕只有那么一瞬间 但这一瞬间 已经足以决定 他的生死 灵力的气韧身划过 只见杜帆手中的 扇子尖端的绿衫 刺入老者的心脏处 死亡气息 顿时弥漫而开 看到这一幕 那些在拍卖会 大门处的人 倒抽了一口冷气 脸色也跟着 变得煞白 他们的身体不由自主 往后缩了缩 试图降低 自己的存在感 又死了一名长老 而且还是 四大坐镇长老之首 这真是要出大事了 在那些 往拍卖会 大门处 缩去的修饰当中 有一两个 是在那药材商行二楼 见过凤九他们的 此时看到这一幕 已经目瞪口呆 半生也说不出话来 谁来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的不是真的 就他们这几个人 居然 居然连杀黑市 两名长老 而且还有那样 两头强大的 超神兽跟随 这 这简直是太逆天了 他们本想着 那个被卖到黑市来的 女子顶多最后 也只会被拍卖出去 他们若想将人要回去 也只能高价拍下 谁知 就这么三两个人 居然动了这样 简单粗暴的法子 直接打上门来了 而黑市的人 居然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谁来告诉他们 这几个厉害到如此变态的人 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 就他们愣神的这伙功夫 杜凡将那老者的那单击碎 对方整个人倒向后面 身体抽出了几下 口中溢出鲜血 倒在血泊之中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杀了老者之后 杜凡转而看向那两名 被吞云兽攻击的两人 那两人此时已经是遍体鳞伤 他们一边躲避吞云兽的攻击 一边看着地上死去的老者 因为内心的震惊与恐惧 倒让他们露出不少防备破绽 因此 吞云兽一掌一钻 深深地将其中一人的手臂撕了下来 吸力的声音响起 浓郁的血腥味弥漫而开 其中一人惨叫 惨白着脸色 咬着牙往后面逃 另一人见状 也在击出一掌阻拦追击后 跟着逃向后面 至于那明里暗里的守卫和暗卫 早已经悄然四散而去 连长老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又岂敢送上门去找死 说到底 他们还是比较看重自己的性命的 竹子 在这里等着 杜凡说了一声 身影一掠而行 追着两人而去 这些护卫暗卫 若是逃了也就逃了 但这四名长老以及里面的管事 却是一定得死 这黑市 从今晚 便得在这城中消失 冷霜 扶他过来 坐下 是 冷霜将叶飞飞 扶到座位 自己则在旁边 扶着他 凤九取出了一枚丹药 塞入他的口中 又掐了一下 他的人中悬 不多时 便见叶飞飞 缓缓地醒了过来 竹子 叶飞飞缓了过来 只感觉体内胸口处 暖洋洋的 好像有什么在流淌一般 很是舒服 那股疼痛的感觉 随之消失了 不过 这一醒过来 手臂上的疼痛 也随着渐渐清晰 你的手断了 我先帮你固定一下 回去再帮你介绍 凤九先将他被移错位的骨头 移到原来的位置 又取出布条 帮他固定包扎起来 将布条缠好 绕过他的脖子 让他手臂横在胸前 这才到 就先这样吧 不要移动他 谢主子 叶飞飞看了看凤九 不由垂低下头 主子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去哪里啊 最少不了的就是麻烦 今天这事 也只是小意思 以后你跟在我身边久了 你就知道 有时候我们不去找麻烦 麻烦 也会自己找上门 他们在前面说着话 后面退至门处的 众鸣修士 却是看傻了眼 这居然就在这里疗上了 难道没有看到 前面台上的尸体 就那么血淋淋地瘫着吗 没有看到那两头吞云兽 正趴坐在台上 对着他们虎视眈眈吗 不多时 杜凡回来 手里还揪着其中一名长老 不过此时 他浑身是伤 脸色惨白 他将人带到凤九面前 主子 这人我留着 打算让他带我们去黑市库房 凤九挑了下眉 你就跟他一起去吧 凤九并不打算自己也去 是 杜凡见他没反对 脸揪着那名长老离开 一个将要消失的黑市 这里面的东西 他们自然也得收了 要不然 岂不是便宜其他人了 而听到他们的话的那些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有人动了心思 只是念头才起 便又歇了心思 这几个人实力强大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将对方置于死地 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 他们不敢冒这个险 尤其是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他们的来历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在杜凡走后 凤九扫了一眼周围 见那些护卫暗卫 已经逃命去了 而那些前来参加拍卖会的人 则退至大门处 他挑了挑眉 你们还不走 愣在那里做什么 他们仗了一下 有些不敢相信 我们 我们能走了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既然不是我的敌人 也没有跟我作对 自然可以离开 看着那些人露出的惊喜神色 便笑了笑 不过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你们得心里有数 众人心头一震 当即应震 我们知道 知道 走吧 他淡淡扫了一眼 竟然收回目光 衣袖一扶 两头吞云兽 回到他的空间中 那些人 轻呼出一口气来 他们相识一眼 有人拿出了剑 直接一剑 将大门踢开 众人迅速朝外涌去 迅速离开 等了约莫一炷香时间 杜凡再度回来 看着凤九他们 袖子 我将他们库房的东西都收了 另外 那个人也被我杀了 这黑市的人 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 也不知有多少被卖来的人 死在他们的手里 或是经他们的手 卖出去 这样的人 就是死一百次 也不足惜 走吧 凤九站了起来 杜凡看向叶飞飞 你怎么样 能走吗 叶飞飞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嗯 可以 他伤的是手 不是腿 再加上主子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 也吃了一枚丹药 走回去 是不成问题的 我扶着你 冷霜在旁边半扶着 多谢 借着他扶着的力道 一同跟着主子离开了 趁着夜色 他们回到了客栈 进了客栈里 让小儿送了些热水 凤九便让冷霜 将叶飞飞的衣袖割了下来 因为他的手被折断 若是将衣服脱下 势必又会扭动手臂 因此 只有将衣服割下 最为妥当 叶飞飞倒出了一口冷气 因为将固定的绑带都解了 手臂垂了下来 稍一扯动 便痛得他冷汗直冒 手都肿了 冷霜看着飞飞的一条手臂 红肿的不像话 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 骨头被扭断 全部移了位 又没及时处理 红肿是自然的 凤九将衣袖微卷了起来 看了看冷霜 又看了看叶飞飞 我要帮你将骨头正位接合 单凭冷霜一人还不行 得让杜凡进来帮忙 叶飞飞这么一下 细而咬了咬牙 好 若是凤九自己露出一条手臂这样的事 他倒觉得没什么 不过是叶飞飞他们 就得先说一声比较好 免得他不自在 我去叫杜凡 冷霜往外走 换了一声杜凡 不多时 两人走了进来 当杜凡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叶飞飞 身上衣裙完好 只不过其中一条手臂 却是赤裸地露了出来 没有一丝遮掩 女子雪白肌肤映入眼底 让她目光微闪了一下 她的视线往下移 见她手臂处红肿的不像话 当下敛了心思 走上前 竹子 需要我做什么 我要帮飞飞正骨结合 你站到她后面去 双手抱着她的上臂 以防她因为疼痛受不住 扭动挣扎 凤九示意她上前 是 杜凡走到叶飞飞身后 因为要双手抱住她的上手臂 她就势必将她环抱在怀中 因此 手臂一身绕过 将她整个人抱在怀里 双手握抱着她的上手臂 男子的气息扑鼻而来 让叶飞飞耳根不由泛红 只感觉整个人都热了起来 浑身不自在 尤其是赤裸的手臂 被她的手那样抱着 更是让她不由垂下眼眸 在心底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杜凡正帮着她 接手正骨 就算被她这样抱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凤九见她姿势对了 点了点头 这才小心地将叶飞飞手臂 慢慢地拖了起来 又对冷霜道 你来扶托这里 是 冷霜上前 按她说的 将叶飞飞的手拖住 保持平直的姿势 整条手臂被她们拉着 叶飞飞一颗心不由紧张起来 手臂上传来的疼意 也让她不由咬紧了牙 尽量地不要移动 凤九见词 这才伸手仔细摸着她的手臂 一点点地顺着 随着她手一寸寸地摸着 时而轻 时而用力 时而一手握着她的手臂 一手轻轻微移 叶飞飞的脸色也越发苍白 没有坑一声 只是紧紧地咬着牙 生怕自己一松开就会叫出声来 因为手臂骨折 除了骨头错位之外 手臂也因为出血 犯着红肿 凝着淤血 凤九一边帮她将骨头接回 仔细地摸着骨 确保已经将骨头对上了原来的位置 用一手握着她的手 微微一拉 将她的手拉直 放平 冷霜 扶着这里 保持不要动 也不要扯到手臂 就这样拖着保持平直 凤九交代着 让冷霜接替她的一手 冷霜应了一声 按着她说的做 看着主子又再仔细地将叶飞飞手臂上的骨摸了一遍 而后才掌心凝聚了淋浴气息 将那淤血从手臂处往下运行散开 杜凡看着叶飞飞 见她紧咬着牙就连唇边都咬出了血印来 却没有坑过一声 但那一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角 因为用力克制 手上的青筋也浮现了起来 足可见她在承受着多大的痛意 凤九将一旁准备好的膏药 抹在叶飞飞的手臂上 又用主板将她的固定起来 最后仔细地包扎 头也没抬地说 这手给你固定横放 你不要去转动她 免得刚接上又移了位 半嗓没有听到声音 抬头一看 才见她已经疼晕了过去 小脸一片煞白便对杜凡道 你将她抱上床 小心一些 不要动到她的手了 好 杜凡看着凤九包扎好后 这才将叶飞飞小心翼翼地抱到床上去 凤九走到桌边写了一张药方子 递给冷霜 你去买三副药回来 一次一副熬给她喝 是 冷霜接过药方后往外走 忙活了大半个晚上 凤九轻呼出一口气 看了床上的叶飞飞一眼 对旁边的杜凡道 你去洗漱后休息去吧 这里我看着就好 杜凡点了下头 便先退了出去 她没有回房间 而是去了楼下 交代了小二准备些菜肴 而后才回房间去洗漱 待沐浴过后 换了一身衣服 她走出房间时 小二也迎了上来 公子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是送进房间呢 还是到一楼吃呢 小二面带笑容地问 杜凡顿了一下 想了想 就在一楼吃吧 等我们下去再上菜 免得凉了 说着 她走到凤九所在的房间 敲了敲 凤九打开门 看着门外的杜凡 你们还没吃晚饭 我让小二准备了饭菜在一楼 怎么了 杜凡看了眼房间 她在这客栈休息 不会有问题的 主子先下去吃饭吧 文言 凤九点了下头 也好 便顺手关上了房门 与她一同下楼 小二见他们下楼了 便到厨房端了些韭菜上来 上好菜后 这才退了下去 杜凡给她倒了一杯酒 主子 我们今晚没走 估计明天就走不了了 凤九端起酒 敏了一口 走不了 那就等着他们找上门来吧 黑市底下的那些护卫 并没有杀 他们自会去报信 至于那黑市的主人 就看她是否也行命太长了吧 杜凡 有没有让厨房 给飞飞准备一些吃的 她应该后半夜会醒过来 等会儿还要喝药 得让她吃些东西才行 有 我让小二吩咐厨房的人熬了钟 你做事就是细心 不用我说都知道怎么做 她细谑地看了她一眼 便拿起筷子夹了一些菜 杜凡听了 笑了笑 跟在主子身边多年 自是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 她只是看了一眼 便知道主子那细谑的眼神 到底是什么意思 似乎主子很喜欢看戏 嗯 看她和叶飞飞的戏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主子 冷霜买了药回来 见他们在一楼便唤了一声 杜凡站了起来 我去熬吧 你陪主子吃饭 不用 我去吧 杜凡上前将药接过 我是吃过饭的 你还没吃 坐下陪主子吃 饭菜刚上没一会儿 声音一落 不带他说什么 便往厨房走 由着他去吧 坐下吃饭 冷霜坐下后 道 主子 外面的人 已经在传黑市的事了 客栈外 也有不少人在盯着 不用管他们 凤九并不在意 见此 冷霜便也没有再多盐 而是端起饭吃 下半眼 叶飞飞果然醒了过来 冷霜端了碗粥给他吃 待他吃过之后 又端了一碗药 等会儿把这药喝了 嗯 叶飞飞看了眼 放在一旁的药 黑乎乎的 而且药味极重 见药还烫 他也不急着喝 而是靠坐在床头 现在醒过来 便感觉手臂上 一阵阵的刺疼 哪怕现在是下半夜 他也根本睡不着 冷霜 我们在这里过夜 那黑市的人 会不会爆发 叶飞飞有些担心 有主子在 不用担心 冷霜在软榻上 合一而眠 别忘了喝酒 那能帮助你的伤恢复 而且 是杜凡帮你熬的 哦 叶飞飞正了一下 再想问些什么 却见冷霜 已经闭上眼睛 睡觉了 于是 便也没有再打扰 他看着那冒着热烟的药 想到冷霜的话 心头不由微动 带药没那么烫 他又没受伤的手 端了起来 闭着气 一口气 喝了下去 因为黑市一夜之间 被灭了四大长老 哪怕是奉酒交代 不许乱传 但消息还是 悄无声息地 流传开来了 几乎城中各方势力 在这一夜 都知道了 这让人震惊的动静 他们更知道 那灭了黑市的那几人 就住在城中客栈 并没有离开 然而有人盯着客栈 却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一处府宅里 几名中年男子坐着商量 派主席打听的人说 这几个人是路过的 根本不知道来历 不过 不过什么 利人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不过他吞云兽 以及听你们的形容 我倒是 隐隐有一丝猜测 中年男子面露沉思 闻言几人相视一眼 你有话不方直说 那中年男子看了他们一眼 深吸了一口气 缓声道 你们应该听说过 诡异凤酒吧 这话一出 几人不由震惊地瞪大眼睛 你的意思是 他们 他们是 诡异凤酒的人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不是 而是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 觉得诡异凤酒就在这里 而且就是你们所说的 那几个人的主子 那个穿着红衣 容颜绝美的女子 几人倒出了一口冷气 他们今天几个市郊 坐下商量 猜测着 也许这几人 是什么地方来的世家人物 却不想 听他这么一说 净书灭了黑市的人 是诡异凤酒 这 这不可能吧 我们这里 也算是 比较偏僻的城镇了 那诡异凤酒 又怎么会来我们这里 而且 他身边也没更多人 就那么两三个人 还有那个 被黑市抓去的小丫头 实力也很弱呀 根本不可能是 诡异凤酒身边的人 他们震惊 觉得不可思议 那传说中的人物 能在这片天地 引起巨大动荡的人物 竟然到他们这城里来了 他们可是知道 如今他们所在 这片天地的天地之主 是诡异凤酒 手底下的一员大将 那样的人物 在他们看来 高不可攀 遥远而不可及 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在 他们面前 也正是因此 当听说 诡异凤酒 就在这里时 他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不相信 这真的是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若不是他们 你们说 又会是什么人 单凭那几人 就可以灭了 黑市的那几位呢 有谁有这个胆子 在灭了黑市以后 还敢目中无人 像无事人一样 在这城中客栈居住呢 男子看了他们一眼 轻叹一声 也幸好啊 你们当时 没有去参合这个事情 听着这一话 几人心下 骇浪翻滚 他们当中 有人听到 黑市长老 开说的条件后 也曾想踏出一步 去相帮 而此时 却是一阵后怕 一股冷意 自脚底窜起 生生地直达心头 让他们不由自主 打了个冷战 空气间 仿佛被凝结了一般 半嗓也没有声音 和动脚 他们静静地坐着 缓着起伏的心血 好半嗓 才有人问 你们说 这黑市的主子 会不会也猜到了 他们的身份 几人一顿 将是一眼 有可能 估计是猜到了 所以才没有动静 要不然到了这会儿 又怎么能有这般 静悄悄的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呢 中年男子又道 黑市的势力也挺大的 但若是鬼一凤九 他们要灭他 那可就真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几人说着话 一直等着天亮 看看城中 有没有什么动静 然而就在次日清晨 几乎是天色一亮 城中的各大势力 便收到消息 黑市主人 带着人往客栈去了 带着人和礼物 黑市主人 神色带着几分 忐忑与紧张 他在得知消息后 便让人查清楚 他们几人的底细 却没想到 竟是鬼一凤九本尊 在来与过来之间 他苦思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决定 亲自来一趟 只为请罪 来到客栈门前 他亲自前去询问 你们这里的那几位贵客 可醒来了 掌柜看着这么大的阵势 心下有些慌 但一听他的话 这才吻下心来 对方称楼上几位客人 为贵客 应该不会为难他们才对 于是 缓了一下 这才恭敬到 啊 那几位客人 昨夜很晚才休息 这会儿还没醒呢 黑市主人 断了一下 那行吧 我在这里等他们醒来 说着 挥手示意 随行几人 守在外面 自己带着一名中年男子 走了进去 来到角落处 掌柜不敢怠慢 联盟给他们上了茶水 这才退了下去 楼下的动静 并没有惊动 凤酒他们 只有冷霜起得比较早 帮叶飞飞熬药 看到那坐在一楼的 黑市之主 掌柜一见冷霜 便来到黑市之主那里 道 这位姑娘是那位 红衣姑娘身边的人 正看着冷霜 暗自猜测的黑市之主 灯下站了起来 连忙上前换着 冷霜姑娘 冷霜停下脚步 看向走过来的中年男子 黑市之主拱着手 在下楚雄 是黑市的主人 得知手底下的人 冒犯了令主 特地前来赔罪道歉 冷霜看了他一眼 我家主子还没有起 声音一落 便往厨房走去 楚雄顿了一下 看向一旁的掌柜问 他去厨房做什么 这位姑娘在熬楼上的 一位姑娘熬药 那位姑娘回来时受了不轻的伤 手骨被扭断一位了 掌柜小声地说着 楚雄一顿 想到手底下的人做的事 心下无奈一探 他听说诡异凤酒 极其互断 他手底下的人 将人手臂扭断打伤 只怕他不会轻易释怀吧 想到黑市库房里的东西 都被清了一空 他暗自苦笑 这次不仅是底下的人死了不少 库房宝贝也被拿光了 这是双重损失 若换成其他人 他势必要将他夺回来 只是 这人是诡异凤酒 那这亏 他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了 回到角落 他在桌子边坐下 直到临近中午时 才见二楼处一名红衣女子 一边打着哈欠 走了下来 看着那名容颜绝美的红衣女子 他当即紧张地站了起来 这就是诡异凤酒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 诡异凤酒吗 当真是 说不出的一身 风华绝代呀 看到他的那一刻 他才发现 最吸引人的不是 他那绝美的容颜 而是一身由内散发而出的 尊华气息 那种举手投足之间的贵迹 带着几分随意与慵懒 莫名地让人 一步开目光 但 他还是生生地低下了头 脸下眼眸 恭敬地上前 行了一礼 丑雄拜见鬼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他行的是大力 双手高举 再缓缓跪拜而下 额头抵在双手上 并没有起身 凤雄刚睡醒 纵是洗漱了 也一脸的睡意 楼梯处跪着的人 步步往下走 听着他的话 楚雄心下一慌 灰鬼 我是来请罪的 是我没有管教好手底下的人 请鬼衣恕罪 凤九从他身边走过 来到一楼处的一张桌子 坐下 缓声道 地下黑市 做一些暗地里的构道 倒也正常 但这种 鲁劫买卖女子的事情 我却是见不惯的 尤其是 你们动的 还是我的人 楚雄额头处冷汗直冒 听着他的话 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 将他镇压住 就仿佛只要他心念一动 他就会被碾死在这里一样 大姐不敢喘 他秉着呼吸 一颗心紧紧地提了起来 哪怕对方说得漫不经心 他听得仍是心惊肉跳 当下脸盲道 鬼明察 这事 这事我确实是不知 日后 我定会束缚好手下的人 不会再犯了 掌柜带着小二 亲自给他们上了酒菜 而后恭敬地退下 看都不敢看 那还跪在地上的两人 凤九倒了一杯酒 抿了一口 两酒才到 回去吧 管好你手底下的人 若是再犯 我若知道 就不会像这次这样 轻易饶过你们了 是是是 多些鬼 我定约入好手底下的人 绝不会再犯 他连忙说 感觉到那股覆盖着他的威压 从他头顶散去之后 这才喘了一口气 连忙站起来 退了出去 带着人不敢停留地迅速离开 杜凡在旁边坐了下来 主子可是因为将黑市库房清空了 所以才绕了他们一命 凤九一笑 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二 他并没有在下杀手 而且还上门请罪 不管怀的是什么仙子 既然他敢上门来请罪 那便罪不至死 更何况 我们与他并无什么深仇大恨 将他手底下那四个长老给杀了 又清空他的黑市库房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这些年下来 见过了太多的事 心性也有了些变化 有时 有些事 或者有的人 罪不至死的 他也愿意饶他们一命 给他们一次机会 也算他们识相 让冷霜和飞飞 也一起吃饭吧 等会儿便上路 好 杜凡让小二 去换冷霜和叶飞飞 几人在吃了饭后 便继续坐着临路车上路 城中的人看到他们驾着临路车离开时 不由暗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走了 天知道他们有多担心 他们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事 路车里 叶飞飞靠坐着 手臂仍绑着药 脸色比起昨天已经好很多了 而且精神也还算不错 凤九靠着窗口坐着 一手趴在窗口处 看着外面景色 一边道 出来也有些日子了 不知道两个小家伙 怎么样 有没有想我呀 冷霜听了便道 两位小主子 有严主照顾 会好好的 主子不用担心 主子想小主子吗 那我们快些找到 上古九尾灵狐 就能回去了 主子 我们还有多久到那森林 没那么快到 这路程不进 来 把手伸出来 叶飞飞将手伸出 不是这只 是受伤那只手 啊 叶飞飞微测过身 小心地将用布条 环带在脖子处的手 解了下来 就见主子将她手上的东西 都拆了 连头主板和绑着的布条一起 手臂出 瘀血已经散去 就是还有些红肿 不过 已经没有昨晚那么吓人了 见此 她便道 主子 那高药很好 而且我还喝了 冷霜熬的药 手没有那么疼了 应该再过些天 就会好了 昨夜是你的手臂里面 积了血和骨头错位 今天嘛 我用清廉之力 帮你治疗一下 助你将骨头迅速愈合 说话间 她手掌凝聚凌厉气息 将体内的清廉之力引出 只见 点点绿色荧光 随着她的手 握住叶飞飞的手臂 渗入她的手臂中 那手臂的红肿渐渐消失 皮肉之下 断裂的骨头 以着极快的速度 在生长愈合 叶飞飞震惊地眨了眨眼睛 看着自己的手臂 肿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而且 她甚至能感觉到 她手臂断裂处的骨头在愈合 那种骨头处的疼痛 一点点消失 过了好一会儿 凤九收回手 对叶飞飞道 你试试 握紧拳头 试试力道 啊 叶飞飞愣愣地应了一声 握紧拳头 只见 原本无法握紧的拳头 紧紧地握了起来 原本一血不通 往下涌至手掌 也因为主子的治疗而恢复了 啊 真的好了 她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睛 转动着自己的手左右看了看 最后兴起到 主子啊 真的好了 我的手真的好了呀 清廉之力连内伤都可以治疗 断骨而已 只要先将医血处理了 骨头正位固定 自然也能用清廉之力 恢复如常 你呀 实力最弱 这次到了清末森林里 一定得加紧训练 是 我一定会努力的 经过这次的时 她是知道自己的实力真的很弱 但没有关系 她会努力提升 让自己变强的 见她信心满满的样子 凤九唇角微钩 拿出一本书 递给她 这里面 有一套身法 你先将心法背熟了 到时再练练 以后就算是打不过 也可以先逃走 谢主子 叶飞飞欢喜地说着 双手接过书 便翻看起来 冷霜看了下 她半边没衣袖的手 看了看叶飞飞 见她似乎都忘了这事了 便问 你要不要先换件衣服 啊 哦 我一时给忘了 现在就换 说做就做 她还就在临路车里 换起衣服来 冷霜凤九相视一眼 眼中划过一丝 笑意 这小丫头也是心大 这换衣服说换就换 也不担心 杜凡会不会 冷不逢地 掀开马车进来 而自然 杜凡是不会进来 因为她听到 里面的说话声 此时知道 叶飞飞的手好了 便也露出了一抹笑意来 驾着临路车 往前而行 半个月后 他们来到一座城中 落脚 准备进 金魔森林 半个月时间 叶飞飞身法练得很是纯属 除了有杜凡教她之外 凤九偶尔也指点一两下 也许是因为相处的原因 杜凡和叶飞飞 相处得越来越好 倒也不似以前那般 见面就斗嘴了 主子 这青魔城 是离青魔森林最近的城 这地方 算是比较繁华的 城中什么人都有 也比较复杂 我们既然打算进青魔森林 那就先在这青魔城中 准备一下 将要用到的东西 都备齐了再出发吧 杜凡 驾着林路车进来 一边对坐在路车里的凤九说着 嗯 找出客栈落脚吧 我们顺便到城中去逛逛 住上一两天 养好精神 再出发 凤九挑开帘子 看了下外面 果真是如他们来时 打听到的一样 城中很是繁华 同样也鱼龙混杂 因为有不少接任务的佣兵 也有不少家族的人出来历练 所以这城里的客栈 可以说是生意常常爆满 他们走了三四家 也没有找到有空房间的 最后问了问 得知城中有一处客栈 价钱比普通客栈贵一倍价 但常年有房 而且极为上档次 于是 几人便问了路 往那客栈而去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讲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几位客官 是朱电吗 电小二上前来询问 目光在几人身上 打量了一下 眼中划过一抹惊艳 这几人的容貌太出色了 哪怕是他这个 在客栈里干活的小二 平时也见过 不少出色的世家公子小姐 也很少见到 像他们这一般的 不过 毕竟是见过 不少世面的小二 他很快收起心思 热情地为他们引路 几位 要不先坐下喝一杯茶 歇一歇 吃点东西吧 杜凡将路车 交到外面的 另一名小二手里 便跟着进了里面 到了里面一看 不由笑了 这客栈比其他客栈 贵了一倍的价钱 这里面的人 看着也跟 普通客栈的不一样 少了那些三教九流 多了一些世家的人 朱子 先坐下歇会吧 也好 凤九跟着小二 来到一空桌处坐下 杜凡看向殿小二 小二 给我们准备三间上房 好嘞客官 请跟我到柜台 先交一些房钱 小二一边帮他们倒茶水 这才做出请的手势 请他跟他到柜台去 凤九几人坐着 杜凡跟着小二 去办了一下住的手续 交了房钱 回来 见一楼坐着喝茶的人 不少都在打量他们 便走到桌边坐下 朱子 等会儿 你要不要先去休息 不用 坐火喝杯茶后 我和冷庄他们 一起去城里逛逛 凤九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 进而看向杜凡 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 也可以四处去转转 看看 有没有碰到想买的东西 好 那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这青魔城 靠近青魔森林 有很多散修捕杀了猎物 或者采摘到灵药 都会拿到这里来卖 各种东西应该不少 我们在这里休息两天 顺便四处看看 打听一下消息 是 几人应了一声 知道他口中所说的打听消息 是指上古九尾灵狐的消息 几人在客栈里休息了一会儿 坐着闲聊 喝了几杯茶 杜凡便将客房的小木牌 递给凤九 主子 这间是你的 等会儿 你们要是先回来了 可以顺着这小木牌 找到房间 说着 又递了一块给冷霜 你和飞飞一间 这三间房 都是连在一起的 主子是中间那一间 嗯 凤九应了一声 将那小木牌收了起来 而后站了起来 走吧 出去转转 叶飞飞带着几分期待 与欢喜 跟在凤九身边 她看了看杜凡 杜大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 小心一点 这一路 两人相处得越来越好 她也乖乖地 唤了他一声杜大哥 毕竟 这一路上 她都很照顾他 你跟进主子和冷霜 自己一个人不要乱跑 杜凡交代 走吧 凤九迈步往外走 冷霜和叶飞飞 则跟在他身边 一同往外走 杜凡看着他们三人离开 坐了一会儿 将杯中的茶水喝了 这才迈步出了客栈 往另一个方向而去 看着他们几人离开 客栈中的一名锦衣男子 这才开口道 那几个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 那身气质 还真是出众啊 软胸是想说 那几位姑娘的容颜 很出色吧 旁边坐着的一名男子 朗声笑了起来 不过 那几人确实是十分的耀眼 尤其是那一位红衣女子 真的是堪称风华绝代啊 看他们就四个人来到这里 而且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别说是软胸了 我也好奇他们到底什么来历 什么来历都好 以我怨人无数的眼光来看 那几位是不能为敌的人啊 他的话一落 其他人没有说话 因为从那几人进来 他们也打量了一下 看着他们通身气质 就真的是九居上位的人 而且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连他们当中有的修为极高的人 也没能看出对方的修为 当然 那四人当中 其中一名女子的修为比较低 他们还是一眼就看出来的 不过 有那三位实力深不可测的人在 众人自然而然 将那名实力弱的女子 给忽略掉了 这时 另一桌的一名少女眼中 有着好奇 不由小声问着旁边的老者 四爷爷 刚才那几人 真的很厉害吗 其中一人实力 与你不相上下 其他三人深不可测 穿着灰衣的老者 一边扶了扶胡子 若有所思 顿了一下 他看向同桌的几人 你们回头吩咐一下 让底下的人不可随便闹事 更不可去得罪那几人 同桌的几名中年男子 心想微压 他们相视一眼 却也什么也没说 只是点了点头 好 我们知道了 凤九起人 对于客栈里的人和事 并没有过多注意 此时他们正顺着大街逛着 一边往中心交易区走 因是交易大城 所以有特定的一大片区域 用以给散修等人贩卖东西 顺着大街走 直到来到那一片交易地域 看着地上摆着的东西 叶飞飞眼睛不由一亮 原来这里是这样摆卖东西的 随便只要一张四方的布就可以了 要是收摊 直接将布收起卷起 倒也方便 他走到一处小摊处 蹲下看着 见小摊上是一些小法器和阵法之类的东西 布由翻了翻 又买了几样小法器收着 你们随便逛逛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药材 柱子 那等会儿我们上哪找你啊 凤雪朝周围看了一眼 指着顾远处的一处茶摊 要是没碰见我 就在那里等我就行了 顺着她的手看 两人这才点了下头 看着她离开 叶飞飞拉着冷霜 来到另一处摆着匕首的小摊上 冷霜 你帮我看看哪一把匕首好 我想买多一把防身 冷霜蹲下来看了看 不怎么样 她这话说的直 然而摆摊卖匕首的散修却不悦了 姑娘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这摊上的匕首 把把都是消铁如泥的好刀 全是由我自己炼制打造出来的 怎么就不怎么样了 刀是好刀 但达不到我的标准 冷霜的声音平静淡漠 她看了叶飞飞一眼 再看看其他的 哦 好 叶飞飞听她说不好 便没有再看 而是将匕首放下后 站了起来 跟着她离开 那散修看了冷霜一眼 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声 哼 不买千东嫌西的 根本就不是成金买东西的人 她纵使心有不悦 却也不敢找那两人的麻烦 只因那黑衣女子 身上的气息太过冷冽 以她的眼光来看 那股冷冽可不仅仅只是气息 更多的是杀奇与冷意 这样的人 她可不敢招惹 冷霜和叶飞飞一同往前走 看着周围的地摊 冷霜开口 想要好的匕首 在这样的地方 是很难找到的 没关系 要是有碰上好的就买 没碰上就算了 冷霜姐 你有没有想买的东西啊 没有 我是看到一些有趣的 还是好看好玩的 我都想买回去 就算是用不上收着也是好的 所以来到这里 我是挺开心的 这地方卖的东西 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她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不远处的地摊 摆着一个笼子 里面关着只有鸡蛋 那般大小的十几只小鼠 见她停了下来 冷霜顺着她的目光看 见到笼子里除了灰色的小鼠之外 还有一只白色的小鼠 总的有大约十五六只 全部只有鸡蛋那般大小 那是老鼠 冷霜皱了皱眉 哪怕是零鼠 在她看来 那也是老鼠 叶飞飞一听 不由轻叫 不是老鼠 是零鼠啦 走 我们去看看 说着 拉着她上前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 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 有奖 听镜子 一起做 生活的主角 急 姑娘 买只零鼠吗 这可是从青魔森林里 带出来的零鼠 别看它现在这么小 再养断时间 它就变大了 到时候 可以钻地 也可以 修士的话 还没有说完 叶飞飞便指着 那只白色的 那把这只 这只白色的 拿出来 我看看 姑娘眼光真好 我这一无味 也就这么一只 白色的零鼠 修士一边将白色的 小零鼠抓了出来 用绳子绑着脚 这才递给叶飞飞看 姑娘看吧 这样绑着 不会让它跑了 这零鼠虽小 但反应灵敏 动作极快 稍一不注意 就让它给逃了 它会咬人吗 不会不会 不咬人的 它是吃素的 不吃肉 叶飞飞看着小零鼠 没有伸手去接 修士笑呵呵的 叶飞飞 这才放心的结果 那我摸摸看 她一手拖着 那只小东西 一手轻轻地 扶着她的头 滑滑的毛发 一点也不刺手 相反柔柔的 很是舒服 真好玩 叶飞飞不由 露出了笑意来 然而就在这时 那只小零鼠 却突然一口 咬到叶飞飞 手指上去了 叶飞飞一吃疼 手一甩 直接将那小零鼠 给甩了出去 低头一看 手指已经渗出了鲜血 她不由瞪了瞪眼 看着修士 你不是说她不咬人吗 怎么还咬我了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零鼠是吃素的 不吃肉啊 修士也是愣了一下 因为手中还牵着 绑着零鼠的绳子 所以在叶飞飞手睛 将小零鼠甩出时 她手上也是一扯 将那只零鼠扯了回来 落入掌心中 将只塞回笼子里 怎么样 咬得深吗 先把血挤出来 那只小零鼠 吱吱地在那里叫 叶飞飞则呆呆地看着 听到冷霜的话后 便想着将血挤出来 不过低头一看 也就渗出了一丝血珠 她的脸色白了白 缓了一会儿 便能修士到 啊 这只白色的小零鼠 怎么卖啊 既然姑娘喜欢 那就一百金币好了 我都是卖一百二金币的 修士露出一抹笑容来 太贵了 叶飞飞低头看了看 被咬的手 十枚金币我就买了 啊 你要是不卖 就赔我这咬的钱吧 我被你那小白鼠 咬了一下都流血了 就赔我十枚金币吧 那修士瞪了瞪眼 原本还想着讨价还价一番 谁知听到这话 一口气如憋在喉咙里 要说却又说不出来 好不难受 十枚金币 相当于一百枚银币 你是想赚十枚金币 还是想赔十枚金币 哎 行了行了 不就一只小零鼠吗 我卖给你还不行吗 十枚金币 就十枚金币 那修士摇了摇头 心下去暗醒 这只白色的小零鼠 是他从亲摩森林回来时 不知怎么钻到笼子里去的 当时还受了伤 养了几天 也恢复过来了 算是白捡的 十枚金币 就十枚金币 他又不亏本 看着他一手 交钱一手接过小零鼠 走离了小摊后 冷霜才问 这只小零鼠 有什么特别的吗 叶飞飞一脸古怪 目光盯着手里那只小零鼠 进而抬头 我听到他跟我说话了 他让我救他 冷霜目光微动 扫了那只小零鼠一眼 这只小老鼠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普通的零鼠 正要移开目光 脚步却不有一顿 视线再次落在 那只小零鼠上面 不对 啊 有什么不对啊 那只小零鼠 就在他的手心中 软软的 柔柔的 小小的 很是可爱 他的眼睛颜色变了 冷霜盯着那只小零鼠 先前跟其他零鼠 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他的眼睛 一蓝一金 哎 好像是真的呀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样啊 不知道 先收起来 回头问下主子 也许 他会知道 于是叶飞飞 将那只小零鼠 塞到怀里去 这才笑盈盈的 冷霜姐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这边 两人继续四处逛着 那一边 凤九正蹲在一处小摊面前 看着那些种子 他看了看 这些都是灵药种子 是的 姑娘 这边呢 都是常见的灵药种子 一般啊 种个一两年就成了 而这边的呢 是比较好些的种子 只不过年份也会比较长 还有这里 你看看这个 这可是我从 青魔森林里 带出来的种子 那修士取出一个小锦囊 从里面倒出 十几颗种子 撇着嘴笑 姑娘 这个种子可不是一般的种子 这种子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极品灵药的种子 整个城啊 也就我这里有这么十几颗呀 凤九看了一眼 见到十几颗种子 有黄洞那般大小 几种颜色混杂着 可以看出是好几种混在一起 他拿起一颗黑色种子 看了看 这是什么种子 这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种子 不过啊 我拿去问过了 这是极品灵药的种子 你看 这每一颗种子上面啊 都有着一股灵力气息包裹着 这可是其他种子都没有的 若不是我看姑娘是个识货的人啊 这种子我还不拿出来呢 心里的又拿那种没用的种子骗人哪 明明穿着锦衣的男子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迈着八步脚走了过来 话虽是对着那修士说 但眼睛却是一直瞄着凤九 却又装作一副矜持的样子 他瞥了凤九一眼 轻壳一声 这位小姐 你别听他在那里吹 他这种种子 是谁买回去都种不活的 也就骗骗你们外地来的人 这城里的人都知道 他那种子就是骗人的 内修士脸色变了变 看着那锦衣男子想大骂几句 却又似乎碍于对方身后的势力 而不敢得罪 只是善善地笑着 王少 这话也不是这么说啊 这种子是我从青魔森林深处得来的 确实是好东西 这总归不是骗人吧 凤九瞥了那人一眼 一手拿着那种子轻轻地转动 并没有说话 只是若有所思 不知在想什么 小姐 你若想要种子 他可跟我去我家族的商铺 那里你想要什么样的种子都有 绝对比这地摊上的好 而且 我还不收小姐的钱 只想着 可以和小姐交个朋友 那锦衣男子一脸笑意 拿着扇子上前给凤九行了一礼 一双眼睛还咕噜噜地落在他的身上 凤九没有看他 只是问了修士 这种子怎么卖 这 修士本想狮子大开口 可被那锦衣男子这一打岔 也不好抬高价 可也不好说出太低的价格 于是 目光一转 便笑道 啊 姑娘若是喜欢的 那 那就 随便给些吧 凤九一笑 将那种子放回他手中 收起来吧 还有这边的这些种子 一样给我拿一包 好好好 那修士顿时笑了起来 将那些种子给他收好 递给他 就见他递过一小钱袋 他伸手接过 沉甸甸 很是重手 不由悄悄打开一条细缝 瞥了一眼 见里面都是金灿灿的金币 顿时开心地笑眯了一双眼睛 姑娘 来来来 这些是你要的种子 等会儿等会儿 我这里还有几棵种子 一起送你了 那修士又从坐着的小木箱子里 翻出了一个小袋子 递给凤九 姑娘若是下回想买种子 就来这里找我 我给姑娘算便宜一些 多谢 凤九笑了笑 接过东西后 转手收入空间 他站了起来 轻扶了一下裙摆 便准备离开 谁知那锦衣男子 还站在旁边等 小姐 在下姓王 不知小姐怎么称呼 锦衣男子努力让自己维持着翩翩家公子的模样 他觉得眼前这红衣女子一身气度非凡 应该也是跟她一样是十家子弟 所以也没有太过放肆 该有的礼数还是有的 我还要去四处转转 你不要跟着我等了我的道 放久淡淡地迈着步伐往前走 亲爱的听友们 镜子古风系列新书 神医狂飞 妖女王爷宠妻无度 已经上架了 欢迎搜索订阅 点赞 评论 专辑评论有奖哦 听镜子 一起做生活的主角 二集 锦衣男子一听 连忙道 那就让我为小姐带路吧 我王家是这青魔城中的八大家族之首 这城中地方我熟悉得很 凤九挑了挑眉 八大家族之首 这王少一见他终于正眼看他了 顿时挺了挺胸膛 手中擅自在胸前扇着风 一脸骄傲地微扬起了下巴 不错 我王家是青魔城中八大家族之首 这城里的人都认识我 啊对了 我还没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 叫王玉 是王家的嫡出公子 这城里的人都尊称我一生玉公子 哦 凤九点了点头 唇角微扬露出了一抹笑意 眸中一抹光芒滑过 他看着他 这么说 若是问这青魔城里的事情 玉公子应该是最清楚不过了 看着眼前红衣女子唇边的那抹笑意 她那眼神微晃了一下 又迅速回过神 一脸得意 那当然 我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青魔城中 别说是这青魔城了 就是青魔森林里面 哪个地方不能去 哪个地方有什么强大的凶兽 我都一清二楚 那找个地方坐坐 我倒是有些事情 想问玉公子打听一下 好好好 那我们去前面茶楼里坐会儿 她指着不远处一处茶楼 好 凤九便跟着她一同往茶楼走 两人往那茶楼走 身后两名王家的随时跟着 大街上吆喝买卖的声音很是热闹 不过她还是听到了 左前方巷子里女子哭喊的求救声音 她正想过去看看 就听到旁边的王玉 对身后的人吩咐了一声 你们去前面巷子看看 出什么事了 她示意着让身后随时去看 是 其中一名随时硬着 快步上前往那巷子处走 不多时便回来 公子 是曾家三少 看上了一个卖药的姑娘 正在强行拉人 随时上前压低声音 在王玉耳边说着 听着这一话 王玉脸色一沉 骂道 又是姓曾的那小子 走 跟本公子去看看 说着大步上前 然而迈出两步后 似乎才想起身后还有个凤酒 于是又折了回来 一脸笑意 小姐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收拾个人 一会儿就回来了 要不你就先去茶楼等我 凤酒笑了笑 没关系 我跟着你一起去看看吧 王玉挣了一下 继而变道 那好 那你跟我身后 几人到了那巷子 就见一名华衣男子 站在一旁 而两名随时正拉扯着 一名少女 少女模样长得清秀 此时又是惊慌 又是害怕 很无助的样子 以及那眼泪 更是增添了一种 楚楚可怜 让人看了不由心生怜悯 巷子里也有几个摆摊的修饰 只是谁都一副 事不关己的模样 只看着并没有相劝 更没有相帮 地上草药撒了一地 有的已经被踩烂 一个竹篮子被丢在了角落处 还有一些草药挂在篮子边上 不要 不要拦我 我不要去 不要去 少女哭求着 奈何 只有低浅实力的她 根本挣扎不开 那两名随时的酷鸭 放开那位姑娘 一声坑将有力的大喝 从巷子口传出 让巷子里的众人 都愣了一下 从那声音之处看 凤酒跟在那王玉身后 听她这一喝 眼中不由划过一抹笑意 真有意思 哟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玉公子 怎么 你 你也看上这个姑娘了 那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来晚了 她呀 我看上了 正准备 带回府上去呢 那一旁的华裔公子 轻挑的 逆了哭泣的少女一眼 伸手帮她试着泪 一副怜香惜玉的模样 别哭了 有 有什么好哭的 本公子看上你 那是你 你的福气 跟着本公子 吃香喝辣的 难道不比你在这里 卖那几根破草 要来的强啊 因为凤酒站在后面 被前面的王玉和她的两名 随时挡着 巷子里的人 倒是看不到后面的她 只知道后面有个 穿红衣裙的女人 不过 他们没有过多去关注 目光和注意力 只落在那王玉身上 曾三 你也在城中几大家族的人 你这种强弩的行为 也只能给你增加丢脸 赶紧放人 要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 王玉喝着 这 怎么 你也看上了 那曾三问着 一手搂着那少女的腰 我就不放 我 你 你 你能奈何我 王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手中扇子一摇 朝身边两名随时吩咐 上 给我打打她满地找牙 她的声音一落 两名随时便掠上前 直接奔向那曾三而去 抓着那少女的两名 曾家随时一见 当即将人放开 迅速上前帮忙 那少女逮着机会 连忙擦了下眼泪 捡起地上竹篮 装上那些没被采烂的草药 赶紧离开 凤九静静地站在一旁看 见着王玉的两个随时的战斗力 比对方两人要强 很快便将对方压制住 不过 那姓曾的 在见到后便上前帮忙 挥着拳头直接扑了上去 王玉健壮 当即骂了一声 将手中扇子别到腰间去 挥着拳头便直接上前 一拳直往曾三地脸上招呼 那个小别三 敢打我的人 看我不收拾你 巷子里的修饰健壮 连忙将自己的小摊 往后移了移 有的则连忙将东西收拾了一下 避开到外面去 放久见几人打得火热 却没有动兵器 只是挥拳头 不由玩味地笑了笑 这几人打的那拳头到肉 用得是十分内劲 那可真是没有手下留情 就仿佛是逮着机会狠狠死揍 不过 这几人就算是打得激烈 却谁也没有动兵器 更没有下死手 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语王玉 你个王八蛋 你敢揍你曾严 打的不是你个别三 本公子想揍你很久了 我打得你满地爪牙 本公子不姓王 王玉使劲地挥着拳头 这一拳一拳地 也专挑对方的脸上走 那力道击落 怦怦地响 光听着那力道 就让人觉得生疼 我的牙 王八蛋 我跟你没完 你敢打我的脸 我让你打我脸 我让你打 凤九在那里看着 见两个锦衣公子 打得一身凌乱 连头上浴罐都被扯乱了 还有曾三 一张脸也肿得跟猪头似的 惨不忍睹 公子公子 好了好了 别打了别打了 王家随时一看这样子 生怕将人给打死了 连忙上前将自家公子拉开 三爷 三爷你怎么样了 曾家两名随时 也顾不得再打 连忙上前将人给扶起来 滚 小爷我 非栽了那个王八蛋不可 曾三怒吼 这一吼 牙往下掉了两颗 说话也漏风 他顿时一将 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又看了看地上掉下的牙 一时间怒不可遏 王八蛋 我宰了你 三爷 三爷 别打了 别打了 两名随时连忙将他按住 疼死我了 我这眼睛怎么了 是不是肿了 王玉轻哼一声 逆了他一眼 摸着自己的左眼 问身边的随时 没种 就是轻了点 随时小声说着 声音落下后便垂低下了头 不敢去看他那被扯得一声凌乱的模样 哎 玉公子 你没事吧 凤九唇角带笑 没事没事 他一边回过头来 看到凤九后仿佛想起了什么一般 联盟低头整理了一下衣袍 却发现发上玉罐歪了 联盟正想着摆正 可这一摆正一动又歪了下来 三爷 我们快走吧 曾家两名随时见王玉的注意力不在他们这里 联盟拉着他们家的爷赶紧离开 不想 那曾三被拉着离开 却在经过凤九身边时 看到他的容颜 顿时迈不开腿了 一脸惊艳 瞪大眼睛 想看清楚眼前美人 可就在这时 你个别赛 干什么快 咱们快管 王玉见他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凤九 顿时一挠 一抬腿就往对方的屁股踹了一脚 王八蛋 王玉 你跟小爷等着 小爷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那曾三被踹了一脚往前扑去 幸好两名随时扶着 才免于摔向地面 两名随时生怕他们又打起来 联盟半拉半压着 带着他离开 王玉本能拿出随身的扇子 想扇着风 缓缓心情 可意想到现在这模样 这打开的扇子 又让他给合了回去 看着凤九 他不由善善地笑了起来 这个 那个 让你见笑了 生活的主角